突然发现自己能看到万物的血条 就连脚下的大地都顶着一层层血条 但凡是有血条的人护物 你都能通过清空血条将其击杀 起初你以为自己觉醒了金手指 直到你听到村中长者诀 外出时一定要小心不死不灭的妖魔 那些妖魔虽然有的很弱 但哪怕费尽心思地杀死他们 可只要过了深夜子时 他们依然会复毁 好在妖魔都有自己的灵力 绝不会轻易外出 否则早就没有村寨的活路 你越听越奇怪 不死不灭这种超乎常理的力量 怎么可能出现在弱小者身上 如此强大无解的妖魔 为什么会自我求情 最终你结合自己能看到血条的梦 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些妖魔或许是游戏怪物 他们不是不死不灭 只不过会定时刷新罢了 可如果自己穿越进一个游戏世界 人类NPC未免也太正常了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情感与人格 甚至也会生老病死 你一时间有些分不清 到底是世界游戏化 还是自己游戏化 就在你愣神之际 一张粗糙的大手 轻轻拍了一下你的肩膀 小又愣着干啥 是不是看到二狗结亲羡慕了 你甭怪村子不帮你留后 你爹从军走得早 你娘生你那天就没了 就算村子出钱给你找了婆娘 你从军后谁帮你养了 万一你运到后 再留个后 谁帮你照看他们娘俩 大皇叔我没那念想 我只是在想县里发的募兵令 有啥好想的 你不会想跑吧 那可不成 咱们村67户就要住23个壮丁 你要是跑 可别的人家就得补上了 小又前些年都是其他互出壮丁 要么从军要么姚役 咱们都顾及着你是孩子不让你去 现在你16了 都是成年汉子了 总不能害不去吧 哪能大皇叔咱也是有良心的 断然不会逃跑害人 你不是没想过逃跑 但村子不放心 你这个没有牵挂呗 害了三个有家世的汉子 你女龙吃补住 你一个人根本打不过三个村汉 只能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 再制定后续记录 伴随着婚礼结束 回到家后的你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得知事件真相后 使你严重缺乏安全感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前期计划没有成功 你原本借口渐渐血 抢夺了村里的杀鸡犬 但宰了整整三只活鸡后 并没有收获经验之类的东西 这让你通过猎杀家禽 获取力量的计划 成为了妄想 不死不灭的妖魔 有可能是游戏定时刷新的惯 会不会只有他们才能提供经验 也有可能是机态弱小的 才无法产生经验 要不弄死个人试试 你盯着三个村汉 对比了一下自己的体力 决定爱护乡里乡亲 还是出了村找的烂人实验版 睡不着的你 不由翻出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仔细观看 希望从中找出隐藏的升级路线 然而 看着自己精气神只有低微的一点 你不由地叹了口气 还是这么平均 这些天的苦练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自从听说要服兵以后 你每天都进行锻炼 可连续锻炼二十余天了 精气神三项数据不仅没有任何变化 生命值反而降低了2% 看来 必须得找到获取经验的方法才行 第二天上午 你如往常一般拿着柴刀练习劈砍 在这些天的锻炼中 你的属性值虽然没有丝毫变化 但劈砍的感觉却越来越舒服 就在你劈的忘我时 一道机械音忽然在脑海中响起 恭喜你领悟力劈化衫 掌握了一种刀术 力劈化衫一级笑补鞋 全身气力凝聚 流上至下灰砍一击 当只有你能听到的提示音响起时 你顿感一阵无法形容的舒畅感 好似多年的压力一招释放 哈哈哈哈我成了三个村汉 看着狂笑的你 无奈地摇了摇头 作孽亚小佑 以前虽然憨憨傻傻 但跪在老实中后 乡里乡亲言语一声 傻脏活累活都抢得干 现在好了 一张木兵令把一个傻小子吓疯了 别说干活了 不逃跑就谢天谢地 小声交流的村汉们并没有发现 你面前的枯木断裂 十分整齐 那截面低平整度 很难被袖盾的柴刀砍出 抛立劈化山经验加一 此时的你异常痛快 你一刀接着一刀 很快砍好了今天的柴火技能 立劈化山也升到了二级 我大概砍了三十刀 却只增加了十二点经验 看来不是每刀必有经验 不过这已经很好了 我知道该怎么获取技能了 关键是全神贯注 不断思考改正 技能与经验的出现使你非常兴奋 直到此刻 你才感觉自己抓住了机会的轨迹 获得了生存的资格 当你准备继续砍柴 争取将立劈化山这个技能升到满极时 才发现自己握紧柴刀的双手 已经不自觉地打起了白子 你终究有意 腹血肉之躯 无法像真正的游戏人物一般不知疲倦 身弱金刚 于是你抛下柴刀 准备利用之前的成功经验 锻炼一项战场绝技跑 众所周知 只要跑得比自己人快 生存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咋了小又不练了 我已练成立劈大山 正要琢磨其他武技 我一枪 老子不往后退也戳他一枪不就行了 话是这么说 可真打起来的时候 咱们面对的也不是一挡枪一笔包啊 练好我这法子 帮你们拉个垫背呢 不过有前提啊 对面不能是假兵 得那你这法子还不如我 甭管对面有假无假 咱老少爷们一块用劲把他戳倒 踩也踩死他 有水瓶了 大黄叔你这是上过战场 没俺爹去过 他老人家走前说过 扶兵一啥都是虚的 就大枪最实惠 只要练好刺枪 回首比什么都强 有点道义 等会给我找个长木鬼 我也练练刺枪 成你气力壮 用枪比用刀实惠 你原本没打算私藏 若真从军 这些老枪还是比外人可靠 大家是天然的小团体 少死一个也是好事 但你却没想到 村汉们有自己的想法 远比自己更加适应这个世界 好在你是个听劝的心子 只要有道理的建议 你都愿意试试 就在你思索之际 一个看护你的村汉跑来 几枚弄眼到小佑 二狗找你 你是没看到那小子 腿软得跟面条一样 走路都晒炕 好家伙昨天刚结清 今天就成这个 样的那小子的婆娘 绝对不是一般人 等你走出院门 看见二狗的样子微微一惊 只见他面色苍白 满脸虚汗 腿脚绵软 即便坐在木蹲上 双腿也忍不住地打颤 最关键的是 二狗的血条跌破了90%大关 降到了89%的程度 经过一番沟通得知 原来二狗媳妇作风彪悍 新婚一夜七次让他受不了 今天找你诉苦的同事 给你说了一件 正遂你三观的事情 他说他和媳妇商量好了 准备让你过去帮一下忙 白天他忙活 晚上你忙活 猴子甭管是咱俩谁的 只要能给他老赵家留个后就行 你本以为 二狗是因为即将被拉去服兵役 精神压力太大了说胡话 于是你一正言辞地拒绝 并对他进行了一番开导 但二狗根本听不进去 神色有点失落地准备离开 那我真走了 晚上不给你留门吗 免得便宜了外人 等等咋了 小幽哥你反悔了 反悔你个头 老子道心坚定 初心不变 除了大兄之恶外 无人能令我侧目 二狗你娶媳妇了 也算成人了 哥哥没什么东西弄错 就给你起个名字吧 万一你半路死 也能立个正经排排 好啊那就叫赵阳吧 太阳的阳 希望能补补你家的阴盛阳衰之行 赵阳这名字是比二狗强多了 我要是留下种就给娃娃用 要是运到不好没能留下种 我就自己用 所以你赶紧回家交货去吧 我这还忙着磨练武艺吗 甭管是伏兵力还是祸害意义 总得先练好武艺不是 二狗被你挡回家造娃娃去 你也安心琢磨起了技能力屁化山 可以技能化跑步应该也行 那吃饭睡觉这两种 每天都要经历的事 可以试试 从今天起少时多餐 争取每次只吃三口磨磨 一天吃上它二三十顿 睡觉也不能落下 每锻炼一个小时 小睡半个小时 尽力将生活能力技能化 自从你开始研究 就吃饭睡觉两件事后 你的疯癫名号就变得更小吗 只因 村民看你现在将磨磨当作珍宝一般 明明几口就能吃完的东西 非要细嚼慢咽 宛若在吃什么山珍海味 并且你不是慢慢吃一顿 而是一顿吃几口 一天吃上二三十次 这频率吓坏了康护你的村汉 以为你疯癫家具不知鸡宝了 小悠你别想不开啊 你要是把自个撑死 下了地府也得被鬼嘲笑 你要是想吃点好的你就直说 饭不着患这样的下午 带皇叔你活够了 不懂没活够的心 我这是防患于为人 从军前尽量多吃几顿 免得从军后连个磨磨都吃不上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敢明给我整点好的 说不定吃几顿好的 我就不惦记磨磨了 呸你这瓜娃子说的都是什么话 什么叫我活够 你才活够了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从军要是一口磨磨都不给 谁他娘的给那些老爷们打仗 阎王还不差饿肚子鬼呢 偌大的军营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那可不一定 我要是将军 就专门派几只骑兵烧粮草 保管对面饿的嗷嗷叫 你这都是从哪听的歪理 咱们是服兵役 又不是去打仗 兵役你懂吗 就是替换老族 运梁挖都伐木修墙 活多着呢 想当战兵也得被选上不是 那惨了 我说你这老头怎么一点也不担心 原来是村里青壮多 你不用顶在最前面 黑黑这就是年纪大的好 你们这些矛头小 学着点吧 赵太皇看你还能正常交流 没有疯癫入脑 看护你的村汉 本以为赵太皇已经劝住你了 可没想到这小子嘴上说一套 做事又一套 仿佛他你脑瓜根本管不住他的身体 第二天一早 你不仅估计重施 而且变得更抽象 哥几个我昨晚琢磨了一宿 悟出了五道真意 这邪武之道 跪在一张一池 一进一动 这洞工我们都刷上两下 主要是这进攻 你们想既要进又要休息 这两者合起来不就是睡觉吗 从今天起 我要练刀练枪 随时睡觉 保管能练出一副好身体 三个村汉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做的 坏了大皇叔 我竟然觉得石头说得有点道理 我是不是也疯了 砰 赵大皇重重捶了一下村汉的胸膛 那眼神仿佛要吃人 胡闹 说什么屁话呢 那叫机灵懂吗 你也变机灵了 你要是不想做咱们十里八村有名的机灵人 就管好自个的臭嘴 呜 俺晓得了 俺最老实了 一点都不机灵 大皇叔 要不换个人看护石头 这样下去 咱们早晚得被他霍霍了 再看看 石头就是机灵了点 心应该不坏 看着三个村汉 故意疏远自己 周元知道自己用要有点过猛了 他的生活习惯变得太快 并且毫无逻辑可言 要不是有兵役的名额压着 村民们一定躲得远远的 哎 这才能到呢 坚持住啊 搁几个 周元铺好借口后 正式开始不做人了 他一天的节奏变成了跑步 吃饭 睡觉 练刀 吃饭 睡觉 练枪 吃饭 睡觉 如果他仅仅是白天练 三个村汉还能撑得下去 关键是他晚上也练 村汉们实在想不通 机灵人晚上都不需要睡觉吗 害得他们也不敢睡 他们不知道 初步尝试分段式睡眠的周元 同样不习惯 他的大脑 甚至昏昏沉沉地宛若江湖 但属性面板的存在 能够让他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技能化的追求 使他充满动力 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下 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作息 并逐渐进入了一种奇特的状态 那并非是什么误导 而是不关注外物 极力追逐目标的专注 他的专注 很快得到了回报 最先反馈的成果是吃饭 你领悟了 食补 掌握了一种生活技能 食补 效果 精细吞食 从食物中获取更多的营养 食材营养充沛时 少量恢复生命 更高效地获取营养 少量恢复生命 这简直太好了 生活能力技能化这条路 果然能走通 技能 食补 的出现 使周园有了一定的回血能力 也让他的锻炼计划 有了新的保障 他看着自己 仅剩91%的血条 决定寻找一些补品 修复这段时间 疯狂锻炼 所造成的身体损伤 石头 这大晚上的你出门干啥 周园毫无规律地作息行为 折磨的三个村汉子 痛不欲生 最后他们决定 有两个年轻的村汉 白天陪着周园跑步胡闹 上了年纪的赵大黄泽 白天休息 晚上看护 大黄说 我又误了 这练武 不仅得一进一动 还得讲究药师通缘 若不吃点好的补补身子 就是在压榨自身气血 你答应给我做点好的 几天下来 也就弄了一枚鸡卵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所以我决定自己动手 顺便给你也整口好的 轰轰肠胃 瓜娃子 你咋成天雾啊 可不能乱来 乡亲们都不富于 你就别和和人家了 我知道 乡亲们是不富于 可有人富于不是 跟我来 今天带你开开婚 咱们来个劫富济瓶 借点油水 救济一下咱们的肚子 赵大黄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自己干裂的嘴唇 这职业啥都好 就是容易饿得两眼发绿 他正做着心理斗争 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跟着周园 出门觅食去了 当他们靠近一座 瓦屋土墙的院子时 赵大黄才回过神来 石头 这是李正家 可不敢乱来啊 没事 老李投赋予得很 我就借只鸡 等个百八十年 一定还他 百八十年 那你这不就是偷吗 练武的事 怎么能说是偷 这叫解 老李投用李正的身份 借了多少东西 他能借的 咱们也能借的 李正虽然也是乔西村的村民 但他毕竟有半官方的身份 因此 村民们一般会忍让他 并接受他的管理 但周园不一样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自然不会被乡土规则束缚 再说他都被选中服兵役了 在乔西村 也生活不了多久 哪里会在乎李正的喜恶 哥哥哥 几声鸡叫后 周园提着一只 被扭断脖子的鸡 从院子中翻了出来 大黄说 咱们今晚有口福了 你帮我料理了这鸡 放心大胆吃 恶名我来背 亏不了你 这 石头这可是 你一人干的呀 跟俺可没关系 赵大黄手忙脚乱地 接住周园丢来的鸡 心中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咋叫那么嘴馋呢 一不留神 就被这混小子拉上车了 看你胆小的 再这样 我就自个吃 汤都不给你留一口 别呀 来都来了 哪还能缺我一口 赶紧走 去东头土坡呢 我牙口不好 咱们拿个桃罐 给它炖烂咯 成 你再整点盐 找块大江 我先去挖个柴洞 黑夜中 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从村北跑到村东 借助简陋的工具 炖起了鸡肉 这一刻 赵大黄突然感觉 周园并不疯 这小子很可能是 借着封镜讨石会 石头 我算看出来了 你这小子 虽然邪门 可一点都不傻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等吃了肉 你找个棍子 给我来一下 我顺势一刀 你顺势一跑 这样咱也算对得起你了 你叫我一声书 我不能拿你当的赖货 不成阿大黄说 我还真打算 去军营瞧瞧 啥 你想去还成天作妖 坏名声也落了 还真要去服役 你这到底图啥呀 你这小子不对劲 你咋扑然这么有良心了 瞧你说的 我一直有良心好吧 俗话说的好 会哭得孩子有糖吃 我不闹一闹村里 能这么照顾我吗 周园嘴中 一贯真假掺斑 他一开始 确实想跑 现在不想跑了 倒不是因为 良心膨胀 而是因为 技能的连续生争 他不想躲在 这个平级的村庄 在这里别说吃肉了 饼子能吃饱就不错了 他需要更多的资源 更广阔的空间 因此 他打算走上一遭兵役 看能不能在军营 混个职位 一边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 一边借助军营资源 强化自身 石头真有你的 他们还说你傻 我看就你最机灵 也就你赶上好时候了 要是我小的时候 家家户户吃不上饭 兵役名额都抢着去 哪会由着你折腾 这话说的 也就你们非要我去 我才逗着你们玩 你们要是抢着去 说不定我就让给你们了 你看我像傻子嘛 谁信你的鬼话 赵大黄虽然年岁不小了 但手脚异常麻利 天柴山风 不用周园动半根手指 倒真像一个慈爱的长辈 大黄说 跟你商量个事 这次兵役你就甭去了 让你家小子去吧 你这老胳膊老腿的倒在路上 可就真回不来了 我答应背二狗回来 就背不了你了 人离相见 鬼也一样 还是不要客死一乡的好 正在煽火的赵大黄 听闻周园的话 罕见的沉默了 他妈撒着粗糙的大手 想说什么 到嘴边只话成了一句 石头 肉熟了 你牙口好赶紧吃 不然一会儿就柴了 给我圣口汤就成 我不中用了 肚肠刻画不了这些油腻的东西 成 给你留俩鸡爪子啃啃 真有你的 场面话都听不懂 我看你是真汉 赵大黄不想说自己家里的事 周园也不多问 拿起一根细树枝折成筷子 欢快地吃起了肉 赵大黄一看 这小子一点都不客气 怕自己下手晚了 一块正斤肉都吃不上 于是也折了根树枝探入罐中 他运气不错 一下就捞了块带皮的好肉 那油汪汪的鸡皮 刺得他眼睛痛 吃啊大黄说 别跟我客气 赶明你学会偷鸡了 再请我吃 那你算是吃不着了 咱可学不了你的邪门 筷子一抖 鸡肉重新掉入罐子 再一巴拉捞出个鸡头 哭黄老汉抱着鸡头 美滋滋地啃了起来 周园瞥了一眼 做鸡头的赵大黄 又贴心地帮他挑出一个鸡爪子 大黄说 再吃个鸡手补补 咬不动就放手 我牙口好着呢 你小子嘴里 一句人话都没有 吃过鸡肉 喝了鸡汤 周园斜躺在草地上 观察自己的属性面板 直到血条开始上升后 才露出满意的微笑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他的血条从91% 恢复到97% 一只鸡大半落入了周园的口中 但恢复的血条并不多 恢复速度也很慢 终究是那只鸡太瘦 他的 食补技能等级也太低了 嗯 周园看着东面河道的方向 猛地坐了起来 咋了石头 没吃饱吧 再吃两块 大黄说 这案发现场 你等会儿好好收拾一下 我去和你洗个澡 咋又要跑 不是说好了一块伏冰液的吗 你赶紧给我一棍子 不然我没法交代啊 一会儿就回 犯不着骗你 赵大黄看着快速融入夜色的周园 重重地叹了口气 然后又不紧不慢地啃起了骨头 周园没有骗人 他刚刚无意间 撇到了两段残缺的血条 他们正朝着石拱桥的方向移动 那血条的形状 一看就是人 并非家禽那种细短血条 深更半夜 两个残血跑到河边做什么 难道要决斗或者跳河 周园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跟上去看看 并非他要多管闲事 而是整个乔西村 只有他把砍人挂在嘴边 并且还付出过实际行动 他担心有人借他名号暗中杀人 最后让他背上一口黑锅 当他靠近石拱桥时 发现一段血条进入河中消失不见 另一段血条则安静不动 他并没有冲上去查看血条代表的人 而是默默等待 准备看看这段血条到底回谁家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跳入河中的人又浮了出来 会和岸上的人后 不紧不慢地向乔西村走去 周园不跟踪人 只跟踪移动的血条 因此间隔的相对较远 并没有被两人发现 嗯 竟然是二狗家 二狗这家伙不是刚娶妻 忙得腿都软了吗 怎么有空半夜跑到河边 难道屋里腻歪了 也占踢踢劲 二狗家很贫困 院子都不是土墙 而是树枝木棍混搭的篱笆圈 周园巴拉两下 找了个接力点 抬脚就翻了进去 整个院子漆黑一片 没有任何灯光点缀 他靠近院中唯一像样的主屋 小心翼翼地趴到窗边 娘我冷 快在温水桶里泡泡 孩儿他爹 别再去龙宫偷饱了 再去几次 二狗命都没了 不敢再去了 今儿二狗差点回不来 以后再也不去了 啥 二狗没阿安给的法子拿嘛 可不敢冒犯龙宫守卫 俺当家的就是这么没的 二狗可不能再犯魂啊 一个年轻的女人声音传来 周园猜测她 就是二狗新娶的媳妇翠娘 俺们家都沾了你的福气 哪敢不听你的 就是人的步子大小不一样 你说只能走三十六步 二狗走了三十二步 就引起了龙宫守卫的注意 幸好他跑得快 不贪心 不然非得被戳个窟窿不可 哎 也怪石头那小子不开窍 他要是进了咱们家 就能踢二狗下水了 这村里 咱们就能信石头 他独门独户的 只要留了后 咱两家就能变一家 爹 说那些干啥 怪害臊的 不过您说的对 我就信咱家 要是进了别人家 我可不敢说龙宫的事 我怕他们为了那些猪子 把我给活埋了 翠娘丢我大把手 再给二狗蓄点热水 给它烫透了 哎 来了 周元在屋外听得一愣一愣的 二狗一家没发烧吧 石拱桥下的青沙河 竟然有龙宫 二狗还能从龙宫偷东西 呼呼 终于活过来了 那龙宫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里面冷得刺骨 去一次就能要人半条命 爹娘 媳妇 咱们拿了二十几枚珠子 也算有钱了 可见不得光 我要是伏兵一回来 咱们就说是我的战利品 我要是回不来 石头割回来了 你们就说是我的遗物 呸 乱讲什么话 一准能回来 等你回来 咱们就搬到城里去 好好过日子 不成啊 爹 我们要是都走了 谁定期做记号啊 要是下场鲍鱼改了河道 后人想找龙宫入口都找不到 是这个铃儿 得给后辈留条路 等你回来带翠娘进城 我跟你娘留下 又等了一会儿 耳边全是一家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周元才捏手捏脚 离开了二狗家的院子 小看二狗了 没想到这家子人 也有点算计 我还以为 二狗真心和我分享一切 原来是看上我这无依无靠 好拉拢的家世了 这翠娘也是个聪明人 也就二狗家没得选 但凡落到兄弟多的人家 为了那所谓的龙宫 人家还真有可能弄死他 周元不知道 那所谓的龙宫是真是假 但青沙盒中 一定有什么铲除珠子 才能让二狗一家得到实惠 他迎着月色 很快来到了石拱桥下 只见那河上 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水藻 河水有些浑浊 流速还算平稳 周元脱了衣服 用嘴巴牢牢咬住柴刀 扑通一声钻进了河中 他原以为所谓的龙宫入口 会非常隐秘 不然二狗一家 也不会说什么做记号 计算部署了 可令他没想到是 对二狗一家来说 非常隐秘的入口 在他眼中却异常显眼 他看到 泥沙水草覆盖的河床之上 有一个黑色的漩涡 那上面赫然标注着两行穴子 副本 青沙将军之潮 建议挑战等级15 建议挑战人数5至10 很好 挑战等级 挑战人数标注得很清楚 游戏化的视野在立新宫 不过也出了一点小问题 周元的属性面板上 并没有人物等级的标注 出bug了 挑战等级是什么鬼 我的游戏化 不会和这个副本 不是一套系统吧 怎么还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周元并不疑惑 自己能看到副本信息 满大街的血条 他都习惯了 再看到一个副本传送门 也不奇怪 但他想不通 为什么副本传送门上 标注了挑战等级 他自身却没有这项属性 二狗说 36不是安全区域 他腿短我不和他比 我就走20步 周元不打算退缩 好歹二狗一家都做过实验了 这么好的机会 不去看他太可惜了 他猛地向下一扎 接触到了漆黑的传送门 下一刻 他进入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那通道的长度有限 宽度却能够和蓝星的 四车道马路相比 最关键的是 地面由暗红色的珊瑚铺设 品乡各异的珍珠 镶嵌在珊瑚的缝隙之中 宛若一条星辰大道 通道两边 屹立着六只虾头人身的怪物 它们手持三股叉移动不动 仿佛坚硬的石像 它们头顶上不仅有血条 还标注着身份信息 15级寒潮虾兵 刺骨的低温 遍布整个通道 周园身上的水珠 竟然有了些结冰的迹象 脚下的珍珠也不少 为什么二狗非要跑到安全区的边缘 周园拿起柴刀一翘 才明白翠娘的前夫与二狗 为什么接近虾头怪了 原因是 这些珍珠镶嵌得非常牢固 很难翘下来 周园翘了一会儿 翘烂了不少 真正挺像 完好的就两枚 神奇的是 越靠近寒潮虾兵 珊瑚地面越翠 翘出完整珍珠的几率 也变高了不少 好在周园前来的目的不是 收集珍珠 而是查看二狗口中的龙公 他自己眼中的副本 因此 在收获六枚珍珠 走了大约二十步后 他便放弃了继续前进的冲动 这些虾兵的名字与等级 虽然看起来像是守门小怪 但它们却能引起小范围的温度变化 周园再投铁 也知道自己干不过对方 没必要吸引对方的仇恨 亲自体验对方的攻击力 上一个这么投铁的 媳妇都改嫁了 二狗一家 还得好好谢谢那个大兄弟 不过 不接触 不尝试 并不代表周园无法估算 这些寒潮虾兵的实力 假设一个游戏节奏 出使人物属性为一 每升一级 最少获得一个属性值 那么我与寒潮虾兵的实力 最少相差15点属性值 技能方面则无法估算 当然这样的假设只是理想状态 真实差距有可能更加夸张 这样的实力 再加上副本的刷新特性 它们确实称得上 是不死不灭的妖魔 15级的副本青沙将军之潮 不是周园现在可以攻略的 但这个副本对他来说 依然充满价值 他挥动柴刀 粗暴地撬碎了很多珍珠 并将扎头的布巾丢到地面 反身走入了副本传送门 当他脱离寒冷的环境 再一次返回青沙河时 冰凉的河水 仿佛柔和的温泉一般 令人舒适 他穿好衣服 回到家中 取了个带盖的大桃罐 与一套厚衣服 赵大黄还没回来 两个村汉睡得很沉 并没有察觉到周园的动作 再次返回石拱桥后 他将两套衣服塞入陶罐 闲着柴刀 重新进入了副本 刚进入副本的瞬间 他便打开陶罐 将两身衣服都穿在身上 然后才观察起 副本环境的变化 完整的珊瑚地面 没有碎裂的珍珠 消失不见的扎头布巾 都在证明 这个副本存在刷新能力 而且这种刷新能力 不仅会刷新副本之内的东西 遗留的外物 同样会被刷新 人在的时候不会刷新 人离开的时候自动刷新 如果留一个人 长期驻守副本 副本是不是可以成为 囤积物资的秘密基地 远离正常世界 处于未知空间 内部环境自成一体 怎么有点像传说中的 洞天福地 换个角度看 我若是这个世界 土生土长的人 绝对会将这种玄奇空间 当作天地之间的福德秘境 难怪二狗一家 将这里称之为龙宫 隐于河底 空间自成 可不就是传说中的龙宫吗 周元抚摸着 触感无比真实的珊瑚地面 想到了小时候 学过的一篇古文 《桃花园记》 刨除副本中危险的怪物之后 副本确实称得上是 普通人的桃花园 求道者的洞天福地 青沙河 只是区和众多支流中的一支 而且还是 没什么名气的小型之脉 这样的地方都存在副本 这个世界的副本数量 一定不会少 周元在蓝星时 玩过不少电子游戏 他知道 副本这种东西 一切提示 丢到广阔的游戏世界之中 将很难被挖掘 但只要数量上去了 总会有人意外发现 就像现在这样 翠娘的前夫 发现了青沙将军之潮 他转告翠娘 翠娘又转告了二狗一家 这代表有一些人或势力 有可能会代代传承 副本的秘密 并将其视为自家的福德秘境 大卫国 传承副本的家族 村老口中不离开领地 且不死不灭妖魔 这种情况 有点像正常的人类社会 融入了游戏世界之中 周元摇摇头 将狭义的猜想甩出 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太少了 仅凭一个副本分析社会状态 既不合理 也不可靠 不过 似是而非的猜想 并非无用 至少周元 可以依靠自己的猜想 延伸出一定的环境认知 按照正常的游戏逻辑 野外怪物 与副本怪物的智商逻辑 应该差不多 这六只寒潮虾兵的表现 确实非常像有仇恨范围的游戏怪物 那如果不进入他们的攻击范围 只用声音挑衅 是否会激发他们的攻击判定 周元背靠传送门 一边用柴刀敲打珊瑚地面 一边大声呼唤 嘿 这里 这里 六只寒潮虾兵看都不看他一眼 宛若六尊逼真的雕像 这种现象太具有迷惑性了 本地人很可能会放松警惕 在进入攻击范围时 被寒潮虾兵戳上一叉 面对死板僵硬的寒潮虾兵 周元瞬间想到了挖坑 火烧 投毒等方式 但珊瑚地面出奇的硬 火烧与投毒 也需要验证寒潮虾兵的 判定逻辑与防御强度 即周元点燃柴火 用烟雾影响寒潮虾兵 看他们是否会攻击火源和放火者 火焰是否能降低他们的血条 青沙将军之潮 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 周元不获得一些情报 是不会离开的 因此 他先返回河岸 用大桃罐装满了树枝树叶 返回副本 前进二十步 掏出打火石 升起火堆 在火苗旺盛之时 他丢入了几段潮湿的粗树枝 两手拽住衣服的前巾 不断煽动 尽量让烟雾向着 寒潮虾兵的方向飘动 眼看烟雾飘向一名寒潮虾兵后 周元立刻退回了传送门附近 没等一会儿 寒潮虾兵闻到了烟味 判定受到了攻击 直接解除待命状态 抬脚奔向火堆 一叉将火堆戳散 他踩过燃烧的树枝 继续向着周元走去 燃烧的树枝 被他踩得稀碎 其他五名寒潮虾兵 也进入了攻击状态 周元往后一退 便接触到传送门 离开了副门 他再次返回河岸后 不得不承认 寒潮虾兵 并非真正的死板僵硬 他们是合格的杀戮机器 只要他们判定 自身受到攻击 哪怕攻击力异常微弱 无法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他们也会转入进攻状态 投毒加火烧的办法相对可行 前提是 有人顶住寒潮虾兵的攻击 让火毒逐渐生效 活人能阻断副门刷新 活的动物可以吗 周元钻入水中 没一会儿就翻出了一只巴掌大的淡水龟 顺手用草绳将他的龟壳绑好 保证他的四肢伸不出来 随后他携带着乌龟再次进入副门 燃烧的树枝果然被刷新了 光洁的珊瑚地面 一动不动的寒潮虾兵 使这里看上去异常整洁 龟龟 周元将乌龟放到地上后 熟练地退出再进入 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乌龟不见了 好像副本并不承认 乌龟属于类玩家生物 将它直接刷新了 乌龟不能阻断副本刷新 鸡鸭与狗大概率也不行 昆虫就更不用提了 看来 我的蟑螂放毒法行不通了 游戏化的视野 加上副本提示 使周元进入了一种 越级攻略副本的状态 可事实证明 完全投机取巧的方式 无法威胁到副本怪物 但是同样很难靠计谋 解决强大的副本怪物 15级的副本 对现在的我来说太过了 我需要低级的副本 或者低级的野怪 不过越低级的副本 越容易被攻破 对本地人来说 价值也就越大 想打听或者探索 这样的低级副本 恐怕会很难 浑浊的河水 碧绿的水藻 就能遮挡我的视线 这使我没能第一时间 发现青沙河的异常 更别说各种各样的 山林与建筑了 不对 建筑 不合理的建筑 山中庄园 水上船寨 甚至是寺庙道观 不选优势地形的物宝等等 只要是不合理的建筑 都有可能是为了 隐藏副本所建 青沙将军之朝副本 为周园提供了一种思路 村老的嘱托 与翠娘前夫的遭遇 证明游戏怪物与副本 不是随着周园穿越才出现的 而是融入历史的现象 这让他第一时间 想到了城市 物宝 寺庙 道观之类的建筑 若是一个正常世界 城市大概率会建在交通便利 或地形险要的地方 寺庙与道观 也会首选明川大山 风景秀丽的场所 但这个世界 有游戏怪物与游戏副本 建筑的所在位置 就多了一层考量 如果我是本土人士 发现副本后 无非有两种选择 一是保密 二是守护 不过 保密的选项并不可靠 如果放人不管的话 总会有其他人意外进入 选择守护 虽然费时费力 但只要自身有一定的实力 就不会有人强闯庄园祠堂 地宝 书库之类的私密场所 当周园将游戏副本 融入历史层面思考时 得出了一个既好又不好的结论 好的是 他不需要像个无头苍蝇般的 满世界探查副本了 在长久的历史中 便于发现的游戏副本 很可能都有了相应的主人 或守护者 不好的是 传承游戏副本的势力 很可能将副本 当作自家最重要的财富 他们不仅会想方设法地隐藏 还会拼尽全力的保护 大魏国 还有之前的朝代 这些不断更换的王朝 代代接替前朝遗产 游戏副本的积累 必然不会少 周园发现 他服兵役的目的 又多了一个 原本他只想着 获得军营资源 现在又多了一个 混入朝廷探查游戏副本的理由 对他来说 游戏副本不仅关乎到经验值的来源 更关乎到快速强化自身 甚至有几率 接触到传说中的长生不死 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严重缺乏安全感与社会地位 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他不会放任自己落魄困顿 真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人 会怎么利用游戏副本 又发展出什么样的奇特社会 周园曾向村中老者询问过 科举 类的问题 但老者说 没听过读了书 还能通过考试做官呢 大魏实行的是 举剑制 类似蓝星两汉时期的 举孝莲 在这里 王侯将相确实有种 家族没点势力 不可能有做官的机会 周园本以为实行这样的制度 是因为生产力低下 知识传播途径有限 现在游戏副本的现象告诉他 很可能是有副本 作为传承的豪门大族 杀之不绝 在王朝变更断不了他们跟的情况下 想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 可就太难了 宁甘湿漉漉的衣服 提上陶罐 将六枚珍珠裹入腰带后 周园起身返回了自己家 值班的赵大黄 看到一个黑影推开院门后 盲伸出头腰痕 石头 在练画 不练了 身子乏得很 今晚好好补补觉 那感情好 你睡觉我就放心了 等天明 我去给你整个鸡了 轰轰肚子 要的 光吃饼子不顶饿 周园知道赵大黄 惦记着一块吃肉的事 感觉占了晚辈的便宜 打算弄点实惠东西回报一番 他没有拒绝赵大黄的好意 随口应下后 一头倒在了床上 或许是明白了前进的方向 这一觉他 睡得很沉很稳 在梦中 他从一级副本 刷到了百级副本 不仅成为了最强人类 更是突破了仙凡界限 可正当他遨游宇宙星空时 一颗蔚蓝色的星球突然出现 并爆发出强大的引力 将他拽下了天空 不 你这也太不地道了 周园一个鲤鱼打挺 成功地 从木床上摔了下去 阳光透过窗户 照入阴朝的室内 被当作凳子使用的木墩上 放着一个粗陶大碗 一枚小小的鸡鸽躺在气中 还是大黄书讲究 说整鸡鸽 就整鸡卵 周园起身洗了一把脸 咬开柳树枝 清理了一下口腔 然后坐在木墩子上 一边剥鸡蛋 一边查看起了属性面板 精气神三像属性没有变化 还是非常和谐的一 生命值再次出现了变化 原本昨晚吃完肉后 他的血条恢复到了97% 但被副本内的冰寒环境 摧残几番后 他的血条又降到了92% 四舍五入一下 昨晚的鸡算是白吃了 嗯 鸡白吃了 就等于没有吃鸡 李正家丢的鸡 他也就没关系了 除此之外 属性面板最大的变化 是多出了一个新的技能 你领悟了 修养 掌握了一种生活技能 修养 LVE 一时 效果 恢复疲劳 滋养精神 缓解负面状态 静止本也 动之使然 明晃晃的技能介绍 让周园明白了 新技能的强大 难怪一觉醒来 身体舒适 精神振奋 半点受凉感冒的症状都没有 原来是 睡觉技能化了 睡觉与吃饭 是周园最看重的 两项生活能力 这两项能力 是他目前最有希望 挖掘的恢复性技能 索性 这两个技能效果都不错 使他有了一定的失措本钱 现在肌肉酸痛 血条降低 已经无法阻止他锻炼技能了 我靠着食部技能 与修养技能 恢复身体状态 二狗什么都没有 他残血后 该怎么恢复血条 周园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突然想起了二狗 那小子结清的晚上 一定去轻杀将军之潮了 否则他的血条 也不会突然爆降至89% 现在想来 那小子找我时 双腿发软 面色苍白 很可能是风寒感冒了 根本不是什么一夜七次了 周园昨晚在二狗家院里 还听到过他说话 倒是不担心 他病死 他更想知道 普通人的血条怎么恢复 损耗过度后 会不会降低血条上限 想到这些 他坐不住了 二狗这种自我实验的勇士 必须要有观察员收集数据 石头 去跑步啊 嗯 你们俩都快点跟上 不然就等着被大黄叔骂吧 石头商量的事 今天你骑晚了 咱就不跑了吧 这几天 村里的闲汉都笑话我们几个 说我们是刮耸 不练力气 不练枪 就知道练怎么逃跑 那还等什么 拿棍子来 等我们追着他们打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跑快的好处了 哎 来了 就等你这句话了 你不带头 我们还不好下手 奇了怪了 那几个刮耸筋 怎么没练逃跑 谁知道许是胆破腿软了 要我说 石头他们几个就是胆小 若是咱们割几个伏兵役 保管痛痛快快 无所畏惧 那是 我早想突入敌阵杀个痛快了 就是运到不好 没得着机会 五个靠婆娘养活的懒汉贤汉 斜躺在村头余树下 边吃枣 边吹嘘 乍一听他们的话 还以为他们是怀才不育的真勇士 几个闲汉正说的起性 突然发现 从南边来了三个汉子 起初他们没当回事 再一细看 吓了个半死 搁几个 该吃赏午饭了 我得回家看看 那啥我肚子痛 先去方便一下 巧了不是 我家的狗旺位了 搁几个等会儿再去 看到周园手持木棍 腰挂柴刀的身影 几个嘴上英勇无比的汉子 撂了两句场面话后 一溜烟跑得没影了 你们俩快点 慢了一棍子 也打不上 在周园与两个村汉的 友好 慰问下 五个横行乡里的贤汉 被棍棒送回了各自的家中 三比五的冲突 没受任何损伤 就击溃了对手 两个跟随周园的村汉 异常兴奋 石头 还是你爽快 对付这样的赖货 就该直接上手 与有容颜的村汉 趾高气昂地挺起胸膛 再也没了之前的憋屈 走 顺路去二狗家看一眼 那小子 新婚第二天就来看望我 我也不能忘了他 当周园光明正大的 院子后才知道二狗这次灾了 昨天夜里二狗还能说能动 今天晌午却高烧不起了 周园隔着窗户向内 瞥了一眼 发现二狗的血条 已经降到77%的程度 二狗爹和娘 在院子里哀声叹气 悄悄抹泪 翠娘则在屋内 不时讨喜不惊 给二狗屋里降温 老实说 看到这一幕 周园并不意外 他亲身体验过 青沙将军之潮副本内的寒冷 再加上潜水 势必会打湿身躯和头发 正常人接触这种等级的温差变化 受粮发烧是很正常的状况 更别说二狗多次进出副本了 二狗不是有恢复技能的周园 这里也不是医疗发达的蓝星 重感冒在蓝星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这里可就不好说了 赵叔 乔东村的罗老头来过没有 乔过了 罗老头说二狗 这是邪风入体 外感风寒 他回去给拿药了 不晓得罗老头的方子有用没 过两天要是不见好 俺们就带二狗去县里求医 行 要是去县里 你们言语一声 我们几个帮着把二狗送过去 要不说还是石头靠谱 我这腿脚不行 家里也没个兄弟帮衬 多亏俺们石头靠得住 二狗一家虽然对周园有点算计 但目的是为了拉拢关系 组成下一代的利益团体 因此 周园对这一家人并没有什么恶感 他一边安慰二狗爹娘 一边观察二狗的状态 没过多久 便发现二狗的血条又降了1% 跌到了76%的程度 可嗨嗨 咳嗽的声音不时从屋内传出 有气无力的二狗 用自身状态证明了 正常人血条降低的后果 在大多数游戏中 别说人物血条降到70%以上了 即便是跌至30%以下 照样生龙火虎 撕血反杀的情况也不少见 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 血条快速降低的后果太严重了 轻则失去战斗力 重则持续恶化 性命不保 这代表正常人的血条 属于虚浮数据 不用完全清空 消除40%左右 它们的战斗状态 就会难以维持 好比二狗 它的血条看似还有76% 表面上问题不大 但实际上也就十几天的事 十天半个月一过 要么病情得到控制逐渐好转 要么全村摆桌 大家吃席 孩儿他爹 罗老头手里就那么几个方子 啥病都开一样的药 恐怕治不了二狗的热症 要不趁石头在 赶紧送到县里看医吧 再看看 家里没那么多现钱 明儿二狗高烧不退 咱们就卖的地区县里 二狗家现在是有钱的 但副本出产的珍珠见不得光 真要着急忙慌地拿出来 很可能被县中强人害的性命 因此 二狗爹记希望于乔东村罗老头 希望二狗和他们家 能挺过这一劫 唉 还是贪心了 二狗爹低声叹了一口气 嘴唇颤抖着无声念叨 仿佛在祈祷儿子平安 支呀 院子木门被粗暴地推开 一个衣服上没有几个补丁的老头 带着一个憨厚的年轻人闯了进来 水烧开了吧 快点煮药 今晚我们父子就住你们家了 若是不见孝 明儿一早 我带你们进城找老东家 一群人忙里忙外 终于让二狗吃上了药 接下来就看二狗的造化了 周园眼看似了 便打算离开二狗家 但二狗爹娘担心 在找他帮忙时会被拒绝 推推嚷嚷 非要送给他两枚鸡 为了让他们安心 表示自己愿意送二狗进城 周园只好接受了带有人情的定睛 虽然只得了两枚鸡卵 但随行的两个村汉也不恼 他们分了一个 将剩下的那枚留给了周园 对他们来说 送相亲治病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狗家都这么贫困了 谁也不能拿他们家的不是 周园得了鸡卵也不客气 包着壳凑到了罗老头身边 问起了有关气血补药的话题 罗说 你那有没有补气血的方子 给我包两副吧 既要陪诊 又负责联络县中医馆的罗老头 待遇自然不会差 他和他儿子手中同样有激乱 他听闻周园的话 包壳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又仔细打量了周园一番 石头 你这面色红润 精气神足的样子 可不像是亏了气血 是不是有什么隐急 别不好意思说 你还年轻早知早好 若是耽误了十日成为晚级 你这辈子就惨了 罗说 正经的 我不是要去服兵役了吗 这些日子加紧锻炼 搞得腰酸背痛 身体不爽 是这样啊 我手里倒是有一副活血化瘀 滋补气血的方子 不过 不要金贵你吃不起 我也没有 只能给你开些便宜常见的草药 撑 我试试疗效 要是有效果 我就多定几副 二狗到底是16岁的壮小伙 身体本钱足得很 这家伙吃了两碗药 出了一身大汗后 竟然退烧了 二狗一家欢天喜地 药师罗老头也得了空闲 麻利的帮周园配好了药 石头 这药虽是滋补养生的药 但也不能多吃 你悠着点 虚知是要三分毒 罗叔你放心 我就应应急 真要常吃 也得找些名贵补药不是 看把你能的 名贵补药比你都值钱 那人参 灵芝 何手屋 岂是你能吃得起的 罗老头从周园手中 抠出12枚铜钱后 又交代了一番 怎么熬煮草药 周园仗着自己有属性面板 大胆地实验起了药效 相礼相亲的罗老头 倒不至于骗人 随着一碗苦心药汤灌下 周园的血条确实有了变化 不过一开始并非血条上涨 而是血条下降 在降了2%的生命值后 又涨了4%的生命值 实际换算下来 一碗药只恢复了2%的生命值 周园看着自己的血条 由92%降到90% 又涨到94% 突然明白了 虚不受补的意思 也就他现在气血充足 身体硬朗 但凡患个体弱的如此折腾几番 毒辣的药力 很可能损伤更多 恢复更少 反倒不如不补了 周园相信 这个世界存在药效温和 效果显著的方子 只是罗老头手中没有名贵补药 也没有好的药方 无知蜜糖 他人披霜 我有食不技能与修养技能 能够汲取更多的滋补药效 并缓解汤药的负面影响 这技药对我来说是补品 是小回血汤 对其他人来说 就不一定了 汤药能回血 哪怕是先伤后补 并且只能产生2%的正向反馈 对周园来说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包药可以炖煮两次 4%的生命值 这让周园除了偷鸡摸狗之外 又有了新的恢复方式 在不要的帮助下 周园进一步加强了技能锻炼 也很快获得了新的回报 你领悟了 刺枪 掌握了一种枪术 刺枪 LV-1 1-10 效果 前手如环 后手四锁 气力凝聚 枪出一线 刺枪这种技法核心就两点 一是发力 二是精准 在刺枪技能化之后 周园的刺枪 终于越过手不达意的阶段 精准度大大提升 当 没有枪间的竹竿 精准刺中了草绳上悬挂的铜钱 金属撞击的声响 引起了三个村汉的注意 正当他们以为周园是运气好时 当当当的声响接连出现 竹竿刺同鼻的效果太过直观了 远没有柴刀匹柴隐蔽 直到此时 三个村汉才诧异地发觉 石头这小子 真练出了点东西 不得了了 大皇叔 石头这次真的误了 俺这几天没少耍棍棒 瞄着眼睛 刺到脖子就算不错了 石头竟然能刺中那么小的铜钱 别拿你自个儿和石头比 石头都误多少次了 怎么也得练出点真东西 不过 这小子越发的邪门了 他离铜钱至少有五不远 咋就能刺中挂着的铜板 抢扎一条线听起来不难 但实际操作时并不简单 周园的枪刺 不是瞄准后缓缓出枪 而是气力勃发 猛烈突刺 在这种爆发突刺的情况下 还能保证精准度 已经不输正经的练家子了 好啊 这小子有点东西 如果他成了战兵 就凭这准头 也能刺烂几个脑袋 这大枪凶狠毒辣硬是要的 你们俩快端茶倒水 说些好话 让石头教教你们 大黄说 你咋不去 我这年老体衰的 哪有机会成战兵 你们好好练 大枪快一线 准一分 比什么都强 两个村汉很听劝 他们最开始被选中看护周园时 心中多是不愤 但现在不一样了 周园豪气 敢带着他们驱赶贤汉 手中大枪又指哪次啊 着实令他们服气 因此 他们捧茶凤金 静静立在周园身边 希望能学个一招办事 多份伏兵役的本钱 呼 一直等到刺枪技能升至二级后 周园才放下手中的竹竿 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臂膀 能力技能化的好处实在太大了 技能的出现 就像一条合格线 牢牢稳住了技巧的下限 技能熟练度的增长 也在不断提升技能的下限 以至于周园有种枪随意动 竟在掌握的畅快感 石头 练完了 说话呀 说什么 我又又又误了 诶 就是这句 石头你都误了 想必也明白了其中的诀窍 不如教教我们 那个我俩不会让你白忙活 鸡卵 豆子 瓜果之类的好吃时 一准给你安排上 成 你们练两下 我先看看 没有类似一阵永阵 付出必有回报的属性面板 想要快速锻炼武技 是很困难的 周园接连指导了半个小时 两个村汉的刺枪 也没什么明显的提升 好在 他的话很直白 技巧说的也很透 两个村汉即便没练成 也感觉受益良多 刺枪这种动作型技能 带来的触觉反馈 比生活技能更明显 再次获得新的技能后 周园对跑步的追求 变得更高了 他压缩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只要不断练技巧时 就专心练习跑步 石头哥 又跑步啊 等我好了 跟你一块跑 成啊 二狗好点没 能下床了 身子也不疼了 就是虚得很 总是咳嗽 周园路过二狗家 顺便看了二狗一眼 那小子正坐在木墩上晒太阳 他婆娘还担心他累着 啥都不让他干 就让他歇着 他头上的血条 从76% 恢复到了80%的程度 到底是年轻人底子后 病情一好转 元气就涌了上来 许久多谢谢 我那有罗老头包的补药 等你病好了 给你拿一副补补身子 二狗眼看周园挥着手就要走 忙从木墩上站了起来 趴到篱笆墙上吆喝 石头哥你过来 我和你说个事 咋了二狗 你小子还有什么秘密不成 石头哥 我这次差点死了 想通了不少事 这颗珠子是翠娘的嫁妆 你收好 若是入了军中 也好拿出来贿赂上官 谋个好点的差事 圆滚滚的珍珠 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 周园一眼就看出 他源自青沙将军之朝副本 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况且 我们兄弟一块从军 谋好差事也该你谋 石头哥你收好就成 我爹把田卖了 球里正报了意 县里同意换人从军了 那行 你小子尽早寻个营上 好好过日子吧 入了户籍的丁一名额 不是不能改 差役们会筛选残疾之人 清退疫病患者 其中 残疾还有容忍空间 疫病那是一点都忍不了 各个县衙的差役 绝对不会让疫病者 汇入壮丁队伍 这在大卫 可是向军中传播瘟疫的 杀头大罪 因此 不敢断手断脚的富家子弟 多半会报疫病 从而逃脱兵役 当然 这样做是有代价的 替兵役者 需要报疫病的人家自己解决 这其中 需要花上一大笔钱 周元怎么都没想到 二狗爹竟然拿出传家的田产 找人顶了二狗的兵役名额 这样一来 二狗一家除了进城谋生之外 可就真没退路了 他们家此刻连农户都算不上了 充其量只是流民 社会地位更是直线下降 从如底 跌到了实底 许氏这次大病 一家的想法 现在他们宁愿单点风险 也要保住家里唯一的后备男丁 只不过 无依无靠的进城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能不能求个平平安安 二狗财不外露 甭管到什么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时候 还是过得清平点好 我小的石头哥 我爹说 让我去城里当学徒 东村老罗叔 给我介绍了个木匠师父 我能吃苦 只要师父不抽死我 教会我迎圣的法子 我就给他养老送终 成 我要是混出点名堂 你被欺负了 就报我名号 二狗敢拿出品项完好的珍珠馈赠 周元心中还是有些感触的 毕竟二狗送礼物 可是担着风险的 他但凡是个凶恶之徒 二狗一家的性命 就不好说了 石头哥 你家的田能要回来吗 要不你也走以田底义的路子 咱兄弟俩一块进城谋生 也好有个照应 这法子我走不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地记上白纸黑字写着 等我娶了妻 才能拿回田产 前身的父亲从军前怕回不来 村里趁机搞死周元吃绝户 便将丝田挂在了李正家 这一挂 前身倒是平安长大 每年也能从李正那里 分上一份口粮 但想再娶回来 就有些难了 毕竟前身憨傻名声在外 正经人家和不正经人家 都看不上他这个独门独户的憨憨 也是 你这样的娶媳妇 比我都难 你那田产 多半已经被李正当作私产了 他说啥也不会同意 你拿着他的田去敌意 嘿嘿 对了石头哥 前几天的事 就当我没说过 生娃儿这事 我想自个使使劲 简单的告别后 二狗一家走得很急 赶在县里差役进村的前两天 就进城了 顶替二狗服役的汉子 叫做李大壮 家里足足有五个男丁 典型的地少人多 周元看得清楚 差役叫到其他壮丁时 都是画个圈 唯有叫到他时 画了个横道 这代表他们家绝户了 只要他不回来 往后乔西村服役那粮就按66户算 二狗他们家虽然没了田 去了城里谋生 但他们家的户籍依然在乔西村 以后服役依然要算在候选户籍之中 老少爷们静一静 我来说两句 这服役役是朝廷的法令 不是咱们兄弟 故意苛责你们 你们看看这服役的男丁 有年少的 有年老的 咱们兄弟就当你们家没有壮年汉子 都给你们糊弄过去 我们兄弟讲情谊 希望你们讲将道义 除了这村莫逃莫乱 不然县衙追究起来 是会连累家属的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 你们选出个管事的汉子领队 咱们途经十几个驿站 但不入县城 直奔郡署靖安城 一丁不入县城很合理 他们都是乡党 又只是途经县城 一旦生起歹念 难免祸害县中人家 有趣的是 差异们也认可老人替代撞丁的行为 想来大卫战士不多 如常募兵是为了维持制度 而非紧急补充兵员 怎么不选啊 再不选我就随便点了 若是扶摇义村汉们铁定抢着当领队 但这是兵役 领队大概率会被选为战兵正足 村汉们可不想挨这份苦差事 我来 在村汉与差异的注视下 妖挂柴刀 手持哨棒的周元站了出来 好汉子 还是年轻人有冲劲 成 就由你来做乔西丁役的对证 周元的诉求与村民不同 村民大都想的是早日回乡种田 而周元想的却是脱产习武 强化自身 为此村汉们避之不及地对证身份 对他来说 却是一个值得争取的起点 可令周元没想到的是 从军路上的干粮 还需要自己准备 李正老里头拉着周元的手 千嘱咐万丁宁 让他务必看好本村的几辆独轮 丢了啥也不能丢粮食 就这样在差役的带领下 村汉们推着在有柴刀 陶罐 草息之类杂物的独轮车出发了 周元作为队 正到不用轮换推车 反而被差役安排到队列中间 管理23个村汉 一行人走走停停 先去桥东村 会和另一队壮丁 又前往沙石村 大林庄凑足了100人的队伍 才向着静安城进发 有熟路的差役领队 壮丁们赶在夜幕降临前 抵达了驿站 这里有住的地方 大通铺 没被子 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 也不收壮丁们的钱 不过想在这里吃饭 就要收钱了 就连几个领队的差役 都只要了热汤 从布包中掏出饼子泡着吃 有过服役经验的老人 这会儿就重要了 在他们的吆喝下 几个半大小子 跑出去收集柴火干草 在驿站外烧起了水 周元初看这一切 有种祖团探险野炊的感觉 等赵大黄将冰凉的饼子 递给他时 他才脱离浪漫主义意想 返回风餐露宿的现实 甜的 可以啊 大黄叔 你还能弄着糖 瞎说什么 这是枣泥饼 用红枣和大黄米 一块蒸的干粮 往年我们服药役 可没这待遇 半死不活到地方就行 可这兵役不成啊 要是状态太差 被军营退了回来 咱们还得补充金状汉子 你小子有福了 吃了这枣泥饼 保准你生龙活虎的到军营 吵吵闹闹的吃过晚饭 村汉们根本不用周元指挥 主动将大通铺让给了老若 在地上铺上草席 就睡了起来 这一刻 周元才真真切切感受到 服役之苦 相当之贵 石头 挑几个汉子看着凉车呀 可不敢出错 错不了 放心吧 风餐露宿的旅途非常辛苦 但周元却能从中获利 在出行三天后 他的跑步能力终于技能化了 使他在奔走时也能产生收益 你领悟了 剑步 掌握了一种生活技能 剑步 LV-1 一时 效果 进发于腰 力敌于足 行路运养耐力 跑动提升速度 技能剑步的出现 最直观的影响是 周元的移动速度变快了 更高的价值 是拥有孕养耐力的功能 此时 周元已经拥有 食补 修养 剑步三个生活技能 力劈化山 枪刺两个攻击技能 但他依然不满足 随行的路上 收集了不少细小枯枝 折成手指长短 练起了头枝 石头 别总拿树枝投我 你要闲着没事 就多收集点柴火 省得到了下一个驿站在寻找 大黄说 你忍忍 小树枝打到身上不痛不痒的 你就当我在 跟你闹着玩 乔西对症 你是不是在练眼力 想学射 我可告诉你啊 学了弓箭就回不了乡了 能拉弓射箭的 都是精兵 年老体摔之前 军营说什么 也不会放行的 领队的差异们 在野外时出奇的好说话 并没有随意打骂一丁的举动 一般出了事 他们都是转告各村对症 让对症们下去解决 周元看得出来 他们这是担心乡党闹事 有意将管理矛盾 丢给乡党内部自行消化 因此 这些个差异 平时和周元相处得十分融洽 熟悉后 还经常聚在一起聊天 我年轻力壮 又做了壮丁领队 多半躲不开正足编制 倒不如学点本事 做个待遇好的 善射之事 原来如此 军中重勇重射 你若能开硬弓 射准箭 必会得到上官提携 不过搁几个劝你一句 想以善射汉勇 做近身之姿的人多的是 汉勇平的是一腔热血 善射就要看天分了 仅靠苦练 很难超越身边的袍泽 多谢相告 我不强求 且是且行 武能壮胆气 胆壮气之名 差异们看着面前 英姿勃发的少年郎 突然感觉 这少年应该真回不来了 有志族见者 或墨于沙场 或蹉跎年华 奸进其身 快些走 黄昏降至 野外更深入众 不亦安眠 还是尽快抵达驿战为好 一行人 说说笑笑苦中作乐 大部分交流家中田母 少部分倾诉军中向王 唯有差异们知道 没几分勇武血气 伏兵役还不如扶摇役 毕竟那座军帐之中 都是厮杀汉子 到底要用拳头说话 越弱越惨 越强越胜 周元走在队伍一侧 看着熙熙攘攘的村汉们 知道这些人 是他最有可能争取的班底 伏兵者三年伏役 正族者十年效命 就算这些村汉 全是伏兵 不入正族 他们也要从军三年之久 这些人是他的相当 只要他成为这些人中 最强的那个 他们就会自发 围拢在他的身边 听他驱使 为他笑命 喷 喷 喷 赶在夜幕降临前 周元一行人 总算抵达了下一个驿站 只不过 这座驿站大门紧闭 灯火皆无 差异们只好上前敲门 咋这么晚才到 进去吧 吃食没有了 热水倒是有 你们凑活凑活的了 一位年老的一族 打开大门 将差异们引入院中 怎么就你一个人 其他一族呢 其他一族早就跑了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跑不了 索性吃这口官粮 吃到死吧 年老的一族 将众人放入院中后 反身关上大门 挪动粗事的木桩 抵住木门 咱们一战也不留灯 黄昏封门 你们进了院子 就不要出去了 这第一届 有熊瞎子出没 虽比不上北京的大棕熊 可也凶得很 让你们的壮汉 守好夜 若是被叼走几个老幼 可就麻烦大了 我们这么多人 熊瞎子只要不是真侠 岂敢前来觅食 嘿嘿 那你可说错了 就是人多才好觅食 那些熊瞎子狡猾得很 常常五六个 截队出没 扑杀一个叼着就走 敢追过去 他们就敢办到伏击 老一族的话 让差一几倍发凉 这驿站 建在荒郊野外 做中转之用 若是真碰到野兽突袭 连躲都没地方躲 野兽伤人 扰乱驿站 这么大的事 你们所属的县衙 就不管吗 怎么管 甲兵一来他们就跑 甲兵一走他们又来 封山封路纳的肺 多大功夫 还不如堵门庇护实在 撑 我们晚上 尽量不出门 把那门窗都堵死了 驿站房间有限 百十个人挤挤 睡草息地板 倒是能勉强住下 可二十多辆独人车 就只能放在院子里了 村汉们并不憨傻 十分听劝地 将独人车上装载的杂物与干粮 搬入了室内 话我都说尽了 你们夜里小心点 损伤了人可别怪我 老一族晃晃悠悠地回了房间 留下一众不知所措的村汉 石头 这该咋办 要是白天 我们不见得怕了那些畜生 可这夜里就不好说了 乔西村的汉子们 下意识将决策权交给了周园 让周园这个名义上的领队 为大家拿个主意 周园挥手示意 他们安静 迎向差役们发问 大差 能不能借我拥用你的铁枪 野兽觅食不挑人 我们不能都睡了 总得留几个胆大的首页 成 你想用尽管拿去 若是真能伤了野兽 送你都行 在野兽出没的地界 差役们职业的胆子没有 借出两柄刀枪的胆量 还是有的 在他们的帮助下 周园不仅获得了铁枪 还组织起了一只 手持哨棒柴刀的职业小队 其他壮丁也做好了准备 但凡一声令下 都会拿起身边的武器 驱赶野兽 清冷的月亮 绚丽的群星 散发出丝丝光辉 使夜晚不再混混顿顿 一片乌黑 周园与职业的汉子 躲在一间大房中 透过窗户 死死盯着院子内外 大约深夜子时的时候 值班的汉子 困境都上来了 不时打着哈欠流泪 来了 有六只熊 在哪呢 我们怎么没看见 敲响铜锣 把大家都叫醒 若是吓不退他们 我们今晚就要拼命了 周园的视野 与壮丁们不同 他看到有六个血条 快速靠近驿站的院墙 其中两个血条之上 还带有血字 三级山林月牙熊 竟然还有等级 他们应该 可以提供经验吧 当当当 随着清脆的铜锣声响起 其他房间 内置业的汉子们 瞬间一击灵 也敲起了柴刀木棒 由于野兽有可能伤人 义丁们本就睡得浅 被这声响一次急 立刻慌忙起身 唯有老一族 不慌不忙地朝外 打亮一眼 翻身扒开床铺 钻进了一个地洞之中 几个差异 也想跟着进去 可那地洞不大 老一族说什么 也不肯打开盖子 惹得一阵臭骂 兄弟们抄家伙 聚到门窗处 那畜生敢强闯 我们就把他戳回去 在周园的指挥下 义丁们恢复了秩序 拿着一根根绍棒 顶住房内的门窗 嘿 呼 嘿 义丁们口中喊着耗子 敲打着木棒 努力制造声响 希望下退黑夜中的野兽 按理说 上百人发出的声响 足以下退普通野兽了 可驿站之外的 野兽仿佛 能区分甲兵与鸣夫 尽管大家呼声震天 院外的野兽 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黑夜给熊瞎子 蒙上了一层保护色 义丁们 无法看清他们的动向 但在周园眼中 熊瞎子的动向 被看得一清二楚 他看到两只三级 山林月牙熊的血条 先聚到院门处 不断敲击 然后又顺着土墙逐渐升高 等两只大熊翻过院墙后 周园才模模糊糊 看到他们的特征 那两只黑熊 站起来比人还高 胸部有一块V字形白斑 圆头而大 十分雄壮 另外四只黑熊 只有血条 没有等级属性 要来了 快点灯 大家伙别怕 那畜生不可能 比咱们二十来号人 力气还大 温黄的灯光照亮室内 紧张的村汉们 喘着粗气 汗水不自觉地涌出 这一刻 驿站的房子既是保护 也是囚龙 仅仅六只黑熊 便逼得一丁们各自防守 不敢出屋 如此一来 一丁的数量优势 被削弱了大半 在只能依靠身边同伴 无法指望 其他人救援的情况下 六只黑熊要面对 其实不是百十来号汉子 而是一个房间内的二十余人 来几个人把床板拆了 推到门窗处当盾牌 夯土垂成的墙壁皆是可靠 黑熊们很难挖穿墙壁 最容易被冲破的地方 依然是木制门窗 砰 砰 黑熊开始撞门了 屋内的村汉们 握紧哨棒的手 都忍不住打起了哆嗦 周元站在窗边的第一排 架起铁枪 做好了攻击准备 吼 一颗猙獰的熊头突然撞烂木窗 对着房内的村汉大声咆哮 吓得村汉们连连哀吼 稳住 稳住 敲他脑壳 戳他脖子 熊掌 熊胆多值钱啊 干了这一票 咱们都能翻身 在周元的呼喊下 与恐惧的刺激下 村汉们终于爆发了 对着企图爬进房内的黑熊 一顿乱打 这样的攻击 只能激发黑熊的凶性 要不了他的命 最好的办法是抵住他的头 让他进不来 但村汉们哪里还能保持理智 窗边举着床板的汉子 都吓得扔下板子退了回来 周元同样有些紧张 但技能的力量 在这一刻开始显现 别管他心理状态如何 只要激发技能 就能铲出稳定的伤害 他对着熊口 熊鼻各刺了一枪 将那黑熊刺的满口流血 惨叫怒吼 受伤的黑熊凶性大发 一个猛扑就要扎进屋内 周元看准机会 枪尾底地对着黑熊的大嘴 猛的一刺 呜呜 冰冷的枪头刺入了猴枪 黑熊的重量加上周元的铸枪 使枪头刺穿了黑熊的脖梗 周元眼看着黑熊的血条暴跌一半 忙抽出柴刀 对准熊头来了两击力劈华山 邦邦两声 刀入血肉 由于技能的加持 周元砍得极准 将熊瞎子变成了真瞎子 那黑熊受到致命伤害还想逃 却被铁枪卡住了脖梗 撕扯之间血条直降 没一会儿就哀吼不动了 但这种装死的方法骗不了周元 看着这个血量仅剩26% 并且还在不断下降的野兽 周元抓起一根哨棍 招呼村汉们戳着他的头 一起用力把他顶出去 这次黑熊再也装不死了 棍棒戳击齿脖梗出的铁枪 对他造成了二次伤害 在他被戳翻的时候 周元还抓住铁枪尾部 用力拽了一把 就这一下彻底要了他的命 丁 击杀三级山林月牙熊 经验加30 崩 沉重的熊狮砸落地面 振奋了屋内的村汉 吓坏了其他的黑熊 不同于村汉眼中只有熊狮 周元还看到了一个 散发着淡淡绿光的物品 爆东西了 周元疑惑地看了一眼窗外的熊狮 却没有立刻出去拾取的意思 那些黑熊还没走 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几声售吼之后 四只没有等级的黑熊准备逃跑 剩下的那只三级山林月牙熊 扑上去撕咬他们 好机会 周元趁机探出手 抓住熊狮上的铁枪 在两个村汉子的帮助下 将铁枪拔了出来 磨刀石 听闻周元的呼喊 赵大黄立马从杂物中 翻出一块条石递了过去 此刻 周元手中的枪头受损弯曲 枪间更是崩掉了一块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这把枪 在吩咐两个汉子磨枪后 他又找出了一柄锤头 做备用武器 等了没多久 三级山林月牙熊 咬死了两只没有等级的熊 另外两只则爬枪逃跑了 死去的黑熊 貌似对他非常重要 他不顾两只逃跑的熊 再次扑上了残破的窗口 兄弟们 这家伙记仇 不能让他进来 别乱打 用哨棒把他顶出去 耗他的力气 咱们能干死一个 就能干死第二个 杀了一只大熊后 村汉们信心大涨 虽然依旧紧张 但也不会吓得胡乱敲击了 在十来个壮年汉子的努力下 大熊每次翻窗都被推了下去 使生死大战 变成了绝力比赛 周元端着长枪 几几枪刺便戳烂了他的眼睛口迷 到此时 他已经失去大半威胁了 在这种护号中 周元从侧面刺入了他的耳洞 叫来村汉们一起将他钉死 再加把劲 戳破他的脑袋 叮 击杀三级山林月牙熊 惊艳加三十 两只大熊全部死后 村汉们刚想缓缓劲 却见周元翻出了窗外 我去看看其他弟兄 需不需要救援 在一声声小心 仗义 别犯傻的呼喊声中 周元俯身 失去了一个绿色光球 与一个白色光球 丁 获得月光熊胆 大熊庄 药材 月光熊胆 药理 清热解毒 瓶干明目 固本培源 可配合其他药物炼制为单 增幅药效 使用效果 若金枝鼠不足五 则金属性加一 周元接触到一白 一律两个光球时 两件大熊暴露的物品 瞬间消失 打开属性面板一看 上面增加了一个物品选项 月光熊胆 大熊庄两件物品被自动收纳 这月光熊胆 竟然能直接增加属性 哪怕有上限限制 也算珍贵奇物了 没想到 拾取暴露物品 竟会激活物品栏 普通的柴刀 与熊狮能收入其中吗 周元经过一番尝试后发现 柴刀与熊狮 并不能收出物品栏 但被拾取的暴露物 可以自由取出回收 有趣的是 月光熊胆与大熊庄 只能在物品栏点击使用 不然 一个只能发挥药力 一个只能当作书籍 他从中看到了能量利用率的不同 属性面板贵在高效稳定 人生很难追求这种极致效率 另外 大熊庄的功效 要比月光熊胆更慢 但也更加全面 技能 大熊庄 功效 以翼领气 以气运身 内状体魄 神异合合 使用效果 三级增加金属性1 六级增加气属性1 十级增加神属性1 大熊庄虽是外进内动的体数 但核心却是状体氧气 以气运神 求的是最隐晦难名的气满神族 周元使用这卷 看似利益不低的武技后才发现 他的锻炼方式十分普通 若无属性面板加持 大熊庄和蓝星的普通全数差距并不大 远没有表面描述的那般神异 石头 你咋不动了 扭伤脚了吗 没事 刚刚腿抽筋了 缓缓劲 周元使用技能的功夫 引起了村汉们的注意 在他们的慰问声中 周元起身前往了其他房间 兄弟们都出来吧 熊瞎子被我们杀了 没危险了 周元挨着房间敲门 唤来了一声声 好汉子 的赞叹 几个差异文言 先是对着窗外看了一会儿 然后才跟随村汉出门统计伤亡 等差异们与异丁们 看到倒在院中的两只黑熊 还有匍匐在残破窗台下的两只大熊时 集体倒吸了一口冷气 小狼卷 你们竟然能力薄四熊 当真是好本事 有血肉模糊的猙獰熊头做背景 差异们连 乔西对正 这样的名号都不叫了 瞬间变得谦卑了不少 异丁们没看出其中的危险性 差异们却知道 能薄杀四熊 自然能薄杀他们 现在熊时有了 多几个伤员也不奇怪 所以必须对凶狠的乔西汉子 保持尊重 大差 你这话可算说错了 第一只大熊扑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吓傻了 还是石头找机会戳穿了他的喉茧 第二只 我们倒是出力不少 不过最后也是石头 用铁枪刺穿了他的脑壳 啊 没想到小狼军竟如此勇武 之前我等多有怠慢 还请狼军多多担待 一群人杀熊和一个人杀熊 效果是不一样的 一群人杀 还能说是乔西汉子团结赶战 一个人杀那就是真正的勇猛好汉了 大差别当真 这次杀熊兄弟们下了死力 每一个后退的 都是一顶一的好汉子 若没兄弟们卖命 我也找不到刺熊的机会 这份功劳 兄弟们都有份 好 石头仗义 打尖气 咱们乔西爷们都服你 石头哥讲义气 俺们以后都听你的 差异们相互凝视一眼 心中不由嘀咕 这小狼军看起来不是一个蠻汉 他收买乡党的手段虽然不高明 但刚刚一起拼杀的汉子 就吃这一套 撑 我们听懂了 功劳就算小狼军一只大熊 乔西汉子一只大熊 咱们厚个脸皮 那院里两只黑熊 能不能云给我们一只 大差说的什么话 咱们一道出乡 都是乡亲弟兄 院里的黑熊 本就不是我们杀的 都均给兄弟们又何妨 你们既然想要 就去拿上一只 其他三寸的弟兄 也云上一只 好 当真是少年英雄 气壮量大 咱不说别的了 大熊换了钱 后面的路 我们兄弟进城跑腿 给弟兄们换些好吃食 几个差异说笑间 抽刀提枪 就要更改黑熊身上的伤口 做实了自个的功劳 却没想到 一个老头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口中还大呼小叫 刀下留熊 磨坏了熊胆 磨伤了熊掌 你这老一族 可算是从地窖中钻出来了 俺们兄弟打的货物 与你何干 当差的可别莽撞 快把熊装车 随我进城 我们直接去见县令 既能得功劳 也能得赏钱 关键是 只有县令能一口气吃下四只熊狮 他即便给不了我们实惠价格 也不会过分压榨 快走 这好东西越新鲜 越值钱 在老一族的带领下 百十号汉子 风风火火地前往了 驿站所属的乐极县 一行人赶到县城时 天刚蒙蒙亮 城门还没打开 老一族上前敲打城门 唤醒了值班的兵丁 两人一番交流后 老一族又返回了队伍 等着吧 咱们这么多人看着 守门的兵丁不敢黑是黑 我告诉他们 靖安城的兵丁 列了四只熊献给县令 若是熊胆不新鲜了 后果自负 周园一行人 确实算是靖安城的兵丁 只是大家还没入营 未想过竖起这杆大棋 有这杆大棋在 乐极县令也会注意吃相 防止无脑村汉拿不到实惠 去了军营告歪状 说他们本想把熊献给军中 半路却被那乐极县令给劫了 这坏名声 乐极县令不会背 更不能为此与俊位交恶 周园趁等待的时候 使用了月光熊胆 并将两只三级山林月牙熊 提供的六十点经验 加到了五级大熊装上 大熊装一级需要十点经验 二级需要二十点 以此类推三级 需要三十点经验 六十点经验 刚好把大熊装升到三级满值 为周园增加了一点金属性 再加上月光熊胆的金属性 加一效果 他的属性值 立即展开了二连跳 从三向平衡的一 变为了 金 三 气 一 神 一 突然暴涨的属性意外的柔和 周园并没感觉疼痛或者舒适 只感觉自己的力气 正在不断变大 身体也便结实了许多 他悄悄掀开上衣一看 原本柔软的皮肉 变得异常警示 流线型的肌肉自然和谐 仿佛天生一副横练筋骨 大熊探长 筋骨自称 这庄公竟然还带一手熊探长 熊探长并非一套杀招 而是与大熊装配套的发力技法 在这种技法的加持下 其他武技会变得势大力尘 来了 你们注意点 别让那些守黑的兵丁 抢了咱们的货物 周园正练习大熊装 与武技之间的配合 老一族突然招呼他与几个 差异过去 他吩咐击队村汉看护熊师后 便走向了人群前端 县城的大门果然已经打开 一位华府中年 在六个随从 与三十多个兵丁的陪同下 赢了上来 他靠近一丁队伍后 没有优先查看熊师 而是面带微笑地询问 是哪个好汉领队薄熊的 本官一定要重谢他 这讲话水平十分含蓄 重谢 语 重赏 仅一字之差 其中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老一族这个时候 不敢乱说话了 反倒和几个差异一起看向了周园 周园也不怯场 走出队列 抱拳行李等 乔西周园见过大人 全赖众兄弟们信任 使我有幸领队薄熊 好 好少年 我乃乐极县令正解 断然不会贪了你们财货 让我的这些要事与解刀手 去处理那四只大熊吧 你随我来 我刚好要吃早点 一会儿 你我二人好好喝上一杯 多谢县尊赏识 郑县令对周园还有点客气 对差异就很威严了 面对差异的恭维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 有趣的是 他对村汉们又十分友善 看熊的一会儿功夫 就许出去了不少吃食 弄得村汉们以为这位县尊 是位难得的好官 遗憾自己没有在郑县尊的治下生活 查看熊师时 郑县尊对破损的皮毛 没有任何在意 反而多次打量熊师的腹部 我有数了 你们一会儿帮着解熊嘛 我先回去 差牙医给你们送些吃食 县尊慢走 我等恭送县尊 郑县尊离开时 随行的文士担心周园不懂事 还拽了他一把 示意他跟上 老实说 周园并不想和郑县尊单独相处 他们之间身份差异太大了 仅凭几具熊师 还到不了厌情的地步 但乐极县毕竟是人家的地盘 周园不能无故服了一县之令的面子 因此只能暂且相随 入了城 郑县尊便带周园进了公署 没一会儿便有侍女前来送餐布菜 小狼爵 我得好好谢谢你 你为我解开了一道难题 你是不知道 那几只黑熊有多可恨 一想到过路百姓 被那些畜生损伤 我就心中苦痛 当不得献尊严险 我们也是为了自保 不得不拼命搏杀 莫要推辞 如何当不得 万般诸事 论计不论心 你既然为民除害了 就当得本县之县 郑县令貌似很和善 不时询问一些周园的出身过往 感叹两句英雄出少年 周园越听越警惕 不知道 这位郑县令到底有什么算盘 小狼爵 你如此英武 力能伯雄 想必自有一番奇遇吧 本县除了欣系百姓外 最喜奇闻异事 小狼君若知晓 便说来听听 刚好用于佐久 直到此时周园才明白 郑县令为何宴请他 还不时说出一些夸奖之话 原来 是想利用高贵的身份与夸赞 刺激少年人心生骄傲 引出奇闻异事的话题 同时也让他明白 大卫的统治阶层 果然知道副本所在 并十分重视与之相关的信息 乃至于一群一丁杀死黑熊 都能引起他们的试探 奇闻一事 我倒是听乡中长者提过 说什么世上有不死不灭的妖魔 长生不老的神仙 我自己却从未见过神异之时 伯雄不过是借助地利 众兄弟与之绝利 我趁机刺他口鼻罢了 长生不老 哈哈 原本和善的郑县令 见问不出什么后 也失去了畅谈的兴趣 随意吃上几口 便说自己有政务处理 率先离开了公署 等周元在牙医的带领下 回到车队时 才知道 县中的捕头 刚才详细询问了伯雄之事 县已朝驿战的方向奔去 差异们想得功劳的心思 被当场戳破 连老一族何时躲入地窟 都被问了出来 石头 郑县令真是执法言明 谁出的力 就是谁的功劳 一点都不像画本中的糊涂蛋 是啊 倒是个笑面无常 心细如发 郑县令的动作 让周元意识到了 这个世界的危险性 他需要一个更有力的舞台 在阳光下光明正大的变强 否则难免遭人怀疑 好在 这次的伯雄事件 经得住查验 村汉们的证词 足以抵消他的特殊 接近下午时 雄狮早已被处理好了 郑县令才姗姗来迟地 送来两份文书 其中一份给周元 证明他为乐极县 搏杀过一头熊 一份给乔西村的汉子们 证明他们协同出力 县中牙役送来了赏赐 分过之后 周元得500钱 乔西汉子每人50钱 重头是熊市的收购费 这次郑县令没有分那么细 财务分成了四份 给予了周元 乔西汉子 差役 其他村汉 由于人数不同 大家分的钱也不同 周元手中是一小块金饼子 差役每人200钱 乔西汉子每人60钱 其他村汉每人只有20钱 这种分配模式 虽然让周元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却也让他成了鹤立鸡群的有钱人 为了打破这种财富上的极端差距 周元主动开口道 县尊大人 我就要归银了 拿着这些财物 也没地方用 在下想求购一些滋补之药 用于强壮体魄 还请县尊成全 哦 倒是个知上境的 你我相遇便是有缘 索性成全了你 这是我临江正式的临生丸 最善滋补养生 你有金饼一块 钱五百 我本 只能给你五颗 但你为本献除害 我便再加一颗 资你习武 多谢县尊 今日之恩乔 西周元 永世不忘 郑县尊会说漂亮话 周元也不差 索性都挑好的说 显得一个知欲 一个知恩 仲村汉看到此景 还以为郑县令多欣赏周元 十分奇怪 这么好的县尊 为什么不招揽这么好的后生 一直到临走时 乔西村的汉子们 还遗憾连连 石头 郑县尊如此看好你 你咋不顺势留下 你要做了县中差利 乡亲们都能沾光 我留不下 也不能留 另一边 郑县令的随从 也问了类似的问题 赶薄熊的汉子不多见 为什么不留下当差 那少年 既有几分勇武胆气 何该为我大位征战 我若留他 执小生怨 执大生奸 何止 可配少年一起 郑县令给的 铃身丸是普通物品 而非有游戏提示的 特殊物品 周元无法判断 这些铃身丸的具体效果 不过想来一个县令 不至于欺骗 他这个乡野少年 无论如何 他把钱花出去了 并且还是当着 一丁们的面花出去的 这样一来 不仅减少很多琐事 也平衡一丁小团体内的 贫富差距 石头 你咋把钱都花了 不是我说你 攒着多好 回头钱 多了讨个婆娘 也好给你们老周家 留个后啊 你不说这事 我还真忘了 你不是刚得了110钱吗 先借给我点 借不了 除了这事都好说 我还得给孩子攒钱 娶媳妇啊 得亏周元手中 没钱了 不然总会有几个打主意的 烦也烦死 现在好了 该他烦别人了 在他的一番努力下 钱虽然没借到多少 倒也落了些实惠 几个差役念他勇武 自己又平白得了200钱 每次途经城镇时 都会给他带上一些 好吃食解馋 如此一来 哪怕后面的路途 依旧辛苦 却比刚离乡时 好上了不少 等一行人费尽千辛万苦 抵达静安城郊的军宝时 百十个一丁 罕见的没有掉太多体重 至少精神状态 看起来还行 乡亲们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在这营中好好过活 凡事忍一忍 三年府兵七快得很 到时候 我们再来接你一等回乡 小郎君 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八成 要入战兵正足 凡事能不忍就别忍 趁年轻血气旺 打出点威名 才好在 这营中长久立足 或许是到了异地他乡 也或许是这些天风雨 共度处出了些情感 几位差役的乡党之情 突然发作 他们真诚地给出建议 希望自己的乡人 不要默于他乡 大差放心 咱们都是老实的庄稼汉 家里也有婆娘孩子等着 断然不会惹是生非 村汉们积极表态 诉说自己的本分 周园却握紧手中的残破铁枪 目视军营的方向点了点头 一群无野心者能忍 一个存野望者要狠 自古以来 文武两条路 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上升通道 既然文士行不通 那就只能以武力身了 走了乡亲们 让我等再送你们最后一城 宽大的军宝 宛若一座小城 只不过内部没有百姓 只有战兵与府兵 在差役的带领下 一丁们在军宝门前排好了队列 等待静安参军的检验 那壮硕军汉 在人群中走了一圈后 眉头紧锁 面露不渝 仿佛并不满意这次的一丁质量 两个领头的差役忙 上前小声解释 不时还对着周园的方向 指指点点 若所言属实 这些人我就收下了 我等小人 怎敢欺骗将军 将军一验便知 被十几个清兵簇拥拥的静安参军 在差役的指引下 来到了周园面前 听过你是个勇武之人 敢刺雄搏命 县中认证的文书 拿给我来看看 莫 差役们之前叮嘱过 军中领命接用 莫 将军若问起话来 先领命再行动 静安参军从周园手中接过文书 看了一眼乐极限公印后 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敢进武威营 入政足军户 唯将命是从 好 果真是好少年 你身是清白又年轻体壮 跪在勇力胆破 我替你入甲营 席强攻刀枪 甲兵者 为训为战 不是杂物 下令左兵两人 捧甲持气 照料生活 从你的乡人中 选出两个可靠的吧 左仲于府 一时前良皆有佩计 可会好有亲属 多谢大参军提携 错了 营中参军各有所属 并无大小之分 我主管选兵营训 是为选丰参军 我出身清晰马氏 你也可称我为马参军 记住军中严肃 不可乱称军职 周元明白 多谢马参军教会 得了一个赶战之事后 马参军心情大好 从清兵手中 拿出选丰参军印 给差役的兵役文书 披字落印 这些兵我收了 早些回去复命吧 几个差役 连连拱手行礼 目送一丁们入城后 才转身离去 静安军的管理 很严格 周元刚入城 便被兵族引向城东 一丁们则被分为两队 引去了城北 他选了李大壮 赵铁牛 两个同乡做左兵 之所以 没有选择大皇叔 是因为 他年岁太大了 很难完成 彭甲持谢的工作 好汉子 这就是咱静安军的五卫营了 咱们这训三休一 闲暇时分 可以换上长服 去静安城耍耍 不过 你是新兵 教头们盯得紧 无事最好不要外出 领路的兵族 说了两句 便向五卫营的甲兵走去 两者完成交接后 城中瓮城 刚进入瓮城 周园就感觉到了一个字 副 营中有一对将士 正在进行副甲训练 身上揭披金粮铁甲 手持武器 稳步向前推进 周边邻里的左兵有的 手捧水带毛巾 有的手持兵线 在甲兵驻步时 他们列队入场 为甲兵补水擦汗 更换武器 看到此景 周园不禁疑惑 这待遇 这配置 这训练度 是郡中兵应该有的样子吗 大卫的武德 未免有点太过充沛了 不可思议是吧 你若能留下 就会慢慢习惯的 莫看了 跟我去宿舍 一会儿开饭了 自行去西汤吃饭 你的左兵 去东堂救食 甲兵着红衣 左兵着黑衣 不可弄魂 不可替换 否则军法难受 为何分开救食 接触一营 食不同的 不会滋生怨言吗 有啥怨言 想吃好的自己 也去当甲兵啊 咱们营中 不禁左兵转甲兵 甲兵训练辛苦 无肉食药材补身 是会尿血的 若落个五劳七伤 怎能上阵杀敌 你这小子年岁不大 正是养身体的时候 定要多吃多练 免得再被退回去 到达宿舍后 周园发现 甲兵的待遇是真的好 宽敞的房间内有四张大床 四张上下木床 木柜 甲咒木架 按机 座椅一样不缺 快些放好行装 跟我去军需处报道 甲咒一开始不会发给你 但你能领一副弓箭 这位兄弟 我有一事想问 咱们静安军很富有吗 嗯 这话怎么说呢 世家子见漏 梁家子见贵 世家子见漏 梁家子见贵 这句话虽然是形容词 却也代表静安军五位营中 有世家子 周园更换好红色军服后 去往了军需处报道 军需官记录了他的籍贯 年龄 姓名 给他一块木制兵牌 并告诉他 过两天来取正式的铜制兵牌 兵器方面 得了一把黄化布公 三十支追头箭 精炼钢刀 青钢木铁枪 各一柄 这配置 仅一把黄化布公 普通人家都买不起 更别说 还有后续的精良铁甲了 少年郎 三月为训 百日着甲 若三个月后你 还在这营中 就拿着文书前来取甲吧 不过这些日子也不能耽误 你潜一名左兵来 让他学习 如何为战兵披甲 如何保养战甲 李大壮你留下 将装备送回宿舍 安置到五驾后 周元又前往了营中西塘 他到时已经有不少假兵救食了 这里的餐具很是粗放 大部分人的餐具 都是粗陶大碗 少部分人的餐具 比较精致 那些人精致用餐的人 扎堆坐在塘内一侧 路过的士族远远避开他们 形成了精卫分明的局面 周元猜测 那些人不是军官 就是所谓的世家子 不过这两者好像本就能重叠 世家子入军营 必然是来做军官的 总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士族吧 给我来上一份饭菜 新来的 肉只能拿一碗 其他的吃多少拿多少 否则会乏缝的 西塘的饭菜并没有很多样 但关键是有肉 直到端着饭菜 与一碗棕黑的药汤做下后 周元还感觉有些不真实 静安军实在太富了 或者说他们的后勤系统 富裕得不太合理 周元虽然是个现代人 但也知道依靠古代的生产力 很难为一支地方军队 提供充足的肉食 好家伙 还是实心的 他拿筷子一翻 本以为肉碗会像现代一样 上肉下菜 没想到人家是上肥下瘦 除了汤全是肉 这样一对比 乔西村民的生活实在不像样 他们过年都吃不上的东西 在这五味营中却稀疏平尝 有了充足的肉食 周元的 食补 技能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这东西别人吃了是油水 他吃了是回血 咕嘟 咕嘟 那碗棕黑药汤 虽然味道寡淡 却也有一股辛辣甜混杂的药味 想来不是什么自补好药 不少士族看都不看药汤一眼 直接取菜吃饭 果然问了厨师才知道 不要十天一记反复熬煮 早中晚各一晚 今天的药汤是防暑清火的顺气散 临走时 周元还想找水池刷碗 却被麻里的府兵收走了 真真被伺候的和少爷一样 关键享受这些待遇 不仅不要钱 每个月还有俸禄可拿 如果不用上战场的话 就算得上市福利单位了 等下午新兵集结时 周元才知道 这份福利不好拿 营中的教头 介绍完军营条例 与自己的姓名后 便要求新兵列队拉弓 如果仅仅是拉弓射箭 能进五位赢的汉子 绝对没问题 可红教头要求他们空拉练力 胆敢空放者 损了弓身 弓弦 都要自己赔偿 周元手中的黄化布弓 是一弹弓 它有三点金属性 再加上五级大雄装的加持 拉弓跟弯一样 其他的新兵就惨了 练了一会儿后 一个个臂膀酸胀 手臂发抖 有的连指头都弯不下去了 红教头没有理会那些 痛苦坚持的新兵 反而走到了周元面前 这弓对你来说太轻了吧 我给你换把三弹硬弓 诺 大卫的一弹相当于60公斤 三弹就是180公斤 360斤的拉力 教头红辉本想杀杀周元的锐气 让他知道 一点勇武在军中算不了什么 却没想到周元 真的拉开了三弹硬弓 嗯 像那么回事 练着吧 你公众 我许你随机应变之全 若是撑不住了 就缓进回弦 莫要逞强割伤了指头 一脸威严的红教头 说完板着脸就走了 等见了其他教头后 立刻一秒破功 哥几个 你们的新兵怎么样 我那来了 难以管教的 这可如何是好 那小子太妖孽了 入营第一天 就能拉三弹 硬弓练力 红教头 虽然嘴上说着出事了 脸上的笑容 却怎么都掩盖不住 多久了 农户成家出身的梁家子中 多久没有出现 这样的少年狼了 那可是三弹硬弓啊 射出去的剑枝都不能叫羽剑 而是羽剑形状的镖枪 在三弹硬弓面前 管你是不是假兵 配上破假剑照样一剑一个 老红啥情况 这么好的苗子 怎么落你手里了 你等着 我这就去禀告都尉大人 让他将那小子 调去射身影精心培养 别啊 我这影还没过呢 好歹给我留两天训训 也看看这小子 有没有射剑的天分 万一他就是力气大 根本没准头呢 老红 你这话说的不对 准头都是练出来的 只要他力大耐足 眼睛不瞎 早晚练出不错的准头 成 那你去禀告吧 我先训着他 这群新兵中 就这么一个出彩的 若不是为了都尉大人 我才不会和你们说 嘿嘿 必须练好这小子 让那些世家子 看看两家子中 也有好狼 射身影都尉 与五位营都尉 不是同一个人 两者对士族的要求 也不一样 五位营要求士族赶战勇武 射身影要求士族必利过人 耐力十足 最好再能有射箭天赋 周元想不到 自己刚到五位营 就被射身影的教头盯上了 此时他还在举着弓练力 并不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得到重点照顾了 黄昏将近时 教场的新兵陆续散去 唯有周元被红教头留了下来 少年郎 你想做一个普通假兵 还是想做营中将官 自然是将官 能升职 谁会留着做兵族 是这个礼儿 你能开硬工 耐力也足 我向射身影里都尉推荐了你 大致这两天 你的调令就会下来 就凭你能开三弹硬工 到了射身影 起码是个时长 若是在有些射箭的天分 升任兜伯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兜伯是咱大卫最基层的将官 下辖五十名战兵 兜伯以下士族 督伯以上士官 有了官身 入了官籍 你这少年就一步登天了 如何可敢一搏 多谢红教头举荐 原求之不得 何惧之有 大卫君志分得很细 并非领兵者皆是将官 武长 石长 队政 兜伯 居都 君司马 都尉 校尉 军中八职为治军框架 兜伯以下为族 编入军户 兜伯以上为官入官籍 校尉以上为僵士奏朝堂 可以说 只有成了校尉 才算融入了大卫的统治阶层 否则皆是奉命而动的布局 但这不代表都尉等级的职位不贵 至少在军中 都尉掌握着一营的生杀大权 周原没想到 射声营的李都尉会亲自见他 以至于五位营中的士族 都以为他是隐藏的世家子 且试试这把弓 箭之随便射 让我看看你的耐力 诺 砰砰砰 一声声中击的声音 在叫场回荡 周原的射数虽然不合格 但还不至于乱箭飞舞 至少能保证箭士 落到同一片区域 当三十只箭射完后 以他的身躯强度 都有些劳累 臂膀也出现了 酸胀火灼的痛感 好 当真是天生的神匕首 你今日开弓青色暴力 加以培养便不会如此费力了 我吸你之财 欲掉你入射声营 人时常之职 他日若能言无险微 必为你谋意关身 多谢都尉爱护 远感激不尽 莫慌这谢 射声营与五位营不同 五位贵 射声平 五位营是整个静安军 最精华所在 其足赶战能射 多游世家自统兵 射声营的待遇 与五位营有些差距 但升职更容易 其中得失 需你自行思虑 何思之有 都尉继续军职 关身 我愿入射声营效力 对周源来说 待在五位营确实不错 可若了射声营 能和统营都尉说上话 这无疑是身份地位的 巨大提升 有了领导赏识 再加上属性练版的 技能加持 他将获得一条 稳定的晋升通道 好 随我走吧 我为你换一位教导 五位营在城东 射声营在城西 李都尉虽然说 射声营与五位营有差距 但那明显指的是 士族待遇 而非军官待遇 在新军营周源 不仅获得了更大的房间 更有营养的吃食 还跳过了选拔阶段 直接获得了正式兵牌与盔甲 射声营的盔甲 是灵活性相对高的环臂甲 而非五位营常用的铁闸甲 防御力方面 铁闸甲比较全面 也更沉重 环臂甲重手臂伸展 也轻便一些 领了盔甲后 周源便开始接受系统性的训练了 在一位善射之士的教导下 他很快获得了新的技能 你领悟了 控弦 掌握了一种射手 控弦 LVE 一石 效果 气力合一 凝神索敌 增幅身躯协调 强化精神专注 由系统性教导转化而成的控弦技能 比周源自己摸索出的刺枪 力劈化衫更全面 不仅有攻击效果 还附带强化效果 有了专业的指导 充足的饮食 周源开始发疯式的恋舞 食部技能帮他回血 修养技能为他缓解负面状态 在这两个恢复性技能的保障下 射生银出现了一个 让人头皮发麻的勤奋型天才 每天天刚微微亮他便开始练功了 等到天黑时他还在练功 仿佛他有一副铁臂膀 不会产生疲劳 这种惨烈的锻炼模式 在银中 教头看来简直就是自残 他阻止了很多次 都没能改变周源的练舞节奏 后来发现 这小子每天精气神足 毫无虚弱后 也就默认了周源近乎自残的锻炼方式 这可害苦了射生银的普通氏族 使他们集体陷入了一种 自己既没天分 又不努力的错觉之中 当他们振奋精神 打算学习周源时 仅仅一天 手臂累的就抬不起来了 到头来 别说增加训练效果了 就连第二天的正常训练 都很难维持 直到这一刻他们才发现 努力这东西 竟然也是有门槛的 甚至还要看身体天赋 为此 好些个斗志满满的氏族 突然意志沮丧 精神消沉 出身比不过世家子就算了 怎么努力 还要拼天赋 既然命运决定一切 他们还努力练武做什么 当第一批躺平的氏族出现后 营中教头 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 对 周源那小子 不适合在教场练功 有他才会损伤其他氏族的斗志 哦 怎么了 他的剑术大掌 超越营中老族了吗 何止是超越了 那家伙左右开弓 只哪射了 关键他用的还是三弹硬弓 那力道 但凡离靶子近点 都能把剑把射穿 真是个可造之才 超越就超越了 咱们营中又不是没出过有天赋的射手 斗志受损的氏族 但凡有心 就该努力追逐 而非自哀自怨 射身营都尉礼富 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努力追逐的前提是存在努力的空间 可周源将休息时间压缩到了极致 普通氏族在他面前 连努力的资格都没有 都尉 没法努力了 周源有铁臂膀 每天能练六个时辰 其他士族就算拉断了手 也追不上他的训练量 六个时辰 他的耐力如此强悍吗 嗯 不仅耐力强 恢复能力也强得可怕 营中医者看过后说 那小子撞得像头熊 有富天生的横练筋骨 教头的话 让都尉礼富十分满意 他果然没有看走眼 那少年确实是天生的神匕首 倒是捡到宝了 周源麾下 还没配士族吧 都尉三思 给他配兵族 怕不是培养 而是消耗 若他以自身状态要求士族 没几天 我们就要折损一批精锐弓手 不 我的意思是 不给他配兵族了 给他提职 让他入神弊队 这合适吗 他还是一个新人 现在调他入神弊队 静密境厮杀 会不会太快了 不快 若他认为 营中既是庸鹿之辈 又居于他之上 难免心生剑系 且调他入队吧 再好的剑 也要杀敌剑血 以开锋芒 否则只是一个华丽的装饰品 若 我回去与他细说 周元只是表面上的少年人 并没有少年的叛逆与骄傲 但李都尉不知道这些 在他看来 周元就是一块蒲玉 既需要细细打磨 也不能施压过多 因此 他决定将周元 调入攻略秘境的队伍 让他见见世界之广大神异 名物自身之秒小普通 百发百中 三弹硬弓 且看能不能杀敌吧 莫要让我失望啊 神弊队是射生营中的特殊卫队 由三十余名神射手组成 周元听营中士族说起过神弊队 但只当神弊队是精锐士族 并不知道他们负责何事 当营中教头找他谈话时 他才明白神弊队的特殊性 周元 你知道吗 世上存在不死不灭的妖魔 也有高来高去 力能破均的武者 倒是听说过一些 不过我从未见过 只当这些说法是神话传说 没想到却有此事 中教徒突然说这些 可是有何教我 中教头看着一脸真诚的周元 突然想起了他的出身 心中不由感叹 农户良家之悲莫过于此 浑浑噩噩一生 也难知世界何貌 却是忘了你的出身 偏远相间信息匮乏 如何能知天地广大 我知你天生金谷 资质出众 早晚看不上营中的庸禄之辈 生出天下之大 以见世之的豪情 但我要告诉你 世界大得很 你这点天赋 在真正的力量面前 什么都不神 教头错怪我了 我尚无骄横之心 也不敢小瞧天下豪杰 忠教头的话让周元明白 自己近段时间的表现有些出众 营中不是在训诫敲打 就是准备拉拢提拔 你这小子 此时还算懂事 否则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么多了 既然你听过妖魔故事 我就和你说说 这舞者何来吧 你要明白我们的人生是有极限的 似你这样的天生金谷十分罕见 更别说立体妖魔的舞者了 舞者强大的根本是气 道人们也称之为灵气 这些灵气并不存于山川大地 而是存于洞天福地 天地秘境 准确地说是存在于 秘境妖魔或物品之中 那些秘境妖魔不死不灭 王朝军队 世家大族 道观寺庙 时时攻伐 从中提取有灵气的物品 如此一来 世上才有破军武者 通玄道人 金刚罗汉等强横之士 宗教头说的起性 周元越听越清晰 副本中的强大妖兽 神奇植物 悬翼武器等东西 确实能作为超凡基石 开启强大之路 由于副本的刷新特性 即便他们无法获得经验 其他的特殊物品 也能造就一定数量的超凡群体 原来如此 依教头所言 人吞食妖魔得灵气 成超凡 那妖魔杀人可有所得 果真机灵 人食妖魔得灵 妖魔食人启智 前朝做过相关实验 妖魔杀戮一定数量的人后 就会诞生灵智 犹如傀儡空壳 再生灵魂 不过越强大的妖魔 越难诞生灵智 弱小的杀己人 就能灵智自身 强大的图千百人 照样宛若木偶 周园没想到 怪物还能通过杀人获得灵智 倒是很像传说中的妖魔食人 开智化形 不过 游戏怪物启智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然大卫俊成 也不会如此繁华了 但他还是心有疑惑 索性顺着一问 探探人类处境 妖魔不死不灭 获得灵智后 如何有我们活路 是这个道理 但不死不灭的是 他们的身躯 而非灵魂 即便他们开了智 被杀一次 依然要沦为木偶傀儡 这也是我们人道昌盛的原因 多谢教徒点拨 原今日方知世界之大 天地玄妙 日后定当苦心练武 不生骄纵之心 周园诚心道谢 若没有忠教徒解释 他不知多久才能明白 这个世界的情况 现在想来 游戏副本 游戏怪物 给这个世界带来的 绝不仅仅是灾难 还有各种神奇的机会 你心中有数就好 多位大人准备调你入神弊队 这神弊队 与五位赢的悬甲队 就是专门负责秘境杀法的队伍 我们营中的肉食 绝大部分都来自天地秘境 若无神弊 玄甲两队攻法 静安城可养不了这么多精兵 你亦如何 可敢见见天地神异 求之不得 还请教头引路 好 你还年轻 有大把时间积累功勋 若日后功勋卓住时 未必不能得到灵物赏赐 去探探武者的天地 忠教头虽然说得好听 但他知道 梁家子出身的周园 几乎不可能有那样的机会 那些世家子 为何从军谋职 不等待家族分配灵物 还不是灵物产出有限 即便产量连绵不绝 也只能供少数人享用 更别说实力越强 需要的灵物越多了 有些家族举足之力 供养两位舞者都难 时时担心灵物产量不足 活活饿死 需要灵器补充的舞者 想他忠续也是 出身世家 可那又如何 还不是没有半分灵物可想 只能入军卖命 他至今还记得家主的话 族中灵物供一人有余 两人不足 那就只能供一人 存于灵 否则万一家中舞者突破 需要更多灵物时 就不得不卖命他族 祈求灵石了 这世道啊 最难凭 不过是看着他人大捧起 自己却落得不如鸡 宗教都怎么了 为何感叹伤悲 哈哈 你还小 见得也少 如此也好 最好永生不见 否则难免有翻天覆地的野梦缠身 最终倒落个烦不烦 是不是 到哪都不安心 到哪都魂牵梦绕 周元看了一眼宗教头 并没有出言安慰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或许中教头的人生 充满遗憾吧 但他终究只是个外人 最继感同身受 交遣延伸 在满面愁容的中教头带领下 周元走出了摄声营 直到此时他才知道 神必对的驻地 根本不在营中 两人一路无语 各自想着各自的事 没过多久 便抵达了城中心的校尉府 守门的甲兵 看过调令文书后 挥手将两人放了进去 走过道道长廊 前方赫然宽敞 一座奇特的教场映入眼帘 这里有医师药堂 有审计文殿 有酒馆十四 有俏丽花楼 仿佛一个井然有序的小镇 除此之外 周元在一间写着 库房二字的房间中 看到了熟悉的黑色漩涡 副本 牛头寨 建议挑战等级三 建议挑战人数 十至十五人 如何 可要去花楼玩耍一番 那里的姑娘 都是静安城内的武姬 神必玄甲两队精锐入秘境前后 君可入内寻了听权 以解心中杀伐利器 宗教头的灵气之说 核心就一个词 功虚 越强的武者 需要的灵气越多 没有足够的灵气供给 普通的物资 根本养不活强横武者 周元从中看到了集中主义 大量的资源 向武者们倾斜 向上形成财与力结合的 超凡阶层 向下延伸出 把持地方的门法世家 这是一种 超凡者统治普通人的特殊模式 表面上看 类似蓝星古代时期 本质却是普通人没有反抗能力 王朝更替与否 皆由超凡武者决定 周元不认为 这些问题离自己很远 他已经进入了大卫军营 早晚要面对出身的限制 他想的没错 宗教头将他送到神弊队内堂时 神弊队成员 虽然对新人到来表示欢迎 但也问起了出身问题 兄弟 开几弹弓 三弹 剑能准否 镜射可百发皆中 洞射十中八九 大善 好郎君 适合出身 梁家农户 倒是低了 你这份本事 可入不得梁家 努力杀敌吧 若能避敌百余 自能得得官身补义 神弊队的成员 最低是对正军职 更多的是兜博军职 可以说这里大多数是官 而非族 好在他们 大多是通过厮杀上位的 虽然看重出身 但也重视本领 否则周元 还真融入不了 一个军官 比士族还多的队伍 他一边与身旁的前辈交谈 一边观察内堂的神弊队成员 人的血条全部残缺 最高的有93% 最低的为86% 武器大都装备两把弓 从弓体结构上看 一把为二弹不弓 一把为三弹硬弓 副武器方面为 长短两柄刀 盔甲护具以半身甲为主 竟然比射生营的负重还低 五哥 咱们这披甲 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怎么甲防不增反减 这事儿 你莫和我们学 我们都是老兵 长出入秘境厮杀 有了自己的战斗风格 你刚加入稳妥为主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你最好再带一把 能够速射的弓 这秘境中的妖魔 与人一样有强有弱 三十弓九十费力 二弹弓刚好堪用 多谢五哥教导 我用不用练习什么队形 不用 等进入秘境你就知道了 悬甲队的乌龟 才需要队形 我们啊射得准 学会躲就行了 周元从善如流 选了一把二弹弓戴上 并学着老兵的样子 在剑弧中放了破甲剑 与追头剑 上弦啊 愣着干啥 你是新人你先上 渐渐血让大家看看你的成色 由于弓身长崩容易掉力 营中规定 战弓不用时 必须下弦保养 因此 周元的三弹硬弓 并没有上弦 他原以为自己刚到 就算不接受相关训练 也该有观战之类的待遇 没想到 老兵欢迎新人的方式如此特殊 不练不看 直接丢秘境厮杀去 咱们这都这么直接嘛 我还以为要先接受训练 再评估能不能留下 训练 你没训练好来这做肾 世家子才有训练的机会 梁家子有机会就得干 否则等你训练完了 哪还有实惠可吃 宽敞的那堂中 重射手忙着给弓上弦 检查剑枝质量 调整盔甲松紧度 此刻 这里不像是室内休息场所 更像是一处随时准备厮杀的营地 咚 咚 咚 随着一阵鼓声响起 重射手陆续出走 经过周元身边时 还不忘说上一句 出兵了 快跟上 36名射手走到库房的前方 排成五人队练 旁边是上摆的悬甲战兵 一位面容威严 身着明光降甲的汉子 快速巡查队练 仅在看到周元时 微微顿手 新人出列 我为营中军司马菜城 今后便是你们的直属上官 周元被身后的老兵推了一下 悬甲队那边也走出两个 手持大盾的铁甲壮汉 很好 咱们校尉府的规矩是已就代新 此次秘境攻伐 神臂 旋甲各带一名新人入场 你们虽是新人 但也是个营中的老族 我就不和你们说军阀了 记住入秘境后 无命不退 无命不进 为令者立斩不设 诺 神臂三队出列 旋甲三队出阵 周元本就站在队列之前 动都不用动 四名神臂射手 自动站到了他的两旁 旋甲那边 出了八个迟钝甲饰 从两个新人中 随机挑了一个 凑足了九人 九名旋甲 五位神臂 外加军司马菜城 这数量与副本提示的 建议挑战人数 十至十五人 刚好一样 看来游戏副本 不是说尽就尽的 挑战人数 就是副本的容纳上限 今有新族入伍效命 我便多说一句 斩禁妖魔 物资舌前利赋 保药供给伤者 灵药全部上缴 另有神臂悬甲之势 秘境杀敌 接算功勋 实境其位 百受关身 神臂悬甲两队的晋升机制 比周元想象的还要严苛 实境其位 本就很苛刻了 百受关身 简直没把兵足当人看 在蓝星历史中 能振斩百人的功劳 不封各将军 都对不起那份勇武 在此处却堪堪受官 既以名律 众兄弟随我入战 在君司马菜城的带领下 周元跟随队伍 一同走入了副本传送门 下一刻 天地突变 从堡垒军营 变为了荒郊野岭 向前望去 不高的山坡上 有两座小丘 配合下扁上斗的荒山 好似两只黄牛之脚 悬甲队截阵推进 神币队随阵前进 蔡城下令后 手持圆盾长枪 领队前进 看得出来 他对这里很熟悉 不时用长枪戳破几处限动 提示假式避开危险 队伍走了没一会儿 便在山坡拐角 遇到了一座一山二建的寨子 那寨子土石为底 圆木为墙 看着也就三米多高 寨门处倒是起了两座木制建楼 不算高的寨子上 站着约满二三十个人 有的持刀盾 有的拿长枪 弓箭手也有六个 他们血条上的身份信息 分别显示为 三级债匪刀手 三级债匪枪手 三级债匪弓手 举盾 此刻不用蔡城下令 熟悉流程的假式 就举起了手中的蒙皮大盾 邦邦邦 三级债匪弓手的准头很足 几只箭矢 揭露到了蒙皮盾之上 打开间隙 神币队点掉那些弓箭手 周元换上三弹硬弓 对着一个三级债匪弓手的身躯 射了一箭 直接打掉了他70%的血条 再补了一箭 才把身着皮甲的三级债匪弓手 彻底送走 丁 击杀三级债匪弓手 经验加三十 神币队的射手果然精锐 不消片刻便清空了 债墙上的三级债匪弓手 在这个过程中 周元获得了两次经验提示 第二次辅助击杀 得了二十点经验 又进十步 清理箭楼上的弓手 君司马菜成长枪一指 悬甲队立刻裹挟着神币队移动 两座木制箭楼上 各有两位三级债匪弓手 他们居高临下 对着盾阵一阵输出 恐怖的力道 使箭头近乎扎穿了蒙皮大盾 如果仅仅是对射 神币队即便以低射高 也不会被压制 关键是 箭楼上留有射击口 其他地方皆是坚硬的原木 因此 神币队无法短时间内干掉对方 只能秉系名神寻找机会 但这种情况对周元来说不是问题 技能化的加持 使他射得极准 也不会因紧促的顿阵 影响射击效果 他找到机会 连开两剑射穿了两个弓手的手臂 大大缓解了神币队的输出压力 射得好 其余人围射左箭楼 新人解决手臂受伤的弓手 手臂受伤的弓手并没有躲避 反而抽出短刀 准备爬下箭楼继续作战 周元盯着木梯的方向 守株带兔击杀了两名受伤弓手 丁 击杀三级债匪弓手二 经验加六零 另一边 左箭楼的弓手在四个神币手的围攻下 也相继死亡 悬甲队调整队形 准备近战迎敌 神币队上山坡居高散射 没人解释 没人提出疑问 老兵们熟练转场 悬甲队的新兵转都不用转 配合身边的战友就好 只有周元学着老兵的动作 爬上了一旁的陡峭山坡 摩擦声 债强的大门被从内部打开 二十余位近战债匪 发出阵阵吼叫 从寨子中快速冲出 周元发现身边的老兵接换攻速射 也有样学样的 换上了射速更快的二弹攻 搜搜搜 连续不断的箭支向债匪倾泻 固守的悬甲队 也依靠大顿长枪拒敌 叮叮叮 获得惊艳的声音不断响起 前有甲氏保护 后有队友辅助 这支士族小队 犹如职业带练一般 让周元好好体验了一把 快速升级的乐趣 随着一个个债匪倒下 周元看到了几个白色的光团 掉落地面 收获经验的满足 暴露物品的期待 使他异常振奋 手中的弓箭下意识又快了两分 停止射击 悬甲推进夺门 肃清完近战债匪后 君司马蔡成并没有下令休息 反而不顾受伤的队员 下令快速夺门 对比挡在第一线的悬甲队 神匕首的安全性 无疑高出了不少 在经过之前的战斗场地时 周元故意低头观察 仿佛在看秘境妖魔 与人类的区别 实则用脚踩过一个个光团 进行暴露拾取 钉 获得长刀三 长枪二 饭团八 金窗药二 每个光团内的暴露物数量不同 有的只有一种 有的是多种 其中饭团最多 金窗药最好 饭团是一种使用后 持续少量回血的食材 金窗药是快速回血的药物 周元没有细看其他暴露物的信息 在债匪尸体旁走了几步 便快速追上队友 很奇怪吧 天地秘境中的妖魔 竟然是人 嗯 有些不可思议 我刚刚甚至以为在攻打普通的山匪 嘿嘿 习惯就好了 等你再来的时候 看见他们如常复活 就不会认为他们是人了 老兵想在周元这个新人面前显摆一下 周元也配合地装了一次糊涂 等几人走到大门处时 悬甲队的士卒 已经摆好了防御遁阵 看来是打算依靠债门通道拉小接触面积 向前两步 坚守债门通道 神弊队自由散射 悬甲队推进两步 刚好给神弊队提供了一个射击夹角 此时寨内的债匪已经蜂拥而至 接下来依然是悬甲队拼命不防 神弊队近战射把 由于距离太近 二十步攻在通道内的力道也十分充足 再加上周元射的又稳又准 全部对准面门 搏梗出射击 使得一箭一个成了可能 不过他的输出空间是悬甲队换来的 那些撑在最前面的汉子 即便有大盾铁甲护身 也少不了流血受伤 等再次完成清理后 君司马蔡成才下令休息 让受伤的人上药止血 退出副本 换另一批悬甲队进来 周元趁机拾取了新的暴落物 得了六柄刀枪 十二个饭团 三个金创药 都换工吧 接下来就要面对厉害的妖魔了 周元一边等待新队友的到来 一边末算之前的击杀量 发现两次战斗下来 他们已经击杀了大约六十名债匪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发现经验值已经高达三百二十点 鉴于目前的形势 他优先把经验分给了技能 控弦 如此多的经验分配 使他的控弦 技能瞬间达到了八级 仅差两级便能升至满级 控弦技能 一级十经验 二级二十经验 十级一百经验 果然想要获得经验 还是得刷副本 我苦练这么些天 控弦技能才升到四级 一波打怪 竟然升到了八级 看着等级飞速暴涨的技能 周元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他身上的技能并不少 营中也有能学习的刀术 枪术 骑术等武技 如果他能将身上的所有技能 都升到满级 绝对会出现脱胎换骨的变化 君司马 悬甲四队一致 悬甲队的换防效率很高 没过多久第二批悬甲队 便赶到了债门通道 这次他们手中的武器 换成了勾连枪 手中的蒙皮大盾也换成了铁皮塔盾 利用副本上线 中途退出部分伤员 换上新的生力军 在周元看来十分专业 如此也算从另一种方向 模拟出了正常玩家的快速恢复能力 妖魔债主暴力凶横 此战依旧为控制战 神币对务必硬攻训射 尽快杀死妖魔债主 新人你怎么样 还能坚持吗 君司马放心 我天生力壮 之前用不攻没耗太多力气 好 入寨之后 各选有力地形射击 悬甲队列队迎敌 副本 牛头寨的怪物比较蒋武德 或者说他们固有的判定 逻辑限制了实力发挥 如果他们一股脑全部冲出寨门野战 而非分批递进 悬甲队早就被打爆了 根本不会有换人休整的空间 士族毕竟不是正常玩家 他们看似稳定的战斗状态 实则受体力 情绪 伤痛等多种因素影响 勾连枪准备 许刺石沟 众孔轻伤 随着神臂悬甲氏族越过寨门通道 周园终于看到了牛头寨的内部场景 这是一座充分利用山体结构的寨子 内部建筑依山而建 呈阶梯状分布 高低落差的地势 虽然会影响旋甲氏族的行动 但对自由散射的神臂手非常友好 寨子中间有木质平台 其上长竿挂旗 黑布为底 白料绘图 构成一个很传神的牛头图案 四个寨匪分站四角 旗杆旁的木椅上坐着一位身着半身铁甲 头戴红金的雄壮大汉 他的头上不仅有血条和身份信息 五级债匪头领的字样之后 甚至还带有一个血色骷髅图标 这种情况周园并不陌生 部分游戏中的首领级怪物 确实存在特殊标识 这就开boss了 会不会太草率了 神臂首速射 先杀四方守卫 随着君司马蔡成一声令下 boss战正式打响 八级的控弦技能 使周园掌握了独特的操弓运率 不仅攻速迅疾 开弓的消耗也变得更少了 因此 在其他四名神匕首还未杀死目标前 他便连续开弓爆头 击杀了两个债匪守卫 但他的暴力输出 也引发了boss的仇恨 那债匪头领操起后背大刀 从平台上一跃而下 直奔周园而去 悬甲队突进迎敌 神匕首分散居敌 君司马蔡成非常可靠 债匪头领的目标明明是周园 他却带着悬甲队主动阻击 碰 沉重的大刀 宛若铁锤一般 敲在铁皮塔盾上 将厚重的盾牌 劈出一道深深的裂口 此时 周园已经顾不得其他神匕首了 他几步登上一处高地 火力全开 完命地连续发箭 三弹硬弓射出的破甲剑机 又急又稳 渐渐直奔在匪头领的脑袋 神奇的是 那家伙的头骨非常坚硬 破甲剑竟然无法动穿他的头骨 只能撕下一片血肉或香肉骨缝 面对如此重击 寨匪头领非常愤怒 连进在身旁的悬甲队都不管了 转身就要扑向周园 狗连锁 诺 十把狗连枪开始显威了 悬甲士族使出吃奶的劲 硬生生将寨匪头领往回拉了回来 这一拉扯 再次改变了战局 寨匪头领的仇恨目标 又变成了身后的悬甲队 反身就是一击大力重斩 两名悬甲兵被抽得连连后退 手中的塔盾都快拿不住了 身旁战友健壮 立刻上前补上缺口 再次稳固防御阵线 这一刻 寨匪首领虽然依旧威风 但他已经败了 因为悬甲神币的战斗节奏已成 留给他的输出空间就非常狭小了 果然 寨匪首领下一刻又向周园冲去 悬甲队再次勾连拖转 这次寨匪首领 刚要举起手中的重刀反击 悬甲队也架好了塔盾 等待准备防御 丁 击杀五级债匪头领 经验加二百 令人畏惧的磅礴大力并没有落下 反而响起了一声重物倒地的动静 哼 脑袋被射成刺猬的债匪头领 倒在了地上 一时间让斗智正憨的悬甲队 无所适从 不对啊 往常怎么也要拉扯五六次 伤上几位悬甲氏族 今天怎么会如此顺利 难道妖魔债主学会装死了 在疑惑的众人中 只有周园与君司马蔡成 知道问题所在 周园是因为能看到血条 自然明白 BOSS大概什么时候死 能接自己几件 君司马蔡成 是因为经验丰富 第一时间将战场变量 归结到了新人身上 新人 你叫什么名字 射中妖魔债主几件 哗啦 周园从高地滑下 一边走向悬甲队 一边回应君司马蔡成的呼喊 回君司马 属下周园 共设十八件 重十八件 好神社 好狼狙 若你是悬甲士 凭你勇武 可为秘境领队 君司马蔡成 并非轻视射手 而是秘境领队 不中杀伐 中无畏 冲在最前面 承受所有伤害的悬甲队 需要一位无畏的将领 指挥他们 激励他们的斗志 只有看到将领舍身奋战时 他们才能毫不犹豫地 用勾连枪 拉回妖魔债主 不顾凶险为神弊队 创造输出空间 多谢君司马夸赞 非我勇武 而是悬甲是汉勇无畏 难得你有勇力 不具傲 知晓袍泽之意 却是个好苗子 周元走到债匪首领尸体旁 拱手行李 好似在感谢诸位战友的努力 实则顺脚踩住一旁的蓝色光球 完成了暴露物识取 丁 获得破风八十一 金丝重刀一 玉针散三 古技 破风八十 介绍 刀有八色劈 砍 撩 剁 扫 拍 蓝 挂 八色开八风得八法 药材 玉针散 效果 吸风 镇静 解痛 氧气 吞食可疏理脉络 滋养内气 使用 快速恢复少量真气 并移除一个疼痛负面状态 破风八十和玉针散都是好东西 金丝重刀就很普通了 只是一把会有金线的厚重钢刀 周元看暴露物信息的功夫 君司马菜城便理清了杀妖魔债主的功劳 另外四名神匕首 共射中21剑 每人平均五剑 差点被周元一个人超越 这可把四个神币老兵修坏了 也把悬甲队高兴坏了 周元 你可敢常住秘境 以你知讯及硬弓 能帮助悬甲队袍减少损伤 既然有助袍则 我怎能推辞 一次副本探索 让周元收获满满 他刚想找借口 多刷上几次 君司马菜城便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理由 好 近些天你 不要离开校尉府 我们趁着你的功力 多入几次妖魔秘境 待你心累一皮后 再与你一个长假修整 元 定当尽心竭力功伐秘境 功伐秘境不是悬甲神币士族的目的 收集秘境物资才是他们的目标 简单统计一下战功后 悬甲 神币的士族便快速撤出秘境 只留下周元与君司马菜城 看着周元疑惑的神态 君司马菜城开口解释道 为防战兵突然暴毙 营中规定最少留两位战兵驻守秘境 等待运所兵转移物资 往常我们都会留下一名神币手 一位秘境领队 今天之所以留你 是因为你要常驻秘境队伍 应当尽快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君司马菜城像副本NPC一样 孜孜不倦地向周元介绍副本内的情况 除了重点介绍每一个债匪的站位 攻击节奏外 他还带周元进入了妖魔债主的房间 周元 人皆有贪念 你虽正值年少气盛 恐怕也不能免俗 我带你来此时要告诉你 妖魔债主房间内有灵药 但这些灵药都是有数的 多年以来从未变过 不仅如此 秘境内的所有物资都是有数的 少一分都能看得出来 你打开卧床旁的大箱子看看 里面是不是有白瓷药瓶十个 蓝瓷药瓶五个 五级疏谱一份 周元听得出来 新领导在叫他克制欲望 别偷偷拿不该拿的东西 万一出了问题 一查一个准 面对这种好意提醒 他还是要接受的 于是一言打开了卧床旁的箱子 果然 里面放着十瓶金窗药 五瓶玉针散 还有一份名叫三才庄的五级图谱 却如君司马所言 分毫不差 属下受教了 日后定克制贪念 不拿任何秘境物品 你明白就好 能给你们的 你们不说 银中也会分给你们 比如 白瓷药瓶中的药粉 最善止血治伤 因秘境攻伐受伤的 玄甲士与神匕首 都能领取一瓶 债中的生猪 活鸡 粮草 部分会进入你们的肚子 部分会折成钱财发给你们 你别看玄甲神匕的士族 秘境拼命 异常凶险 实则 他们一个个都是有钱的 大都在金安城买了田产 取了妻妾 这秘境中 只有那五个蓝瓷药瓶 你们拿不到 那是氧气的灵物 是舞者的灵石 看着无比珍贵 实则对你们没有任何价值 我送你个忠告 若日后有幸获得灵物 千万不要自己使用 那东西 用了就不能停 否则无灵氧气 气散反反 到头来 还是一场空 玉甲散这东西 对周元来说就是蓝药 他刷副本就能爆出几瓶 算不上多么珍贵 但对本地人来说就不一样了 游戏副本中能回栏的物品 是他们的超凡来源 也是维持他们超凡的灵物 当开启与维持两种功能 集中在一类物品上时 副本灵物也就成了超凡群体的根本 多谢君司马告诫 属下定名济于心 周元与蔡成交谈的功夫 一对身着红色蝙蝠的士族 快速跑入寨子 他们分成多组熟练的翻箱倒柜 妖魔寨主的房间也一样 被当作秘境灵物的玉真伞 更是被一位将官亲自运送 他们离开后 又有一对兵族 无缝连接地进入秘境 直奔寨中猪圈 碰 铁箍朵敲碎猪头 两人背起就跑 一转眼 九只大小不一的猪 就被运出了秘境 接下来运粮食的 抓鸡的 收集弓箭兵器的 一波又一波 宛若蚂蚂蚂搬家一样 奔流不息 周元一瞬间有些分不清 他们到底是正规军 还是职业土匪 盯着他们做肾 好好观察这里的地形 我们悬甲队 一般都会在这三个地方聚敌 你尝试一下 哪个设计位最适合你 如何快速抵达 君司马 我们不用去帮忙吗 不用 他们手熟得很 这份工作无惊无险 俸禄还高 不算是苦差事 我们若是帮忙 他们运所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莫乱发好心 断了别人饭碗 战兵与辅兵不是一个系统 战兵主战主兼 辅兵主运送 君司马 蔡成告诉周元 他们站在这里 不是无事可做 而是在监督运送 若无人监督管理 中间可能会有人私藏 有人推荡拥挤 扰乱秩序 将监督的重任交给蔡成后 周元开始在寨子中仔细探索 他发现 靖安君不愧是基年老贼 被运所辅兵光临过的房间 比狗啃的都干净 被入不匹 他们拿走了 宝箱盒子搬走了 就连厨房的刀具铁锅 都给卷走了 他看着房间内的木床 感觉非常熟悉 再细看 好吧 和他在射生营 睡得木床一模一样 难怪靖安君 超出场里的富裕 有牛头寨 这个不断刷新的大雪包 他们想穷 也穷不了啊 趁着眼下无事 周元将打BOSS 获得的200经验 加到了控闲技能上 在控闲技能 达到满级的瞬间 他感觉自己 周边的事物 都静了下来 那是一种极致的专注 在这种状态下 来回运送物资的府兵 好像都变慢了不少 他抬起弓 就能知道该射向何处 才能让抛射的剑枝 击中辅兵的头部 身躯 腿部等部位 坚硬的三十弓 变得如二弹步弓一般柔韧 指尖扶过弓弦 便自然凝力引动 搜 砰 砰 三只利剑 接连飞向寨子的原木墙 第一只刚落脚 第二只便撕裂他的剑身 第三只也转瞬极致 狠狠地定在了 同一个点上 三星连珠 多剑一星 现在债匪首领若站着不动 我这三剑下去 绝对能穿透他的头骨 清空气血条 满级的空闲技能 已经突破了凡人的极限 现在整个静安军中 除了神秘的武者之外 不可能有人射得 比周元更准 更快了 或许某个 极有天赋的射手 能在某一刻 做到同样的事 但他没法固定片刻的经验一线 而这 却是周元的常驻状态 当周元与军司马蔡成 离开秘境时 校尉府的审计文书 第一时间送来钱财 周元得金四两 铜钱五百 君司马 蔡成得金六两 没有额外的铜钱补差 君司马 我们这待遇 是不是太好了 如此多入几次秘境 想不发才都难 你出力多 拿得多 其他人神必熟 每人最多不到你的三成 悬甲是拿得会多点 但他们拼命防守 身体损伤也会更多 我比较特殊 一般都是六两斤 但出错 是会被罚的 折损一个悬甲是 我兜得赔钱 周元颠了颠手中的四两斤 突然明白 银中封赏 为何如此之多了 神必悬甲士族 到底是正常人 他们打不了几年硬仗 说不定高强度战斗一年 就体衰心累了 不下重金 养不出血战斗志 周元升职了 从射身 时常升到了神必对症 一次秘境探索 让他走到了士族的顶端 再下一步 就该是刺关身 禁毒搏军职了 君司马蔡成 是一个称职的领队 不仅当作肉坦冲在最前面 休整时 还会合理分配军功 不过他也有自身的评估倾向 明显更偏向悬甲队一点 但神必对的成员 包括周元 都不能说蔡成以权谋司 照顾嫡系下属 因为七名伤势不一的悬甲士 正在药堂 接受军医治疗 他们有的手臂骨裂 有的皮肉刀伤 其中一位举顿印 抗腰魔债主重击的勇士 更是手腕肿胀 小臂骨折 幸好秘境出产的金创要有奇效 不然这些悬甲伤员 很难快速恢复战斗力 君司马蔡成 作为悬甲队的直属领导 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慰问 反而站在库房一侧 仿佛在等什么人 周元远远望去 果然在府中长廊处 看到了一位身着姜甲 冰冷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并微微汗手示意 周元 莫对校尉大人不敬 他是器官终身的舞者 胆致能力远超你我这等繁琐 你们射手的眼神太毒 别惹得校尉大人误解 受教了 君司马要等校尉大人慰问完 再去安抚悬甲是吗 你倒是机敏 却该如此 校尉大人是舞者 神必悬甲血战 以供灵石 于秦渝里校尉大人 都该亲自慰问 我去的早晚不重要 我最多安抚他们的情绪 校尉大人却能给他们 实打实的好处 君司马蔡成说没错 营中最高长官出现后 受伤的悬甲是 欢心振奋 静安校尉也非常体恤下属 大手一挥 轻伤者休假15天 重伤者带薪放假两月 那手臂骨折的汉子当即败道 请求回城陪伴妻儿 结果不用说 自然是得到了允许 稳定伤势后 便可成军虚处的 马车回城静养了 静安校尉慰问完后 又对着库房的方向点了点头 等到那位高大威武的校尉离开后 周园才疑惑地发问 君司马 校尉大人既然是厉害的武者 为何不亲自攻伐秘境 周园 武者气贯周身 一举一动 皆有灵气加持 校尉大人攻伐秘境自然简单 但损耗的灵气 也需要秘境灵物补充 我们静安君不是士族门法 秘境所产灵物 是要定期定量 上交朝廷的 所剩灵物 还需供给校尉大人修炼 和战时储备 如何能用于攻伐补气 蔡成的解释 让周园明白 超凡武者 不能自生灵气 他们每次战斗后 都需要补气 灵物产出充足的势力也就罢了 灵物产出有限的地区 还真用不起这些吞金巨兽 比如 静安君明明有一位武者校尉作证 但却无法轻易 动用这份强大战力 随我来 我去安抚士族 你跟着露露脸 等兄弟们知晓 你有袍泽之意后 便找文书 申请新居所吧 在君司马蔡成的带领下 周园看望了受伤的悬甲氏族 期间收获了不少夸赞 接收等 恢复了要再次并肩作战 看得出来 悬甲氏对好射手的需求很高 这些肉坦 在自身防御力 无法提升的情况下 恨不得射手再长出一对手臂 快速杀伤 秘境妖魔 如此一来 神币队的成员 恐怕要被嫌弃了 之前周园不在 大家不知道射手 还能用三弹硬攻击射 现在好了 周园把悬甲氏的期望直拉了起来 原本被保护的神匕首 也要面对内卷压力了 众兄弟放心 我近段时间会常住秘境 你们有勇武之盾 我有迅疾硬攻 何该咱们兄弟相互提弦 一起上过战场的汉子 有天然的情谊基础 众人聊得很开心 约了酒宴后才放他离开 等周园步入审计文殿时才知道 他不仅有了新的居所 还得到了定制武器 修改甲咒的权利 考虑到悬甲队的肉坦 非常合格 自身需要减重增加灵活性 他选了半身甲与保护头颅的圆盔 腿部裙甲与手臂环甲全部取消 仅留了一对附铁皮护腕 周对政 你对武器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们尽力帮你配一把良弓 野精尖看过此次秘境攻伐的军功记录 知道面前这位不一般 需要更好的武器 好发挥他的神社优势 野精尖 不知银中有没有四弹强弓 那妖魔寨主身如铁柱 三弹硬弓 难以将其快速击杀 我想试试四十弓 周对政说笑了 这个真没有 野精尖 差点被周元的话噎住 四弹强弓是什么概念 一弹120斤 四弹480斤 近500斤的重量 顶得上两个 披甲壮汉了 能单手拉起这等重量的家伙 还是人吗 营中要求再高 也就给神秘之士 配了三弹硬弓 再往上就是武者的配置了 野精处管不了 他们手中 也不可能有秘境宝器 因此 周元最终也没能拿到 四弹强弓那种大杀器 不过 野精处表示 四十强弓他们没有 五弹闯弩弩倒是有 如果周元不嫌太重 太长的话 他们愿意拆下 弩壁给他用 考虑到自己 控弦技能虽然满极了 但金属性却只有三点 暂时与单手开闯弩无缘 他便拒绝了 野精尖的建议 周对 正你若真想要四弹弓 我们也可以找大将先做 不过 强弓难治 你可能要等上几年时间 别麻烦了 几年时间太长 我就用三十弓吧 当周元在府中文书带领下 抵达新居所时 三十多个神匕首 已经在等他了 小郎君 兄弟们为了瞻仰你的风采 连花楼都不去了 走 我们在九四包了桌 也要庆祝你晋升职位 二来听听 你这好神社的教诲 众兄弟取笑我了 我这手段 全靠天生力大 比不得众兄弟射数精湛 莫谦虚 在咱们神匕队形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我等比不得悬甲汉勇 磅身之术就是一个 你比我们强 我们扶你 也请你日后多多教导 开我等急功锋芒 神匕队终究是个 厮杀汉组成的小圈子 他们最终射数 崇拜神社 周元以神社之能 轻易融入了这个小团体 从一个不明实力新人 变成了被认可的袍则战友 大善 我等兄弟 却该同隐畅谈 交流技 击重治权神匕之名 一场酒宴下来 周元与神匕队的汉子 熟络了不少 虽然还不知道 每个人的真实秉性 但至少不再陌生 也相互通报了姓名 有趣的是 看似一群厮杀汉的神匕队中 竟然也有世家子 这些人与梁家子所求不同 梁家子要的是 关身与俸禄 世家子求的是 军功晋升 争取朝廷的开灵名额 此时周元才知道 大魏朝廷 竟然存在一条 成就超凡的通天大道 哪怕这条道路非常狭窄 四年才有一次开灵考核 每次所选 也是几人到十几人不等 但这条超凡之路确实存在 仅这一条 就让没被家族选中的世家子 甘愿为朝廷卖命 另外 一位来自清西马市 与营中 选丰参军 是本家的神匕首透露 除了参加朝廷考核外 一些知名道观 寺庙也会开门收徒 他们会从众多门徒中 选出新性品德最优的弟子 纳入真传 为其开灵 虽然道观寺庙各有各的秘境 但远远无法和大魏这种 占据大量秘境 建成珠宝的大势力相比 因此 只有大魏朝廷 能以四年为期 稳定地举办开灵考核 其他无论是道观寺庙也好 士族门法也罢 开灵名额都是有数的 死一个才能补一个 多谢马兄直言不讳 使我得见天地广阔 有何可信 这些我不说你早晚也会知道 若有心 回头传我些操工技巧便好 神必对的汉子们 盯上了周元的公术 恨不得让周元转为营中教统 幸好 君司马蔡成也盯上他了 第二天一早便通知他 准备攻伐秘境 如何 臂膀疲劳恢复了吗 安稳如初 开弓即设不是问题 好 随我去肋骨聚兵 我们早些完成这个月的份额 也能好好休整几日 兵贵神速 神必悬甲士族 同样如此 君司马蔡成 不想让这些士族 有时间思考得失 他要的是连续酣战 一举凑齐灵物数量 周元对此当然不反对 他还有不少技能等待升级 正处于急需经验的阶段 咚 咚 咚 沉闷的鼓声撤响叫场 神必悬甲士族 快速前往库房门前 猎阵待命 周元昨天还是他们中的一员 今天就站到了 君司马蔡成的旁边 不少悬甲士 还未听说他的神社名号 只以为他是前来 谋求军功的世家子 神必四队 悬甲五队初恋 众兄弟随我入战 时隔一天 再次进入牛头寨副本 周元的感受 却完全不一样了 昨天他多少有些忐忑 今天却是自信冷静 满级的控闲技能 加上昨日对牛头寨的详细了解 使他拥有了远距离抛射的能力 现在他大致桥上几眼 判断一下抛落位置 便能利用抛射 将寨墙上的寨匪定死 举盾 先杀攻守 君司马蔡成刚刚下令 周元便连开三剑带走了带走了 三位债匪攻守 他不吃毒时 将另外三名债匪攻守 留给了同队的四名神匕首 等到木制剑楼时 不用君司马蔡成指挥 他便四剑射穿了四位债匪攻守的手臂 彻底清除了远程箭矢危险 由于债外列队战与债门通道战时 债匪众多 周元便没留守 一阵迅急宿射 直接收获了二十个人头 君司马 今天打得太顺了 兄弟们大都没受伤 要不我们出去换下装备 就不换人了 此刻 一股顺畅的感觉萦绕在士族心中 他们从未想过危险重重 一不小心就会受伤的秘境杀法 有天会变得如此顺利 悬甲队的士族 只以为今天的神匕首比较厉害 君司马蔡成与几位神匕首却知道 队中来了一位真正的神社 并且还是那种天赋异禀的迅级射手 换 规矩不可费 否则后续等待的悬甲士 若在用他们撼战时 难免觉悟不足 心生恐惧 诺 悬甲队领命后不再多言 快速退出副本 让另一队持有勾连枪 铁皮塔顿的悬甲士入场 周元 你之神社近乎飞人 今后当收敛些 莫让士族养成依赖习惯 不然真有血战时 容易斗志崩溃 心切胆寒 再者 营中每月攻伐秘境次数有度 如果我们拉高效率 提高产出 会使朝廷认为我们有提升空间 那时一纸文书下来 众士族恐怕连休整时间都没了 必定连番血战 损伤惨重 君司马蔡成的意思很明显 卖命的买卖 不能把自己逼到极限 否则一旦度过巅峰状态 难免自食恶果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蔡成没说 那就恩义问题 每次出秘境 若是不伤上几个士族 身为武者的静安校尉 如何知道 士族在用血战供养他 到那时 他还会长期后代士族吗 恐怕未必 无血义 如何得上恩 多谢君司马教会 我会注意开弓频率 避免打破原有的攻法节奏 你明白就好 我既然是 你们的直属上官 就要为你们谋一份好待遇 卖命厮杀是奉命形式 稳定待遇 才是士族生存的本钱 第二对悬甲士到后 周元收敛了开弓节奏 并没有寻找机会 射出连珠剑 清空BOSS的血条 因此 这对悬甲士 依然受伤了几个 当BOSS在匪头领倒下后 血战得胜的士族 爆发出剧烈欢呼 他们在欢呼自己的胜利与价值 他们是血战 攻伐的勇武之士 这才对嘛 如果不带一点血回去 何来血战悬甲之名 这次秘境攻伐 周元虽然没有火力全开 但维护了神弊悬甲士族 赖以生存的恩义价值 君司马蔡成 认为他是个懂事的少年郎 他也趁机看清了 营中的一些规则 可即便如此 他这次副本的收获 依然超越了上次 上次 他一共得到经验520点 金窗要5个 玉珍散3个 其他物品若干 这次却得到了780点经验值 金窗要9个 玉珍散3个 其他杂物也比上次多 有了这些经验 他就能将三级的大雄装 升到满级了 并且还能拿到 大雄装6级加成的一点气属性 10级加成的一点神属性 气属性很关键 是突破了一定数值 自动产生蓝条 还是需要学习一门相关技能 金属性的增加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力量 敏捷 体魄等方面都能直观感受到自身增强 气属性的强化就很奇特了 甚至有些神异 当大雄装升到6级 获得一点气属性时 周圆顿感周身通透 仿佛无数毛孔近数打开 在无知前的内力拥堵 除此之外 便是身躯协调性上升 体力绵绵滋生 没有了力竭时喘不上气的憋门感 不过 属性面板上并没有因此出现蓝条 应该还缺少什么影子 才能将神奇的气由内运转为外放 大雄装讲的是强身 氧气 醒神 副本宝箱的三材装我没拿到 但仅以名字来看 走的应该也是天地人 精气神的路子 普通人行动多依靠精力 超凡武者的本质是气 那神属性呢 这个属性的增加又会带来什么变化 这世上有以神属性为核心的超凡人是吗 伴随着大雄装升到10级 神属性上升一点 一些疑问自然开解 在神属性增加的瞬间 周圆突然感知到了一种束缚 他身躯仿佛穿着一件沉重的铁衣 那铁衣既是保护他的甲皱 也是一种压制自由的球龙 他的眼睛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一个更加细腻的无色世界 在他面前展开 在那里 他甚至能看到风的形状 光的诡计 此刻他宛若一只蝉 只要退下坚硬的外壳 便能展开蝉翼自由飞翔 这是灵魂的视角吧 周圆虽然在访问 但已经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大雄装的圆满球的并不是 五道神意 之类的笼统概念 而是非常纯粹的醒神 这一刻他紧贴血肉身躯的灵魂 突然苏醒 脱离了精气神的混沌黏合 虽然仅仅一点神属性的增加 不可能让他的生命形态进化 但却激发了神石根基 使他获得了另一种观察世界的视野 这算什么开灵练气 醒神助击吗 周圆没想到 精气神三项属性的区别 会如此之大 精属性的强化实时反馈 气属性的强化上能感知 神属性却是超出场里的玄妙 他看着自己属性面板上的各项数值 精三气二神二 赫然间有些明误 属性数值或许不是普通的加法 而是质变产生量变的破现 正常人的属性皆为一 不是因为正常人笨拙 而是因为这就是人的正常状态 在网上每加一点都是接近极限 打破极限的升华 属性面板太过强大了 大雄装的氧气 醒神只是理论状态 但在经验的催化下 即便是理论状态也能实现 周圆细致地看过大雄装 他不认为正常人能靠大雄装这种武技 完成强身 氧气 醒神 正常人能强身就不错了 想要抓住晦涩男爵的气 与冥冥之中的神 难度不下于幻想成真 不过 这也不绝对 他从属性面板的物品栏中 取出了一瓶回栏的 预真伞 如果先有气 再想氧气与练气 估计就容易多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使用了一瓶 预真伞 果然 这东西的恢复 更像是补充 使用后 他的属性面板上 顿时出现了一段蓝条 不过那蓝条并不固定 一直在减少 想来就是君司马蔡成所说的 气散反反 周圆并不知道 他这种行为 有多么浪费 没有炼气法门 就敢直接服气 人气自散 身为舞者的静安校尉来了 都得说上一声 奢侈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被蓝药强行激活的蓝条就消失了 但气属性提升的周圆能感觉到 这种消失不是凭空消散 而是散入身躯的柔和滋补 难怪世人称蓝药为灵物 这东西确实好 像是一种一吸收的高等能量 探明了气与神属性增加的效果后 周圆闭眼睡去 等待新一轮的秘境功法 他这种行为 在神必对士族看来是尽力修养 维持血战功法的体力 为此 好些个留恋花楼的神必手也有样学样 取消了玩耍之约 好好养精蓄锐 第二天一早 周圆匆匆吃了早饭 便前往库房等待 往后的几天 他成了神必悬甲氏族中的劳模 每天都按时攻伐副本 从不叫苦叫累 而且他还用精准集射的能力 帮助过不少原本要挨刀枪的悬甲氏 赢得了一众袍子的尊重 不知不觉之间 他便成了有识无名的秘境副领队 也继军司马菜城之后 成为了新的团队核心 这种影响力提升带来的好处不小 现在神必悬甲氏族 对他皆笑脸相迎 十分尊重 当然他最大的收获 还是经验值的增加与技能的升级 连续几天攻伐副本后 他的生活技能 食补 修养 剑步 已经升到满级 5G方面 力劈化山这种单纯的劈砍 融入了破风扒刀之中 经验堆积下来 5G破风扒刀与枪刺 也升至了满级 如此一来 他的移动速度 饮食回血 状态恢复能力 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也顺利从一个远攻射手 转为了远近皆可的刀工战士 这天他正要申请休假 好去托关系 学习一下奇术 标枪之类的技艺 君司马菜城 却神神秘密地拉住他 向静安校尉处理公务的政令堂走去 君司马 我们去政令堂做什么 难道校尉大人 要褒奖我们的弓箭 不是褒奖我们 是褒奖你 你小子 估计是咱们这升职最快的了 审计文殿原本还想压些时日 但校尉大人决定秉公处事 周园 这秉公可不是真公啊 这里面有爱护提携之意 你一会儿可要好好谢过校尉大人 君司马菜城的话 让周园猜到 去校尉正堂做什么了 果然一入正堂 冷面的威武校尉 便挤出了一丝笑容 亲自走下 将一份文书 与一块铜牌递给周园 好个少年郎 确实英姿勃发 气语不凡 这是你的官身文书 你的户籍 从乡间调到静安郡署了 自今日起你 便不再是农户粮价 而是大卫官人 多谢校尉提拔 属下定静心竭力 回报校尉提携 周园一边道谢 一边接过文书铜牌 那铜牌尚书 静安都 三个大字 铜牌下方内撰字记 却是大卫致氏的五官精英 上有两排小字 静安神币 都博周园 往后再有人问起你的出身 你便可回复 静安都 一词 虽然比不得大族门阀 降向权贵 但寒门会敬你 百姓会让你 官署会护你 也算有个身份立足了 如何 意气风发否 静安校慰问周园 有没有意气风发的感觉 多半是有点的 大卫这地方太看重出身了 如果没有一个上 得了台面的身份 连与人交谈 都得感谢赏脸 并且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 农户成名等人 是不能随意迁徙的 他们被牢牢绑定在一块土地上 除了服役经商之外 连录影都拿不到 在这样的社会 有了官身便代表 脱离了基层差利的管理范围 拥有了积攒财富 与自身进步的空间 当然百姓攒钱并不违法 但差利盘剥严重 并无他们传家类财的机会 却如校尉所言 身份一换 顿感天地广阔 血战立功 门眉自住 好拿儿 当是如此 百姓传家一田一乌 士族传家一书一敬 五人传家一职一绝 少年郎衬锋芒锐利 拼出个爵位吧 如此你这一脉 才能代代官路相传 领了文书观印之后 周元与君司马蔡成 便离开了政令堂 纳尽安校尉身份高贵 武力强大 对待下属却不具傲 拉拢提携之法用的纯熟 确实是一位厉害人物 君司马 我们今天什么时候 入密进攻法 不去了 悬甲士族泪伤两成 神壁士族静疲一衰 该让弟兄们 好好谢几天了 周元 你攒了不少钱财吧 这几日 可去靖安城买出院子 没入了歪门 筒筒耗尽 待拼杀不起时 无宅安身 君司马蔡成 这段时间 与周元相处得不错 也愿意提点一下 这个过分年轻的少年 多谢君司马提点 我自入营以来 还没出去过 正好趁机去靖安城逛逛 看能不能掏些喜欢的物件 周元得了空闲 想起自己还未见过 这个世界的城市 便起了去城中武馆 书斋等地看看的心思 有喜欢的东西就好 不然厮杀滋生的 戾气无处释放 是会出大问题的 对了 有一件事需要给你说明 你回头 找个锦带装你那同应官派 莫要挂在腰间晃荡 怎么 营中将官身份 需要保密吗 保密做什么 血战晋升的将官 又不是见不得光的暗叹 只是咱们神币 玄甲两队的士族 有些特殊 城中百姓 把我们当作 斩妖除魔的舞者看待 富豪大户 也是争相拉拢 威名要宴请咱们 实则打的都是嫁女结亲的主意 希望闹了妖魔之事时 有强兵照应自驾 周元一听这话 顿感这官印 也不是不能量 嫁不嫁女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被城中豪足宴请 他就是爱吃些好的 喜欢结交朋友 莫乱来 若城中没有妖魔 你天天拿着官印混吃混合 我也不会说你 关键是 城中真的有妖魔引于民间 乱逞强的话 后患无穷 城中既然有妖魔 咱们静安君就不管吗 多新鲜 哪里没有几个老鼠洞 它们获得灵质后 一心躲藏 谁能找得到它们 原来如此 可我在乔西村的时候 却从未提供说过 妖魔入村之事 获得灵质的妖魔惜命 不敢进入静安君营 倒也说得过去 可没道理放过 武力低下的村庄啊 周元 你不要把妖魔想成野兽 它们中有很多都是人形 获得灵质后 也喜欢享乐美物 村庄贫苦 五美食美色 村民又恐风寒热病 不敢实时清洗身躯 种种原因加起来 有灵质的妖魔 多喜大成 验村庄 周元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妖魔这东西 还搞贫富歧视 还存在享乐主义 这还真是没有灵质无欲无求 灵质一生欲望重重 听君司马一说 有灵质 又有人形的妖魔 多少有些像人了 谁说不是呢 秘境中的妖魔 你又不是没见过 若有灵质 谁能分得清 他们是人是魔 君司马猜成的话有些不对 周元这个能看到血条 怪物身份信息的人 还真能分得清 不过 他不会泄露自己的特殊 避免有些人认为他双眼神异 成天打他的主意 走 我带你一城 让你看看营外的花花事件 由于君司马菜成 也要回城陪伴妻儿 便把周元一起带上了 令周元意外的是 菜成竟然还有清兵 并且是五位营的精锐战兵 在十名清兵的护送下 他们没花多长时间 就顺利抵达了靖安城 这城可比靖安君的军宝大多了 敞开的城门处 不时有行人车 马进进出出 来往的商贩更是络绎不绝 刚一入城 菜成就带着清兵回府了 只给周元留了个地址 叫周元不要住店 晚上去他家借宿 如此一来 没了营中军法约束 又有官印护身 周元也暂时自由了 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菜成没有骗他 姚摩真的喜欢想乐 他在繁华街道闲逛时 看到依着栏杆招手卖笑的慷慨娇娘中 有几个头上不仅有血条 还有身份信息 六级画皮轻奴 五级画皮娇娘 八级画皮五级 这哪里是什么花楼清管 怕不是鬼巢魔窟吧 如果仅仅是这样 倒也没什么 神必悬甲士族 加上武者校尉 足以荡平这些盘踞城中的画皮 可一些驾车游玩的妇人 出入豪宅大户的贵妇 同样有问题 十级画皮夫人 九级画皮姨娘 七级画皮小姐 除此之外 竟然还存在六级画皮盖头 六级画皮差役 五级画皮跑堂之类的品种 周元越光越感觉 金安城不一般 很难说得清 是人族是大妖魔隐藏 还是画皮们 暗中寄生这座城市 其实他之前就想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 既然妖魔能识人开治 他开治后 会不会帮他的下属 或同类开治 金安城的情况 证实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想来朝廷也知道这种可能 才把重要的秘境与军队 丢到军宝中封闭管理 当周元再次看到 一管作证的八级画皮医师 街巷出没的七级画皮无赖时 才发现 金安城能够制造意外死亡的职业 基本都有画皮的身影 他虽然没有去金安城的监狱 但想来那里的狱卒之中 也会有画皮存在 这还真是一座画皮鬼城 附近大概率存在 没被发现的鬼巢副本 等等 蔡城的妻子不会也是吧 我得去看看 灵智这东西真是了不得 开了灵智的画皮 竟然知道维护表面秩序 使金安城看起来安居乐业 这座城虽然凶险重重 却没有取摸乱舞 城民灭绝的征兆 画皮们很聪明 他们化作种种人形 以人的身份融入了这座城中 引入民间 满之真容 周元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里店 让堂内侍者帮他挑选了一些礼品 多付了一些钱后 李店伙计同意给送到药物方 君司马菜府 就此 周元得到了一个城市活地图 李店伙计一边赶路 一边给他介绍了不少城内的情况 比如 带头罪恶 无赖恼种 花楼可多 清管无好 最庙还是宅中阁 饮茶厅去办逍遥 宅阁院落 才是城中真正的雅处 您若想去玩耍 记得找我 我帮您做件 绝对比那些街人要的便宜 客人君司马府到了 小人就不送进去了 免得府中门房 认为您诚意不足 李店伙计看人习惯先看衣着 再看神态 他看周元巷的五人 以为周元是来求人办事的 称 在于你挤钱 路上买茶水用 客人豪气 都说五人重义 小人今天算是开眼了 李店伙计走后 周元两手抱着礼品 走向了不远处的君司马菜府 君司马是大卫无凭武官 再加上蔡成负责攻伐秘境 供奉林雾 是金安校尉绝对的亲信 因此 蔡成是个不折不扣的有钱人 他的宅子不仅大 守卫 门房 管家 也是一样不缺 两个守卫不认识周元 原本还想请示管家 但看到周元手中的同应后 立刻开门放行 门房跑过来 帮他捧着礼品 并走快一步引入礼宾 小郎君可算来了 大爷今天一回府就说 要宴请金安度 现在 府中上下都忙着布置呢 我先带郎君去正堂饮茶 不忙 我在城中逛了半天 正好歇歇 蔡成的府邸倒是干净 来回走过的仆役 侍女都是正常人 并没有话皮的踪迹 周元之所以来蔡成家看看 不是因为蔡成是他的上官 而是因为蔡成带他不错 还不时教他些东西 再加上两人并肩作战的经历 使他们成为了袍泽好友 周元不想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暗害 所以不得不来蔡成府中赋宴吃酒 很显然 不仅他把蔡成当作朋友 蔡成也同样将他当作了朋友 周元到正堂还没有吃完一杯茶 蔡成便带着妻子儿女出现了 大卫的风气虽然上午开放 但能见到对方的妻子儿女 依然意义重大 正常人代表两家通厚 重视来客 五人就又多了一分含义 即相互认识 知晓何人是袍泽好友的亲眷 好在一方战死时 已尽托付之意 难怪我家夫君一回来便说 静安都是个好郎君 往常那些轻微来府上 不拿走些东西就不错了 哪还会带什么礼物 说出见外了 你与我家夫君是血战袍泽 把此处当作自己家便是 何须送礼破费 周元见过夫人 见过君司马 蔡成的妻子是个高挑轻瘦的人 两个孩子也相当可爱 都不是画皮鬼物 兄弟 我都带妻儿见你了 你还称我君职 若不嫌弃 叫我一声蔡兄便可 我一高兴 定让夫人给你说个有身份的好姑娘 呸 莫要叫她 我一样帮你留一好姑娘 两个娃娃 不知自己爹妈在做什么 非常拘谨地拉着衣袖 好奇地打量周元 三个大人熟络后 定下了更亲近的称呼 周元分别称呼 他们二人为蔡兄 大嫂 你这初次登门 就带了不少礼物 我这做大嫂的 也得赠你点什么 你是君中神社 这枚清玉社 射箭用的班纸 送你也算相得一张 切莫嫌弃 多谢大嫂馈赠 我正缺一块班纸 蔡成夫妻俩 这是谋划好了 连送的礼物都如此合适 不怪他们刻意交好 实在是周元潜力巨大 年纪轻轻 就成了君中兜博 刚受关身 虽无家事 但贵在干净 如此一个神社少年 只要不半途夭折 早晚会升职险贵 现在结交是最好的时候 不仅有袍则之意 还有爱护提携之恩 三人闲聊一会儿后 蔡夫人便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 留下周元与蔡成畅谈 原爹 你嫂子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你在君中不好谋划家事 你嫂子准备给你 物色一个好姑娘 另外再帮你找出不错的宅子 免得你被骑人骗了 钱不够你也不用担心 我先借你 往后你慢慢还我便是 仅凭蔡成这句话 周元来的就职 他虽是看中周元的潜力 但实打实 有一份兄弟之意 两人闲聊两句后 周元婉言拒绝了相亲之事 称自己有志武者 想参加朝廷的开灵考核 好 你有习武天赋 又气盛年少 确实该积攒功勋 适时那开灵考核 否则难免遗憾终生 我这有一份武技 名叫三才庄 就是秘境宝箱出产的武技图谱 你拿去试试 看能不能练出点名堂 蔡成说着就起身离开 没一会儿就带来了一份武技图谱 元帝 你别看这三才庄名号不欺眼 却是不错的强身之法 咱们金安军的战兵练的 都是三才庄的强身篇 你情况特殊 还没接受强身训练 就进了神必队 正好 趁这个机会 我把原版借给你用用 补齐了 你没有强身之法的短版 不过 我得多说一句 这东西 前面实在 后面空洞 你练好强身法就好 莫要被后面那些 故作玄序的东西误导 多谢蔡兄赐书 袁感激不尽 蔡成给的三才庄是 正经的原本 有数据介绍的那种 周元不能当着他的面 将三才庄收入属性面板 直接使用学习 因此 便耐着心思 将三才庄仔细翻看了一遍 果然 三级副本 五级BOSS最终产出的东西 比大雄庄可靠多了 这份五级分天 D 人三字庄 分别指向影神 感气 状体 远比理念模糊的大雄庄更实在 也没有氧气 醒神的一蹴而就 属于引导感应类的体数 整篇五级的目的不是练 而是影 以精为本 以气为原 以神为影 最终三才合一 结成三才印 数据介绍还显示 三才印是 同时调动精气神三项属性 发起的特殊攻击 蔡兄 你练成三才印了吗 都说了 那是故弄玄虚的托词 谁能练成那玩意 君司马蔡成练不成的东西 不代表周元练不成 三才庄这种五级图谱 正常人能练个三五成就不错了 有天赋的人 或许能练个七八成 但想要达到十成 凝聚精气神 结成三才印 那就不是靠天赋 与今年累月能达到的了 这东西需要悟 能悟出来感气引神 自然就成了 悟不出来 练到老也成不了 不过 这些都是对正常修炼的要求 对周元却没有丝毫限制 晚间宴会开始后 周元与蔡成 好好拼了一番酒量 蔡成的那些清兵 自然帮着他 灌周元烈酒 但周元有满级的 师不 技能 想让他喝醉 简直太难了 最后再一声声好酒量 好汉子 下次在一起饮酒的呼喊声中 结束了酒宴 蔡夫人早已安排好仆人 将一个个醉酒的汉子 抬入房中休息 只有周元保持着清醒 在仆人的带领下 走回了自己的客房 到了客房 他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将三才庄 直接收入属性面板 点击了使用学习 三才庄需要的经验 是大雄庄的5倍 第一集就要50点经验 但这些都没什么 周元这段时间 功伐副本手中 攒了不少经验值 升级三才庄 还是够的 在经验值的不断投入下 三才庄很快升到了满级 不过 由于三才庄的核心是 状体 感气 隐神 而非大雄庄的氧气 醒神 因此 并没有为周元提供 新的气属性与神属性 仅仅为他增加了一点金属性 但这不代表三才庄 比大雄庄弱 产生差异的原因 不过是修炼目标不同罢了 满级的三才庄 给周元带来了一个 感气隐神 的被动技能 和一个主动技能 三才硬 技能满级后 他又看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面板 血条100% 金 四 气 二 神 二 很好 状态完整 让我试试三才硬的威力 考虑到这是别人家 不好发出太大的声响 周元在前往茅房的路上 找了一处 种植花草的花谱测室 他弯腰寻了块大点的平整土地 然后手掌伸直向上 手心朝侧 大指压住小指 结下三才硬 下一刻 精气神三宝汇聚 他的手掌 充血变红 仿佛大量气血 瞬间凝聚 在灵魂的的视野中 无色的世界 突然闪现光辉 一张手掌 缠绕着红 蓝 黄三色光辉 结翼而立 三才硬的效果 比周元想象的还要强 这不是一种便于掌控的武艺 而是一种 聚气凝利的爆发手段 在这种状态下 三才硬不能久利 越快打出效果越好 越快打出 对自身的损伤越小 并且这技能 不存在手里倾机的可能 打出的瞬间 便是全力爆发 有鉴于此 周元仅仅感受了 一下结硬状态 便对着英朝的土地 来了一印 哄 伴随着沉闷的声响 英朝的土地 被打出一个小坑 周边的泥土 从下方爆炸崩裂 震动的传播 向四周散去 激起一片土屑烟尘 那土坑周边 泥土外翻 中心处非常紧实 明显是重物暴击 夯实了结构 周元看着面前 脸盆大的土坑 还有淤血红肿的手掌 真实感受到了 三才硬的爆发 有多么暴力 这种暴力 不仅仅对目标输出 同样也损伤 结硬者的身躯 但这一印打出 却异常舒爽 就像三才庄中 描述的那样 结三宝 除三才 是护身之术 亦是明雾之法 这三才硬一经打出 确实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晦涩男爵的气 与冥冥之中的神 算得上是一种以暴动 尝试操控器与神的技能 周元看了一眼 自己跌至95%的血条 拿起花圃中的锄头 处理了一下 自己造成的痕迹 然后返回客房 通过物品栏 使用了一个回血的饭团 后 闭眼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觉醒来 不仅血条回满 手臂的负面状态 也完全恢复 没有一丝受损的痕迹 正当他准备吃过早饭 就告辞时 却在昨天试验技能的花谱处 看到一个老人 正在修剪花草 那老人的神态 虽然与正常人一模一样 但血条之上的身份信息 还是暴露了一切 八级化皮老妇 不知那位老妇人是谁 菜兄府中 还有如此年迈的仆役吗 郎君不可无礼 那是府中老夫人 重信佛法 生活节俭 不是重大节日 从不穿锦衣 老夫人喜欢种些什么 大爷担心她累着 便换了一批好照料的花草 供老夫人消遣之用 原来是府中老夫人 实在失礼了 倒是我这五夫以貌取人 没看到锦衣与仆从 便妄下结论 确实有罪 莫打扰老夫人的雅信 我先去向菜兄赔礼道歉吧 府中仆人也没多想 禁止将周园 引到了正堂入座 来 趁热吃 莫等那些懒汉 昨日吃多了酒 他们估计要缓半天才能起来 也知道亲属有别 府中老夫人有问题的话 一旦开口 不仅不会得到感谢 反而会恩断义绝 因此 她也没有着急 说出自己发现的问题 这花皮鬼 既然隐藏在君司马府上 必然不会乱来 否则菜城的妻子儿女 早就死了 蔡兄 刚才我来时 见到了府中老夫人 可要等老夫人上座 我们才好吃饭 不必 母亲一贯吃斋念佛 不沾昏心 咱们这饭菜 她吃不了 原来如此 刚刚我看到老夫人衣着朴素 身边无事者相随 还以为是府中下属 请蔡兄多多见谅 不怪你 不是府中老人 谁也看不出 母亲是府中主人 自从父亲去世后 她性情大变 有时十多天都不开口 说上一句话 这些年种花养草后 已经好多了 不过依然坚持不留福财 念经烧香 为我父亲与我欺负赎罪 说我们杀戮太多 难得善过 周元不知道 在她与蔡城交谈的时候 那位化皮老妇 也叫住了引路的仆人 刚刚那人是成儿的好友吗 她与你说了什么 老夫人 那位是静安都周元 是大爷的袍则好友 她看您衣着朴素 以为您是府中下属 现已找大爷陪礼去了 陪礼也该找老神陪 找成儿做什么 怕是个只认关袍的主 这等一身杀戮罪孽的虚伪之徒 不交也罢 化皮老妇伪装得很好 还给自己立了新的人设 她长时间吃斋念佛 厌恶杀戮的行为 使府中上下都认为 她是一位虔诚的佛家局势 可谁也不知 这样一位表面祥和的居士 竟是君司马府中潜伏的暗叹 开了灵智的化皮 有的聪明 有的笨拙 但他们知道 静安城真正能威胁他们的人是谁 或者说 能为城中百姓除魔的人是谁 这种问题不用细想 就能锁定那位武者校尉 还有他手下名声在外的神弊玄甲士族 因此 掌握武者校尉 与神弊玄甲士族的动向 就很关键了 在这种情况下 化皮们发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目标 那就是君司马蔡成 蔡成是静安校尉的亲信 而且还是负责供给灵物的绝对亲信 另外也是神弊玄甲士族的直属上司 在无法替换校尉家属的情况下 替换蔡成的家属 就成了最好选择 至于为什么替换老夫人 而非蔡成的妻子 是因为老夫人拥有辈分优势 化皮老妇凭借母亲的身份 不仅能光明正大的四处游走 还能不做掩饰的窃听情报 昨晚酒宴时 化皮老妇再次来到礼宾堂 一边给墙角花盆中的三角梅松土 一边听取堂内的谈话 一群豪爽武夫吃酒兴起后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也让他得知静安君多了一个神社 狠得蔡成重视 原本这些都没什么 只要不是舞者校尉静成为的大事 城中的化皮们便不需要潜伏警惕 但能被化皮选中 派入君司马府的暗谈 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存在 他的耐心与伪装的老人身份相得一张 为他窃取过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这次也不例外 周远与蔡成等人明明已经散场 各回房间醒酒休息去了 他却还没放弃 他不慌不忙地 整理好身边的盆栽 又拿起一柄小花厨 准备进入客房所在的院落整理花草 听听醉眼 这下好了 耐心的暗叹 看到了奇怪的客人 黑夜不能遮挡化皮的视线 他看到一位年轻的客人 蹲在地上 单手立意 那张看起来 柔韧警示的手掌 突然变得一片赤红 在化皮的眼中 更是有血红气焰生疼 哄 一声沉闷厚重的轰鸣声 近乎震散了化皮老妇的胆气 他收回偷窥的目光 身体犹如一滩烂泥般 瘫软在地 他紧紧蜷缩在墙角下 被深深的恐惧包围 大魏朝廷对妖魔的总结很对 他们开灵后好享乐 喜美物 同样也怕死 化皮不怕普通的刀枪剑斧 那东西只能戳破他的皮 灭不了他的灵 要不了他的命 但三才硬却完全不同 这技能是精气神三宝的凝聚 以天地人三才引出的特殊攻击 这攻击不仅能戳穿化皮的皮囊 还能杀死他 更能拍散他的英灵 因此 他怕了 他怕周元是静安校 为派来清查军司马府的舞者 也怕周元发现他的异常 不由分说地给他来上一役 原本他伪装的身份 自带一张护身符 君司马蔡成绝对会保护好他 但现在没用了 那一硬打下来他都受不了 更别说区区一个蔡成了 他的官职没有蔡成大 我可以让蔡成驱赶他离开 以后君司马府绝对不能让他进入 化皮老夫缓过神后 单单身上的泥土 快步走向自己的卧房 夜晚太危险了 有凶神恶煞出没 他要等待天亮再出门 有了灵智的妖魔 有欲望 有恐惧 自然也会生气 化皮老夫回到房中后 越想越生气 他气愤自己恐惧失态 气愤安全的府邸突然出现凶煞 因此 第二天一早他便前往科院修理花草 准备找借口 驱赶周园离开 他的目标达到了 在他与周园有接触的瞬间 重复艳杀的人设便能起作用了 既然有了借口 化皮老夫自然一刻也等不了 你且去换城过来 我有事与他分说 府中老夫人的命令仆人不敢不听 蔡成也是个有孝心的人 更不会不理自己母亲 默一会儿 蔡成便在仆人的带领下 来到了科院花圃 母亲您换我来有何事 可是府中花草不称心 需要换上一匹 花草树木亦有命灾 如何能换 承二 我吃斋念佛不为自己 而是为了你和你的父亲 你们杀戮过圣 一生罪孽 若是无经书开誓 必会冤魂缠身 多谢母亲祈福 孩儿感恩戴德 蔡成不知道母亲今日 为何突然说起这些话 但为了洪老夫人开心 她还是非常配合的诚情感恩 承二 咱们家的佛像是开过光的 有佛灵常住 你这杀财 看不到娘不怪你 但你 也不能引血煞之妻 坏了这安宅佛光 冤枉啊 孩儿身有血煞 是职责所致 孩儿从未乱杀人 对袍则也多有辅照 不解恶怨 恐坏了母亲的祈福佛事 由于父亲亡故 自己又军务繁忙 蔡成对母亲妻儿 是有一种愧疚感的 所以愿意 尽量照顾清倦的感受 你是我儿 我怎会怨你 我说的是 那静安都周远 他杀戮甚重 双手近乎 被血煞染红 偏偏还是个凶悍之徒 两两相加 那股凶煞之气 近乎冲散了咱们家的安宅佛光 对咱们家是霍飞福 娘知道 那周远是你的袍则兄弟 你实难与他骄傲 娘不强求 你让他离开便是 若再想清静 你们可自行找九四饭庄畅饮 只要不往府中待就好 否则坏了祈福佛事 娘就真的活不了了 好家伙 这顿说辞 虽然毫无根据 竟是不知真假的 俘获凶煞之言 但还真的有用 话皮老妇人设立的好 身份又特殊 蔡成但凡有孝心 就得随了母亲的意 将朋友礼宋处服 毕竟在营中好友能 时时相聚 好不容易回趟家 怎么也得先照顾居家老母的喜恶 母亲莫要再说什么 活不活的话了 而这就送周元离开 往后若有相聚 而也会找出别院安置他 断然不会再带他回府 好孩子 有你这句话娘就放心了 蔡成回到正堂后 尴尬地坐了一会儿 直到周元问起 才姗姗简简地 说了家中状况 原来如此 蔡兄不必为难 咱们是袍泽弟兄 岂能因家中所失身份 我正好想去城中各处逛逛 看看金安城的繁华 你也没送了 好好陪陪家中妻儿吧 好兄弟 若遇恶事 便提我名 蔡成一定随叫随到 周元离开君司马府后 找了一家茶楼安歇 他边喝茶边 回想自己的君司马府的经历 很快理清了事情的缘由 蔡成没必要对我说谎 更没必要编排自己的母亲 城中的画皮不少 也没有厌恶 驱干我的意思 应该是我昨晚 实验技能的时候 被那画皮 老夫感知到了 三才应急精气神而出 威力不小 那画皮 或许觉察到了危险 所以编出福获凶煞之说 执意将我赶走 如果府中老夫人 是正常人 周元肯定不会多想 但她是一个画皮鬼物 隐藏在君司马府 也绝对不是 喜欢给蔡成当娘 周元不多想都不行 蔡成确实有价值 无论是在军营 还是在这靖安城 都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就连画皮们也盯上了她 不惜伪装成她的清卷 监视她的生活 周元正想着 该如何处理此事 是装作不知道 还是暗中提供一些线索 转头倒查的功夫 却看到四个 七级画皮无赖 走上了茶楼 兄弟 你坐了我们的位置 是不是该给个说法 画皮老夫 毕竟是画皮们的重要暗叹 街头巷尾 有几个各色职业的画皮 等他街头传递消息 周元前脚 刚离开君司马府 画皮老夫后脚 便把发现的情报 传递给了一位画皮商贩 因此 四个画皮无赖 才尾随之茶楼 准备试试周元的实力 若周元实力有限 自然是杀了了仗 若周元实力强大 他们也好做出调整 将周元纳入监视范围 可令四名画皮 无赖没想到的是 周元还未等他们说完 挑衅的话 便直接下楼离开了 哎 你别跑 今天说什么也要给我们兄弟 一个交代 人多的地方 看似是人类的主场 更适合躲避危险 其实不然 周元不用想都知道 画皮无赖 绝对敢杀人 大不了被文讯 而制得画皮差役 抓捕了就是 到了监狱中 说得不定 还有画皮狱族接应 他们死不了 这静安城的府衙 也治不了他们 倘若心存侥幸 认为街上人多 他们便不敢乱来 那才是大大的糊涂 但凡画皮无赖 亮拳脚 看热闹的人 不会少 倘若他们亮兵刃 人群自会四散而逃 所以 周元里都不理他们 翻身下楼 会入人群便走 他在那 别让他跑了 黑虎帮办事 闲杂人等闪开 四个画皮无赖追得紧 一着栏杆卖笑的画皮娇娘 还光明正大的为他们指路 街上的行人纷纷躲避 花楼清管的姑娘 还去拉画皮娇娘 让他们莫管闲事 此刻 这座城仿佛分为了两部分 一部分为不明真相 各自安好的人类 一部分为心中门青 不怀好意的画皮 周元看了一眼自己的物品栏 金创药112个 玉针伞35个 饭团237个 兵器方面 刀枪盾各有60多个 皮甲20副 弓箭也有13套 皆是副本暴落的装备 你们是不是弄错自己的身份了 我才是BOSS啊 充足的恢复性药物 加上多项满级的技能 还有高爆发的三彩印 周元其实比副本BOSS 5级债斐斐头领 输出更高 血条更厚 技能方面更是直接碾压 仅仅四个七级 怪还真开不了他这个BOSS 十级以上的不好说 但凭着药物的回血续航 应该也能打上一打 跑啊 你不是挺能跑的 怎么不跑了 四个气急化皮无赖 追至一处死胡同后 发现周元手中多出了一把刀 好似打算在这僻静街巷 弄死他们四个 敢动刀 太没礼貌了 仔细爷爷的衣服 弱破了定扒了你的披风布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哈哈 他问咱们知道他是谁吗 小子这里可不是你们的军宝 一个小小的静安都罢了 还真以为我们不敢拿你 来受死 让我瞧瞧你这层皮是否结实 周元本想掏出点画 画皮无赖们却不给机会 从怀中掏出匕首 与包皮小刀便围了上来 看来是没得谈啊 也罢 我尽量留个活口问话 周元的话 让四个画皮无赖感觉非常好笑 这家伙不会在军营待傻了吧 他一个无钝无甲 身边又无无袍则的人 挨上两刀就得死 哪里来的自信对付他们四个 显然派他们攻击周元的画皮 并没有告诉他们周元可能是武者 仅仅告诉了他们杀谁 胡吹大气 死来 在四个画皮无赖围上来的瞬间 周元使用了一瓶回蓝的御真散 然后右手挥刀一记破风八十中的横扫千军 左手截三才硬拍 向一名画皮无赖的头颅 有四点金属性的周元刀 极尽重 风锐的一击 将两个画皮无赖直接震倒 这些家伙并没有七级怪物的强悍 攻击手段也跟副本中的债匪刀手差不多 想来那层皮不仅是他们的伪装 也限制了他们的实力 不 战斗在一瞬间开启 敌人也在一瞬间胆怯 使用回蓝药 暂时激活蓝条的攻击 彻底发挥出了三才硬以利为本 以气为原的凝聚核心 在三才硬激活的瞬间 周元利益的左掌先是一片赤红 然后燃起了肉眼可见的血气之焰 碰 带有血焰特效的三才硬 重重拍到了一个七级画皮无赖身上 下一刻 七级画皮无赖 犹如气球一般爆炸 碎裂的皮屑四散剑舍 一个黑色的阴魂破皮而出 他的血条被直接打没大半 哀嚎一声后 便快速扑向墙角的阴影 有了蓝条支持的技能果然强大 三才硬引发的血焰 犹如复古之躯 不断着烧它如烟丝影的躯体 啊 好痛啊 快给我皮 给我一张皮 这一切发生在双方交手的瞬间 四个信心满满的画皮无赖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仅仅一次交手 几方就重伤一人 甚至有可能伤重而死 你 你 你是无者 我不是 别瞎说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周元抢了画皮无赖的话 明明是他打破了画皮 发现了隐藏的鬼物 怎么就变成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碰 又一只画皮无赖被打爆 阴灵的哀嚎 是魂的血焰 吓坏了剩下的两个画皮无赖 你别过来 救命啊 杀人了 画皮无赖表面凶横 意志脆弱 他们虽然等级不低 但斗志远不如靖安君的悬甲氏族 这并非因为他们战力低下 而是因为自诞生灵智的那一刻起 他们便处于猎食者的位置 他们见过人的哀嚎求饶 释放过自己的凶狠残忍 但唯独没有经历过 抵死血战 灵智只能赋予他们思考的能力 并不能给予他们无谓的信念 在没有灵智时 他们能无谓战斗 获得灵智后反而变了 有了意识 也有了胆怯 因此 他们看到同伴被打爆的瞬间 不由恐惧胆寒 下意识像人一样呼救 跑 快跑啊 去找官差抓着凶徒 画皮无赖 伪装成人太久了 或者说 他们自诞生灵智后 便像人一样活着 行事作风 自然会受到人的影响 此刻 他们只想尽快逃出无人小巷 去街上呼救 让周园不敢在众目睽睽下行凶 但他们错了 人见凶狠会四散而走 怎会为不认识的泼皮无赖 挺身助拳 况且周园有满级的剑步技能 移动速度 也比他们这些画皮 无赖快上不少 碰 皮球爆炸 阴灵哀嚎 嗜魂的血验 再次附着遗物 仿佛碰到油脂般 滋滋作响的燃烧 救命啊 杀人了 仅剩的那只七级画皮 无赖刚跑出小巷 便被一只强劲的大手给拽了回去 他替泪横流 用尽全身力气 扒拽着墙壁的砖角 对着路过的商贩 求救哀嚎 但巷子中的凶徒 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猛的发力 震断了他的手指皮肤 那断裂的伤口处 流出了宛若鲜血的黑色雾气 那贼人浅不行凶 扶牙关差 这就到了 碰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一位身姿健瘦的青年 从巷子中探出头 果然 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虚张声势的老汉 不过是个六级画皮商贩罢了 老伯 卖枣呢 拿一个过来尝尝 甜的话 我就买上一些 你 我不做你生意 你若想吃尽数拿去 莫害了我性命 你这老货乱说什么 我乃正人君子 怎会害你性命 莫不是老眼昏花发了一证 将我当作 那行凶作恶的歹人 来 你来看看 这巷子有没有人 我就来此方便一下 可不能被你误了名声 周元抓住画皮商贩 就往巷子中走 吓得那画皮商贩 浑身筛糠 不断求饶 郎君饶命 老汉什么都没看到 老汉家中 还有儿孙要养 可不能白白丢了性命 再乱说话 我就真怒了 看 这巷子多干净 哪有歹人作祟 四肢躲在墙角阴影中的阴灵 哀嚎连连 试魂的血焰 不断灼烧他们的阴气 救我 老哥救我 老哥丢了一张皮 我好痛啊 在周元的压迫下 画皮商贩看 都不敢看那些阴灵一眼 只是随意打量了一下行道 但赶忙连连点头 好郎君 是我发一证了 这巷子里什么都没有 郎君断然不是恶人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这光天白日的 老汉绝不会看错 那就好 你走吧 以后莫往巷子里乱跑了 若遇上真歹人 可就不好说了 那是 那是 多谢郎君教导 画皮商贩点起颤抖的双腿 一步一步地跌出行道 英灵的哀嚎突然减轻 再走两步 更是一生也没了 天杀的 你们惹这凶煞作甚 真打起来卖唱的 卖货的 卖笑的 哪能比得过血战舞者 幸好那舞者 看不透我们这张皮 否则老子 今天也得交代了 画皮商贩不敢停留 咬着牙控着腿 快速跑出了巷子 直到巷口拐角处 才敢偷偷瞄上眼 这一眼 看到了那像中 凶煞的笑脸 差点把他的活吓飞 怕什么 我又不是恶鬼 周元之所以不杀画皮商贩 是不想逼画皮们 全力围剿他 能杀画皮 与能看穿画皮的伪装 完全是两回事 能杀只证明 他实力强 画皮们大不了躲着他走 能看穿画皮的伪装 双方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画皮们无论如何 也要杀死看破他们 伪装的存在 否则他们 将无法继续在城中生存 因此 周元看到画皮商贩的瞬间 做足了解释的态度 让画皮们 继续保留伪装无忧的安全感 我们之间的角色 好像要互转了 四个画皮无赖 一个画皮商贩 让周元看到了 他们有多么拟人 这是一个好消息 他们越拟人 心中的畏惧就越多 群体的战斗力就越松散 如果他们临至低下 一股脑冲上来 周元还真的跑回军宝躲避 但现在不用了 画皮们学会了人的一切 包括各有心思 欺软怕硬 都这么久了 竟然还没有支援赶来 看来画皮们 不是静安军那种战争团体 而是帮派性质的宽泛组织 周元出了暗像 爬上附近院子的屋顶 躺在上边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也没看到有画皮结队进入暗像 这要换成静安军的士族被杀了 附近的巡逻队 五倍营必然会闻风而动 全军戒严 画皮们明显只学会了 静安城居民的生活作风 没能学会军队备战这种大杀气 也是 隐于城中享受生活多好 怎么会自讨苦吃的解饱而居 高压训练 周元等了一会儿 发现不能探查画皮的群体反应力后 便翻开了属性面板 查看此次的收获 四个画皮 无赖为他提供了280点经验 平均每人70点 除此之外 还有画皮无赖特殊道具一份 阴基叶两份 包皮刀四笔 道具 画皮无赖 使用 画皮画像难画骨 使用后画身画皮无赖 但无法改变身高体重 备注 遭遇重击或切割伤害时 会损伤画皮 可用阴基叶修复 物品 阴基叶 介绍 阴灵入皮 气凝化液 如雪似肉 充盈皮囊 使用 快速恢复少量蒸汽 叠加 阴寒 状态 持续失血的同时 缓解昏迷 诱惑类负面状态 画皮道具的效果有些特殊 阴基叶的效果也还不错 只不过 阴基叶这东西 只是物品 而非药品 想使用这东西 得做好阴寒入体的准备 普通人来上一份 估计来不及感气 就得先大病一场 多来两份 死了也有可能 这东西 就是拿血换蓝的毒药 远没有均匀副本 产出的育针散好用 不好用 不代表不能用 这些画皮 也是有价值的 只要有价值 武者 士族 朝廷 多半会主动降妖除魔 傍晚时分 周元前往了 药物坊附近的一家客栈 此处距离君司马府很近 若遇到突然袭击 他可以顿入君司马府避难 蔡成这张牌 还是很好用的 下连神币 悬甲士族 上连静安校尉 这等身份 别说遇害了 单单有妖魔闯入他的府中 都会引起静安君的重视 在血战供养 袍则情义的加持下 为高如静安校尉 也得出面 保护自己的亲信 我在城中逛了半天 画皮们都不为所动 这是彻底放弃了吗 在周元考虑画皮的态度时 静安城内的画皮 也在谈论他 此刻 静安城东的春荣芳 俊向左辽罗应府中别院 正在进行一场文会 只不过在场的几个儒雅之事 讨论的不是文章慈美 而是一位心静的静安多 罗军 可查到那周元的身份 是静安校尉的人 还是朝廷的人 现已查明 周元哲祖籍上了县乔西村 为红叶十三年六月服役从军 郡署关集中记载 此人意图薄雄 入营神社 先后经历五威 社生两营后 入神必彰显杀伐之术 短短一个月便由社生使长 千神必对政 又进神必督博 静安校尉清点其名 加官身 受精印 在场的几位画皮文士 于郡署私婚日久 早就学会了分析政令 解读信息 可饶是如此 周元的晋升经历 也让他们连连撑齐 这家伙乡也不显 怎么一上意图 便有降妖伏魔智能 而且 其官直升得也太快了 若不加以截至 几年后谁与营中都军 可就不好说了 但静安校尉不仅不打压 反而主动提拔 这番操作 着实在令画皮们 有些看不懂 罗军 静安都周元智能 绝非乡野村夫能友 怕不得一位 顶替清白身份的朝廷密探 确实如此 从他的升迁路线来看 另外 武者离不开灵物补器 踏入军营 便能得到稳定的临时攻击 虽不知朝廷 为何派遣武者密探 但我们有幸 验明了他的身份 这是件好事 今后只要加强 对他的监视 我们的计划 就不会被意外破坏 几个画皮文是一顿分析 把不合理之处 全部归结到了大魏朝廷 不怪他们思虑有误 实在是周元的背景 太过干净了 从农户到关身的晋升 宛若一张 白纸突入静安城 当然 这世间肯定存在这样的农家子 但不会升迁如此之快 更不会手捏法印 震杀鬼物 罗军 你说 有没有可能是父亲 写了密信传递朝廷 使朝廷调派密探入静安城调查 绝无可能 父亲身边全是我们的人 又有母亲陪伴 他没机会向外传递消息 再者若朝廷真的收到密信 入城的也不应该是周元 而应该是静安校尉 与他的精锐士族 也是 倒是我想差了 以大魏政令之威 命尽安校尉 与郡中舞者出兵除魔 简直轻而易举 没必要和我们玩什么密探游戏 画皮文士们虽然官职不高 但盛在是郡属政务的推行官吏 他们很了解 大魏这个国家有多么上务 登 登 郡向左辽罗硬眉头紧皱 敲击了几下转后 下定了某种决心 我一派曼宁接触周元 最好促称男女之事 以秦述之 如此方可牢牢掌控 那凶悍少年 使他不能添乱 这如何使得曼宁为母亲修补美作 清秀柔美 宛若天成 如此皮囊当与城中大族 俊相子嗣连英 怎能平白便宜密探 是有轻重缓急 那周元刀裂 能破我等一赏 当先稳住他 在谋日后发展 罗硬开口下的定论 其他画皮文士也不再多言 左右不过是连英 只要有利于谁皆可 既然正式已经敲定 画皮文士便不再严肃密探 当即换来一群少女 于听堂起舞 品色享乐 俊相左辽罗印中途离开 前往了府中的一处幽静小院 母亲 我想用曼宁束缚一物 将那暮色少年 画笛为魁 可 一位亲历妇人 静心服侍着病床上的青年 那模样仿佛温柔婉娘 照看秦郎 但那青年却一点都不领情 一会儿呜呜大哭 一会儿哈哈大笑 哈哈 身份地位四两体 鬼性化做人心瘫 恶鬼叫我包了吧 待我画鬼使你 再吞众些 大郎又说胡话了 罗印去让善堂送晚安神汤来 莫让你父亲难受 遵命 罗印领命后关门离开 身后不时传来阵阵咆哮与疯年 那声音令他十分烦躁 就像看到一只狂吠之犬 还无法将其踢死一般 唉 如此废物 有何资格成为我等的父亲 若不是因为那张皮 早就包了你 好让你知晓 这世上虽有鬼物 却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 周元并不知道 画皮们准备为他演一场戏 好让他这血气少年 坠入勤网 再以勤网编一根绳 使他成为环中犬 爱中馈 好在他能看到 血条与怪物身份 再完美的皮囊 也无法迷了他的心窍 邦 邦 静安都 明耀的道经 佛经我都帮你买来了 共花费三百二十钱 您看 是您与我们结账 还是我们去军司马府对账 莫及 谁出门在外汇 随身携带上百钱 我来与你盖一瓶具 你找人去军宝取便是 不让你白跑一趟 多算你一百钱车马费 官身官印就是好用 周元身上钱财花光后 拿着一枚官印盖章 都能当作票据使用 白天时 他委托客栈掌柜 帮他购买福道之类的书籍 这才几个时辰人家 就给送来了 静安都大气 您慢慢看 小人照料其他客人了 掌柜走后 周元翻开了一本 本福道书籍 希望从中找出些 能用的技能 事实证明 这些福道书籍 并是不瞎编的 除了各种理念之外 书籍中也存在一些干货 周元从一本 《松赫长生经》中 找出了一套土纳法 一本 《大经药冥王经》中 找出了一套浮魔咒 其他经书中 虽然也有法咒记载 但多是用法 没有炼法 大概率无法生成技能 因此 周元暂时排除了他们 选了两本 相对完整的经文 做技能转化实验 松赫土纳 冥王浮魔 且让我试试 精益神咒能否成真 繁华的静安城 与封闭的军宝不同 形形色色的手艺 周元如果愿意 多花一些时间的话 未必不能技能化几个 但他更重视 广为流传的福道经典 与自成体系的一家典籍 相比于需要 尊尊教会的一家理论 有传道目的的福道经典 更为容易获取 周元仅仅花了320钱 便获得了 查看精益神咒的权利 他不知道福道两派 在这些号称 《根本法》的书籍 留了几分真运 但他不介意试试 有意思的是 除了《松赫长生经》 与《大经药明王经》外 周元还发现了一本 全是天地的山海志 其开头第一篇的写语为 《鸿蒙初开天地青》 《四海八荒万象藏》 《一草灵药遍地起》 《妖魔鬼怪引人记》 这诗看似故作悬疑 但真的介绍了部分天地现象 知晓世事的人 一看便知 不明真相的人 也能从中看出些隐秘 此书能堪印 代表大卫朝廷 对天地秘境的存在 持开放态度 至少对十字群体持开放态度 这何尝不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名术不藏 彰显破例 出德山海志 这种介绍其谈地理的书籍 周元情不自禁地熬夜研读 第二天叫醒他的 不是客栈掌柜 或不怀好意的鬼物 而是君司马蔡成 蔡兄为何来此 可是想请我吃酒 嗯 好你个周元 来访试客 你竟然还要我请 两人打去两句 便走向茶桌正经危坐 周元知道 蔡成不会毫无理由地 特意寻置客栈 此番前来 甚至有调查追踪的意味 如无大事蔡成 不会如此鲁莽 兄弟 我七家中出了祸事 我准备带清兵过去瞧瞧 还望 你以神社助之 你我是袍泽弟兄 不必多言 只不过是出和音 还请蔡兄道明 如此也好 确定敌人状态 确待如此 我七 为城中大族张氏之女 她有一位名幻曼宁 风姿卓月 温柔秀丽 那孩子有美称娇 又非常懂事 狠得亲朋故旧喜爱 昨天晚上 曼宁突然惊觉昏迷 清晨卯视苏醒 其后她与家人说 梦中得见怨鬼是她血肉 包她皮肤 疼痛难忍 恳请父母救命 张家人 原本只当是一场噩梦 却没想到曼宁 再现昏迷 不断哀鸣身影 口呼阿玛好痛 阿爸救我 哪个父母 见得了如此惨剧 岳父岳母 几乎断了肝肠 所以我不得不去看看 蔡诚恳 请兄弟同行 若是有形之妖 我们便施施刀剑 若是无形之魔 我便回音宫 请校尾大人 蔡诚的话 让周元产生了一种感觉 巧合 太巧合了 昨日她刚拍死四只画皮无赖 今天就遇到了好友家中鬼市 并且蔡诚的妻妹 恰巧貌美如花 需要她这年少君汉 帮忙搭救 有点东西 不知这副药 是英雄救美 还是初见清新 最好是人或人救 而非鬼物迷眼 周元心中思虑片刻 起身随着蔡诚离去 现在她并不怕画皮们围攻 不就是一张画皮吗 跟谁没有一样 惹及了她 直接使用道具画皮无赖 潜入他们之中 看他们算计何物 君司马蔡诚 静安都周元 五位瑞族十名 一行人从君司马府 取了刀枪盾牌 皮甲弓箭后 直奔成东春荣房张府 临走时 蔡诚的妻子 也想一同过去 看望妹妹 但被蔡诚言辞拒绝 另外 那位说是 吃斋念佛的老夫人也出现了 叮嘱蔡诚 小心行事 莫要逞强 一个画皮鬼物 叮嘱一个 要处理鬼患的军官 这场景 着实有些诡异 母亲放心 我与众兄弟 以利是之 如若不成 自会禀告上官 周元看到 画皮老夫听闻 禀告上官 四个字时 哭受的手掌 突然颤抖了几下 这是心有忌惮啊 那为何 还引蔡诚入局 静安城东春荣房的张府 比蔡诚的军司 马府还大 来往的仆人 更是远远超越蔡诚的府邸 但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不时出现的怪物身份信息 五级画皮丫鬟 六级画皮管家 八级画皮少爷 大爷来了 快快带路 让大爷看看 府中有没有妖魔作祟 百姓分不清 神必悬甲士族 与武者的区别 张府的主侍者 估计能分清 但依然寄希望于蔡诚 承儿快来看看曼宁 你一定要救救他 只要能救我儿 我愿意拿出金银财货 陷于军众 蔡诚的岳父明显已经急坏了 还未开始做事 便许诺了丰厚的报仇 跨过一道门 周元与十名清兵的眼睛都直了 但他们惊讶的原因不一样 十名清兵是看到了张曼宁的美貌 还有那我见游连 美轮美奂的哀怨体态 周元惊讶的是 看到了有名字的精英怪 十五级画皮曼宁 承儿 你可看出了些什么 张老爷话还会说完 三个黑影便从画皮曼宁的床下钻出 五级英灵 他们挥舞着手掌 拉扯着画皮曼宁的身躯 使画皮曼宁 发出阵阵有气无力的身影 这张皮好 你们不要和我讲 这是我的 胡说 这明明是我发现的 滚开 别扯坏了我的皮 否则我弄死你们两个 三个英灵大打出手相互制约 形成暂时无法包下人皮的假象 蔡诚与十名清兵自然看不到英灵 也听不到类似灵魂波动的英灵话语 此刻 张府中所有隐藏的画皮 包括装作昏迷的画皮曼宁 都在等着周元出手 快出手啊 昨日破皮的英灵 你不是能看到吗 快出手收拾了那几个英灵 美人被恶鬼迫害 恶鬼还要包下他的皮 这事儿我都忍不了 他竟然能无动于衷 他到底是不是人啊 这是一个心硬如铁的朝廷密探 换以计划 几个画皮一番交流后 八级画皮少爷 貌似突然想起了什么 急冲冲地扑向蔡诚 姐夫 你不是有校尉大人 刺的显灵夜吗 快拿出来试试 或许能看出些什么 蔡诚也没多想 随手从脖子上拽下一个吊坠 那赫然是一枚 微如指尖的小铜壶 他拧开铜制虎口 对着眼睛 滴了两滴青液 真有鬼物作祟 周园接药 蔡诚这个君司马吻的步行 发现鬼物的瞬间 竟然不热血冲锋 而是召集战友 周园接过显灵夜 对着眼睛滴了一滴后 操起不攻 瞬间连开三箭 搜 搜 搜 蔡兄不成啊 弓箭定不住他们 一旁的画皮管家 建议计划已经落实 赶忙开口提示 大爷 我听说凶煞之血 能够灭杀邪灵 蔡诚文言划破手掌 以血赋刃 挥一刀斩击 几个英灵 仿佛碰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连连躲避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不愿放弃 那张完美的皮 围着张曼宁的床榻 不断打转 严重限制了蔡诚的发挥 还有这种说法 我也是上一试 周园划破手臂 用血水揉搓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使其变红 然后按捏三才硬走了上去 由于没有克兰药 他手掌并没有出现血咽特效 利应凝血的情况 也被手上的鲜血掩盖 看到周园靠近 三只五级英灵 依然装模作样 暗自挑衅 躺在床榻上的十五级画皮曼宁 却开始恐慌了 他不是不明所以的英灵 他知道周园的战绩 他非常担心 这个舞者少年 不由分说地给他来上仪 莫怕 莫怕 竟然都周园不知道我的底细 他应该保护我不会伤害我 我这副皮囊修修补补 堪称极品 他只要还是个人 就不会不喜欢 这楚楚可人的娇憨体态 兄弟助我 蔡成一句报喝 打断了 画皮曼宁的自我安慰 也让三只五级英灵 遇到了真正的威胁 沾染鲜血的赤红手掌 看似在持刀扫机 实则在结印腹肌 啊 没有蓝条加持的三才硬 也没了视魂的血眼 但除此之外 依旧强烈 被周园三才印记中的英灵 血条瞬间 清空三分之一 惨叫连连 跑啊 这个家伙 有真本事 三只英灵不敢 再围着床榻演戏了 也不敢招惹 床榻上的大鬼 呼喊一声 便要逃走 戏演到此处 其实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该画皮曼宁 突然苏醒 被少年鹦鹉吸引 随声情愫 但周园 偏偏是个不解风情 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莫走 再吃我一道 此刻 张府中的普通人 皆十分佩服周园的勇气 画皮们却暗叫不好 果然周园的速度极快 一眨眼的功夫 就冲出了 画皮曼宁的规方 等画皮曼宁 如约睁开双眼时 哪里还有什么少年舞者 皆是一群粗壮兵汉 包括蔡成 孩儿多谢双亲搭叫 好孩子 快快躺下 鬼怪已经离开了吗 你没事就是咱们家最大的福钱 父亲 鬼怪随已离开 唯恐再来 孩儿遭此一劫心碎胆寒 希望有个勇武之事 爹身守护 周园人虽然不见了 但画皮曼宁的戏 还是要演的 这番说辞一出 即便是蔡成 都有些心神荡漾 更别说其他亲卫兵族了 但张老爷是何等人物 不仅听出了女儿的言外之意 也瞬间排除了蔡成 与他的亲兵 我儿 爹想明白了 再好的人家 都没有平安重要 那静安都周园敢 与怨鬼拼杀 是个一等一的勇武之士 爹一会儿与他分说 让他留下护持些时日 拼令庞朗 一众大汉的心都碎了 就这柔软小娘 到了周园 那血气方当的小子手里 怎么也得燃出点干柴烈火 蔡成心中也是一颤 坏了 便宜那小子了 真实的好运到的家伙 院内的画皮 看情戏第一部 虽然出了点意外 但大致方向没问题后 十分欣慰 但另外三只五级英灵 就欣慰不起来了 或者说 他们拒不起来了 周园追出院子后 使用了一瓶玉针伞激活蓝条 错开几个仆人的视线 拍死了三只英灵 这凶狠的作风 让仆人中隐藏的画皮 非常惊恐 周都博 我家老爷请您到正堂一室 画皮管家 忍着心中的畏惧 上前请这位凶煞之人 一步别怨 其实 他并不赞成今日的戏目 利用怨鬼之说 虽然城市简单 但也会带来一定的祸患 但上面 已经制定好了计划 由不得他不从 只能尽量缝缝补补 避免周园发现不妥 管家 你们府中为何闹鬼 可是有什么缘由 宣布除恐怕怨魂不散 面对周园的询问 画皮管家 只是僵硬地笑了笑 表示下人 不议论主家之事 周都博 这边请 当周园回到正堂后 第一眼便看到了 那只故作虚弱的 十五级画皮曼宁 周贤直 我女儿被怨鬼缠身 险些丧命 信得女婿蔡成 与贤直共施援手 老夫本该出众脸 好生答谢 但我儿曼宁 被怨鬼 吓得魂不守舍 再难安眠 可否请周贤直 留下来照看几日 保我女儿性命安康 我 为何不是君司马 她有显灵业 又是府中亲属 远比我这外人合适 图穷笔现了 画皮们不知作何打算 竟然想让周园 和十五级画皮曼宁 在一起生活 这是要养骨吗 贤直当之 女大房清 成儿虽是我家亲戚 但也不好 和未嫁妻妹相伴 蔡成都药房 我就更不合适了 还请张老爷另寻她法吧 你这少年好不小事 你有官身 我家族大 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经此一劫 老夫不在她求 只愿儿女安康 你未娶 我而未嫁 你勇武非凡 我而姿色绝艳 躺能共同扶持 不失为一桩佳话 爹 莫要再说了 画皮曼宁苍白的脸颊 突然出现一抹 不自然的潮红 真真是含羞待怯 恃爱迷人 她转过头看向周园 不知怎地突然垂泪 曼宁想活 狼君救我 这声凄苦悲凉的哀叹 加上那垂泪期望的神情 简直伤透了 在场众人的心 唯有周园好似快 石头般不为所动 甚至眉头紧皱 仿佛遇到了什么难事 贤侄为何如此狠心 小女如今年方十五 如此美好年纪 怎能无端被害 你有何难处 可说来听听 若实在不愿 我张氏 断然不会强人所难 原 多谢张老爷厚爱 但我与君中有些志向 恐怕难以拘于城中 照看另爱 周园的回答 另一旁的蔡城 都有些傻眼了 泛起嘀咕 周园不会傻了吧 曼宁这般好 模样的女子 整个靖安郡 都没有几个 为何拒绝 难道她参加 开灵考核的志向 如此坚定 果然 她的强悍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份信念 配得上她的天赋 郎君好狠的心 曼宁还能等到你吗 画皮曼宁吸引得很好 倒是有一副的君相救 愿办终身的温情感 若是换成一个 正常的少年舞者 看到如此吃爱美卷 多少会有些触动 甚至会认为 这是原事情 但周园不同 她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打赢 这只十五级精英怪 哪有心思陪她演戏 因此 画皮曼宁的吃愿求爱 最终也没能留下周园 我儿 郡中 郡杰少年多的是 那小子既是个呆物 咱们就找个更好的 爹 我不要别人 就要他 女儿初见清心 在南容下那些空谈之辈 愿等元郎回心转意 非他不可 非他不嫁 念缘啊 若非我儿清心 一个小小的靖安 都怎能入我家正门 他竟还不满足 再三推辞 此等憨祸不要也罢 我而且再等等 过些十日忘了就好 忘不了 怎敢忘 在张辅众人的恭送下 周园一行人 渐行渐远 唯有一女儿 思哀思怨的 已在珠宏门框上 向外遥望 那神态 像极了悲诵 情郎离别的深情姑娘 周园向后回望一眼 看到的是别有用心 已经迷人 众君汉看到的 却是满满情深 少女纯爱 兄弟好狠的心肠 现在回头还不晚 若离开这再后悔 张辅大门可就不好进了 蔡兄 你真相信 一面之缘 能互生情愫 我不信 但我七妹碧玉良善 能吐你什么 你又有什么可吐 那可不好说 万一吐我这身皮囊 胡言乱语 你这模样虽然鹦鹉 但长得好的世家公子多的是 曼宁若以貌取人 早就有家眷了 蔡成并不知道 那如花似玉 体态恶挪的张曼宁 是个化皮鬼物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七妹曼宁以美衬娇 深得亲朋喜爱 这份美 真的能迷惑人心 掩盖不足 致使随行的君翰皆认为 张曼宁看上周元 事上爱则下 而非别有用心 更别说蔡成 还有一份亲属滤镜了 周元 我往常 只以为你有志向 却不知你志向如此坚定 我是你长官 又是曼宁兄长 唯你二人之常 本不该搅合 你们小辈之间的情谊所属 但我还是要说上一句 你能抵制诱惑是对的 你职位不高 又长居均营 若流如花美眷独守空房 是或非福 蔡兄之我 美则美 与我无异 有何美 到达药物坊后 周元与蔡成等人分别 他们回了君司马府 周元回了客栈 张福许诺的财货 会直接送到君司马府 蔡成说 要将周元那份送到军营 免得给钱庄福利钱 如此一来 这件事表面上便完结了 但周元并不认为 画皮们会善罢甘休 只要他还在这城中 画皮们绝对会制造一些事端 引导操控他的行为 因此 他回到客房后 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特殊道具 画皮无赖 他倒要看看 披上这张皮后 画皮们还能不能认出他 失去目标后那些画皮 又会做什么 特殊道具生效的瞬间 周元感觉自己 被罩上了一套全方位的皮甲 他拉扯几下外罩的皮肤 通过测试发现 这道具并非单纯的变换相貌 也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画皮鬼的能力 多半在这张皮上 没了这张皮 不过是些无形英灵罢了 蹦 周元推开客房的窗户 从二楼跳了下去 他走出背影小巷后 直奔最近的红楼清广而去 那里的画皮 是最好的实验对象 如果他们认为周元是同族 画皮无赖道具 才算真的有奇效 大爷来娃 好哥哥看到我 呀 我扇子掉了 公子帮奴家送上来吧 周元刚到绣招楼的门口 便看到了一柄 团扇从天而降 楼内的跑堂 捡起团扇 塞到他的手中 然后静止将他推往二楼 周元从善如流 踏上木制楼梯 拐个梯台 便登上了二楼花台 一位美艳动人的五级画皮娇娘 小跑着向他迎来 宛若怀春少女 终见秦王 你这泼皮来此作甚 可是家中 母亲有事吩咐 好姐姐 母亲无事 我就是想你了 画皮娇娘的反应 让周元确定 他们之间 有确定同类的手段 并且将她 也当作了同类 有鉴于此 她伸手 捏了一把挺翘软物 换来一阵娇称 也确定了画皮娇娘的手感 很正经 死鬼 你若想要 晚上来我房间 趁客人休息时 为你几口便是 好姐姐 咱们是一家人 怎么还要找机会为 不如为我挂牌一日 呸 你们这些 奈活一无钱财 二无精气 我与你们耍乐 有何实惠 快走 莫挡着老娘做生意 周元虽然被赶了出去 但也收集到了足够的情报 那画皮娇娘 无论是手感 还是推人的力气 眉目之间的风情 皆与常人一般无二 这般真实 怎能分清真假 难怪他们能隐于城中生活 走出秀昭楼后 他本打算去春戎房一趟 看看那些个画皮 有没有下一步动作 不想 还未走出街市 便看到几个世家公子 带着二三十号仆役 浩浩荡荡地扑向 他之前居住的客栈 靖安都周元何在 我乃郡相之子王黎 你这君汉好不小事 初入城中 竟然不知拜会上官 还要我等亲自来请 这是周元第一次 见到衙内的嚣张跋扈 蔡成不算 他是血战拼杀出的武官 算不得蒙英衙内 郡相之子王 黎明显是在找事 他父亲多半不知道 否则不会允许自家傻蛋 挑衅营中军官 盖英大卫上午入水 郡中之城 虽名为相 但不过 是个无品文官罢了 这品阶与蔡成的君司马一样 哪有底气招惹军宝中的 杀财武官 另外金安都是正经的七品武官 由于所属不同 郡相来了 也不能拒要差遣 更别说他的儿子了 周元末畏首畏尾 快出来见我 客栈掌柜 看似在苦苦哀求 实则根本不敢上前一步 当客房门被粗暴地推开时 掌柜更是吓傻了 苦眼 他这小店 竟然引发了文武之争 这郡相之子王黎 怎么是个愣头青 怕不是被人当枪使了 几个随行的世家公子 也感觉过了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应该先坐下来商谈一番 怎能鲁莽骄恶 王兄 过了 再闹下去 恐怕银中武官会心生不满 人家毕竟有刀枪假咒 你这身锦衣 怕是讨不到便宜 我不管 为了曼宁我什么都愿意做 曼宁为何看上那 毫无情趣的武夫 我心如刀角 怎能不弄 更过分的是 他竟然拒绝了曼宁 曼宁那里配不上他了 他怎么敢拒绝曼宁 郡相之子王黎的行为 非常矛盾 他既想获得张曼宁 又不能接受 别人拒绝张曼宁 在大多数人看来 这就是一位痴情公子 为情所困 心神崩溃 所以鲁莽无端 但在周元眼中 这位郡相之子王黎 简直就是一个情报员 以自身状态 证明了话皮的凶恶 因为王黎的头顶 不仅有血条 还有特殊的身份信息 二级情愧王黎 这是周元出道以来 见到过的最弱小怪 他甚至怀疑自己上去拍一巴掌 王黎就得献出经验 当即长眠 但就是这么一个嚣张跋扈 弱得可怜的家伙 却给周元带来一份情报 情愧 这名字起得好 情在愧前 是因 愧在情后 是果 以情引之 失情失度 最终化为傀儡吗 周元不知道自己的猜测对不对 但王黎的状态 已经证实了很多东西 愧 这个字 代表 他失去了自我选择的能力 关键他等级还这么低 莫说15级画皮曼宁了 花楼的5级画皮娇娘 都能将他一脚踹倒 原来画皮们除了制作皮套外 还有操控他人的技能 周元仔细回想 发现这两天 在城中并没有见到其他情愧 进出红楼清管的人 也没有这种标注 想来普通画皮 没有制造情愧的能力 只有少数强大的画皮 拥有这种迷惑操控的能力 周元你在何处 为何不敢见我 别拉我 我等他 给我一个交代 给曼宁一个交代 周元真不擅长和这种人打交道 更擅长挖个坑 让其永远平静 不过 王黎虽然挺隔音人的 但罪不至死 因此 周元并没理会这个 痴痴怨怨怨的家伙 转身走向了春荣坊 路上他又进入了两家清管 找了位八级画皮五姬 求证自己的伪装 果然 那位画皮五姬 也没能看出他的不同 反而说他体态不错 邀他晚上入室耍耍 欢场自艺 纵情享乐 这些画皮 比城中百姓过得还惬意 倒成了鬼乐人摔之境 一路走来 距离城东春荣坊越来越近 附近的画皮密度 也多了不少 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之前周元与蔡成前来治理鬼幻时 此处的画皮密度 并不比其他地方高 是这地方本来就多 之前隐藏起来了 还是特意在此聚集 有失谋划 周元顺着画皮流动的方向走动 发现那些画皮 途经十五级画皮曼宁府抵时 并没停留 而是继续向前行去 再往方式内部走 周边的建筑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气派 各色行人逐渐减少 各府的仆役丫鬟逐渐增多 直到走到一处小桥流水处 画皮们才进入一处幽静别院 周元看得清楚 那别院是一座小型庙宇 正对春荣芳背靠街市的方向 那画皮愣着坐肾 快进去现夜 不想要月凤了 诶 这就来 一个画皮老汉经过周元身边时 还拉扯他两下 让他赶快进入庙宇 周元进入其中后 发现此处是一座防神庙 相当于乡间村镇的土地庙 神虽小 庙也不大 但那防神的雕像十分精致 宛若一位栩栩如生的和蔼老人 从街市方向进来 上乡的百姓不少 有的甚至还往香火匣中 塞入几枚铜钱 周元抬头仔细一看 那神像之上 竟然存在身份信息 防神之皮 香客们燃香供奉 画皮们现夜供养 漆黑的基因叶 自画皮眼眶低落 十级画皮妙柱 伸手接住 将其涂抹在神像背面 献出基因叶的画皮 会获得五串铜钱 看大小长度 应该有五百钱左右 这情况 看得周元头皮发麻 画皮们给防神蒙上皮不奇怪 奇怪的是 那张皮上真的有 防神之名 这些画皮到底在搞什么 那防神之皮是他们做的 还是名副其实的东西 画皮们的谋划 超出了周元的想象 他不认为 画皮们会 无缘无故供养一张皮 这张皮 一定有些神意 想要验证真相也不难 这东西 类似暴落物 一样有名称介绍 大概率能收入物品栏之中 只要进了周元的物品栏 查看一番物品介绍 自然能了解 其中的隐秘 他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反正 他披着画皮 无赖道具 画皮们也认不出他 哪里会怕他们追杀 他学着香客的样子 点燃几根檀香 恭敬鞠躬朝拜 趁走进上香之时 偷偷摸了防神像一下 丁 获得道具 防神之皮 拿到东西后 周元顾不得观看物品信息 转身就走 贡相的百姓 倒是没发现什么 仅仅感觉 防神老爷 僵硬了一些 没了那种栩栩如生的错觉 正在防神像背后 涂抹金叶的 十级画皮妙柱 却感觉到异常 他看着 突然一变的防神 非常疑惑 我那么大一张 防神之皮 去哪了 青天白日的 怎么瞬间 不翼而飞了 糟贼了 糟贼了 有人偷走了 防神老爷的金带 十级画皮妙柱 虽然惊慌 但并没有失智 仅仅说出了代称 没有喊出 防神之皮 这种恐怖的名称 什么人连防神的金带都偷 事风日下 也不怕防神老爷怪罪 哪来的毛贼 敢在我们眼皮子 底下偷东西 若抓到他 非打断手脚 提到防神老爷面前 赎罪不可 诶 金带不是还在 防神老爷身上吗 妙柱会不会是看错了 乡客们虽然生气 有人亵渎防神老爷 但也没有太过当回事 这年头 城中泼皮无赖不少 起而爬手也多 谁穷得很的了 保不齐来防神庙 打点秋风 只是没想到 这次的盗贼如此大胆 竟然连防神老爷身上的物件都偷 真真是胆大包天 不同于乡客们的气氛 十级画皮妙柱 与庙中的画皮 则非常恐慌 出大事了 丢了 防神之皮 母亲怕不是要扒了他们的皮 更关键的是 他们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更别说 锁定偷盗之人了 造孽啊 能无声无息地瞬间取悟 偷点什么不好 为何偏偏盼盯上了那张皮 母亲正已情结命 若无防神之皮这个器物 又有什么东西 能成父亲的命格 道具 防神之皮 介绍 西世有神约防 小而善 为福德之士 亡顾灵化 生前好友 见其困于神龛 难与亲朋 故旧相会 最开奇观 取其皮 制成凡是衣裳 防得衣大喜过望 再入民间 一日寻游 见善性落水而亡 孤魂至烤于羊 忙大呼 入我衣衫蔽日 时过多年 防灵散 图流一 效果 神医无漏 碧灵溶血 可用基因液滋养 可以香火之气 修补损伤 使用后 可持续微量 回血回蓝 防神之皮的效果 非常强大 哪怕正常人 没有属性面板 无法享受 持续回血回蓝的待遇 景平描述的 碧灵溶血 效果 也是一件 珍贵的特殊灵物 更别说还有 神医无漏 的属性了 这东西估计 和画皮们的出处 有些关联 我怕 不是绝了它们的根 防神之皮的介绍 虽然不是什么阴谋诡计 而是平和温暖的小故事 但其中的信息含量 一点也不少 特别是那句 取其皮 置为衣 再入民间 这描述 与画皮们的情况 简直一模一样 只不过衣服的好坏不同 穿衣的阴灵亦不同 周元想得没错 他确实觉了画皮们的根 此刻 春戎房 郡香左辽罗府的温度 都降低了几度 所有仆人 包括画皮丫鬟 都战战兢兢 希望府中 主人不要将怒火 发泄到他们身上 罗君 是已至此 还是尽早 向母亲道名原委吧 否则 等母亲追责起来 我们都会被连累 我何尝不知此事 需要母亲抉择 但母亲近段时间 劫命之事不顺 早已星火暗生 我们此时 若禀告房神之一 无故失踪 只怕会被母亲 去皮灭魂 那当如何 此时禀告 我们尚有生机 若母亲 用起房神之衣时 我们再说丢失 怕是会食死无生 唉 终是躲不过的结束 我等秘境 妖魔暗影人间 想一世富贵 以是颇天大幸 母亲为何信 那人族方式之言 执意取纳罗心命格 天地授予必有其理 我等逆天而行 怎会不受到承见 俊相左辽罗应 在城中生活了二十余年 早就学了 儒生那套天人感应学说 思考方式 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他认为天地有序 顺应天意 才能于这方天地生存 否则早晚会被灭了灵质 驱回秘境 但他终究不是那位化皮鬼母 大多数时候 还是要听命行事 罗君此时说 这些还有何用 当趁方神之衣丢失不久 全程搜寻 若被贼人带出城去 即便以母亲之能 也再难追回神医 秘境妖魔不死无至 天地众生有致命伯 亦因亦阳莫过于此 也罢 我等做了念 享了福 结束若加身而至 再回去 做那无智妖魔便是 罗应一挥衣袖 带领众化皮文士 走向偏僻小院 那里居住的 不仅是他们的母亲 还是掌握他们生命的君王 称呼其母 只为多分亲情 并不能奢望真正的包容母爱 当 当 母亲安好 罗应求见 紧闭的房门自动打开 清丽妇人 正在为床榻上的青年 揉脚捶腿 且慢说 你们父亲刚睡下 我们去屋外说话 清丽妇人 小心翼翼放下青年的腿 又帮其盖好薄贝 才下床穿鞋 走向屋外 说吧 你们这么些人 一起来寻我 多半没什么好事 母亲赎罪 今日方神之一 当着妙柱 与一众护怨的面 突然间不翼而飞了 非我等怠慢 实在是防不胜防 妙柱上一刻 还在为神医擦拭基因液 下一刻神医 就无故失踪了 咔嚓 咔嚓 恐怖的声响 从清丽妇人处传出 她的双手紧握 面颊抖动 仿佛在极力忍耐 几个化皮文士跪在地上 一个清丽妇人怒目而逝 静 无比的安静 此时谁都不敢发出 一丁点声音 怕自己被恼怒的母亲 扒皮灭魂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清丽妇人才无奈地挥了挥手 唉 罢了 罢了 天命如此 非你等之错 去找辆车在我游城 我若有幸寻回神医你等有功 若寻不回 总该找个补救的法子 我等遵命 清丽妇人虽然说了 化皮文士无罪 但也说了需要补救的法子 化皮文士们不敢怠慢 责令仆仪拉来三架马车 准备亲自驱赶车马 伴母亲巡程 清丽妇人没有理会他们的殷勤 反身进入房内 扶上床榻 新郎 妾是想留你一命的 所以事事依你 原本打算娶你命格后 妾能重获新生 你也能披上方神之一 与我相伴 奈何神医一师 我这报恩之鬼演不下去了 怕是要露出本性 害你性命 你说 若你这秦阳入庙命格是假的 我借不到天地之力安身 那我这以秦化魁之术 是不是就用得亏了 没想到我这妖魔 也会信了方氏的命格之说 想贪心一步 顿出秘境束缚 求那灵智不失之法 这天地 既然容得了无智不死的妖魔 为何容不下有智永生的妖魔 清丽妇人抚摸了一下青年的脸庞 伸手将她抱起 她已经丢失了方神之一 不能再丢了罗星这个有命格的人了 如若不然 她也会失去目标 成为那些自意享乐 不问明天的贪欲化皮 新郎 你说 你怎么那么傻 明明看清了我的虚实 为何就不懂一个人子 是了 那方氏说得对 秦阳入命刚强果爵 好勇斗狠 哪里懂得忍让退缩 化皮鬼母至今还记得 她嫁入罗府后 为讨秦郎欢心 苦心故意地修改衣衫 没想到她的丈夫罗星 天生能看阴阳 发现有阴鬼附于诛案化皮后 提刀就要搏命 当真是一位汉勇之士 自那以后 鬼母便抛下了 出长情愫的迷恋 她换了罗星一家 找到人与方氏 来查看罗星的异常 一位方氏看出些端倪 以七正四余 梅花艺术相解 得出罗星有秦阳入庙命格 赎火金 北斗福星 能变阴阳 化皮鬼母因此接触到 方氏的命格学说 异命之法 起了为自己增加命格 存妖魔不死 故人知灵智的心思 母亲 车马已经备好了 请您一步 几个化皮文士恭敬居里 娇小的化皮鬼母抱着高寿青年 走出了房屋 方神之一为无师 却我师者自留乡 她跑不掉 化皮们终究不是靖安城真正的主人 即便他们动用手中的权力 开始封阶寻城了 却依然存在不少漏洞 周元看到方神之皮介绍的瞬间 便顿走东城门 离开了人鬼杂居的靖安城 她连车马都没带 仅凭满级剑步技能奔向军宝 途中她撤下了道具化皮无赖 恢复了自己的样貌 敢在傍晚前回到了军营 令她意外的是 军营已经全面戒严 即便是她这样的营中武官 也遭到了检查 请靖安都刺血验身 这刀板里滑下去也不痛 莫让兄弟们难做 周元接过外形精致的匕首一看 还是一件有信息编住的秘境宝兵 破血短刃 她依然在左小臂又大臂处 各划一刀流出了烟红的血液 身份验明 请靖安督入营 一位守门老族 用手抹过匕首上的血迹 放到口中品鉴一番后 才放周元入营 这感情好 把话皮们混入军营的路 彻底堵死了 靖安校尉果然知道些什么 靖安督周元何在 校尉大人有请 周元刚走进校尉府 准备向靖安校尉赴命削架 便看到校尉清兵在四处寻找他 周元在此 众兄弟引路便是 在一众清兵的引领下 周元再次进入了靖安校尉的政令堂 那冷面校尉端坐上尉 示意清兵也给周元搬张椅子 周元为何突然回营 可是在城中耍腻了 周元一看着架势就知道 靖安军在城中多半有密探 不然堂堂一军校尉 没必要和他聊城中所事 因此 他决定拿出些干货 看看靖安校尉想听些什么 丙校尉 袁入城三日以来 连遇议事 不敢再留 所以出城回营 寻校尉大人禀报 适何意识 说来听听 丙校尉 袁入城第一天闲逛无事 第二日出军司马府遭无赖巡事 碎影其入暗象 打算教训一顿了事 不想那些无赖非人为邪 原以刀破棋皮 未见血肉 杀之得碎皮四张 第三日 原本想立即回营禀告一场 君司马蔡成家中又出怨鬼 不得不帮 君司马以显灵夜助我开眼 见三鬼拉扯骇人 我等以凶煞之血驱之 救下张府曼宁小姐 帮帮帮 靖安校尉用食指不断敲击桌案 直到听完周元的汇报 冰冷的脸上才挤出一丝笑容 句句属实 不愧是忠勇之事 未曾骗我 周元 你不要认为 营中在监视你 而是周府密探 一直隐于靖安城 你隐无赖入暗象之事 他们看到了 你入张府 处理鬼幻之事 他们也看到了 此非监视你这心境无关 而是观察君司马府 城中鬼物 善隐民间 君司马府蔡成 与我关系匪浅 鬼物必然会监视他 密探也通过 观察他挖掘鬼物 靖安城的鬼幻 不是短期塑成的 而是今年累月的扩充 他们前期 或许隐藏得很好 但随着基数的增多 总会露出些马脚 事实上 靖安校尉 与周府上官 已经盯上了他们 只是暂时没有打击 还在锁定排查阶段 校尉大人 城中鬼物抱团而行 恐怕数量 已经不少了 为何不条派士族 入城排查 斩尽隐藏的鬼物 周元 城中鬼物 极善隐藏 实在难以排查 用放血验伸之法逼迫 是下下侧 逼得太狠不留活路 他们反而会掀起 更大的祸患 现在 他们还处于藏的阶段 只要躲藏 就会畏手畏脚 约束自己 所造成的伤害 也会有限 原来如此 多谢校尉大人解惑 对了 校尉大人 君司马蔡成 赠我五级三才庄 云 有信武德记中记载的三才印 两次制退鬼物 多是此印立功 但我使用几次后 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身体乏累 不知是何缘故 既然城中 真有周府的密探 周元也不再藏着掖着 直接把三才印 这种靠悟的武技 摆出了台面 否则 很难说 轻一个武夫 为何能轻松逼退鬼物 自身还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势 亏你说了 不然我这平易气高 还不知如何开口相送 听闻周元的询问 静安校尉 僵硬的假校 终于退去 多了点真诚的意味 他从专案下 扒出一瓶药膏 随手丢给周元 看来是 早就准备好了 若周元不说出隐情 不仅不会得到药膏 还会失去静安校尉的信任 周元 你们神必悬甲之属血战 供养于我 为我护道袍泽 亲卫弟兄 你们有什么事 皆可向我直言 若藏着不说 我也不会多问 自我受你关身的那一刻 你就应该明白 我不仅是你的上官 也是你的依靠 咱们静安军 虽算不得上下一体 但兜博以上 也算荣辱与共 你受辱受伤 营中不会不管 营中有命 朝廷有令 你我也无须抱怨 持弓提剑 杀敌即可 那三才印以后 少用 其以神印 气血为基 用多了难免气血亏空 回去后 一气高早中晚 各服一勺 连用三天 足以自不你流失的气血 周元攥着 有信息介绍的一气高 不由感叹 静安校尉豪气 这就是有势力的好处吗 这就是静安校尉 团结五官的手段吗 真是当死士在养啊 三才装引神 敢气这两官 不知难倒了多少军中汉将 不想竟被你炼成了 且力印宁气 让我看看 你的三才印有几成火候 周元文言也不推辞 力掌结印给了印木 以重重一击 碰 木屑纷飞 坚固的军中 木椅被拍得碎裂多快 巨大的力道 甚至震的碎木爆炸四散 静安校尉 看到周元 瞬间聚气凝立 轻松拍散木椅 多少有些不可置信 你这印是怎么练的 怎能随心而发 无需酝酿宁气 三才印不都这样吗 五级图谱中 不是记载 以神引气吗 自然待随心而动 心智气达 真没想到 你还是有炼气天赋 莫要自满 好生习武 待朝廷开领考核之日 你这份天资 或许能换个回报 元 多谢校尉大人教导 直到周元离开后 静安校尉 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天下阴才和其多 不想乡野之间 也能出交龙 还好他是我的人 有这份情意在 落选为吴猛事 得选为吴助理 周元回到军宝避难 可苦了静安城中的话皮 他们无端接到 戒严寻接令 开始细心留意身边 所有的可疑对象 但静安城 毕竟是郡署所在 每天来往的商贩 线署的差役 求学的书生 卖艺的江湖汉等等 简直是若译不决 想在这些人中 寻找一个可疑目标 简直是太难了 更别说话皮们 还不能彻底封锁郡城寺门 可来自话皮鬼母 与话皮文师的高压 又让话皮们 没办法置身事外 因此 静安城中的气氛 逐渐变得怪了起来 无赖巡逻 贵妇游街 巫女踏青 甚至郡署左官 都一改常态 深入各个方式 体察民情 俗话说得好 临危不乱 大事乃成 一动不如一进 在话皮们 一反常态的乱来下 周府的密探 顺着几个可疑目标 锁定了几个城中势力 与部分人群 禁告将军 城中商贩 巫女 地痞 一失 皆有异常 郡署差役 左官 亦有不端 详继左官名录于此 差役者无算 往清退重选 红叶十三年 七月十二日 静安校尉 接到了周府密探的密信 看着那一串 长长的左官名单 静安校尉非常满意 不管其中 有没有冤枉的 就凭名单上的左官 能被话皮鬼物操控 他们的官吏生涯 就到头了 这份名单 对静安校尉来说 不仅是随时 能够变现的功绩 还是朝廷需要的 诗恩机会 只要抓了这批 郡署左官 清退那些基层差役 多出的位置 自然能吸纳一批 新的有志青年 至于被连累者 会不会心生不满 那从不是朝廷 会考虑的问题 大魏是无者统军 蜀军兼政的国家 朝堂诸官 只会在军宝驻军问题上 稍显温和 对于普通官吏 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好 不愧是周府密探 效率就是高 只要清退了这些 奸诈鬼物 静安郡说不得 能开一次文士 林选左官 负责百姓 静安校尉正感叹周府密探优异 他的随行亲卫 又送来一份密报 禀校尉 城中鬼物活动异常 乃至赶封皆寻成 我等细查数日 所定嫌疑者遍布诸夜 其中以红楼清管为罪 郡署官吏为辅 此二者之间 由城中帮派 要堂作为联络 贼寇士大已成组织 请校尉大人定夺 这封密报型的是 加密文书 为静安郡自己的 军中密探所致 静安校尉看完军中密报 正思虑该如何处理 没想到 郡署也发来了一封密函 其上介绍的情况 与前两份密信 完全不同 由郡相所写 言官吏自行 主官难述 孔行令差吏有益 请静安校尉统军入城戒严 好啊 我看你们是不想藏了 以为有能耐自治静安了 传我将令 都郡 蜀诸献武者入营 命武威 射生 萧綦三营士卒 整军备战 令军中士族许静不许出 浅快骑入州府 请淮州都督调派援军 急报朝廷鬼幻诸险 不思藏隐 野心滋生妄图郡城 陈静安校尉将人一兜阵法行命 入城镇鬼幻气焰 张朝廷威严 一道将令 急速传遍军中三营 郑族战兵 纷纷整卸备战 辅兵率先集结 准备随军运送物资 整座军保在周园面前 快速运转了起来 这台战争机器正在进行预热 距离发动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校尉将令 开军备库 取补气灵物 以资株献武者 取秘境宝器 装备军中汉勇 忙碌传令的校尉清兵 整军集结的各位武官 一口口不断进出军备库的特制木箱 让周园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话皮们只怕是心乱失误了 他们过分的行为 让静安校尉以为他们要来真的 关键是 静安校尉比他们更狠 势力更大 他一当真 事情便直线升温了 神币都博周园何在 周园在此 可有将令 校尉将令 周园暂都神币队 领密进宝宫三柄 阵邪剑六十 血煞剑三百 显灵夜二十 捉队中汉勇二十 配剑持药 素卫射生 周园领命 集图士族备战 静安军不是一个独立的军阀 而是大卫朝廷下的一支驻军 他们营地出产的灵物 虽然不富裕 但朝廷并不会不管不问 在周园领命都宾的时刻 静安城中的蔡城 还在安享家中温馨 这一刻 他这个军司马 突然就变得不重要了 在严格的将领面前 谁都不会向他泄露任何消息 可即便如此 城中的画皮们 还是感觉到了异常 这种异常 并非是他们有能力 排查往返郡中各县的人员 或者在军营留有探子 而是因为封街巡城 进行得太过顺利了 郡署上官仅仅提点几句后 便默认了他们的行为 一连几天的巡城 重新恢复了理智 母亲 因房神之一遗失 我们调遣了太多的同族探查 其中有忧有烈 难免暴露一些问题 城中密探应该不少 他们恐怕会将城中情况 加以整理分析汇报上官 母亲 我们此举不服城中官吏所为 做得过了 怕是会被当作挑衅宣战 画皮文士们 看着繁荣热闹的静安城 感觉人类的冰封 可能要按耐不住了 他们能享尽欢乐的前提 是向人 学着人的行为 引入城中 一旦暴露 朝廷绝对不会 允许他们留在城中 能否暂回秘境安歇 等过段时间 再潜入城中布置 不行 不可 两个反对的声音 一个来自郡署左辽罗应 一个来自画皮鬼母 城中密探不知反解 我们亦不知己人暴露 若我们回朝躲灾 多半会被密探发现 密经未知 如此一来 我们被剿灭后 将再无辱是机会 罗应说得对 必今日之灾 定会疑惑未来 那金安校尉再厉害 也不能吐露城中百姓 左右让他杀些暴露的鬼物复命 等他一撤 这座城 还是我们的 母亲英明 我等请求暂停 封街巡城 让同族 再次引入民间 画皮鬼母 摇了摇头 她抚摸了一下怀中的高寿青年 悠悠叹道 再过三日 就是中元节了 鬼门大开之日 也是我一命之时 让他们 去吸引金安校尉的注意吧 我将他们带入人间 想多年欢乐 总该有些偿还 七月半 王仁杰 于兰盆 生人祭 焚指定 四王魂 放河灯 祭思念 大魏红叶十三年 七月十二日 金安校尉将任 下达备战军令 仅过两日 便集合各县武者十三名 至七月十五日 中元节当天 金安校尉 没有等待周府的援军 统兵三千 进发了金安城 军中有五位迎兵五百 射生迎兵三百 萧綦迎兵三百 左兵一千八 神必悬甲之属百渝 周元看着手中的秘境宝器 感觉接下来会有一场大战了 武器 射虎弓 介绍 门前绑出雕虫技 坐上腰来射虎人 灯迷一灯虎 解谜为射虎 效果 公开五弹 六百斤 锁定目标后 附带破影效果 剑之所终者 将遭受一次破影判定 柱 目标血量越少 等级越低 破影效果越强 武器 阵邪剑 介绍 才为养命之源 邪为害命之源 阵邪避凶 消灾解难 效果 阵邪趋腰 铲除王两 净化气场 可直接攻击阴灵类生物 对邪灵类生物 造成额外伤害 射虎弓 加上阵邪剑的组合 非常克制画皮鬼物 静安军的库房中 竟有此类针对性极强的武器 证明静安校尉 早就做好了清理鬼物的准备 之前周府与军中密谈 锁定的嫌疑对象有限 静安校尉还能忍耐 但这次画皮鬼物封阶巡城 架空上官的行为 已经超出了静安校尉的忍耐极限 他担心再不行动 画皮鬼会利用正令手段 大范围替换城中百姓 今日便是中元节 鬼门大开 亡魂归乡的日子 无论城中鬼物 为何突然犹暗转名 今天必是他们猖獗之日 其实 静安校尉将任 最担心的还不是城中鬼患 而是担心鬼患 与中元节这个特殊的时间 相互结合 魏都镇法书中记载 中元者因鬼之节 七月半至 因鬼得托秘境而出 也就说 在中元节这天 秘境会暂时失去 对秘境的束缚 秘境因鬼 能够自由进入人间 往常静安城 从未发生过因鬼之灾 但这次城中鬼患的异动 加上中元节的逼近 由不得静安校尉不重视 因此 他不仅召集了 各属县的武者 还向州府淮州 都督发去了求援书 也就淮州府援军卫道 否则将任不借一兵为郡城 强势打断中元节 与城中鬼患的联系 令 静安都周援持军旗 统青旗一百 控制城门 迎中军入内 诺 周援作为能使用三才印 有类似武者能力的军中武官 确实适合作为中军前锋 他收到命令后 策马入萧綦营 找营中都未点了百余青旗 直扑进安城而去 登 当及时的青旗兵 抵达郡城附近时 守城的卫兵 才发现异常 指望这些维护治安 巡逻守门的卫兵 做出快速反应 是不现实的 慌乱的人群 赶忙让开关道 惊慌的卫兵 驱赶着城门到内外的百姓 想要关闭城门 搜 搜 两击重箭射穿了 卫兵手中的城门栓 吓得他们一下 将手中的硬木门 栓抛到了地上 静安校未有令 开城南大门 迎中军入城 其余三门正常出入 编造谎言 引发恐慌 趁机作乱者接斩 那蠢才 看看这是什么企业 你要将咱们静安 军关在城外吗 周元虽然连开两件 阻止城卫兵关闭城门 但嘴上还是公事公办的 随行的轻骑就不行了 张嘴就骂 训得守城卫兵 一愣一愣的 将军莫诺 都是自家弟兄 我们这不是 没收到郡署命令吗 看到骑兵奔腾 怎能不怕 城门都一看 是自己人 芒扶正 皮夹铁皱跑出来解释 希望这些战兵 军令在此 速速通报郡守郡相 静安军奉命入城守备 周元将手中 写满红色字迹的黑色令牌 抛给了城门都 好让他去禀告上官 避免私自放行 被军阀处置 好嘞 将军稍等 我这就去巡我们驱多 一场闹剧过后 南城门附近的百姓 也镇定了下来 对他们来说 既然来的是静安军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因为城中不少百姓家的汉子 也在静安军中笑命 四舍五路一下 静安军其实是静安百姓的自己人 只不过一方持续训练 一方忙碌生机罢了 特别是军中五官 都会在城中购置宅院 娶妻生子 此举大大增加了城中百姓的认同感 因此 等中军步兵与左兵抵达时 一些百姓还赶上去说上两句话 熟悉流程的五官 立刻组织左兵护卫官道 让中军战兵优先进入城中 周元 城中可有异常 丙校尉 城中无势 原本寻接的地痞无赖 一见骑兵入城 便自行散去了 还知道躲 看来情况并没有完全失控 静安校尉打马入了城中 先见过郡守郡乡后 便派兵接管了城中四门 换防的士兵依然遵循许进许出的原则 并不在一城中鬼物会趁机逃跑 静安校尉要的是 中元节这天别出大乱子 鬼物若是出城离开 便正对了他的心思 静安军从上午开始入城 下午各营士族才完成守备替换 紧接着 静安校尉将任分发八支小队 由各县武者率领 执行鬼物捕杀令 周元由于拥有类似武者的技能 也被授予五名神匕首 二十名悬甲士 五十名左兵 执行致退任务 黑虎帮 看来城中密探 多关注势力 而非个人 周元领导的军令 是审查黑虎帮 文书中 没有详细的人名 只是记载黑虎帮众多有异常 当禁术抓捕 刺血验身 整个抓捕行动 集中在城中各个方式的中小形势力 并没有波及到 隐于百姓人家的画皮 和郡署官吏画皮 校外 不详查吗 无官吏配合 鬼物不可能进行封阶寻程 无法详查 捣毁其中层即可 上层重力扇臂 下层怕是扇躲 只敲打其中层 能让他们投鼠忌气 无法集中力量反抗 周元 诸献武者 自由法度 你年轻气盛 不要乱来 负罪之人 交于左兵击补即可 莫要趁机杀戮 否则血流成河之时 我们这些镇压之兵 也会成为百姓眼中的试杀恶鬼 若到最后 我们做的 还不如一群画皮好 反倒不如不进城了 元的令 指诸反抗逃跑者 击捕听命投降者 搜 搜 搜 及时的剑枝 锁定一只指画皮鬼物 射虎宫与阵斜剑的组合 轻易洞穿了七皮囊 钉死了英灵 钉 击杀七级画皮无赖武 经验加350 静安军令 彻查黑虎帮 反抗逃跑者杀无射 俯首待将者 击捕审查 周元开了六件 击毙五名 想要反抗的画皮鬼 射穿一名 打算逃跑的黑虎帮头目 由于他用的秘境宝宫 射虎 有五弹之力 不仅射爆了画皮鬼 还在黑虎帮头目的胸膛上 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如此惨烈的场景 吓傻了所有的黑虎帮众 剩余两个没有反抗的画皮无赖 更是连逃跑的心思都没了 城中鬼物肆虐 无人血肉 唯有空皮一掌 你等自行刺血验身 逼出隐匿鬼物 受到惊吓的黑虎帮众一听 是要刺血验身 纷纷抽出匕首 刀具划破自己的手臂 并指着流血的伤口 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将军 我会流血 我是人啊 将军 俺会流血 俺哥 还在银中笑命 俺们一家 绝对都是人 将军 那两个狗东西 不敢划破手臂 他们绝对是鬼物 可要我们兄弟 帮忙抓捕 黑虎帮众没少打架斗殴 对他们来说 划破一道伤口 就能证明身份 简直不要太划算 因此 他们看到两个 不敢划破手臂的划皮无赖后 先是下意识恐慌躲避 但一想几方这么多人 精锐假释 也立顿持刃 又萌生了欺软怕硬的念头 主动将两个划皮鬼物包围了起来 好啊 牛二 大头 咱就说 你们几个 为啥有一张好皮 不见伤口 原来 你们是些阿杂鬼物 说害了多少人 才换来这张皮 哈哈 五老六 若不是冠军在此 我这会儿 就包了你的皮 我们鹰鬼害人天经地义 你这狗东西 看着是人 手段比我们这些鹰鬼还 呃 要我说你才是真正的恶鬼 被包围的两个划皮 无赖激进崩溃 其中一个站出来 反击黑虎帮头 目五老六 一个吓得跪地讨饶 搜 搜 三只重剑分别射向两只划皮无赖 与狐甲虎威的五老六 阵邪剑洞穿皮囊 击碎鹰鬼 普通破甲剑 命中五老六脑袋 瞬间击烂了他的小半脑壳 剑飞一片红白 这惨烈的死法 使黑虎帮众异常恐惧 他们中一部分 控制着颤抖的身躯 低下头颅 不敢易动 一部分心中恼怒 还想质问一句 可看到一众军事冰冷的目光后 再次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这群兵兵杀 才是来杀鬼的 但谁是鬼物 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 接下来 静安兜周园兵为黑虎帮 除化皮鹰鬼七只 杀血肉 恶鬼五只 我刚才杀了两个 还剩三个名额 待会儿那个不听话 你们就拖出来凑数 诺 手持宝弓 似笑非笑的周园 一开口 就让黑虎帮重如坠兵枯 坏事了 来的是真正的杀财 惹怒了他 怕不是血肉恶鬼的名额 还能再翻个呗 豆博 人太多了 要不杀一半吧 回去 有个交代就行 攻伐秘境的血战悬甲 不愧是真正的凶悍之辈 开口就要弄死一半 这句话一出 可真要把黑虎帮重吓死了 这哪里是杀财兵丁 分明是一群是杀凶兵 将军恕罪 我们关顺得很 我们自己绑自己 您派个兵带我们去啊 我们就去啊 莫要望动刀剑 求将军留我们一条命 我们能干活 有的是力气 能去营中卖力笑命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拖了衣衫自负双手 否则就等着 做血肉恶鬼吧 恶人中虚恶人魔 在军中汗勇的压迫下 黑虎帮重变得无比自觉 恨不得齐齐败斗 显示自己的顺从 再看看吧 我答应校尉大人 不乱杀戮 若是听命就带着 不听命再杀不止 得 都不说什么 就是什么 咱们等机会便是 周元带领神币悬甲士族 整队前往下一个目标 50名左兵身着皮甲 手持利刃 驱赶着 自负双手的黑虎帮重 方氏那胆大的汉子 打开窗户 看着被抓捕的泼皮无赖 狠狠地催了一口 大官 都抓走了 就别放回来了 这群恼火坏得很 成天袭扰百姓 成 我禀告上官 请他们去顶摇印 那感情好 送他们去挖几年运河 回来就老实了 黑虎帮重太过不得人心 周元一路走来 遇到好些方式百姓诉苦 这样一来 确实不能放回去了 免得他们回去后 再行报复 黑虎帮重听到 街坊邻居的控诉 心中想放些狠话 嘴上又不敢说 最终只能垂头丧气地 被押送离开 提前结束了 自意妄为的混乱岁月 一行人走了一段路程 出了坊间进入街市 街上的百姓 看到这群铁甲汉族后 赶忙跑到街道 两边让开去路 兵围绣招楼 茶饮逆鬼物 周元一声令下 四十名左兵快速 围住绣招楼前后门窗 悬甲士卒 立一顿向内推进 大爷 将军 这是怎么了 我们绣招楼做的事正经生意 有属牙文蝶的 静安军令 鬼物包皮换身 残害百姓 所有可疑目标 皆要刺血验身 你既然第一个迎上来 就由你开始吧 周元看着面前的十级画皮花娘 这不是巧了吗 既然撞上来 哪还能让你走脱 将军 说笑了 我们这都是 娇滴滴的姑娘 哪受到了刀剑之痛 再说坏了皮相 也会影响杭生 将军不若 请兄弟进去歇歇 用些妙法艳名正身 妾也有几分本事 将军可要亲自试试 画皮花娘不经意间 吞下身上的外罩 露出慷慨饱满的大胸之物 凑着那份细腻雪白 就要往周元身上挤 周元随手从剑囊中 捞出一只正斜剑 另一只手准备力掌截三才艺 匕首刺血 还是刀剑加身 总要选一个的 但你不同 从一进这门 我就感觉你不一般 你多办 要刀剑加身了 画皮花娘一看周元 不仅不吃她的柔软之物 反而警惕地抽出了剑枝 便知这一次躲不过去了 遂心中发狠 从群腰中取出匕首 便往周元身上靠 狗关去死 碰 暴动的三才艺 打破了画皮花娘的皮囊 震邪剑紧随其后 将阴灵狠狠定在了地板上 周元抬手又接了两记三才艺 才彻底清空画皮花娘的血条 丁 击杀十级画皮花娘 经验加一百 袖招楼有益 严查楼内所有人 清白者莫荒 阴鬼者来战 袖招楼内的画皮鬼物 等级不一 有五级画皮娇娘 六级画皮轻奴 八级画皮五级等种类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战斗意志低下 自获得灵智 披上画皮后 他们一直在纵情享乐 除了机械的战斗本能外 并没有相应的战斗经验 与战斗意志 因此 他们看到披甲池瑞的汉族时 除了吵吵闹闹 撒泼打滚外 谨慎的心思就是逃了 砰 砰 砰 在周园登上二楼命令姑娘们 下楼刺血验身时 隐藏的画皮们 一个个推开门窗 从二楼跳了下去 街上围观的百姓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一群假兵入楼 没过一会儿 便有多位身着清凉的女子 跳楼而逃 那一片白花花 挺瞧瞧 软绵绵之物的晃荡 让围观的百姓大呼 过瘾刺激 救命啊 官兵杀人啊 狼军救我 那些假兵疯了 要将我们全都杀掉 速静 静安军入城 治理鬼患 大家小心 这些逃跑的家伙 定然是恶鬼 莫被迷了心智 丢了性命 校尉军令 逃跑者杀无赦 扰乱军阵者 重罪可诛 一边是柔弱憨态的娇娘哭诉 一边是持谢左兵的威胁 围观百姓一时间分不清 谁是好坏 但胸脯四两 白腻软肉 总比左兵手中的刀盾 显得娇美 也更值得同情 几个汉子 当即就要跳出来说句公道话 却被身边的人死死抓住 你疯了 校尉军令都出来了 你当静安军 不敢斩杀你 能斩我又如何 就算他们军令再深 也不能如此放肆 有被拉住的 就有没被拉住的 几个热血上头的汉子 刚喊上几嗓子 寻求自己的公道 便被更放肆的是 吓得浑身筛糠 面如土色 只见身处二楼的将官 与五名弓手开弓搭建 对着逃跑的柔白娇娘们 便是一阵剑语急吃 崩 崩 崩 被周元射虎弓 震邪剑命中的画皮 瞬间爆炸 阴灵四散 成了一地尘埃 被神秘手写煞剑射中的画皮 仿佛破了洞的气球般 边移动边漏气 没跑几步硕大的挺翘浑原 便成了软塌塌的褶皱 鬼啊 真的有鬼 他们还披着人皮 那几个跳出来的家伙 是不是同伙 抓住他们雁鸣正身 将军好神社 快快开公主鬼 若他们逃了 晚上谁还敢出门啊 周元登楼前 便与五位神秘手 用了显灵液体 也就有了看到 阴灵鬼物的充足借口 因此 他自开工后 就没停过 直到将跳楼的画皮娇娘 全部射杀 才垂下开工的手臂 给那几个叫嚣者 刺血验身 看看是他们是鬼迷心窍 还是阴鬼画皮 诺 清点 清点 我怕疼 军爷我有险 我是人 我刚才就是犯傻了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直到被左兵 按在地上刺血验身 叫嚣者才明白 什么是军法如山 物理意义上的如山 剑状低士族 两人一组 将他们牢牢镇压 容不得任何反抗 哈哈 就该如此 张张嘴 就以为你等是正义之士 我等是放肆兵足 你等这份公道 未免来得太过随心了吧 二楼的悬甲士 看到此景非常简气 也就他们 在二楼查验鬼物 不在楼下 若他们刚才立于街道 可不会有左兵 那么好说话 即便不动刀 也会用盾牌拍上去 好了 二楼鬼物已清 去一楼查验吧 其实一楼的姑娘中 并没有画皮鬼物 但刺血验身的流程 还是要走的 不然他们自己 也无法自证清白 周元将验查之事 交给玄甲士负责后 便走出绣招楼 一边回收剑枝 一边拾取包落物 此番战斗 共获得基因业五份 道具画皮五基 画皮娇娘各一份 加上之前画皮无赖 与画皮花娘的贡献 她手中 已经有了十二份基因业 围观的百姓 看到周元这五官下楼回收剑枝 立刻意识到 这些能射杀阴鬼的剑枝 是好东西 可周边的左兵虎视眈眈 使他们不敢乱来 只能心中哀叹错失好物 俺家大郎也在营中效力 还是五位营战兵 不知能不能让他 求来一只猪鬼剑 供于家中镇宅 想什么呢 营中五官跑出来 亲自回收剑枝 那就代表五官 自己都不够用 哪能给你家大郎用 那可不一定 剑总有用坏的时候 咱不要好的 坏的也成 围观的百姓 纯粹是想多了 血煞剑到了神秘手囊中 根本不可能外流 周元手中更好的阵邪剑 也被下属的神秘手盯上了 入城前便答应剑枝损坏后 交由他们修补使用 都不 这两只看着不成了 均给我们吧 拿去 剑身军裂 剑头还好 但灵气估计已经散了 散了就散了 这剑头好啊 比破假剑都好 回去修补一番 照样堪用 周元将破损的剑枝 交给神秘手后 再次登上花楼 遥望春戎房的方向 画皮们表现得太不正常了 他们明明有群体管理能力 却放任下属各自为战 乃至被靖安军定点拔除 即便正面作战 打不赢有武者 支援的靖安军 也该集中力量 尽力一搏吧 但他们好像放弃了挣扎 任由靖安军 清理中层联络单位 如此一来 上层的画皮管理 该如何精细掌控 引入民间的画皮百姓 靠下层的忠诚自觉吗 他们分得太散了 这样下去 仅能耽误我们一些时间 造不成多少实际损伤 七月半 中元节 这日子太特殊了 或许他们就是在拖延时间 以各自为战降低我们的警惕性 行动进行得太过顺利 有好处也有坏处 现在各线舞者 已经侵蚀画皮们的实力了 认为他们 不过是一些脆弱的英灵 这是画皮们想要的结果 或者说是画皮鬼母想要的结果 此时 春戎方 俊向左辽罗府内的僻静小院 画皮曼宁 画皮文士 画皮武士 等不同种类的画皮 汇聚一堂 母亲 属下们快撑不住了 街上假兵横行 以刺血验身之法 将他们一个个逼出斩杀 那哀嚎声听的 我等心碎欲裂 求母亲下令反击吧 即便我等战死 也比被随意扑杀强得多 再等等 天马上就要黑了 中元夜鬼门开 飞王生人没进来 傍晚时分 静安君放弃了小队捕杀模式 重新集结了起来 当然集结的重点 是属现武者 与神币悬甲这些精锐 其他迎兵只是附带 真打起来 起不了多少作用 静安校尉 之所以重新启用 成卫部曲换防 是为了防止画皮鬼物 报复他的迎兵 至于再次换防的成卫部曲 会不会被鬼物袭击 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静安君与成卫 终究是两个体系 他这个上官 只会尽力保全自己低势族 或有鬼物隐秘的 成卫部曲得不到他的重视 成卫君的取都也不是傻子 他看了一下午 精兵汉将如何扑杀鬼物 哪会不明白夜晚的危险性 遭温的静安君 简直不把我们成卫当人看 他们惹怒了城中鬼物 反而叫我们职业 告诉下面的弟兄 今晚巡逻 装装样子就行 四门直兵夜间 不要出城门搬房 取多 这样不好吧 那静安校尉 不是好惹的主 咱们趁机偷奸甩滑 怕是会被他记掌 若天一亮 他一纸文书上交郡术 我们该如何交代 交代 都向他交代了 谁给我们一个交代 谁胆子大活够了 我绝不拦他 若想求平安 就老老实实地偷懒一次 他治不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只要能保住兄弟们的命 大不了老子 不坐着城卫取都了 若周元在此一定能发现 城卫取都头上不仅有血条 还有身份信息 十二级画皮武士 不过 就算他是个画皮 所作所为 也打着维护下属的旗号 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 他安抚完城卫武官后 快速返回了城东春戎房 郡香左辽罗府 罗军 果如你所言 那静安孝卫是个 有私心的主 现在城中四门 又回到了我们手中 出城路线无忧意 好 今晚我等且战且退 将静安军引出城去 让他们以为 我等出身的秘境 引于城外 而非城内 只要出了这城 茫茫四野 有他们找的 如此我们才算 真正安全 郡香左辽罗应 正与城卫驱都交流之际 一个画皮武士 匆匆赶来 罗军 重新集结的静安军 直扑春戎房而来 周边百姓 被他们低士族 引去了城西民房 莫慌 我就知道 他们入城不会 仅扫平一些帮派 花楼 郡属官吏 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让族人们接去着甲 城卫的铁甲虽然粗烈 但也比蚂蚁肉皮结实得多 另外多拿大盾弓枪 他们的猪鬼剑虽然厉害 但只要射不中我们 就没有多少效果 遵命 有城卫取都这只画皮在 城卫武库 早就被画皮们掌控 他们虽然无法利用城卫军 攻击静安军 但启用武备的能力 还是有的 曼宁 你为我等战力之掌 今晚就有你扮演母亲了 待母亲改一命格声 谢翻肉厚 我等的所有付出 都会得到回报 罗军何必多言 曼宁骗不过赐血验身之法 既无退路 与他们拼杀一场 又何妨 好 今日便让他们损些性命 使他们残胜立功 保我等安身立命之所不失 俊向左辽罗应 遥望僻尽小怨眼 希望母亲能够成功 否则他们的拼杀 就失去意义了 在画皮们这假备战之时 静安军也包围了春荣方 一场人与鬼的战争即将爆发 命三营将士 长枪覆血煞剑 结阵待命 令军中武官用显灵夜 充当士族之耳目 指挥士族攻击 捉左兵护卫附近百姓 入城西药武方 就地驻扎维护治安 诺 随着一道道军令下达 左兵有序撤离 留下了三营正族战兵 一千二百人 令悬甲之属 接用显灵夜 枪覆阵斜剑 巡查春荣方 命多伯周元 暂都神弊 登墙覆顶 伺机狙杀 英灵鬼物 诺 周元这边刚登上方式内的三层木楼 便看到一位身着大卫 制式悬袍的官员 在外围大呼响叫 若五五位赢的士族强行阻拦 他甚至要冲进军阵之中 江校尉 我是郡像王魂 我儿还在春荣方 我儿是人不是恶鬼 我今天下午亲自给他刺血验身的 你们一定不要杀他 此刻 郡像王魂异常崩溃 他们一家正常撤离春荣方时 儿子王黎突然叫嚷着 要去保护张曼宁 找机会偷偷跑了 他知道 让静安君区分画皮和常人 是在难为这些士族 他的儿子 若敢夜间出现在方式街道 多半会被当作画皮鬼物射杀 因此 他非常想见到静安校尉 求校尉 差遣属献武者 保他儿子一命 但在这种战争时刻 他的请求不可能得到满足 静安校尉 作为中军指挥 也不可能见他 最终 这位伤心欲绝的郡像 还是被左兵抬走了 他甚至没能见到任何一位军中武官 好在 五位迎兵 还是将他的请求 传递给了静安校尉 只不过没有得到冷面校尉 的任何回应 雷剧燕谷 向东南三克罗府投放火油箭支 军令下达后 射生银的士族 将附着油布的箭支点燃 对着罗府方向 便是一阵复火箭雨 五位迎的士兵 也手持多种萤火物 以小队突进模式 向罗府内部不断投掷 静安校尉此举 不仅是为了逼出罗府内的画皮鬼 还有创造稳定光源的意图 在一声声沉闷鼓声的作用下 火焰蔓延的能力被部分削弱 迅猛燃烧的能力被部分增幅 仅过了一刻钟 罗府内的木制建筑 就成了稳定的光源 充分燃烧的状态 使其产生的烟尘大大减少 杀 冲破官军的军阵 为白日枉死的同族报仇 一队 二队 三队 褪皮出零 以阴鬼之身 抢杀官军士族 让王里顶上去 只要静安军射杀了他 郡输与军宝 就会离心离德 他们再想入城就难了 五队身着铁甲的画皮 从各个府邸冲出 每队大约十几二十人左右 总数不到百人 但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 多对分散袭击不同的目标 还有三队鹰鬼 配合行动 刚一接触 就对五位营造成了一些损伤 静安校尉那边 赶忙投放八名属线武者入阵 稳住了受到冲击的军阵 但冲在最前面的秦魁王 离却死了 他一个二级怪 简直弱得可怜 被一位五位营兵 一枪刺穿了胸膛 在这种军阵对冲的时刻 别说是他了 五位营士族也会将他刺死 因此 秦魁王离注定得不到保护待遇 他只能成为 激化矛盾的一次性工具 周元这边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的死亡 正在全神贯注地 盯着鹰鬼小队开弓射箭 神必对速射英灵 清除无实体目标 搜 搜 搜 自带破影特效的射虎弓 迅疾震动 道道阵斜剑 疾风咒语般 命中英灵鬼雾 周元放弃了击杀打法 选用了牵制打法 无论被阵邪剑命中的鬼雾死不死 只要打出了破影效果 他就会更换新的目标 如此一来他 便成了战场杀神 被他盯上的目标 不死也非 仅仅开战没多久 他一人便开了二十攻 射杀英灵鬼雾十一 破影八支 一只十二级英灵 没有被一剑破影 被他补了一剑后 也显露了形态 罗军杀那射手 否则我等 难以发挥英灵优势 善 居高灵下 不是善类 十攻暗杀 毫无人意 我去除他 十二级英灵的呼喊 进一步击化了战局 数个隐藏的画皮武士 突然从各个宅院中闪出 冲向稳定阵线的县中舞者 俊向左辽罗应 锁定周园 及时而来 一道与血腥战场 格格不入的美好身影 也悠悠走上房间 他身着丝锦滑服 头戴碧翠不摇 面容似哀似怨 完美的体态 娇憨柔美 在火光的衬托下 犹如火中精灵 元郎 曼宁终究等不到你了 你且先行一步 等我包了这笑味的皮 为你制一件衣裳 也好成全我们之间的缘分 狂妄妖念 江某在此 且试试我这刀利否 画皮曼宁一出场 便吸引了战争士族的注意 还说着一些不知所谓的言语 要包了静安笑味的皮 这种极致的柔美 与极致的狂妄 十分矛盾 又透露着一丝 诡异的沙法之美 周围的战场 好似成了衬托 唯有鲜血与哀嚎中的瑰丽之花 才是战场核心 但这点手段 岂能魅惑得了静安笑味 他抽出秘境宝刀 调动自身灵气 显示出了气罐周身舞者的强悍 那外放的灵气 气焰自身 明亮的电光缠绕长刀 伴随着黄黄雷震 闪烁的刀光 仿佛要切割黑暗 蹦 画皮曼宁娇小的身躯 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手持一柄铁竹鞭 将静安笑味的攻击 引向身旁地面 但长刀携带的巨大力量 依然将画皮曼宁震退多步 爆裂的气焰电弧 还撕裂了他的手掌皮肤 露出漆黑流动的基因液 不过 画皮曼宁到底是15级精英怪 即便破了皮像也没有漏气 反而依旧娇寒饱满 你这笑味好不消失 元狼就快走了 你却让他看到我的丑态 讨打 画皮曼宁小看周远了 想把他这种 有大量血药蓝药补给的异类弄死 其实挺难的 在画皮曼宁与静安笑味战斗时 画皮罗应也在两个迟钝画皮的掩护下 接近了周远 静安都果然不是凡人 当时我们若直接杀了你 估计能少很多麻烦 怕是你们做不到 我这人其实挺能藏的 看着逼近的画皮罗应 周远收起了射虎弓 抽出了金刚战刀 这里是木楼三层 空间有限 杂物不少 难以拖开距离 随意开弓 哦 静安都尽还有其他手段 我看你这刀滑而不实 唯一凡物 你若想用这刀斩我 怕是多虑了 凡物钢铁未必斩不了鬼物 不若你来试试 好 我来一试 画皮罗应手中拿的是剑 身上披着半身铁甲 但这种配置保不住他的一身皮囊 实际防御面积有限 他的优势是高达13级的等级 还有多年锻炼出的精湛剑术 可那张人皮约束了他的力量 使他无法动用出撕裂画皮的劲道 只能像强悍的武士般正常战斗 当 当 刀剑不断撞击 敏捷力量体力皆高的画皮罗应 一开始便压制了周园 但周园比他更狠 仗着身上甲咒的防御面积大 只要不是要害目标就不防御 以伤换伤 无比凶悍 厮杀一阵后 画皮罗应看着自己被斩破的皮囊 还有身上多处伤口淌血的周园 无奈地叹了口气 是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如此汗勇 我这皮既然破了 阴灵就该褪皮而出了 让我送你最后一程 再用你的皮缝过我这一扇 你这鬼屋战斗经验不错 为何殖民一张人皮 早该脱皮来斩 你懂什么 你们天生有灵有肉 哪知这张皮的可贵 无这张皮 我等如何触碰人间 周园看起来受了些伤 但只是表象 他的血条 一直处于95%以上的健康状态 在他的血要没消耗完之前 他的血条 根本不可能被压下 破损的皮囊 失去了填充物 画皮罗印终于展现出了 阴鬼之身 那四隐四五的阴灵 扑向周园 企图直接杀死周园的灵魂 但迎接他的是一张 包裹着血色气焰的手掌 砰的一声之后 下一掌又紧随之 其后掌印连绵不绝 损弃肥肥血的三 财印在周园手中 成了普通攻击 那些消耗 还没有他补充得快 在周园打下第六印后 画皮罗印便被清空了血条 他甚至没来得及感受 视魂血焰的灼烧 便倒在了连续暴动的三财印之下 丁 击杀十三集画皮罗印 经验加二百 画皮罗印给的经验不算多 但却爆出了一个绿色光球 丁 获得道具画皮文式 鬼语明文 鬼闻咒 技能 鬼语明文 介绍 阴间之语 舔文水书 使用后获得识别明文的被动技能 等级越高 识别速度越快 技能 鬼闻咒 介绍 天灵归我心 九天坠人魂 掌手轮三春 千魂寻诗人 一种特殊的灵力密语 主要用于千魂寻诗 呼唤亡魂 效果 使用该技能 标注一个或多个目标 向其传递信息 锁定其位置 满级标注数量一百 周元看到 鬼闻咒 介绍的瞬间 便明白了 画皮们靠什么指挥管理 虽然 他不知道像画皮罗印这样的存在 有多少个 但他认为 这种特殊单位 应该不会多 我这是把画皮们的联络师杀了 他们的指挥系统 不会崩塌吧 周元想的没错 罗印这样的特殊的单位 确实不多 而且每个分管的内容也不同 在罗印被击杀后 战斗的画皮们 失去了下达撤退命令的上级 只能无奈地坚持战斗 罗军何在 不是说好要边战边撤 将靖安军引出城了吗 为何还不下达撤退指令 不知 或许罗军被无者锁定击杀了 我等需自行决断 走 且战且退 将他们引出城去 中原鬼门就快开了 莫让他们发现 英灵由拾取而出 画皮罗印被击杀后 并没有打乱画皮们的指挥系统 在多个画皮文师的指挥下 画皮们且战且退 拉开一定距离后 纷纷快速逃跑 留下断后的画皮 更是退皮而出 借助英灵的便利 脱离了靖安军的追击 他们想走 速追 最适合英鬼的拖战方式 其实不是出城 而是引入各个民方之中 但他们要让靖安军以为 他们已经被吓破的 不敢在滞留城中 要逃回鬼巢避难 因此 他们的撤退路线相当统一 仿佛城南大门之外 便是他们的巢穴 碰 支呀 城门拴住 被粗暴地丢下 沉重的大门 被四个画皮武士推开 此时 职业的城卫兵 躲在班房内 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头儿 真的不看看吗 若是盗匪趁夜开门偷到府库 那可是懈怠独职的大罪 要看你看 靖安军都和城中鬼物 打成什么样了 战鼓到现在都没停 哪个蠢贼敢在这时候生事 头儿说的对 咱们是管理盗匪治安的城卫 不是管理妖魔鬼物的舞者 他们打他们的 我们不添乱就好 城卫胆怯不敢阻拦 追击的靖安军 也没有难为他们 这并非因为靖安校尉和善 而是因为 他的目的是将鬼物驱逐出城去 并非将他们围困在城内 画皮鬼物 想要将靖安军引出城 靖安军想在中元节这天驱逐他们 免得他们趁机引发大乱 这两种想法 简直是不谋而合 自然生成了相互配合的场面 但这种默契 一到南城门便被打破了 萧綦营士族率先赶到 紧随其后的是 射生营士族 可他们接手在城门洞之下 完全没有出城憨战的意思 唯有靖安校尉与属县武者们追了出去 准备继续驱赶 并锁定画皮们的巢穴位置 数十个画皮出城后 跑了一段时间 才发现 武者们只是保持距离驱赶 靖安军则完全没了踪迹 曼宁 现在该如何是好 此时 画皮曼宁已经失去了大半皮囊 紧剩的皮肤 也被气焰电弧灼烧得发黑军裂 犹如一只黑夜 酷皮粘合的猙獰恶鬼 诺夫 占尽优势不敢追击 若母亲在此 定然将他们全都杀了 画皮曼宁不知道 为了防止 有隐藏的强大鬼物存在 之前的战斗中 不但靖安校尉在节省灵气 还有三名属线武者 隐于军中 时刻准备合击救援 且回去再与他们厮杀 如何 不成 如果再返回引战 靖安校尉定能发觉异常 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如何为之 城外画皮鬼物进退不得 武者们保持距离监视 双方都很疑惑 对方为什么停了下来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靖安城 突然传来阵阵钟声 那是为了应对中元节 这种特殊节日准备的退避中 城内百姓听闻此生便知 夜半子时已至 所有人不得再出房门 当关窗西竹 闭目休息 直至天亮 咚咚咚 悠扬的钟声联响十二下 左右为难的画皮们 终于松了一口气 夜半子时已至 鬼门大开 该秘境阴灵寻游成交了 我等且以鬼闻咒影他们 画皮曼宁正 精神振奋地说着什么 突然由石画屋 仅留下了一柄铁竹鞭 其他画皮文武士 也同样如此 无缘无故地突然消失 留下一地衣衫甲皱 干扁皮囊 与此同时 城中隐秘的画皮们 也无声无息地集体消失 留下一张张人皮 与亲属惊恐的尖叫 这一刻 画皮们好像被某种特殊力量 尽数灭杀了 致使人鬼杂居的靖安城 瞬间完成鬼物进化 江校尉 他们为何突然消失了 不知 或许他们返回了巢穴 将这里定为重点区域 严格查验 在场的众人并不知道 钟声响起后没多久 城内春荣坊的民宅地窖中 一位面色苍白的男子 猛然间坐了起来 他抚摸着自己轻瘦的身躯 抹撒着胸腔的肋骨 先是欢喜 又是忧虑 罗郎 我这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若没有成功 我为何有了骨血 若成功了 我为何连鬼闻咒 都用不了了 我感觉不到任何灵气了 只能感觉到心跳温暖 我想我成功了 但也失去了阴灵之气 成为了一个正常的人 画皮鬼母成功了 他借助中原鬼门大开 秘境 暂时不再约束鬼物之机 完成了身份替换 但他也失败了 罗星的身躯没有灵气 他只是一位 根骨剑朔的正常人 他唯一值得一说的 秦阳入庙命格 同样不能自身灵气 画皮鬼母 用以秦画魁之法 获得了罗星的肉身与灵魂 并在命格的神奇作用下 获得人的身份 他因此脱离了 秘境副本的判定范围 成为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 他引入了不相容的身份前缀 被秘境副本判定为遗失死亡 他自由了 但也失去了与秘境副本的联系 因此 秘境副本判定核心BOSS死亡 副本内无玩家滞留 自动重启刷新了秘境副本 源自秘境副本的画皮鬼物们 被直接刷新 唯有脱胎换骨 获得人类身份的画皮鬼母 逃过了一劫 不对 如果我成了正常人 那他们又该去往何处 鬼母罗星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慌忙扒开地窖中的挡板 入出漆黑的洞口 随后 他用布料 由之 木棍制作了一个简易火把 点燃后 借着火光爬了下去 果然没走多久 他便看到了一地的干瘪皮囊 与凌乱衣衫 他呆呆地注视着这一切 心中泛起人类特有的孤独酸楚感 朱军一路走好 哈哈 我想摆脱秘境 秘境也抛弃了我 没有灵智永存 不死不灭的妖魔 只有无知不死的魔 和有致命薄的人 冰冷恶臭的城市下水道中 一位轻受男子悲痛欲绝 他获得梦寐以求的命格 也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他哀伤片刻 举着火把继续向前走 转过几个大小不一的孔洞 看到了盲目游荡的英灵 这是秦阳入庙命格提供的 善变阴阳之能 那些游荡的英灵并没有攻击他 因为鬼门大开之时 秘境英灵会变成被动怪物 不遭受攻击引导的情况下 只会在秘境周边随意游荡 鬼母罗星知道 这些英灵不可能再叫他母亲了 甚至他们已经有了新的鬼母 他顺着恶臭的污秽通道 找到了一处简易装修的暗室 暗室内有一口人工开凿的枯井 游荡的英灵正不断从枯井中冒出 朱军 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好在你们不死无知 也感觉不到悲伤哀痛 咱们之间的因果变到此处吧 清晨天色才蒙蒙亮 城中不少人家便挂起了白帆 他们披麻戴笑地扑在门口哭喊 希望天地神知 明府先祖听到他们的悲痛 看到他们的不幸 巡逻的左兵不时在各个方式穿行 却带不来任何安全感 失去亲属的百姓望着静安君的士族 心情非常复杂 他们庆幸静安君入城治理鬼患 否则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 也会被恶鬼包皮制衣 他们也不满静安君打扰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本来美满的家庭 突然支离破碎 他们庆幸静安君来了 又怨他们没早来 在这种复杂的心情推动下 失去亲属的坊间百姓 对静安君不冷不热 也没理会静安君的送葬仪式 是的 在昨日的战斗中 静安君也损伤了不少士族 甚至有两名属线武者 都受了不轻的伤 在天亮时分 俊手带着差翼送来白布麻衣 祭祀之物 向战死敌士族表达敬意 俊相王魂没有来 他正忍着狮子之痛 统计被鬼物替换的郡属官吏 无论如何 这本是一场彻底扫清鬼患的大盛 失清百姓与静安君士 却都开心不起来 唯有没被波及到的坊间百姓 城中大户 自发携带各种礼物 进入春戎房 犒劳军事 萧毅大人 这仗打得太窝囊了 原本还想着威慑那些画皮百姓 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人 没想到这群鬼物竟如此胆薄 一经战败都探娘跑了 不可胡言乱语 这是一场胜仗 大胜仗 只有这样弟兄们死的才值 好生记录功过 尽快将抚恤发放到位 入阴从军虽然该有战死绝物 但我们一定要操办好 阵王氏族的后事 蔡成 你去选一队左兵 一位武官 在城中建立银堂 今后阵王者家属 皆可入银堂求助 莫让外人欺负了 咱们弟兄的一双子女 莫 这场治鬼之战 有太多的不足了 就连静安校尉 自己都不满意 若不能找到鬼巢 就算帮城中百姓 产出了鬼幻 他的功绩一样有限 如此一来 他低士族 将很难分润到更多的利益 周元 昨日我等出城时 留你搜捕遗留鬼物 可有发现什么异常 丙校尉 原本抓了几只躲藏的鹰鬼 但子夜终生 异想便全部消失了 他们去了何处 总不能真在城南地下吧 看来少不得征派姚毅 吊钱府兵 在城南 挖掘一条护城河了 不同于静安校尉的一头雾水 周元多少猜出了点东西 昨夜他搜寻遗留鬼物时 发现突然消失的鬼物 并非血条 被瞬间清空 而是寝客间消失不见 当时他就猜测 可能是核心BOSS 被舞者们斩杀 那个未知的秘境副本 重启刷新了 进入清晨 哭喊送葬的坊间百姓 也证明了他的猜测 但静安校尉 又识口否认 击杀了领头的鬼物 这就奇怪了 总不能画皮BOSS自杀了吧 或者被某个高手暗中识破 趁中原之夜给杀了 丙校尉 罗甫遗孤 罗星求见 他言 画皮鬼 从伪装成他的妻子 将整个罗甫 禁输住空 他原本 觉察到了异常 却被画皮鬼暗中囚禁 不得已之下 他为奴为弊 极尽讨好 才保留性命 也趁机掌握了 一些画皮鬼物的隐秘 可赐血焰深 一焰 有血有肉 十分正常 带他入堂 面对宋上门的情报 金安校尉 没理由拒绝 周原陪坐一旁 也十分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在鬼巢中求生 是侍奉技艺高超 能满足画皮的 情欲可求 还是秦奎一只 打算传播些虚假消息 正想着 却见假兵引入一人 那人头顶上的身份介绍 立刻引起了 他的高度重视 四级秦奎 秦阳入命 罗星十五级画皮鬼母 好家伙 这名称不仅够长 连颜色都不一样 四级秦奎 秦阳入命罗星 这段名称 是正常的血色 十五级画皮鬼母 这段名称 与骷髅图标是灰色 仿佛十五级画皮鬼母 这个名号以诗孝 现有的生孝身份 只有秦奎罗星 金安罗星见过校尉大人 新城黄城孔 感激大人救助 原将所知一切告语大人 以报救命之恩 轻瘦的男子 一入内堂 便扑通跪下 那份感激恭敬 不像是刻意演出来的 你既有情报提供 便是我的客人 请坐下详谈 若先生 能解答鬼巢方位 鬼物因何 而成这两个问题 我自当为先生请功 在下不敢邀功 只愿将军满意后 能引我入营 经此摩南星 已经不敢独自生活了 愿入军保习杀伐之术 滋壮胆气 可 请先生直言 金安校尉满怀期待 请奎罗星面露激动 唯有周园 似笑非笑 好啊 我说 秘境副本 怎么刷新了 原来你附身成人了 Boss的身份 看来也失笑了 校尉大人见多识广 当听说过 乞丐最恶毒的手段 采生哲歌 我那话皮 妻子告诉我 这一切的起因 均源自成内的盖头 那盖头平日里 偷到孩童 毒牙打残 在这城中谋财 但有段时间 郡署差异打压的厉害 他便引入了城中石渠 下水道 随后他计划在石渠内 挖掘一口银水井 再置半些粮草 将阴暗石渠 建成他的安乐宝 恶人带动恶事 恶鬼之潮 便在这一刻出现了 那盖头发现 井挖了一段后 再也无法向下挖掘 派遣入内的起儿 总会无缘无故地消失 他因此 将那口枯井 当作鬼门 不时抛下些 不听话的起儿 与患病孩童 他想得没错 那枯井通向的 正是阴鬼之潮 他几番丢下的起儿 为潮中阴鬼开了制 再然后便是 阴鬼推门而出 将那盖头的皮包了 充当他继续喂养阴鬼 时过境迁 获得灵智的阴鬼 越来越多 他们开始 掌控靖安城的各个职业 制造意外 拐骗郡县百姓 终成鬼幻之事 碰 伴随着一阵 巨大的响声 坚实的桌案 被靖安校尾拍得粉碎 周边的清兵 立刻持谢直锐 冲了进来 放肆 胆大妄为 罪恶滔天 此等罪徒 应当千刀万剐 简单拨张皮就死了 实在太便宜他了 校尉息怒 此非靖安城一地之碑 只是那盖头巧合挖掘了鬼巢 才引发祸患 哼 乞丐流明 为贫苦百姓最后生落 某未曾想尽会有人 在这条悲惨之路上 坐下如此罪念 好啊 既然防不胜防 左右都有恶人造念 某就断了他们的根 以恶止恶 传我将令 严查成内阁房 抓捕所有乞丐 手脚健全者 与我丢到营中做抚兵 身体残疾者 丢到军须处 做缝补将人 自今日起 只要我将任 还是靖安校尉 这城中 就不许有乞丐 我倒要看看 他们的恶 能不能比得过 营中刀枪 诺 我等领命 肃清成防 是我任性了 还请诸位 多多见谅 靖安校尉将任 突然暴怒后 虽然向属线武者 口称见谅 但一点 收回军令的意思都没有 盖阴盖头 踩生哲歌一事 碰到了她的软肋 使她一阵后怕 她的妻儿 虽然远在京城 但她的妾室 与女儿 却在靖安城生活 由于与妻儿 分居两地 她把更多的父爱 寄托在了 妾室所生的女儿身上 现在和她说 靖安城有专门 偷到孩童者 处理手段 还如此残忍 她怎能不惊不怒 校尉大人 功心未明 爱护百姓 我等敬佩 各属县武者很上道 纷纷开口称赞 四江任这种 镇守一地的校尉 是有韧性资本的 别说她抓不起 该入营了 就算她把城内的 花楼赌方全关了 谁也不能拿她怎么样 因此 在场的众人 并不会认为 将任过激 反而认为 这是容不得 沙子的刚正表现 校尉大人 盖头饿 因鬼毒 心愿带校尉 入市区封锁 因鬼巢穴 防止鬼患在腹 周元听文秦奎罗欣的话 也不得不感叹 这家伙 真是个狠人 先不说鬼巢内 大大小小的英灵 单单拿出自己家 换赏赐的行为 也有份决绝狠辣赞 好 若能封锁秘境出口 便是大功一件 如果英鬼秘境能 铲出灵物 你凭线路之功 即可获得 朝廷爵位封赏 任何没被发现的 天地秘境 都是一个 等待开发的宝库 这份功劳 如果坐实的话 就不用静安君 自己负责赏赐了 大魏朝廷 一定会把献保者喂饱 使其成为标杆 并且有这份献保功劳在 朝廷一定会保护罗欣的安全 周元也不好击杀他 报经验技能了 秦将军随我来 心之言 是真是假 一验便知 此次查验秘境 不用静安校未多言 各属献武者 便纷纷主动请命 他们原以为鬼幻 突然自消 得不到多少 朝廷赏赐了 没想到城中 竟然有天地秘境存在 简直是可喜可贺 在秦奎罗欣的带领下 武者们 与神币玄甲士族 进入了坊间小院 又在地窟中 发现了一条隐秘通道 江勇 带几个兄弟 下去探查 先生莫怪 这通道狭窄黑暗 或有阴鬼躲藏 且让士族们下去 探探虚实 静安校未将人 不是莽撞的人 一看石渠 下水道 空间狭窄 不便腾挪转移 便起了让亲卫 下去探查的心思 名叫江勇的亲卫也不多言 先脱了身上的甲皱 又用麻绳绑好两只活兔 挂在脖子上 最后用了显灵夜 口衔两只阵斜剑 顺着漆黑的洞孔 便划了下去 与江勇同队的士族 也纷纷脱甲闲剑 带上军中照明火把 追了进去 校尉大人 拾去蜿蜒曲折 无人领路 恐难寻枯井 我且下去与他们同行 先生大义 如此便有劳先生了 秦魁罗欣在人间私混多年 怎会不知亲卫之意 现在静安校尉的亲卫 都舍命探路去了 他绝对躲不开 倒不如主动请命 搏个信任好感 周圆这甲 石工立在一旁 准备一有意外 便抱了秦魁罗欣的头 让他的献宝羊 谋无疾而终 但秦魁罗欣 这次真的下血本了 主动带领 清卫士族前进 将自己的老巢 卖了个干干净净 大约过了两刻钟 半个小时左右 静安校尉的同族 清卫江勇 率先从有黑孔洞中爬出 并校尉 时局内狭窄男行 并无因鬼游荡 某副穿孔洞有疤 建议检修暗室 室内有枯井 头吐入内 尸骨皆无 多半为秘境入口所在 好 你且再入引路 我带人与你同行 静安校尉上前拍了一下 江勇的肩膀 顺势将他扶起 清卫江勇将阵斜剑 在自己手臂上划了一下 露出烟红的鲜血后 再次反身钻入洞穴 主委无辙且与我同行 周圆你也来 诺 发觉秘境一事太过重要 静安校尉最终选择了 将高端战力全带在身边 方便下一步验证探索 当周圆一行人 顺着洞穴进入石渠后 才明白 盖头为何将此处 当作安乐堡了 这地方低矮狭窄 再加上孔洞众多 阴暗恶臭 确实适合藏污纳垢 躲避官差击补 穿过几条洞孔 蹚过恶臭潮湿的水草青苔 终于见到了一块 还算干净的地区 秦奎罗欣与手持火把的轻卫士族 正在一间青砖暗房外等待 请将军查验 那枯井底部便是秘境所在 放人进入一探便知 静安校尉与属线武者 纷纷上前打量暗室内的枯井 周圆也趁机跟随 向井底看了一眼 副本 画皮阴鬼之枯 建议挑战等级时 建议挑战人数10至20 血红的字迹 表明了这座副本的难度 10到20个实际玩家能做的事 同等实力与数量的武者 却是做不成的 盖音玩家这物种 某种意义上比boss血条还要厚 只要血要充足 再难缠的boss 也只是换血问题 但舞者就不同了 他们这款血条金贵得很 打不了消耗战 哪位舞者愿下去 一探 入内观一眼确定秘境为真即可 不可滞留 不可逞强 请众兄弟烧线 乐极沈于去眼 来自乐极县的舞者线位 挺身而出 手持剑盾 直接跳入了井内 果然 在火把的照耀下 一个雄壮的舞者 犹如掉进了无底深渊 没留下半点痕迹 不过仅仅过了几个呼吸 那舞者便再次浮现 双脚踢踏紧闭几下 便蹬了出来 哈哈 大喜啊 真是颇天大幸 江校尉 众兄弟 这枯井之下 果然是阴鬼秘境 其内空间不小 阴灵鬼物众多 除此之外 秘境内弥漫着一层淡淡的潮湿雾气 那物冰冷阴寒 恐怕不是善物 好 只要此处为真就好 如此一来 朝廷必定大家赏赐 众兄弟皆有功勋可分 探明阴鬼秘境为真后 静安校尉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份功劳着实不小 甚至比他多年镇守地方的功绩 来得还要耀眼 如果阴鬼秘境 能够铲出足够的灵物 他甚至能凭此功升入中央 做那禁军中的险要将官 周元 速领兵探查地形 将此处之上搭建军杖 挖掘出一条便利通道 诺 直到周元离开 武者们平复激动心情后 秦魁罗欣才带着期望开口 将军 您看 放心 忘不了你 等着朝廷封赏吧 静安军抓捕的破皮无赖有活了 不用等待调派 便直接浮起了姚毅 在周元联络郡署降噪出官吏 探明阴鬼秘境的方位后 所有被捕的破皮无赖 皆转职为了苦役劳工 在左兵锋利的刀枪逼迫下 这群人干起 活来十分卖力 生怕一不小心被提拿立威 但这种美好愿望 注定是徒劳的 他们平时欺男霸女惯了 哪受到了这份持续辛劳 最终 军棍落在身上后 才滋长耐性 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兜伯 内军赖货挖开了洞孔 已经能看到石渠内的弟兄了 好 让降噪处出管理者 就地建造一道宽敞的阶梯 另外先搭建军杖 同时在军杖外围营造大房 确保坊间百姓 不会意外跌落孔洞 诺 在周元的命令下 营中管理后勤的府兵被调了过来 接手营房阶梯的修建工作 那些地痞无赖 则被持卸左兵驱赶入了石渠 在地下修建新的危机 郡署降噪处的官吏 画了营造图 准备将鹰鬼秘境区域 制成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的塔楼建筑 地下为战场 地上为备战区 二楼为警戒瞭望区 这种设计简洁高效 很快被周元拍板定下 降噪处的官吏 也着手调配府库建材 开始全力营造 由于军杖的搭建 外围建造并不耽误内部行动 这边府兵们刚搭好树道绳梯 舞者们便迫不及待地 准备探索鹰鬼秘境了 周元作为类似舞者 又有宝弓宝剑的迅级射手 自然也被调入了舞者探索队 但他这个输出射手 对这些法式型舞者并不看好 一是因为队伍中缺少真正的肉盾 使战斗龙差率变得极低 二是因为画皮鬼母是一位15级boss 在她的鬼巢中想要杀死她 除了换血战术以外 便是拥有足够的高爆伤害 但金安校尉 连15级画皮 曼宁这种精英怪都无法轻易击杀 大概率没有持续高爆的输出手段 校尉大人 周府的援军这几天就该到了吧 不等等他们吗 周元 无论援军来不来 探查秘境都必须用这种笨办法 我们不需要打通秘境 我们的目标是 记录秘境内的可用物资 有没有灵物产出 秘境妖魔的实力如何 不是必须打通秘境 获取秘境宝箱 才能查验有无灵物存在 很多强大的秘境 本身就蕴养灵物 哪怕不接触 秘境妖魔之主 也能获得不错的收益 金安校尉 为江任说的话 周元都懂 只要发生战斗 战场情报 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总要有人去收集的 关键是 江任看不到副本信息 他对画皮鬼物的了解 仅限于城中鬼幻 在他看来现有的力量 已经足够探索鹰鬼秘境了 若努力一下 说不定能直接击杀 秘境妖魔之主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无知鹰鬼 恐怕比有知鬼物更为难缠 毕竟一个心思众多 还想着逃命存活 一个只需要激发 战斗判定 就不死不休 毫无畏惧 去换装备吧 除了宝宫 与剑囊外 别携带重物 万一推进 不顺也好快速撤裂 莫 面对金安校尉的命令 周元也不好 多说什么 几个法师型舞者 都要主动承担肉盾职责了 他这个输出射手 也不能临阵退缩 于是 他前往营房 吞下甲皱 换上了保暖衣物 护甲方面 仅穿了一件 减短皮甲 周兜博 换上这双鞋 这是特制的铜钉短靴 由麻绳收紧固定 便于奔走 不易掉落 还有这双鹿皮护手 你也戴上 防止秘境冰寒 手掌僵化 去阴寒冰冷的秘境探索 有双好鞋很重要 防止途中 静尸滑落 动伤脚掌 影响行走 因此 军须官送来的短靴 并不是 制式军靴 而是有多道麻线 缠绕铜扣的短腰皮靴 周元一眼换好短靴 谨慎地扎好了麻绳 一旁的斧兵 还半吨浮身 为他裹上了软皮护腿 护腕 防止冷风 从袖口裤腿进入 影响射数发挥 周兜博 这是您的背负式剑囊 为了取用方便 并未约束囊口 您使用石小心点 别弯腰洒落了剑枝 好 我会注意的 正常的剑囊 是妖际式 但那玩意 严重影响跑动 不适合探索副本使用 为此军须官 特意给周元 换了背负式剑囊 也给他补充了阵斜剑 凑够了60支的数量 其实营中 还有不少血煞剑 但军须官担心 负重太大影响射手发挥 不敢再给配了 最后军须官 还给了周元一个封镜 以铜片所致 皮绳为带 由内部向外凿压密码小孔 其作用类似护目镜 防止大风沙尘所用 穿完这套装备 周元只剩了一种感觉 那便是热 乐极县为沈渝的探查 没有白费 他带来秘境冰寒阴冷 有薄薄雾气的消息后 营中官吏 立刻拿出了应对方案 不管这些东西 能不能抵抗 阴鬼秘境内的冰寒 但至少比普通军靴假咒 要靠谱得多 只不过这身装扮 有点不美观就是了 使周元直接从一位鹦鹉军官 变成了雪岭猎人 等周元进入军帐 顺着绳梯滑入石区后 才发现大家都差不多 舞者们也是一副雪岭猎人装扮 唯一的区别就是 舞者中只有一位射手 其他十位都是近战类型的刀盾手 那舞者射手看到周元下来 竟主动上前闲聊 周元 听江校尉说 你祖籍上乐县乔西村 近段时间才获得官身 迁入靖安官署 巧了不是 我乃上了县位成非 你我二人 可是实打实的同乡 原见过县位 不想我与县位 不仅是同乡 还是同道 今后便麻烦县位大人 多多提醒了 县位是一县都位 这职位比周元大得多 即便在靖安军中 也只有校尉 将人能吻压其一头 其他营中军官不是县位的同级 便是下级 更别说他还是一位舞者了 周元需要对其保持一定的尊重 好说 你我虽是同乡 也皆精于射数 但我不知你的记忆水平 等入了阴鬼秘境 你我全力施围 若能入得我眼 便传你一手射数 如何 那可说定了 原多谢先为大人教导之恩 哈 还是位有自信的小郎君 行 我等你展示记忆 莫要让我失望便是 穿过一条狭窄的警道 天地瞬间换了颜色 周元四周打量一番后发现 副本画皮阴鬼之窟内 是一座残破的城方 出入副本的传送门 在他的身后 于一扇漆皮脱落的破旧城门上 不断旋转 他们一行人落脚的位置 在城门通道之中 再往前走 便能进入残破方式 这里的天空一片阴沉 空气中有冰寒的雾气流动 那雾气并非常见的白 而是淡淡的灰 远远望去 此处的一切皆在灰雾的笼罩下 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灰暗滤镜 显得既破败又萧瑟 这地砖异常潮湿 有了渗水的征兆 空中的雾气应该不是幻属 而是真正的弥散水气 静安校尉将人几步走出城门洞 弯腰抚摸城内大道铺设的地砖 又用宝刀撬开地砖 捏了一把下面的泥土 他感受着手中的冰凉湿感 判断这里的雾气 应当是水气现象 没人进入了吗 看来阴鬼秘境虽大 却只能容纳二十人 武者小队等了一会儿 剑除周园之外 只有八名神匕首入内 便明确了阴鬼秘境的人数限制 出城门洞 各自观察一刻钟 静安校尉担心雾气有意 并没有立刻行动的意思 而是要求队伍人员 留在出口附近 观察环境 适应雾气 这一观察 还真观察出事了 首先觉察到异常的是周园 在他走出城门洞 彻底进入弹灰的雾气后 首先感觉到了更明显的冰冷 仿佛进入了寒冷冬境 丁 接触雾化基因液 获得负面状态 银寒 基因液 这东西 周园在击杀化皮鬼物时 爆出过一显 属性面板对他的介绍是 使用后快速恢复少量蒸气 叠加 银寒 状态 持续失血的同时 缓解昏迷 诱惑类负面状态 这东西看着还行 似乎能成为补气的灵物 但副作用也不容小觑 周园盯着属性面板耐心等待 大约五分钟后 他的血条降低了1% 蓝条却被激活了 如果换成正常的游戏节奏 玩家大概率会完成一个 钳制任务 获得克制性道具 或者 多准备一些血药 直接忙过去玩事 但正常的舞者与失足 却走不了这两条路 只能用仅有的血条 硬抗这种 大范围环境伤害 并且周园 有高达4点的金属性 气属性与神属性 也都有2点 他5分钟都要掉血 更何况 是正常失足了 果然一刻钟还没到 仅仅过了10分钟左右 就有失足感觉到了明显的 异常与不适 校尉大人 我感觉寒冷难耐 身躯手指 皆因寒而降 校尉大人 我感觉呼吸不畅 胸腔好似 被异物堵塞 有肿虚弱呕吐感 周园回头一看 说呕吐不是的那位 血条原本就不满 只有93% 这会儿更是降到89%了 身体不适者 退回城门洞 其他人继续查验 又过了大约10分钟 身为普通士族的神匕首 全部退回了城门洞 站在城门大道的 仅剩11位武者与周园 看来是气的问题 不调动身躯之气 无法抵抗着阴寒挥舞 周园你的三 才应既能隐神感气 便服用灵药吧 莫要元气不支 损了战力 莫 静安校尉 为了保住仅剩的两名射手 给周园发了两瓶玉针散 让他滋补元气 保持战力 如此一来 周园便获得了 秘境灵物 有了明面上的补气机会 其实 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武者将官的亲信下属 和后裔总有机会 接触到补气灵物 大卫朝廷的开灵考核 给的也不是一份氧气灵物 而是一个稳定的灵物 供给名额 若没那个名额 只凭东拼西凑混上 几口灵石 即便有幸感气空气 也无法成为武者 盖阴气散反反 无稳定的灵物滋补 那口气终究是会散的 神弊队 留下四个剑囊 全体退出阴鬼秘境 静安校尉 发现普通士族 无法在此地生存后 便命令他们离开 营中培养几个神弊手不容易 可不能被这阴寒挥晤一下 给堵死八个 诺 随着神弊手的离开 周远与上了线魏成飞 每人又得了两个后备剑囊 但不方便随身携带 只能中途返回补充 倒也比通过进出秘境补充 快上了一些 走 去试试秘境阴鬼的橙色 在静安校尉的带领下 武者小队走向了前方的方式 那里的阴鬼等级不一 最低的只有五级 最高的也不过十几 他们不时进入各个破旧的房间 在方街上也井然有序地行走 仿佛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居民 近屋画皮鬼的踪迹 看来那张皮也不是好置的 随着武者小队的不断前进 很快触发了外围鹰鬼的攻击范围 他们齐齐看向周远一行人 碧绿的瞳孔 加上似物似瘾的身躯 显得既虚幻又恐怖 搜 搜 搜 周远与上了线魏成飞率先开工 迅急而至的箭支 瞬间击杀了多只鹰鬼 前排的舞者们也纷纷气贯宝兵 激发各种武器特效 直面鹰鬼扑击 被直接间接拉动仇恨的鹰鬼 大约有三十多只 但他们并不能冲破 十名舞者的防线 很快倒在了射手 与舞者的双重打击之下 叮叮叮的经验提示声不断响起 周远成了击杀鹰鬼的最大受益者 他没有查看具体获得了多少经验 反而在时刻关注 各位舞者的血条 很好 一波隐怪都没有损失多少血 看来能多刷几波了 气化的基因液 虽然也在持续拉低周圆的血量 但这玩意的浓度终究低了些 起不了太大作用 舞者们或许抗性比较高 到现在还会感应到明显的不是 只不 我有禀告 上了县卫城 飞腿脚功夫不错 习惯寻找高地站位 他刚刚下意识攀上房街明居 却有了新的发现 上了县卫既有发现 但请直言 校尉大人 这秘境好似一座城房 我的意思不是说外表 而是内里的现象 我方才翻上明居 看到附近几间 院罗内军 有阴鬼徘徊 若坊间明居 皆是如此的话 那此处的阴鬼数量 恐怕会异常多 一座城房 能住多少人不好说 但看阴鬼秘境的建筑密度 住个四五千人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密度 如果是玩家前来 自然是刷了boss了账 低级阴鬼 只会被他们当作副本背景 但舞者们却不行 如此高的密度 一路推到妖魔领主 不知要损耗多少灵器 大概率是件赔本买卖 不想此地竟如此凶险 减缓推进速度 探查坊间明居 舞者小队的探索计划 并不顺利 从静阴鬼秘境到现在 他们基本没获得 什么好消息 并且城房内的明居中 基本都有英灵盘踞 推门而入 便会被他们攻击 看到此景 舞者们各个面色严肃 仿佛遇到了什么难题 难办了 朝廷发放的天地密录中 有记载此类大型秘境 想要让此类秘境还原 很容易 只要斩杀了其中的妖魔首领 再退出秘境 此类秘境便会自动还原 但此类秘境 与正常秘境一样 紧急杀妖魔首领的话 其他妖魔并不会死亡 而是会继续原地徘徊 因此 这类大型秘境 很难成为 稳定的后勤宝库 舞者们 无法想象投入多少代价 才能将城房内的 鹰鬼清理干净 再让士族进出 搬运物资 如果秘境内 是弱小妖魔的话 后续清理任务还可以交给士族处理 但鹰鬼秘境中的妖魔 明显超出了士族的应对范围 舞者们也不可能耗费灵气 去肃清坊间民居中的鹰鬼 如此一来 鹰鬼秘境的普通物资便无法利用了 仅剩的价值便是秘境宝箱 与隐藏宝物 希望此地有灵物产出吧 否则多半要肃清鹰鬼 驻留守卫 将其改造成秘境武库了 大卫舞者 攻伐秘境多年 只要是能攻伐成功的秘境 即便再贫瘠 也能被他们合理利用 但驻留守卫 防止秘境还原 绝对是利用率最低的方式之一 如果有的选 他们不会让 持续出产 各类物资的秘境 成为储藏5倍的仓库 周元这边 倒是和舞者的悲观不同 对他来说 有大量低级怪的鹰鬼副本 很适合刷经验 刷掉了物品 刚好低级鹰鬼的移动速度也不快 他可以采用放风筝的战术 拉一批 轻一批 再加上他有能够 持续回血回蓝的防神之皮 一个人单刷这里的 低级怪问题并不大 只不过剑枝 可能会损耗多一点 需要足够的后勤攻击 有鉴于此 他决定开口提示一下 鹰鬼副本的价值 避免静安校尉 真的将这里定为低价值秘境 校尉大人 不知为何 此处的雾气虽然让我不适 但却能够增负我对气的感应 什么 竟有此事 诸位快细细感知 我这下属感气 天赋极高 从不借助任何灵物 便练成了三彩影 他的气少 感气能力又强 其感受多半作不得家 听闻静安校尉 如此推崇周园 其他舞者也不由重视了起来 他们收拢 遍布全身的气 让更多的阴寒灰物 进入他们的吐纳范围 大约过了一刻钟 静安校尉 率先感知到异常 他发现 这些阴寒灰物虽然有害身躯 却又神奇地蕴含灵气 只是物中灵气不多 若积成水液的话 或许能制成一种 伤身力气的灵物 想到这里他便坐不住了 别管伤不伤身 只要蕴含灵气 就有相应的价值 诸献位 这物气确实有益 伤身而力气 阴寒却醒神 此等好坏参半的东西 也算得上是有灵之物 却如笑味所言 这灰物不是好物 但量大蕴灵 便是良物 即便难以成为灵石 也可以为部分宝兵福转 补充灵气 好虽好 却难以收集 一步匹铺 就或许能沾附些灰物 但仅靠施步拧摔 提取不了多少灰物之夜 武者县位们 虽然没有静安校尉的那般敏感 但也不认为静安校尉会会骗他们 在听到静安校尉认证周园的感受后 他们同样发现了 阴寒灰物的价值 只不过阴寒之毒 严重制约了这种价值 否则即便难以提取 仅将其改造成武者修行处 也是一座难得的洞天福地 大扇 既然此地的雾气都蕴含灵气 那斩杀妖魔首领后 获取的秘境宝箱内 一定会有灵物宝气 诸位我等在携手探上一探 看能否锁定妖魔首领的位置 随着静安校尉一声令下 武者小队快速脱离坊间民居 回到了方氏的主街之上 房街上的阴鬼数量众多 想将他们清理完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 在刷了五队阴鬼 明显感觉到这是一条耗材大道 如果一直这样推进下去的话 搞不好还会打到妖魔首领 他们随身携带的灵物 就要消耗完了 更何况还有阴寒制毒存在 一群人在这里耗费灵气 毒害自身 绝非什么良策 最好的办法 就是有人主动清理房街大道 让舞者们维持巅峰状态 最后下场围杀妖魔首领 当然 那个主动清理房街的人 如果不怎么耗费灵物 仅消耗一些普通物资 那就更好了 在场的众人中 唯有周圆与上乐县位成飞 符合条件 他们两人杀伤阴鬼 靠的是秘境宝宫 与阵邪剑 而非灵力 正常情况下见之 能够二次回收利用 远比舞者们集体动用灵力 划算得多 校尉大人 此处阴鬼 疑速有限 并不会群起而为之 或许可用射手 逐一清理 如此既能避免灵气 消耗过度 也能维持我等的战斗状态 县位舞者能想出的策略 静安校尉 没理由想不到 只是 他需要照顾下属情绪 不能亲自开口 说出这种汇集大众 损害个人的提议 现在既然有舞者 主动提议了 他便趁机开口询问 承飞 周圆 你们二人 感觉此法可行吗 有何不可 众兄弟稍嫌 我等先出出力 远也认为 可以一试 否则消耗过大 不利于后期探索 虽然两位射手 都表态愿意 但为了安全起见 静安校尉 还是主动留下 做起了护卫 防止射手引动鹰鬼时 遭遇危险 舞者们 也留下一人充当守卫后 其他人 则暂时返回了城门洞休整 如此一来 十二人的开荒小队 变成了两人开荒 十人挂机 妥妥一副大佬 带咸鱼的景象 当周圆与承飞 拉了几小波五六支一组的鹰鬼后 射手清怪的选项 便又多了一个 周圆 不若你我二人 交替行动 一人引杀一人休息 如此轮换 可保引杀之法 持续不停 可 先为稍先 一次引杀五六支 对我来说难度不大 九位舞者 在城门洞休整 两位舞者 在民宅上戒备 唯有周圆 在认真拉怪清怪 一代十一 我这到底是团队大神 还是团队苦力 搜 搜 搜 简直迅及飞舞 射手快速移动 被引动的鹰鬼 根本接触不到射手 便被一一击杀 周圆 虽然表面上 成为了清怪苦力 但实际上 却得到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叮叮叮的提示声 不断响起 那不仅是经验的获取 还有暴露物的识取 这两种 不断增加的收益 大大增强了周圆的斗志 使他感觉 不到清理鹰鬼的无聊 反而异常振奋 上了线 魏成飞 看到周圆弓极渐快 并且跑动反射 也不影响精准度后 非常吃惊 在他看来停射最易 骑射难惊 动射难准 没想到周圆跑动时 还能保持百发百中的状态 简直是天生神社 我还说要教他射数呢 没想到 他的射数如此精湛 单凭正常射数的话 我恐怕都有所不及 程县魏说笑了 我这下属 只会凡射之意 无灵射之法 比之县魏 差之甚远 县魏若想教他 不若传他一手灵射之术 也好让他瞻仰前辈风采 不生骄横之心 哈哈 校尉大人 竟然开口了 我教他一手灵射之术 又何妨 终究是我同乡少年 望他日后开灵显贵 无望雇员相忍 卖力轻怪的周元 并不知道 他的上级领导 给他找了份投资 静安校尉 之所以看重周元 一是因为周元有天赋 能征伐斗勇 二是因为周元 是他的亲信属官 至少在英鬼秘境中 周元是他最亲信的人 各属县武者 都要插上一大截 为此 静安校尉 愿意帮助周元 提升实力 也间接加强 整个静安军的实力 在静安校尉 与上乐县位闲聊之时 周元也遇到了 低批等级高点的怪 12级英鬼武士 12级英鬼文士 这些有职业标注的英鬼 来在房街左右侧的街巷中 那街巷连接宽敞宅院 内部估计还有一些 英鬼文武士 那些英鬼武士的攻击判定 比普通英鬼大得多 周元仅仅引动了附近的英鬼 他们便主动加入了追击 他们不像普通英鬼 那般扑击 而是拥有 刀枪剑盾之类的武器 幸好英鬼文士的攻击 判定不敏感 不然周元很可能一次性 引动太多怪 难以快速清理 可就算这样 他也引怪跑动停射五次 才将追击的六只 普通英鬼 与五只英鬼武士 全部击杀 英鬼武士 不愧是有职业标注的怪 他们暴露的光球 不是普通的白 而是更显眼的绿光球 周元走上前去识取后发现 终于爆了 基因业之外的物品 武器 英刃 枪 介绍 英气依附名体而住 有虚存时 可装备英鬼邪灵 仁义能持有 住 武器破损后 英气会泄漏 其附带英寒之毒 效果减弱 物品 明血路 介绍 黄泉水镯 明河夜红 似血飞血 滋养魂魄 幽冥常有剑 阳世化血路 效果 使用后 降低少量生命 微量增幅神魂 可用于损血养神 炼丹制毒 也可用于英鬼邪灵回血 五位英鬼武士 给周元提供了 二饼阴刃 一份明血路 自带英寒之毒的阴刃 是他首次接触到的 特效进展兵器 这玩意里 不利还不好说 但那淡淡灰雾 笼罩的黑红枪身 一看就不是反物 明血路的效果 就更惊人了 属性面板 都判定他能用来制毒 想来毒性 还是很猛烈的 只是 不能对英鬼邪灵用 对他们来说 这东西 不仅无毒 反而是补血的保药 附带特效的武器 能制毒 也能用来养神的物品 这两样东西一出 彻底改变了 周圆的影怪节奏 他不再满足 引杀普通英鬼 而是盯上街巷宅院中的 英鬼武士 频频引动他们 加入追击队伍 如此再刷了两轮 金安校尉将任 与上了县魏城飞 也发现了异常 城县魏 出刀枪英鬼了 恐怕前方 不是妖魔首领 便是强力妖魔 你去换修整的武者入阵 我们先清理危险的妖魔 再用射手引杀之法 诺 随着将领的下达 九名在城门 如果阴寒灰雾 第二次进入残破方式 他们更直观地 感受到了灰雾的冰冷 那种冰冷 不是滴水结冰的外寒 而是抽离体内温度的内寒 既让他们身躯不适 又使他们头脑清醒 诸位 周圆已引动池蟹英鬼 我等且去拼杀一阵 看池蟹英鬼聚集地 隐藏何物 武者小队 再次加入战场 让影怪的周圆 得到了 战装输出的空间 这是一个不错的好消息 周圆也想看看 阴鬼武士的宅院中 有没有精英怪 会不会掉落更好的物品 周圆 池蟹英鬼实力如何 丙校尉 普通阴鬼一箭必命 池蟹英鬼需两到三箭 差距竟如此大 看来我们接近妖魔首领的 核心区域了 诸位立顿推进 进攻期间不得脱离阵型 避免阴鬼破阵 腹背受敌 诺 武者们的军事素养很好 即便平时不怎么配合作战 杰城的军阵 依然默契进退 不见勉强 有这些舞者加入后 被引动的英鬼 不仅变得更多了 也失去了个体 风筝战术的灵活性 但小队的清怪 速度更快 每次引动 三四十只英鬼后 先是速退二十步 然后便是集体输出 在这种有序进退的清理下 舞者小队 很快清空了 接向宅院旁的英鬼 直到接近 英鬼武士的宅院 周圆才发现 腐败的木质匾额上 还写着两个奇异的文字 那是鬼语名文 而非杨氏文书 武魁两个名文 既张狂又破旧 也代表了宅院主人的身份 果然 舞者小队 一进入宽敞宅院 周圆便看到了 一只特殊的英鬼 那英鬼 看着不仅不雄壮 甚至还有些娇小 但似物似瘾的身躯 异常凝实 宛若黑水 汇聚成人 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武器 那是一柄类似简的 九节硬铁鞭 金安城鬼幻期间 使用这种武器的鬼物 只有画皮曼宁一个 想来那位娇俏美人 吞了画皮后 便是这尊十四级英鬼舞魁了 在场的众人中 不仅周圆 对这英鬼的身份有了猜测 金安校尉将人 也发现了异常 我认得他 虽然他现在的样子 与之前差别甚大 但那柄 铁鞭做不得假 诸位小心 这英鬼凶得很 莫要被那铁鞭击中 我等围攻而上 尽快解除危险 英鬼无知无幸 倒也看不出男女之别 周圆与金安校尉 都是凭借武器特征 猜测英鬼舞魁 便是那画皮曼宁 等十四级英鬼舞魁一动手 金安校尉才发现 他是画皮曼宁 也不是画皮曼宁 说是 是因为英鬼舞魁的战斗技能 与画皮曼宁基本一致 说不是 是因为英鬼舞魁的战斗风格 与画皮曼宁完全不同 两鬼一个是极致的刚猛无助 一个是技巧灵活 身姿柔美 对比起来 英鬼舞魁比画皮曼宁更难对付 他根本不在意受伤 每招每适 都是势大力尘的绝命打击 来自乐极县的五折沈鱼 本是个善用剑盾的高手 但仅仅撑盾挨了一边 手臂便被震得红肿疲软 这是搞得 BOSS还没发力 精英怪的输出前排就扛不住了 射手 弓旗右臂 打掉那只铁鞭 周圆 承飞两个射手文言 也不再节省体力 灵气 纷纷动用了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 先是上乐线为承飞 收回阵斜剑 搭上杀伤性较低的血煞剑 这本是不合理的换装操作 却没想到 那只血煞剑上 突然燃起耀眼血验 承飞的血条 也瞬间暴跌2% 下一刻 带由血焰特效的剑支 急驰而出 稳稳定在了 鹰鬼五魁的臂膀处 这一剑的巨大力道 与附着伤害 不仅将鹰鬼五魁击退一步 更是让它快速挥动的手臂 出现了僵直 就在此时 周圆的三星连珠电光石火间 转瞬极致 咚 蹦 第一只阵斜剑命中鹰鬼魁首的臂弯 另外两只阵斜剑 紧随其后 将第一只阵斜剑的剑胆撕碎 狠狠定了下去 三道崩裂声过后 两枚箭头 与一只完整的阵斜剑 稳稳定入了鹰鬼五魁的臂弯 近乎将鹰鬼五魁的小臂 直接斩断 好 两位好神射 且看我等兄弟手段 两位射手的弱点打击 彻底改变了战场局势 静安校尉抓住机会 给鹰鬼五魁的小臂来了一刀 闪烁着电弧气焰的宝刀 顺着周圆三星连珠造成的崩裂伤口 斩下了鹰鬼五魁持有铁边的小臂 随着九节硬铁边的掉落 鹰鬼五魁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几位舞者毫不客气地围而机之 周圆与成飞也各补了一只阵斜剑 丁 击杀十四及鹰鬼五魁 经验加二八零 周圆 你这手三星连珠有点门道 可能教教我 结束战斗后 成线尾竟然看得上 等出了秘境 我们一同练习即可 倒是个大气的主 正好我也有一手血沙剑术打算教你 我们相互指教便是 你可别看不上血沙剑术 认为其和银中的血沙剑雷同 其实不然 我这血沙剑术是灵射之术 效果虽然与血沙剑差不多 但能造成多少杀伤 看的是你能凝聚多少血沙之气 还有剑之的兼容承载度 多谢线尾刺教 凝血沙而腹肌 此等灵射之术 猿求之不得 周元说的是实话 能耗血浩兰增加攻击力的技能 对他这种不缺血药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神技 好 血沙剑术有不少机会 比如不能附着在阵邪剑上 过量凝聚有害身躯等问题 我找时间写成文书一并传递 周元与成飞闲聊之时 无者小队也回收了 英鬼五魁的九节硬铁鞭 并以三人为组 进入各个房间探查 由于房间内部空间有限 障碍物多 严重影响射手发挥 成飞二人不被允许参与室内探索 只能在院落中警惕等待 周元趁机装作警戒巡逻的样子 回收了英鬼五魁暴露的绿色光球 丁 获得五魁之宁一 铭血鹿五 技能 五魁之宁 介绍 魁者 鬼斗也 从斗鬼生 苦回切 通 魁 怪异 擅藏服盘结 五魁为斗中鬼 能宁气纳因 增服身躯强度 气力爆发 效果 使用后获得技能 五宁 持续耗篮的同时 增加防御力与攻击力 祝 孤阴不长 毒阳不生 斗鬼者有文五花 及其三魁之术 并生智满级 可获得技能 魁斗法 这技能很好 如果再配上暴动的三才印 定能打出更高的爆发 因此 周元直接选择了使用 却没想到 这技能需要的经验值有点多 一级一百 二级二百 十级一千 技能 五魁之宁 生智满级 共需要五千五百点经验 周元身上的经验值暂时不够 也就没点到满级 只加到了八级的程度 完成技能升级后 他主动激活技能 体验了一下增幅程度 发现身躯 犹如穿了一件铁甲般 非常坚固 不过 蓝条也在持续跌落 那速度使 五魁之宁 难以成为被动常驻技能 正在周元拉动射虎弓 测试攻击增幅时 进入宅院主堂的舞者 拿着两个半米高的长颈花瓶 走了出来 那花瓶之中 各放一只妖艳花朵 赤红的花瓣密密麻麻 在阴沉雾霾的阴鬼秘境中 显得异常耀眼 校外大人 这瓶中的黑叶与红花 应该不简单 当带出秘境查验测试 善 先放到城门洞处 再查看周边建筑 有无异常 周元看得清楚 那瓶中黑叶是基因叶 瓶中 红花的名字叫做晚香玉 介绍探明其功效 无者小队击杀 鹰鬼舞魁后 并没有立刻休整 而是主动向周边探查 准备查验周围 是否有妖魔首领存在 这一查看 果然查出了异常 与鹰鬼舞魁隔着方街 相望的宅院中 也有一位特殊鹰鬼 他身形高大雄壮 比之鹰鬼舞魁 更像一位武士 其身份信息为 十四级鹰鬼文魁 他手中的武器 是一把长剑 看起来是一位 善于灵活寄机的武士 但周围认为这些只是表象 武魁用铁边战斗 文魁再用长剑厮杀 多少有些不符合文的称号了 难道是鬼文咒 这家伙 不会是个隐怪型的精英吧 周围猜得没错 在无者小队推门而入的瞬间 十四级鹰鬼文魁 发动了鬼文咒 鬼文咒连接附近的 十二级鹰鬼文士 再由鹰鬼文士二次释放 影响周边的普通鹰鬼 下一刻 方街附近民居内的鹰鬼 齐齐暴动 组成鹰鬼之潮 扑向无者小队 那密密麻麻的数量 少说也有两三百只 看得无者们头皮发麻 速走 鬼潮爆发 不可莽战 鬼潮爆发 不可莽战 如同潮水般的鹰鬼滚涌而来 无者小队快速撤退 静安校尉将任 选择亲自断后 他汇聚灵气 释出一招大范围的雷击斩 在方街地面上 留下了一道不断翻腾电弧的刀痕 那刀痕虽然阻止不了鹰鬼前进 但特有的麻痹效果 还是减缓了前排鹰鬼的移动速度 在牵制技能雷击斩的作用下 无者小队成功摆脱追捕 急速返回了城门洞 但被吸引仇恨的鹰鬼 可不会放弃追捕 他们数量不少 来回挤推着 犹如水巢般涌向城门洞 走 离开秘境 再寻他法 面对数量众多的鹰鬼扑击 留下战斗得不偿失 在静安校尉的命令下 周元与无者们 依次接触副本传送门 回到了阴暗狭窄的警道之中 在他们离开的瞬间 黄暴的鹰鬼群 也失去了仇恨目标 原地徘徊片刻后 便一只只四散而去 相比鹰鬼们的散漫 无者小队就团结多了 字面意义上的团结 十二个人你及我 我猜你 拥堵在了潮湿警道之中 最下面垫底的静安校尉 呈 大 自行撑住两旁的警闭 防止有人被不小心挤回鹰鬼秘境 天杀的 别踩我的头 力锁点赶快上去 下面还挤着好几个啊 降噪出动作怎么这么慢 等我上去 非把这井挖成大坑不可 舞者们大概忘了 郡鼠降噪出的营造图 虽然画得很合理 但人家才刚刚开始营造 他们就迫不及待 进入秘境探索了 这可真是进入的时候有多兴奋 逃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砰 砰 砰 伴随着几声重物落地的声响 狭窄的警道终于通透了不少 舞者们一个个借力跳出枯井 周园则被上乐线为乘飞抛了一把 看到舞者们出现 一位卫营中军医纷纷上前 询问需不需要紧急包扎缝合 等满脸土沉的静安校尉出现后 这场一方抱怨 一方嘘寒问暖的闹剧才算结束 一行人先是去洗了个热水澡 驱逐心理上的阴寒感之后 才一个个进入营塘吃酒论事 静安校尉换了身宽大的麻衣 湿路的头发披肩而下 倒是有了几分放荡不羁的民事风采 朱县卫 此次秘境探索虽然不顺利 但我等收获了不少有用情报 来 满银此杯 和我等凯旋 竟我等满载而归 善 阴朝冰寒 正要借校尉酒水暖身 裴燕的鬼母罗星 看着面前推杯换盏 有说有笑的场景 突然间释怀了心中的得失不安 是啊 魔无至不死 人有致命薄 表面上貌似阴阳互补 互有幽恋 但人能退 能歇 无论秘境难易 他们都能饮酒畅谈 充满希望 秘境一功乏实 他们可以扫清妖魔 庆功贺彩 秘境难功乏实 他们可以中途退出 犒劳自己 思虑他法 可秘境妖魔那 他们永远品尝不到这种 蕴寒欢庆的酒水 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 不断徘徊 因此 鬼母罗星释怀了 他宁愿坐在人群之中陪宴 也不愿在那阴寒巢穴中铸留 罗先生 为何不饮 可是这酒水辛辣 难以入侯 先生陷道有功 又是我的贵客 姜某倒是疏忽了 来人给罗先生换果酒 此等欢庆之宴 岂能让先生不是 不必更换 心入迎宪道 为的就是能坐在这里 与诸位豪杰共饮 如此盛世 酒自然越烈越好 诸位稍等 容兴满饮 鬼母罗星举其手中的酒杯 先是小小抿了两口 然后闭眼张嘴 将杯中烈酒一口灌下 那辛辣火灼的烈酒 直冲他的脑门 然后进入味带翻滚 最后随着食道顶入口鼻 积得他眼泪直流 好酒 有志当从君 为人饮烈酒 好 不想你这青瘦文士 不仅有志 也能胜你 来来来 今日不醉不归 鬼母罗星一边饮酒 一边流泪 倒是让不采添酒的亲卫 一顿暗潮 堂堂好拿 喝点烈酒咋 还能把自己喝哭了 果然是敏感文士 难有慷慨 他们不知道 鬼母罗星在告别过去 准备入营从君 居高临下地俯瞰他 曾经的潮雪 他回不了鬼巢了 也不想回去 他想成为武者 去征伐其他秘境 坐而论道 开怀畅饮 一场酒宴 在武者的欢笑中 与青瘦文士的流泪中 圆满结束 武者们准备等 周府的援军抵达后 再探索殷鬼秘境 鬼母罗星 在等朝廷的封赏 看他献出巢穴的功绩 能换取什么职位 在场众人 均有收获 自然放心饮酒 驱除身心疲倦 第二天清晨 静安校尉一觉醒来 便命轻卫传唤周园 他信得过周园的实力 知道启用周园 能够加快秘境功法速度 因此 他打算暂时改变 营中的功法节奏 尽快补充武库的灵物储备 待周园被领入银堂后 静安校尉也没有客气 直接开口 说出了他的目的 周园 此次治理鬼幻 探索秘境 耗费不小 朱县武者离开时 我们还需赠予灵物宝器 以资其功 周府援军这几天就该到了 在此期间 我不便回营都战 你与蔡成先持我将领回营 尽力功法营中秘境 为营中武库补充灵物 诺 周园这边刚好缺少经验 自然不介意回营刷低级副本 就是不知蔡成那边怎么样 毕竟他的母亲 也是一只化皮鬼物 等周园再次见到蔡成时 这位军司马并没有颓废 反而一如既往的沉稳 蔡兄 你家的情况 我都听说了 还请节哀 周园 那鬼物的死 我并不难过 我只是怕我母亲疼 更恨他求救之时 我却不在 走 你我兄弟回营血战 唯有血战方 可接我心中哀痛 蔡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仅仅一次休假回城 竟遇到了这么多事 好在 他的妻儿无事 否则他就真的扛不住了 当带着悲愤之情的蔡成返回军宝大营 秘境攻伐站 便再次开启了 只不过 这次是紧急征伐 所有的悬甲士与神匕首 都要减少休整时间 紧急投入秘境血战 幸好有周园这位超凡射手在 不然即便 精锐士族 也会出现不小的损伤 悬甲力盾推进 勾连枪准备 周园 你有射狐宝宫 看能否直接射杀妖魔首领 这次我们就不藏了 快速避敌即可 好 我来杀他 自从开始全力攻伐营中秘境后 悬甲神匕的士族 便进入了轮战阶段 如此高压 别说士族了 就连蔡成都没能坚持几天 因此 后续的秘境领队 变成了周园 也只有他能一直领队血战 不见疲惫 原本他攻伐营中秘境牛头寨 一次大约收获780点经验值 金创要9个 玉珍散3个 杂物若干 但攻伐节奏放开后 他得以全力施围 刷副本的收获 也变成了1000经验值 金创要12个 玉珍散3个 杂物更多 得益于此 他回音攻伐秘境的第一天 便把8级的技能 五魁之宁 升到了满级 当 五魁之宁 升至满级后 不仅防御力 攻击力增加了不少 对蓝的消耗 也降低了一些 倒是符合 宁的含义 提高了灵气的利用效率 现在只要激活 五魁之宁 周元的肉身 便会如无缝铁杂甲般坚固 并且还有极高的韧性 能够缓冲一定的震荡伤害 这种防御力的巨量增幅 使他从一个正常射手 变成了一个肉盾射手 面对如此明显的收益 他根本没有偷懒的理由 开始全心全意刷副本 积攒经验 与补给品 值得一说的是 周元回到营中三天后 上乐县位 成非便遣迎兵 送来了一份 五级图谱和一份文书 那五级图谱 正是他许诺给周元的血煞剑术 文书则是使用血煞剑术的注意事项 送信的迎兵 还顺道带来了 静安校尉将任的嘱托 其转述说 周府援军已抵达静安城 虽然暂时不打算攻伐英鬼秘境 但近期一定会有所行动 校尉希望 周元与营中弟兄多多受累 多积攒些秘境灵物 便与舞者团维持战力 周元得到嘱托后 将自己夜晚抽空血的 三星连珠射数 交给营兵 让其带给上乐县位成非 此后便连续攻伐营中副本 等待英鬼 秘境新一轮的探索机会 技能 血煞剑术 介绍 血煞犯命 一称血之血刃 碎走刘霞 运有伤损 轻者皮肉 重者命祸 效果 凝血俱气 血煞生腾 对目标造成 血煞 伤害 附着流血 乱气效果 祝 消耗生命 灵气越多 血煞伤害越高 一级可消耗生命1% 制成血煞 十级可消耗生命 10% 生成血煞 上乐县位成非说的没错 这血煞剑术比营中的 血煞剑 厉害多了 只要愿意消耗红蓝 这项技能 可以在短时间内 打出爆炸伤害 并且还能引发 乱气 效果 呈现位在英鬼秘境 仅用了一次血煞剑术 是有原因的 这技能 不仅伤身 也更适合杀伤正常生命 而非英鬼邪灵 在英鬼秘境中远 没有阵斜剑好用 只能当作紧急爆发手段 血煞剑术的特性 注定难以成为 武者的常规手段 否则一场战斗下来 武者很可能 会将自己抽得平血 但周圆不同 他有血药 与恢复性技能支持 非常适合用这种 自伤其身的凶暴技能 因此 他直接使用了5G图谱 并用积攒的经验值 将其点到了满级 随后几天 他一直尽心尽力的刷副本 乃至梦中都是刷副本 拾取暴露物的场景 他本以为 金安校尉所说的近期行动 最多也就三五日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个月 直到红叶十三年八月二日 金安校尉的将领 才迟迟抵达军宝 此时 周圆都积攒出两万多经验值 320份金创药 116份玉针伞 大量饭团和各类兵器了 校尉将令 命军司马蔡城 恢复秘境攻伐次数 令神必多伯周圆 捅萧綦迎兵200 护林物三乡入金安城 得令 原即可启程 周圆会和萧綦迎兵 再次返回了金安城 刚一进城 他便发现 这座城市不仅恢复了热闹 而且变得比之前还要繁华 问过随行的传令兵后才知道 周府同意了郡署的文师申请 派出了府衙署官 与郡署共同选拔缺失官吏 此举极大刺激了周边属县的寒门与大户 使各县有志者 成群结队 涌入靖安城 恶鬼肃清 新人新貌 好坏不说 意外死亡者总会少先 等周圆入了城中营房 交了押运的林物后 便见到了周府来的援军 共八位舞者 统营兵三千而来 据说最早来的 只有三位舞者 进入英鬼秘境查验后 周府又调派了五名舞者前来协助 周圆入营堂时 舞者们正在议事 由于他也需要进入秘境功法 因此被留下来是参军机 诸位同僚 那阴寒黑夜 已找死囚犯试过了 确实伤身有毒 乐极县卫省于慷慨无畏 亲自引了一滴实验 发现阴寒黑夜 戾气而伤身 与那秘境挥舞 因是同类 静安校尉将人 在阐述英鬼秘境的利弊 周府来的舞者 也各输几件 江校尉 那英鬼秘境中 虽然不见兵甲粮草 但木制建筑众多 用来质探也是极好的 如果后续再有灵物收获 我建议全力攻伐 不必封锁 刘参军所言即是 我怀州多年 未添新秘境 既然遇上 哪有封锁之理 不若派射生迎兵 持血煞剑排队而入 美队入秘境一刻中急出 轮流不息 交替攻伐 即便美队只能杀伤两三只 越渝下来也能清空阴鬼 独留妖魔首领 与几只强力妖魔 直到此时 周元才明白 为何秘境攻伐被拖这么久了 周府来的舞者 不在意射生迎兵的损伤 想要以常人射手持 卸煞剑消耗秘境阴鬼 达成灵物出产的目的 静安校尉这边多半不同意 才会一直拿基因叶有毒说事 诸位同僚莫及 秘境开发与否最大的问题 不是普通阴鬼 而是那阴鬼首领 如果能将其顺利击杀 再论开发与否不迟 若我等都受挫而归 派士族攻伐又有何意 江人终究是静安城的 直属军阵长官 周府的舞者还是要给他面子的 因此 双方匆匆结束了 秘境开发的谈话 各自出营堂着假持器 准备先试试妖魔领主的橙色 领悟动人心 有毒意识宝 周元也去准备吧 我等再攻伐一次秘境 看看其中所获 到底值不值得士族卖命 第二次探索阴鬼秘境的队伍 比第一次豪华得多 之前治理城中鬼换时 受伤的两位属性舞者已经恢复 再加上周府来的八位舞者 足足有了21位舞者待命 鉴于鹰鬼秘境更适合射手发挥 周元还是进入了探索队伍 多出来的两名舞者 成为了备战队员 准备中途顶替伤退舞者作战 至此 四射手 十六近战的探索队初步成型 也有了结成两排防线的基础 诸位 那弄潮鹰鬼难缠 莫要直接攻伐他 我们先费些气力 将周边民居内的鹰鬼清空 使其无鬼可患 将校尉攻伐经验丰富 但请下令 我等定文令而行 有了周府舞者的配合 推进变得异常顺利 即便十二级鹰鬼文士 不时引发一场五六十只的小型鹰鬼巢 也无法阻止舞者们的推进 因此 驻守方街宅院的十四级鹰鬼文魁 注定要失去最强干扰技能了 在宅院附近的鹰鬼被清空后 鹰鬼文魁即便使出了鬼闻咒 也没能引来多少鹰鬼 最终在十六位近战舞者 四位精准射手的围攻下 没泛起什么浪花 便被击杀了 此战 周元虽然没能获得多少经验 但鹰鬼文魁暴露的绿色光团 依然被他顺利失去 丁 获得文魁之巨一 鸣血鹿舞 技能 文魁之巨 介绍 魁者 鬼斗也 通 魁 怪异 擅藏服盘结 文魁为鬼中斗 擅聚因盛气 效果 使用后获得技能 文具增加少许蓝条上限 附加微量回蓝效果 文魁之巨 的效果对周元来说 比五魁之宁更有用 因为其不仅能增加蓝条上限 更附带微量回蓝效果 如果技能 文具 真的能自动回蓝的话 周元便与本地舞者彻底不同了 他将不再需要回蓝要撑起蓝条 即便战斗没蓝后 也能休息一段时间 自行回蓝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 文魁之巨 并用积攒的经验 将其升到了满级 果然这升级 他便多出了一段蓝条 有了圣气聚灵的能力 刚出现的蓝条呈灰色 宛若无水容器 随后文具的回蓝效果激发 蓝条开始缓慢且持续地恢复 属性面板对文具的介绍 虽是微量回蓝 但这种微量 对周元来说已经足够了 因为他并非一直处于战斗状态 更多的时间是在锻炼与休息 而类似被动技能的回蓝效果 能持续不断地为他补充蓝条空缺 确保他大多数时候都是满蓝状态 什么事儿 这么高兴 周元面目舒展 嘴角含笑的神态引起了上了线为承飞的注意 却有喜事 就在刚才我突然明误了 血煞剑术 可一些诀窍 好像找到了席恋方向 真的假的 看来你的感气天赋确实不凡 但这也并非全是好事 血煞剑术 以气饮血 进而生煞 你自己注意点 若您的气多了 过量饮血 一剑下去 搞不好会把自己抽晕 多谢承线为教导 我不会乱来的 周府来的两位舞者射手 本不想理会周元与承飞的闲谈 但发现是有关血煞剑术的话题后 便又来了兴趣 纷纷开口说您多少气最合适 饮多少血不伤本 至此周元才知道 血煞剑术流传的还挺广 舞者射手并不抗拒废弃好险的凶暴舞技 在四位射手相会交流饮血经验时 进入宅院内堂的舞者也探索完毕 并捧出了一件形似波鱼的青瓷笔喜 那笔喜之中盛满了红色液体 其中插着一只宛若睡莲的白子之花 周元靠近一看 红色液体是明血露 胶嫩白花显示为水晶莲 校尉 这红叶估计与阴寒黑叶一样 有某种特殊效果 看来这阴鬼秘境灵物不少啊 周元手中有名血露 他知道这是阴鬼的回血药 生人的毒药 虽能用来滋养神魂 但也是属性面板认证的炼丹制毒之物 莫要动他 阴鬼之宅怎产善物 当先找死求验证 再断其是否蕴含灵气 将效尾稳妥 却该如此 周府来的舞者将亲此鼻喜 送到城门洞后 舞者小队再次集结推进 走过文武二魁的宅院 前方出现了一座三层破败木楼 不少十二阴鬼花娘在楼下徘徊 这些阴鬼花娘 与之前的阴鬼文武士完全不同 她们的攻击能力很弱 却能造成短暂的眩晕效果 如此独特的牵制能力 受到了舞者小队的高度重视 舞者们直接原地固守 等射手们将画皮花娘全部清理完后 才再次行动 就当周园将这些阴鬼花娘 当作控制型怪物时 三层木楼内的十四阴鬼 花魁给所有舞者都上了一课 她手中连武器都没有 只用了一种游戏中的常见技能 便瞬间瓦解了舞者小队的阵型 该死 你竟然攻击我 死了 前排推进的周府舞者 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身边的属性舞者 会不由分说地给她一刀 由于大家节阵对敌 她根本没有防备紧密依靠的战友 因此 当战友挥刀相向时 她不仅没来及警惕 更没有躲避空间 刺拉一声 锋利的战刀划破玉寒棉衣 给为了适应环境 没有披甲的舞者小队 造成了第一例损伤 那战刀造成的伤口 从周府舞者的臂膀 直打臂弯 其身见骨 仅此一击 不仅使周府舞者吃痛 丢下了手中圆盾 更使其挥动右手之刀 展开了凶猛反击 如此一来 上一刻还紧密团结的阵型 一瞬间便被打破了 来自周府的舞者 下意识帮助自己的同伴 静安校尉这边 也不可能看着 自己的下属被杀 这纷乱 不止在舞者小队中徘徊 还影响到了后排射手 周园 成非两人 与两位周府射手 几乎同时 转攻锁定对方 还好 射手们离得远些 尚能保持理智 不然四个射手 很可能相互短距离射击 全部损伤 住手 你们要做什么 难道带我们入秘境 就为了杀死我们吗 冷静 内红大概率是那妖魔引起的 没着了他的道 尽快控制暴乱者 退出秘境再分对错 静安校尉这边话刚说完 一位周府舞者 又对身边的同伴 展开了攻击 这下舞者们彻底怒了 群起而上 用手中盾牌 给暴乱者来了树下盾机 直到将他们拍倒在地 才控制其手脚 准备撤退 射手收工 启用副刀 莫被妖魔迷惑 射击袍则 一行人在前面跑 一只鹰鬼花魁在后面追 游戏中常见的魅惑技能 在这一刻 展现出了强大效果 迷惑混乱型技能 在游戏中 更像是牵制剂 玩家们能明白 队友的苦衷 不会引发太大矛盾 也不会急火干死队友 对玩家来说 左右也就两三刀的事 补口血就好了 但正常人却不行 他们挨了舞者的斩击 是会流血受伤的 严重点击打到掩耳手指 说不定还会致残 再加上 舞者们无法一边防备自己的战友 因此鹰鬼花魁仅仅两击迷惑技能 便打破了团队之间的信任 迫使舞者们不得不紧急撤退 好在 郡鼠营造出的官吏 与府兵非常给力 将秘境入口的枯井 挖成了阶梯状的大坑 否则二十人的舞者小队连续涌出 足以毒死之前的狭窄警告 郡医快来缝合伤口 用秘境保药 一定要保住我兄弟的手臂 六名州府舞者抬着两人而出 其中一人被小心翼翼地放下 不断流淌的鲜血 近乎染红了他的半边衣精 造成这道伤口的属线舞者 鼻青脸肿地站在静安校尉身后 愁容满面 不知该如何解释 静安校尉反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事意有他在 不会任由报复之事发生 迷惑性技能造成的影响太大了 不仅迫使信心满满的舞者小队撤离 更有引发内斗的风险 受伤的州府舞者 若手臂无法恢复如初 不可能不愿恨伤他的属线舞者 州府舞者与静安郡的舞者 本就是两个团体 此时 那深可见骨的伤口 仿佛化为了一道鸿沟 将两个不同的团体 引向对立 江人 我等见你求援文书 无故安危 奔袭诉求 现在 却发生此等事故 你不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吗 刘参军说得对 老贾这臂膀刀伤剑骨 不知何时才能抗剑 若是被妖魔所伤也就罢了 可却被自己人所伤 你让他如何不生怨言 受伤的州府舞者倒也硬气 手中咬着棉布 便由军医紧急缝合 只不过那张脸仗得通红 面颊肌肉抖动 额头不断渗出汗液 表明他此时伤痛不清 莫及 等贾都尉缝合完伤口再说 贾都尉才是伤者 具体该如何赔偿 总要听听他的意见 静安校尉暂时压下了争执 两对舞者暂且分道扬镳 各自走向了不同的营房意识 其实他们双方退步的空间并不大 属现舞者尊的是静安校尉将命 引发问题后 静安校尉自然要维护 否则属现舞者在自己辖区过的 不知有多自在 怎会跑到静安城与周府舞者结院 周府舞者那边则是袍则战友受伤 若不帮战友讨个公道 如何回得了周府大营 因此 鹰鬼花魁比鹰鬼文武魁厉害多了 一击就打中了舞者小队的软肋 使他们左右为难 刚一进入营房 静安校尉变气 冲冲地发狠道 那迷惑人心的妖魔一定要除掉 不然这事儿完不了 只有击杀那妖魔 大意上我们才算为 甲都为报了仇 否则他们邪怨而去 日后多半会生出事端 赔偿问题倒不是什么大事 大不了多与他们一些灵物 诸位都想想 可有除魔驱乱之法 众鼓我等同僚之意 各属现舞者 皱眉思索 一时间也毫无头绪 想不出有什么法子 能抵抗那祸心之术 唯有周元第一时间 想到了基因叶 属性面板对他的介绍很详细 快速恢复少量真气 叠加 阴寒 状态 持续失血的同时 缓解昏迷 诱惑类负面状态 这其中的缓解 诱惑类负面状态 刚好可以对抗 阴鬼花魁的迷惑技能 就是不知能抵抗多久 需要服用几份 才能消除 迷惑 效果 但这是一个方向 也是凑足 三魁之术的途径 周元认为可以试试 小伟大人 你还记得 你如何形容秘境灰物吗 不知 伤身而戾气 阴寒却醒神 忠的醒神 能否对抗阴鬼或心 嗯 你这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此法 或可一事 承线为你去银库 取一瓶阴寒黑夜来 我亲自饮用 查验其醒神之能 看他有几分酷寒 诺 上了线魏诚飞 领命而去 莫过多久 便取回一只 半米高的长颈花瓶 静安孝魏将刃 先用筷子 粘了几滴 放入口中 细细品鉴 一刻钟后 周元这边也通过物品栏 使用了一份基因液 体验其醒神效果 与损伤多少血条 由于物品栏标注的一份 远远大于一汤匙 周元无法确定 静安孝魏的感受 反正他感觉是 大脑突然间 仿佛遭冰水浸泡 细碎的杂念 全部消失 只剩一种冰寒质感 快速传遍全身 再一看血条 快速跌落5% 过了一会儿 又跌落了1% 然后才慢慢脱离 阴寒状态 血量消耗程度可控 能够作为 抗迷惑物品使用 周元这边 有属性面板 作为参考 能够更直观地 观测基因液的优劣 静安孝魏那边就不行了 他尝了一汤匙后 隔了一段时间 又饮下一汤匙 仿佛在喝什么补品 终于过了两课钟 大约半个小时后 他才放下汤匙 睁开了闭合的双眼 常闻读物出没之地 多有解物半生 不想此等无惧俗语 也能印证秘境妖魔 诸位 这阴寒黑夜确实有效 某处引脑浆如冰 再引为寒无感 多半能用来抵抗妖魔火星 既然有用 我等不妨去试上一试 不持力气 只拿盾牌 即便被那妖魔迷惑 也不会伤害袍子了 善 若能证实 阴寒黑夜能醒神抗祸 周福甲都未受的伤 不仅不亏 还是大功一件 基因液终究伤身 属性武者们 将其装入多个小瓷瓶中 便于分量使用 再次进入阴鬼秘境后 周圆 成非两个射手 与静安校尉的盾阵 保持百米左右距离 如此一来 既能快速支援 又能避免被阴鬼花魁 选为霍星目标 接近三层木楼 引用阴寒黑夜 随着基因液的引用 阴鬼花魁的迷惑技能 果然遭到了影响 他依然空手站在那里 却没能引发新一轮的混乱 仅让一位属性武者 生出些血运弹 用盾拍倒他 会拳掌印竖者 刺激进攻 属性武者 心中憋了一口气 没功夫实验基因液 能持续多长时间 纷纷立盾为机而上 将阴鬼花魁牢牢控制 周圆 我用血煞剑术 你用三星连珠 尽快将其击杀 好 我引一剑激盾 提醒他们 放开空间 阴鬼花魁的核心能力是迷惑 当这个技能 暂时失效后 他便不难对付了 碰 及时的剑支 击中盾牌 属性武者下意识 转身举盾 下一刻 一只附着血煞气焰的剑支 与三只阵斜剑 转瞬极致 狠狠定在阴鬼 花魁身上 武者们发现 几方射手 需要输出空间后 放开严密盾阵 留出了一道剑系 更有甚者 伸手拽下阴鬼 花魁身上的阵斜剑 当作短笔使用 因此 周圆与成飞再开了一次攻 阴鬼花魁便 被前排武者们击杀了 直到此时 武者们 还有些不可置信 他们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引发他们之间矛盾的妖魔 在迷惑能力失效后 会如此好对付 亏了 若早知阴寒黑夜 克制他的迷惑能力 那位周府来的贾都尉 也不用受伤了 说什么呢 贾都尉 只是运气不好 我等一路 叹刑至此 总会有人中招的 只怪我等警惕不足 被这妖魔得了先手 在属线武者交流之际 周圆与成飞 也走上前去 他一边分发阵斜剑支 当作紧急备用武器 一边顺手 拾取了 因鬼花魁暴露的绿色光球 丁 获得花魁之谜1 鸣血鹿5 技能 花魁之谜 介绍 魁者 鬼斗也 百花之手 亦为魁 通 魁 怪异 擅藏扶盘结 花魁未魁中蕾 能乱神霍心 视为神之影 以魁之行 难不迷也 效果 使用后获得技能 花弥 可消耗灵气 施展霍心之术 施术距离 一级十米 十级百米 主 获心效果由神属性差值决定 神属性比目标越高 获心效果越强 神属性低于目标时 无法产生获心效果 花魁之谜 的效果非常强大 哪怕需要神属性作为判定 也依然是个强力的干扰技能 有了这技能后 无论是单对单 还是群体战 都会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当然 还有更阴险的用法 只需在合适时机 施展获心术 便能轻易破坏某个群体的信任基础 一经对比 或心术多项隐秘毒蛇 比摆在明面上的刀枪更为致命 面对如此有用的控制型技能 周元自然选择了使用 并用积攒的经验值 将其点到了满级 如此一来 他便凑齐了五魁之宁 闻魁之巨 花魁之谜 进而激活了三魁之术 满级延伸出的魁斗法 技能 魁斗法 介绍 天有北斗 勺斜龙脚 魁枕参手 斗中鬼凝武 鬼中斗聚器 魁中磊弥神 效果 使用后激活 凶魁扼煞 状态 增加攻防的同时 所有攻击附带 获新效果 柱 魁斗法激活期间 持续消耗泄蓝 可自行关闭 亦可等血蓝任意耗尽 强行脱离 凶魁 状态 魁斗法 没有等级标志 类似爆发变身技能 这技能的强度 有点超出了周元的预料 哪怕激活后 持续消耗血蓝非常危险 但作为拼命搏杀之法 还是很合格的 或新术 魁斗法 这两个技能的出现 补齐了周元的短板 现在他技能打爆发 也能干扰控制目标 就算没有前排肉盾保护 也可以尝试单刷副本了 由于身边有队友陪伴 周元没有莽撞实验 魁斗法 的效果 他担心此技能会附带一些特效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因此准备退出秘境后 再找僻井之处实验 在他巡逻警戒一会儿后 进入三层木楼探索的舞者们 也拿到了他们苦战的回报 那是两个紫砂桃盆 其中盛放泥沙黄土 并栽中了两株枝繁叶帽的碎红花 周元凑近一看 黄土为望穿沉沙 红花为曼珠沙花 校尉大人 木楼内只有这两种义武 其余皆是朽木服务 我们是否取回武器继续探索 找到妖魔首领的位置 便于周府舞者评估危险度 不推进了 到此为止吧 一个迷心妖魔 便使我等损兵折将 后续的妖魔首领 不知会有多么凶险 我等攻伐秘境 是为了获取灵物 而非为了攻伐而攻伐 现在 既然有理由安抚周府舞者了 我们也不必再强行推进 等着吧 等周府舞者忍不住要求推进时 再有受伤事件发生 就该他们给我们一个解释了 静安校尉不准备做主导者了 他发现阴鬼秘境异常凶险 一个弄不好 就会受伤损命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打算交出主导权 等待周府的命令 也让周府去承担舞者损伤的责任 校尉大人说的是 前路危机重重 应该调配更强的舞者探索 我等实力有限 不能因攻莽境 最后伤了自身不说 也多半得不到什么实惠 属现舞者们 亲身体验精英叶的效果后 其实更希望三层木楼中 有精英叶存放 现在没能找到 克制或新术的阴寒黑夜 他们也失去了继续探索的欲望 因此 一行人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很快离开了 能损伤舞者的阴鬼秘境 但他们刚一走出秘境 便发现八名周府舞者 已经在秘境外等待了 江校尉 此乃何意 可是觉得我等小气无胆 打算独自带下属攻伐秘境 刘参军说笑了 贾都尉受伤后 我等弟兄心痛难安 仗中议事时 突然想起 那阴寒黑夜有醒神之能 随后便决心一事 不想阴寒黑夜 真能克制霍兴妖魔 所以我等趁机为而机之 除了那霍兴妖魔 为贾都尉报仇血恨 静安校尉说的慷慨 让本来含有怨气的 周府舞者一愣 不知该回些什么好 二十人入秘境 都狼狈而归 现在他们只有十二人 武器都没拿 只有后世盾牌 与两位射手 此等知难而尽 不顾凶险的行为 实在对得起同僚之意 豪泽之情 贾某谢过校尉之意 得知校尉为我血恨 我这臂膀也不痛了 等我康健如初 并与校尉畅以美酒 再次并肩而战 成了静安校尉的人情 成了同僚之意 便是受了恩惠 如此一来 之前的事情便算过去了 好 如此说定了 我等着与贾都尉共赢 也等着与诸位同僚 再次并肩作战 善 我等也不是小气之人 只不过并肩作战 估计要等等了 这损命的买卖做不得 还是先通报周府大营 让淮州都督 知晓我等的处境吧 淮州都督的行动效率 比周元想象的还要快 或者说 下属受伤 秘境探索 有毒 或新术的灵物 多种因素加起来 引起了淮州都督的重视 静安城的消息 快马急报发到淮州大营后 淮州都督的特遣团 仅用了四天时间 便抵达了静安城 此次带队者是 淮州大营的十拳武官 中武校尉裴击 他携四名州府武者 刚到静安城 就从静安校尉手中 接过了指挥权 有了中武校尉裴击的加盟后 静安城内的武者小队 达到26人之多 即便刨除受伤的贾都尉 能够继续作战的 武者也有25人 因此 中武校尉裴击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选风 即重新选拔探索人员 周元这个非武者射手 被他第一时间否定了 连备战的位置都没获得 成为了后勤人员 不怪中武校尉裴击傲慢 实在是武者志强的思想 根深蒂骨 在武者数量不足时 其用周元这种有天赋的射手 倒也没什么 现在武者数量尚有富裕 因鬼秘境又凶险重重 每一份战力都至关重要 周元自然也就落选了 对于这种情况 成非等属现武者颇有微词 认为自己的袍泽弟兄 遭受了不公待遇 静安校尉将人 则是暗中嘱托几句 让周元先行回营 待他镇守军宝 周元 中武校尉裴击远道而来 本不会过分拿捏静安所属 但他确实有清退你的意思 我不仅没有距离力争 还顺水推周 附和了他的提议 此非我媚上而欺下 实乃周府武者数量过多 我压制不了 你非武者 职位也低 若留你憨战 过分出 踩趁德州府武者无光 过分平庸 必备训斥清退 既然如此 这周府中武校尉指挥的战士 不如也罢 莫到头来 出力流血 还被他们厌恶 继而影响日后升迁 咱们是淮州大营的下属 只要还在军中摸爬 就撇不开淮州都督 与淮州将官 没必要在他们面前 耍威显杯 耍了威 他们心中不痛快 显了杯 他们眼中瞧不起 静安校尉已经将周元 视为左膀右臂 心腹爱将了 为此难得交心提点 他说的如此通透 也与周元的年龄有关 在他看来 周元就是个矛头小子 不费心提点的话 很可能成为鲁莽之辈 原 多谢校尉大人教诲 这边撤回军宝 近代佳音 此外秘境阴鬼凶猛 阴鬼首领 定会更难缠 望校尉与众兄弟小心警惕 周元已经获得 魁斗法与三魁之术了 并没有死磕鹰鬼秘境的打算 他也不认为 无者小队 能够无损伤 击杀秘境BOSS 毕竟 鹰鬼三魁的技能 可以组成 魁斗法 秘境BOSS多半会此技能 再加上 秘境BOSS大概率有 防神之皮 那种恢复性道具 想击败他并不容易 因此 周元对退出攻阀队伍 并无不满 大不了以后 再找机会攻阀就是了 没必要 再陌生将校首下效力 果然 周元猜得没错 他回音后的没过两天 静安校尉 与属县武者 便一同返回了军宝 听他们说 那秘境妖魔有着人形 多半是化皮鬼物的源头 刚开始虽然难缠 但也不是不能对付 武者小队 引用阴寒黑夜 醒神驱火后 也能与其打得有来有回 就在他们以为 可以凭借二十 对一的绝对人数优势 获取胜利时 那妖魔首领 突然狂暴强化 连伤数位武者 不死心的中武校尉 启用备战成员再次攻伐 却依然被狂暴的妖魔首领击退 如此一来 阴鬼秘境的攻伐计划 便被暂时搁置 中武校尉陪击 接手了秘境防范工作 静安校尉 与属县武者 得以返回军宝修正 哼 怀州大营推不痛快 若是派一位真正的高手过来 哪会致使我等兄弟受伤 不可胡言 怀州都督总镇一方 事物众多 不可轻动 怎能亲自冒险攻伐秘境 受伤的属线武者抱怨连连 静安校尉这边 只能尽力安抚 并向州府报公 寻求一些补偿赏赐 在这种不快的氛围中 时间又过了几天 来到了8月15 也是大魏百姓 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水月节 这天一早 周元就看到营中士卒 拿着大大小小的容器 集体打水 他从未经历过水月节 非常好奇 大家为何如此 君司马蔡成 以为他生在偏远乡间 没有时间与经历庆祝节日 便耐心解释道 传说天空脚跃之中 居住着玉兔与金蝉 其中玉兔善药 金蝉善财 但他们平时都很忙碌 唯有月圆之夜 八月半 才会观察民间百态 因此 水月节这天 百姓会用容器盛水 倒映天空圆月 期望月兔留些药液 金蝉留些财源 融入他们映月的水中 引而补身 徒而养财 蔡成说的很有道理 就当周元以为 这是大魏的传统节日时 他话风一转 神神秘秘地说道 刚才那些说辞 都是民间传说 我再告诉你点实惠的 卫书天地蜜录中记载 八月半 以水映月 运行月宫秘境自现 其未不定 其时不明 原胜可入其中 有无者百姓误入其中 随者不可戒道 归后不可再入 其内多药兔 金蝉 两者随身有药液精彩 破之可自取 不破无可得 这是周元第二次听到 卫书天地蜜录 这个名字了 他很好奇 这本书到底记载了多少秘境信息 财兄 你既然有卫书天地蜜录 可能借给我看看 兄弟说笑了 卫书天地蜜录记载秘境信息 简直比国防驻军图还重要 我怎会有那种东西 我这说辞 也是听校尉大人讲述 他也没有成策的卫书 只是当年在京城受训时 看过一些检测 不是 你就不好奇月宫秘境吗 怎么惦记上国典卫书了 说一点也不好奇 那是假的 但周元有种玩家思维 这种天地意识 对他来说更像是节日活动 既然是节日活动 就没有那种神异玄奇之感了 自然也不会太过憧憬 不过 为了回应蔡城的期待 也为了融入传统与袍泽同乐 他还是配合回复 确实好奇 我也去找几个容器 盛水应乐 若我有信入了月宫秘境 定于蔡兄带回些药业 精彩 盛水应乐这事的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 银中士族不会天真认为 以水应乐 就可接引下御图药业 金蝉裁员 静安校尉与属县武者也不会认为 自己能有幸应得月宫秘境 并进入其中带回些奇珍异宝 但这就是仲在参与的欢庆佳节 也是百姓放松团聚之节 有无回报倒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感受节日欢乐 因此 静安校尉不仅请银中亲信 与属县武者饮酒 还从城中接来了自己的清卷 他的妾室不太适应银中气氛 虽面带微笑 不时回应仲将官的问候 但也不主动开口说话 倒是静安校尉将人的小女儿 是一位活泼好动的孩子 那孩子不满五岁 应该来过营中几次 知道自己父亲是此地镇守 便也不切身了 不时找熟络的将官 讨些洗钱礼物 也不忘送上几声清脆祝福 倒也惹得营中将官欢欣 其中 同管亲卫的江勇 管理玄甲式的蔡成 与那孩子最熟 也精心准备了不少礼物 来 拿着 这是镀金铜雀 校尉大人的女儿小名换作犬 尚无大名 你送他一枚镀金铜雀 定能使他欢心 蔡成还是很靠谱的 即便周元这段时间 忙于征伐秘境 这位老哥也没忘了 帮他购置些节礼 否则周元这个不计家节之人 就只能随便送点洗钱 一丝一丝了 多谢蔡兄 回头我还你钱财 说那些作甚 左右一个镀金铜雀 值不了几个钱 你若有心 回头请我吃酒便是 这次不会有人说你凶煞缠身 冲撞佛逝了 我俩也好归家倡议 蔡成忠就还是放不下话皮之事 周元只得拍拍他的肩膀 转移话题 那可说好了 等再入城时 咱们彻夜畅演 正说着 名叫雀儿的孩童 走向了周元 睁着一双大眼睛 不知道该称什么合适 阿爹 这位将军好年轻啊 我该叫他哥哥 还是叔叔 哈哈 他是阿爹的袍泽弟兄 前些日子 我俩还并肩作战呢 自然是你叔叔 活泼孩童脆声声换了声 阿淑鹰雾 从周元手中 逃走了杜金铜雀 这轮剑礼 不是为了收礼物 而是为了让营中将官 见见那孩子与夫人 也算定了情意 日后多份交情 因此 一轮孩童剑礼注词之后 静安校尉便拿出了礼物 分赠诸将 使大家过节得余 而不损财 如此之后 便是应悦之宴了 众人围坐轿场 美人暗机上 不仅有美食美酒 还有一个装满清水的 应悦铜盆 来诸位 水月佳节 药业金元皆应慈悲 我等同瓶康寿福财 同瓶 康寿福财 这边众将官吃着酒 那边静安校尉的亲卫 便开始给营中士卒 分发佳节之礼了 发的东西倒也实惠 无论均值大小 美人一串红绳所述的 十五铜钱 与八枚拳头大的枣泥甜饼 此举惹的营中一阵欢呼 那声响伴着叫场篝火 空中满月 再左一杯美酒入喉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欢庆 爽快 我等自镇属现以来 许久不在营中欢庆了 不想今日有幸与诸位同乐 这秘境功伐 即便受些伤 也算值了 水月节的晚宴很奇特 众人饮酒后 皆将手掌放于映月铜盆中尽湿 期待有机会触碰到月宫秘境 静安校尉的女儿也想如此 却换来了母亲一顿训诫 沿如月宫的孩子会迷路 找不到归家的方向 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 周圆眼睁睁看到几个铜盆内 倒映的圆月 化作不断旋转的副本传送门 但那传送门并不固定 仿佛梦幻泡影般转瞬即逝 神奇的是 只要盆中有波纹 或有外物干扰映月之水 传送门便不会出现 倒是印了《未书天地秘录》中 记载的那句 其味不定 其实不明 原胜可入其中 周圆仔细观察两眼 倒是看清了月宫秘境的基本信息 副本 月宫 建议挑战等级5-99 建议挑战人数1-1000 月宫副本 不亏是节日活动 这是周圆第一次见到 包含范围如此之广的副本 不过副本的容纳人数 还是有些少了 仅仅1000人的数量 放在大位都是杯水车薪 更别说 还有其他国家了 难怪水月节中 在参与 就这数量限制 加上随机出现的传送门 用不了多久估计人数 就满了 根本不存在多次尝试的可能 也就变得可遇不可求了 正在周圆分析月宫副本的情况时 他面前的印月水盆中 悄然浮现副本传送门 面对此等机会 他怎会错过 当即将手伸向了盆中 倒映的圆圆 下一刻 他突然间消失不见 周围欢庆的将士 甚至都没发现异常 唯有静安校尉的女儿小雀 百般无聊地 盯着在场将官叔叔 也就看到了周圆 瞬间消失的景象 阿爹 那个年轻的叔叔不见了 雀儿看到 他将手伸向水盆 然后整个人就消失了 他是不是入月宫了 阿爹 你让他的圈带回一只月兔好不好 懵懂的孩子心中藏不住视 他清脆的声音响起后 瞬间引起了在场中人的注意 众将官摒弃牺牲 不可思议地看向周园的座位 这一刻 整个教场变得无比安静 之前的欢声笑语 换成了沉默无声 我兄弟入月宫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们之前说笑时 他还说 若他有幸入月宫 定与我带回些药业精彩 他不会忘了吧 可不能忘啊 这是我这辈子离月宫药业精彩最近的一次 君司马菜城激动的声音 打破了教场的宁静 下一刻 教场充满了 好运动 有缘法 气韵不凡 给我带只金蝉 我家孩子也想要月徒等等 羡慕的声响 就连静安校尾都不平静了 心中琢磨着 怎么开口 才能让周园分享所得 好让大家都沾沾服气 周园平时挺大方的 应该不介意分润喜气吧 大不了 我从银库掉一批宝物 与他底价 不让他亏了便是 阿爹 月兔 记着那 周园若能带月兔而归 阿爹一定替你讨要 若是没有也莫懊恼 有幸入月宫 本就是原法所成 不可抢求他物 周园不知道 他这边刚进副本 营中将官们已经激动难耐 等着他回去 分润月宫其物了 咦 这就是善药月兔吗 这要处 着实凶悍了一些 月宫副本内的景象 非常祥和 此处 有大量高低不一的丘陵与积水潭 密集的各类花草 长满了丘陵四眼 其中 有的花草树藤比人还高 有的却看看莫过人的脚踝 天空中明明没有日月 仅有无数细如沉沙的星辰 但此地并不灰暗 反而有一种 独特的清冷亮节之感 低矮的草林中 有月白之兔 背着小小的藤筐采集 后方的大块岩石处 有兔后腿站立 前找手持要处导药 只是那要处大约有两米长 导药的一端 为人头大小的玉球 这东西可是实打实的炖气 砸起人来 多半和打地鼠差不多 着实有些凶寒 呱呱呱 清风拂过草地 带来一阵挖名 不远处的积水潭中 有三只色泽金黄 大如墨盘 仿佛赤金所住的金蝉 在悠闲泡脏 它们身上没有丑陋的毒包 而是一颗颗珠宝玉石镶嵌 口中还闲着一枚 大大的方孔金钱 当真是净险富贵 此时周元才知道 民间传说 为何对月兔与金蝉如此崇拜了 它们的特征太明显了 误入其中的百姓 一看便知月兔善药 金蝉长财 但这并不代表月兔与金蝉不危险 否则副本信息也不会 建议等级5-99了 5级月白药兔 10级导药玉兔 10级招财金蝉 15级净宝金蝉 这些还只是 面前的月兔金蝉等级 再往后走不知有多少高等级怪物 还有强力的精英怪和boss 而且 月兔是有攻击判定的 周圆紧紧向前走了几步 几只背着腾框的月兔 便眨着宛若红宝石般的眼睛 冲向了它 老实说 它之前对付的 都是体型适中或大一点的怪物 像月兔这种小巧且灵活怪物 还是第一次遇到 好在它并非真正的空手而入 物品栏中的各色武器多的是 它先用霍心术 侧反了一只月兔 充当前排肉盾 然后取出射虎弓 与牛头债副本所产的追头剑 给乱做一团的五只月兔 一直来了一剑 由于用的不是震邪剑与血煞剑 那种特殊剑之 一剑下去并没有击杀月兔 还给它们留了大约20%的血 并且被霍心的月兔 也因为遭受致命攻击 脱离了混乱状态 再次会和同伴一起冲向周圆 不得已之下 它再次使用霍心术 打乱月兔的攻击节奏后 才将它们一一击杀 叮 击杀五级月白药兔五 经验加五百 这追头剑杀伤力太小了 还是直接用血煞剑术吧 果然 当周圆以每次消耗1%的生命 为追头剑附着血煞后 五级月白药兔便抗不住了 均被一剑击杀 控制型技能牵扯目标 射虎弓 血煞剑术叠加高额伤害 使周圆得以逐步引怪 快速清理 但这种压制型打法 也只能欺负欺负五级月白药兔 当周圆将十级导药玉兔 纳入攻击范围后 霍星术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使了 由于它的神属性只有两点 被霍星术命中的十级导药玉兔 仅仅停顿了片刻 便若无其事地再次挥动药杵攻击 不大的兔子挥动着残暴的药杵 像急了一只不断摆动的棒锤 既搞笑又危险 周圆以霍星术临时策反的五级月白药兔 更是被当头棒喝 暴跌半管血后恢复了清醒 好在 那根巨大的药杵制约了导药玉兔的灵活性 使其无法快速变更方向 因此 周圆将获星术当作打断剂使用 等十级导药玉兔眩运将值时 用出了有巨杀前摇的满负荷血杀剑术 这一剂消耗10%生命 以血换血的高爆发剑术 直接清空了导药玉兔的血条 丁 击杀十级导药玉兔一 经验加300 十级导药玉兔除了提供经验外 还爆出了一颗绿色光球 这暴率都追得上阴鬼副本的精英怪了 不愧是特殊副本 丁 获得导药罐 导药储一 玉兔药液一 药品 玉兔药液 介绍 仙人锤两足 桂树和团团 玉兔导药成 问盐与谁餐 效果 药兔采花草 玉兔导灵浆 使用后快速恢复少量血蓝 玉兔药液竟然能同时恢复血蓝 是种性价比很高的恢复性药物 与之相对的导药罐与导药储 就比较一般了 只能算是一套不错的导药器械 但也能当作武器使用 或者当作玉石百剑卖钱 如此一来 导药玉兔 简直负得流油 成为周元的首选目标 其实 在摸清十几导药玉兔的承受范围后 这片丘陵上的兔子 便很难发起有效进攻了 不过周元还是非常谨慎的引怪 避免一次引动太多 被兔子们用药储追着它 当它击杀第五只导药玉兔时 竟然又爆出了新的物品 技能 玉兔导药法 介绍 玉兔玉储 献连储持 跪地导药 置为玉浆 药望飞腾 一期不老 效果 使用后获得技能 导药 可消耗灵气 从药材中榨取玉浆 调成药 助 药液玉浆的品质 与药材有直接关系 亦可榨取毒草 提取毒液 此地不亏有金蝉其身 我这多少是沾染了些财气吧 玉兔导药法 比之前的玉兔药液 好上太多了 一个只是单纯的消耗品 一个却能消耗灵气 提取药液毒浆 简直是一毒双修的完美辅助技能 得到 玉兔导药法 后 不远处积水坛内呱呱名叫的金蝉 就更值得关注了 周元非常想知道 金蝉会暴露什么技能与物品 因此 他耐心清理完丘陵上的月兔后 便逐步靠近积水坛 准备先实验一下金蝉的攻击方式 令他没想到的是 金蝉竟然是远攻射手 在周元进入他们的攻击范围后 三只金蝉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 反而张嘴吐出了口中的方孔铜钳 那铜钳族有脸盆大小 急速飞机而来 将地面击出一道伤疤 此刻周元这个射手 终于体会到了远程攻击的压迫感 他躲避的同时 激活了技能 五魁之宁 为自己增加防御后 快速奔向玉兔导药的岩石躲避 当 巨大的岩石被方孔钳不断击打 层层碎石如粉浆般脱落 三只金蝉的攻击范围非常大 即便蹲在积水潭中 也像一尊尊床母般不断射击 金蝉当真有裁员 单把他们脱落的方孔钳收集起来 就能脱平致腹 崩 崩 崩 岩石坚硬的外壳脱落后 内部相对松软的岩层吸收冲击震荡 改变了金氏崩裂之声 周元从岩石侧面探出头 估算好金蝉的方位后 用射虎弓抛射了一只附着血煞的锥头剑 当 清脆的声响 在沉闷的重击声中非常明显 周元探头一看 发现锥头剑没能击破金蝉的外壳 反而被巨大的力道折断了箭头 如此一来 箭支上附着的血煞算是废了 没起到多少作用 只能在水潭中逐渐消散 远距离射手 加上金刚之身 这东西也太难打 果然法坦 血牛刺客 披甲射手最难缠了 它们这种配置简直没了短板 只能互拼伤害 持续换血 好在 周元物品栏中 还有更好的血煞剑与阵邪剑 否则它就只能中途退出了 考虑到上乐线位承飞说过 阵邪剑不能附着血煞 它便选择了与血煞剑术同源的血煞剑 这一附着血煞 果然有了更为明显的效果 之前它将血煞附着在追头剑上时 剑支只会泛起红光 血物纠缠 换成血煞剑 在附着10%生命催生的血煞后 整只剑变得如烧红的铁器板 泛出橙黄色的光韵 其外部更有血色焰火凝聚 其外貌宛若一只长条形的金红火焰 这一剑抛射而出 先飞向空中 再如流星般坠落 着实美丽闪耀 当 清脆的金属交集声再次响起 但那只血煞剑 却没入了十级招财金蝉的背部 由于血煞之焰的灼烧 剑支造成的伤口 在逐渐扩大 并激发了流泻效果 刺辣 刺辣的声响 从十级招财金蝉身上发出 金色的液体躺出伤口 滴落水潭 化为一枚枚圆滚滚的金豆子 周元侧身探查 发现这只血煞剑 消除了十级招财金蝉 28%的血条 估算下来 他想击杀这只金蝉 需要使用四次满负荷的血煞剑术 也就是需要消耗他40%的生命 还好周元的回血要非常充沛 不然他还真 耗不过那三只金蝉 特别是那只十五级净宝金蝉 不知何等坚硬与血厚 随着一只只焰火之剑 划过高空 抛落而下 第一只十级招财金蝉 终于停下了攻击 丁 击杀十级招财金蝉一 金焰加500 金蝉给的金焰比玉兔还要高 但也比导药玉兔难缠多了 周元在射击剑 清理掉另一只招财金蝉后 才开始锁定那只十五级净宝金蝉 不同于招财金蝉 十五级净宝金蝉背部 有着一枚硕大的金元宝 使其防御力大大增加 为此 周元不得不是射了几只追头剑 确定能够击中其头部 与前掌的方位后 才开弓射出附着焰火的血煞剑 嘣 一阵巨大的声响 引起了周元的注意 他探头一看 非常庆幸 自己选择了远程消耗 因为那只十五级净宝金蝉受伤害后 竟然会跳跃移动 原本这也没什么 但它是一坨末盘大小的赤金 黄金的密度非常大 重量自然也不是普通钢铁能比的 十五级净宝金蝉 仅仅从积水潭中跳出 便将厚实的大地砸出了一个浅坑 就这份坠地一击的重量 说它是近战爆发 周元都信 厉害了 远程 血厚 防高 近战样样都有 样样都行 也就灵活度差了点 不然就没法打了 那只满负荷的血煞剑 只杀伤了净宝金蝉 百分之十一的生命值 就这还是满级血煞剑术 射虎弓 血煞剑 三者结合造成的伤害 面对这样的对手 周元只能采取绕圈打法 即一边围着岩石转 一边找机会输出 随后 它每射中十五级 净宝金蝉一剑 那只金蝉就调整方位 向前跳跃一次 嘣 嘣 嘣的跳跃声 越来越近的距离 地面上一个个被砸出的浅坑 使周元的心跳不断加速 在靠近百米距离时 它还用了一次获星术 直到净宝金蝉距离它60米左右时 才终于被第十只焰火 血煞剑击击沙 丁 击沙十五级净宝金蝉 经验加七五零 终于消停了 希望爆出点好东西吧 不然打金蝉就太亏了 还不如去别的丘陵刷导药 玉途实在 周元离开岩石的遮挡 走向了一动不动的净宝金蝉 并在它的脚掌处 拾取了一枚黄色光球 当他看到暴露的物品后 才发现这金蝉打得太值了 技能 金蝉氧气法 介绍 金蝉锁气 如莲花座 翻浪而立 氧气有灵 撞腐脏 调内吸 保平碧气三观锁 内外互补 吸吸归 效果 使用后 三级气属性加一 获得被动技能 行脉 六级气属性加一 获得被动技能 周天 十级神属性加一 获得主动技能 调吸 行脉 气散如团 惰性难控 行脉后 灵气有序运转 滋养身躯脉络 生成容气质灵脉 周天 灵气由脉络流通全身 内外合一 气罐周身 降低技能的耗蓝量 调吸 可消耗灵气恢复生命 同时缓解内伤 乱神类负面状态 金蝉氧气法的效果 超出了周圆的预料 其不仅能帮助它扩充蓝调 降低技能消耗 还能激活灵脉 调吸回血 缓解负面状态 另外 金蝉氧气法的升级 还能加两点气属性 一点神属性 能够再次提升它的基础属性值 这应该不算普通技能了 更像是核心功法类技能 大卫武者 估计有类似的功法 所以才能容纳灵气 气管周身 金蝉氧气法 这种核心类技能到手后 周圆自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使用 但其所需的经验 也非常惊人 一级五百 十级五千 升到满级 足足需要27500点经验值 还好它之前存了两万多经验值 加上刷月兔 也获得了不少经验值 否则还真不一定能将金蝉氧气法 加到满级 当 金蝉氧气法 升至满级后 它突然感觉 体内又多出一个心跳 那是脉络振奋的跃动 灵气顺着脉络流变全身 使它的自我感知力 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更关键的是 不断流动的灵气 组成了新的身体驱动 抬手顿足间 便能施加辅助 增幅力量与敏捷 灵脉增强了身躯的坚韧度 注入了新的驱动 这种强化好归好 但也有进无退 若灵脉快速枯萎了 由摄入减的身躯 很可能会崩溃 金蝉氧气法升至满级后 周圆的基础属性 也出现了变动 原本它的基础属性是 金 四 气 二 神 二 现在增幅两点气属性 一点神属性后 变为了 金 四 气 四 神 三 很好 金气神三项属性 变得更为和谐了 增加了一点神属性 我的霍心术 应该也更好用了 十五级禁宝金蝉 贡献了强力技能 两只十级招财 金蝉也不差 每只都爆出了一个 绿色光球 周圆识取后发现 两个绿色光球内的物品一样 都是一枚单药 药物 灵蝉丸 介绍 月兔导灵药 金蝉运灵丸 西月枯 一补真音 采月华制衡阴阳 效果 服用后激发 气罩 负面状态 灵蝉丸 是一种增幅防御的特殊药物 虽比不上金蝉氧气法 但也非常实用 三只金蝉的产出 太丰厚了 巨大的收益 刺激着周圆去 继续探索 他快速走下丘陵 看到了两个不同的 可探索方向 一个是向左右平移前进 一个是单纯的向前攀跃 他先向前走了一段距离 发现星丘陵上的怪物 不仅变得更为密集 等级也高出了一大截 十级月白药兔 十五级导药玉兔 二十级金光月兔 看着那只身穿金甲 背负锦旗 手持玉锤 还骑着一只 灵动白鹿的二十级金光月兔 周圆没有坐死上前 实验他的攻击范围 那家伙明显是一只精英怪 还是骑兵类型的 高移动性精英怪 对于没有前排肉盾的射手来说 太过致命了 因此 他反身离开 前往了右侧的丘陵 这一次就正常多了 花草繁茂的丘陵上 只有可爱的五级月白药兔 十级导药玉兔 这使他意识到 月宫秘境很可能类似圆月结构 越靠近外圈怪物等级越低 越靠近内卷怪物等级越高 月宫副本的建议等级是五至九十九 其中心不会有百级boss吧 太凶残了 还好这地方的 进入时间与人数都有限制 否则让这里的兔子 找机会获得灵质 怕不是得来上一次月徒崛起 周圆开宫射杀几只 五级月白药兔后 便逐渐靠近十级导药玉兔 打算再爆出些玉兔药液 就在此时 他突然发现 前方高度过细的茂密草丛中 有一块显眼的凹陷 他谨慎地向那个方向射了一箭 避免有怪物隐秘其中 在确定那个方位没有反应后 他才缓步靠近 探查情况 当接近凹陷区后 他发现 那里躺着一个人 烟红的血液不断从其头部流出 染红了碧绿的草莖 看那伤口的形状 多半是被导药玉兔砸出来的 锦衣皮靴 皮肤白净 应该是一位不是生产的大户子弟 周元从物品栏中 拿出一柄单刀 手腕一番 便挑起了死者的腰牌 那腰牌尚书 太学公邓宇 的字样 背面有浮雕名文 大楚中素 以文成德 除了一枚腰牌外 死者身上 便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了 周元考虑了一番 还是将腰牌丢回死者身边 避免贸然带出 引发未出两国的外交矛盾 随后他清理附近的几处丘陵时 均发现了不同的死者 有的一看便是农户 有的穿着像是渔夫 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妇人 除此之外 周元还见到了一个活人 那人跪在地上 不断向着玉兔 金蝉叩拜 虽没有得到实惠 但也保住了性命 周元正想与他打声招呼时 突然发现 天空细如沉沙的星辰 正在快速消失 他猜测 应该是活动时间要到了 便快速返回了之前 被清空的丘陵去 先用两柄导药杵 穿了十几枚脸盆大的方孔钱 扛在肩上 然后找了一只导药罐 向其内灌入了三份月图药液 夹在双手的肘部 待他准备完毕后 又等了一段时间 天空逐渐黑暗 并向波动的湖面般 荡起层层波纹 下一刻 世界如镜花水月般破碎 他再次回到了 篝火闪亮的轿场 回来了 周元回来了 他带了好些东西 我滴乖乖 那两颗玉球也太大了吧 雕成玉器百剑 肯定能换不少钱 那可是月宫出产的玉球 怎能胡乱分解 就这原汁原味的 才有福喜相随 来兄弟们搭把手 把我肩上的药杵卸下来 没伤了药罐 这里面有真正的好东西 静安校尉与属线武者 纷纷靠近帮忙 直到此时 他们还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袍则 真从月宫满载而归了 周元你说这是药杵 药罐 你不会把山药玉兔洗劫了吧 没有的事 我们切磋了切磋 我胜了取什么东西 玉兔都不反对 也就带回了点月宫特产 那这些大铜钱又是什么 难道是金蝉送鱼的裁员 这倒是真的 不过金蝉送的方式有些特殊 连续朝我藏身的岩石 喷了数十枚这样的钱币 我本想都带回来的 但实在太多不便携带 也就选了一些 品项好的背负而归 周元虽然说得轻松 但舞者们 既能听出其中的凶险 那玉兔金蝉若是好相处 周元就不用躲在岩石之后了 更不用挑选钱币的品项 阿叔 这真是月兔倒药的药杵吗 被金安校尉抱着的小女孩劝 并没有想那么多 反而直勾勾盯着 比他还父亲还高的玉石药杵 是啊 怎么了 你想要 阿叔送你 不不 我不要 月兔那么可爱 怎么会用这么大的药杵 小女孩的憧憬破灭了 她简直无法想象 一只强壮巨兔 拿着大药杵倒药的场景 哈哈 啊 还好你没带月兔回来 不然雀儿以后 就不敢过水月节了 金安校尉将女儿交给妾室后 询问周元能不能分了月宫所得 周元拿这些本就是为了分享 自然豪爽地表示 可以分配 此局惹得众舞者一阵叫吼 纷纷许诺给周元回礼 定不会亏了他 这必如清玉的水叶 就是玉兔药叶吗 对 我试过了 不仅能治疗伤势 还能补气 可让受伤的兄弟 每人饮用一些 康健身躯 不想玉兔善药 金铲长财 竟如此真实 可惜我等 无缘以剑 不知有缘者 是否皆能满载而归 入月宫一事 比周元想象的 还有意义 天一亮 金安校尉便安排清卫 将永统 萧綦银兵一百 护送导药处 导药罐 外加两枚大乳脸盆的防孔钱 奔向淮州大营 周元 月宫同钱 赠予袍泽 虽能加深情义 换些实惠 但人多口杂 难免走漏风声 因此 你这些收益 还是要赠谢与淮州都督 方可上下同乐 喜福同享 孝依大人 我有幸入 月宫秘境 本就值了 些许外物 流之和喜 不如送于同僚袍则同乐 好 你有此心便够了 放心吧 亏不了你 我让江勇 将你这段时间 攻伐秘境的公寄文书 一同带上了 不出意外的话 淮州都督 喜活月宫奇悟后 你便该升职了 原本按大卫的传统 非勋贵世家子弟 是不会连续升官的 获得官升后的 每次升职 都会有一段平稳期 但特殊情况 也能特殊对待 比如功勋足够 天资不凡 再送些奇异之物 上官自然会秉公办事 为了表示感谢 周元把剩下的那柄药 赠予了静安校尉 静安校尉 虽然口中说着不合适 但几番推脱后 还是愉快地拿走了 两米高的洁白玉蜀 并说要将玉兔要储 与金蝉铜钱 放在校尉府的政令堂之内 滋养君宝的财寿之气 至此 周元手中 便只剩一枚金蝉铜钱 做纪念品了 就着神臂手们 还纷纷借用注魔 说要用铜汁 灌注几枚金蝉铜钱 也好放在家中招财 悬甲室那边也一样 不过他们选择借用的是 周元赠予蔡成的那枚金蝉铜钱 由于悬甲室人数较多 害得蔡成 每次攻伐完秘境后 还要催促下属 还钱 然后再将金蝉铜钱 借与其他士族 水月节过后的几天 君宝内部与金安城都很安稳 周元也因此得了空闲 连续随队刷银中副本 成功将 玉兔倒药法 激活 并点到了满级 由于不缺少恢复性药物 他便优先提取了一瓶毒液 打算为副本所产的 追头剑附魔 其原体 选用的是银中 有存货的禽液勾吻 也就是毒禽 经过满级 玉兔倒药法 榨取后 周元便获得了一瓶碧绿色的透明液体 药物 勾吻毒汁 介绍 微肝 性温 有大毒 经倒药法榨取而成 毒性猛烈 无一效 可用于武器复毒 效果 击中目标后 根据剂量大小不同 叠加不同程度的 中毒 状态 使目标持续减血 并引发虚弱效果 由于给剑枝脆毒 也是一门技艺 简单的浸泡箭头 并不能附着多少毒液 因此 周元去营中野精处 找了一位职业脆剑将 帮忙上毒 那将人听到他的要求后 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一副终于有明白人的神态 周兜博 不是我自夸 咱这手艺和射手 那就是绝配 这射手的剑枝 若是不脆毒 就像是刀盾手的战刀不开刃一样 营中常用的脆毒法 无非两种 一是附着涂抹法 二是高温脆火法 您这批剑枝大小一致 剑感淋雨 都是上上之血 不能在高温加热 放入毒液中脆火了 我推荐您用附着法 为了附着更多的毒液 可将剑头进水 放于阴凉处 使其生出一层薄薄红袖 之后再浸泡毒液阴干 保管一剑下去 神仙难救 便依大将所言 我这批剑就留给大将处置了 等之好后 必有酬精重陷 好嘞 小人定还您一批杀伐利器 周元给了翠剑将三壶剑 每壶六十只 共一百八十只 这些牛头寨爆出的剑枝 被复毒后 将会成为克制血肉生命的大杀器 营中将官大规模改良武器这事 没有秘密可言 周元这边要求剑枝复毒没多久 静安校尉便收到了消息 他回想一下 周元精准且迅捷的剑术后 不得不承认 剑枝复毒是周元短期内 提升实力的最好方式之一 因此 他不仅没有过多询问 反而吩咐军需处 将月宫要处同臂的回礼 换成了一批血煞剑 等周元再次拿回剑之时 牛头寨副本所报的追头剑 已经换了另一种名字 武器 锈时的复毒追头剑 介绍 剑头起薄袖 缝隙进勾吻 对目标叠加中毒状态 一定几率引发感染状态 好家伙 这一改造就是不一样 普通的追头剑也能大有作为了 有鉴于此 周元又从军需处提取了一批柳叶桃 擎叶勾吻 碧马等毒草 打算榨取出一批混合毒计 此举使得营中将官们 一阵背脊发凉 纷纷感叹 当初的热血少年狼去哪了 怎么突然对毒物起了兴趣 校围大人 周元自入营以来 不是在沙伐 就是在沙伐的路上 心里难免会有些偏激 不如趁属县武者回归地方时 让他领些战兵 前往地方治理匪患 也好 统领部众与独自酣战有很大区别 让他成为有名有识的将官 也能换换独勇斗狠的心态 崇渝县多有海盗袭扰 便让他与崇渝县卫胡话 一同回去吧 正巧崇渝县卫胡话 有伤在身 难以寻防水岸 便让周元去杀杀那些海盗的锐气 使其知晓 我大卫无微 周元这边还不知道 为了防止他走上歪路 成为营中毒师 静安校尉准备给他配兵 让他成为统兵将官了 他得知统兵提议时 还是在自己的生殖晚宴上 怀州都督收了礼后 选择爱护下属 秉公办事 都督均应一概 将周元生为了静安取都 如此一来 周元离蔡城的君司马 就只差一级了 这升官速度 简直让当地的世家子 都有些汗颜 升职晚宴进行到最后时 各个属县武者 纷纷趁机回了月宫铜钱的礼 每人给了周元三份御真散 静安校尉不仅给了六份 还赠予了一大壶血煞剑 共有六十只 也就在这个时候 静安校尉说起了统兵入崇余县之事 周元想着能去崇余县刷刷新的副本 也就没有推辞 直接答应了下来 周元 崇余县临近渠河 渠河水大而入海 常有贼人驾周操船 入灵河近海之地劫掠 你此番去了崇余县 多向县位胡话请教 学些防御地方 镇压水贼的手段 若你以后出镇一方 这些手段还是有用的 否则难免被弄得焦头烂额 难屡镇首之责 多谢校尉提携 原定潜心求教 不自大鲁莽 统兵入地方与独自前往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周元第一次领兵 倒不是李不清后勤账目 就是突然管几百人 有些不知如何下手 静安校尉给他配了150位迎兵 50摄生迎兵 左兵300 后勤运输不用他管 营中军虚处的官吏随军而行 负责后勤调配 周元需要注意的是 士族体力于何处扎营 水源 营火木料 营中私斗等乱七八糟的问题 好在军营馆里自成一体 他下属不仅有两位兜伯 还有好些对政 石长 武掌之类的基层军士 有这些人在 他这只加上随军文书 军医 将人约五百人的部曲 就乱不了 周曲都怎么样 还是统兵将官威风吧 胡县卫 就别取笑我了 集中确实威风 但也使我压力倍增 怎么 怕你的兵战死 如何不怕 他们离开军宝 唯无命是从 若因我过失 损命沙场 我怎能安心 崇余县卫胡话 拍了拍周远的肩膀 回想起了 自己第一次统兵的经历 当一个个喊他将军 低士族倒在战场 鲜血尽失黄土时 他甚至感觉 一辈子做个有名无实的将官 也是一种幸运 都是这么过来的 见得多了 就没那么大压力了 你若想镇守一方 总要亲自统兵 抚恤王者的 你的出身 我也略知一二 似你这等发迹者 若想壮大家族 扶则后辈 最好的办法 只有镇守一方 胡校尉说的是 且行且看吧 一行人走走停停 向着临近渠河入海口的 崇余县而去 期间 崇余县为胡话 教了周远不少统军知识 使他对大魏军制 有了一定的了解 总的来说 就是赏罚分明 将官的许诺 要尽快落实 如此才能威治弗林 如此行军十天左右 周远这一迎兵 才抵达崇余县 在此期间 还非战斗损伤五人 有两位是崴着脚了 另外三人夜间睡觉着了梁 被府兵接收就地医治 当周远进入崇余县时 发现此地的商业模式 既单一 又繁华 繁华是因为这里的商贩不少 官仓也在供给商品 单一是这里的大宗交易 多是红枣与木炭 而非各类商品齐放 胡县卫 崇余一地 很适合种植红枣吗 说是也是 说不是也不是 你到营中一看便知 胡话这话一说 周远便猜出 应该与此地的秘境有关 果然 崇余县的军宝 不仅建设在城中 城城中城结构 其内部更是像农场 多过像军营 周远看到 忙碌的府兵 背出一筐筐大红枣 倒在轿场上亮晒 不少军汉 推着城满木炭的独人车 经军宝小门 不断向外运送 周取多 咱们崇余县比不过静安军富裕 但这枣泥甜饼 还是能管够的 除了容易商牙以外 倒也能捕食冰丁 此时周远才明白 为什么崇余军宝 没有与县城分开 他们这产出 明显更依赖商业活动 需要尽力减少运输成本 咱们这的秘境 叫做冠爵寺 士族们皆称其为冠草山 前朝时本属一家寺庙 但那些和尚站错了队 被本朝将士剿灭收回了秘境 并在此建宝铸城 来咱们这的行商 不见得有大财 却因须进货 各个手中多持有余才 或置换货 因此水贼刘匪便盯上了来来往往的商贩 不时袭扰劫掠 我出道重鱼时 便想将他们剿灭 但那些家伙聪明得很 常常十几人一队 多现出击 累得营中士族来回奔走 难见功效 为此 我将士族派往水道 海港之处巡逻不防 又潜一钉沿着关道多修料台 如此才算止住了些劫掠之风 但也因士族分散 被海寇惦记 近些年 总有些海寇成群结队的 袭扰临海乡镇 使我不得不亲自领队巡查水岸 镇守一方的活儿 确实权贵 但也要分地区 类似重鱼县这种 临近渠和入海口的地方 随匪海寇皆有 县位舞者也会事务繁忙 周曲多 你攻快建立 刚好可以帮我攻伐秘境 一鹰所得灵悟 我揭分你一份如何 胡县卫说的哪里话 原来重鱼 本就是为了相助县卫的 重鱼大营的秘境位置 设在营中库房 周元向内一望 便看到了显眼的副本信息 副本 冠绝四 建议挑战等级五 建议挑战人数五至十五 五级副本 看着比金安军的副本等级更高 但不好刷的门槛 反而会制约资源产出 县位胡话说 冠绝四的灵悟产出非常贫瘠 但妖魔首领又很有实力 若不是朝廷要求 他这个舞者 根本不会浪费灵气 率士族血战争法 周元进入秘境看了一眼后 顿赶朝廷的政策是对的 这秘境内部 是一座遍布枣树的土山 那树量 只要持续采摘红枣 伐木制探 便能盘活一地的经济活动 所有人出秘境 待金安取都攻伐秘境后再入 由于冠绝四副本内细雨绵绵 不仅无法使用火攻 还会影响士族的战斗力 因此 周元第一次攻伐冠绝四副本 选用了本地假式 而非无攻伐经验的五威迎兵 当当当 他率领本地假兵 刚一进入刷新后的冠绝四副本 便听到了悠扬的钟声 此地的怪物攻击范围 判定范围有些大 他与假兵没走多久 便看到一群不仪武僧冲出寺院 向他们快速靠近 五级棍棒武僧 五级拳掌武僧 五级借刀武僧 周元抬手射了一剑 发现这些武僧的血量 要比同等级的月兔少上一些 他仅用普通的追头剑 便一剑清空了 五级拳掌武僧的血条 丁 击杀五级拳掌武僧一 经验加武灵 周曲都威武 可能再来几剑 将他们远距离射杀 有何不可 你等立顿其阵 且看我开弓基地 崇玉县的假释 怎么都没想到 以往经常使他们受伤的秘境 会变得如此好功法 随着周元连续开弓 来袭的副本怪一个个倒下 爆出了不少光球 等清空来袭的20多个武僧后 他便带领士族继续推进 并趁机拾取了暴露物 丁 获得寄生伞八 鼠铁棍二 借刀一 嗯 这副本的爆率不低啊 BOSS大概率也会爆出些好东西 看来不是这副本产出贫瘠 而是副本宝箱内的奖励较少 副本冠绝寺内的武僧不难对付 由于是无假单位 非常容易被破防 崇玉县的假兵结阵 推进至寺院大门时 以枪尾戳地 立于大盾之上 然后便让射手向寺院内部抛射 吸引院内武僧主动来袭 借助坚固的墙壁 牢牢守住了阵线 即便被引来的武僧有五级之高 也被锋利的枪头刺入身躯 进退不得 周举都 此地秘境首领隐于佛殿二楼 我等一入寺院 他便会飞尸而下发起攻击 其扇奔走跃动 拳掌勤拿 以往都是线位与其缠斗 我等趁机将其围住 再以盾贴其身 使其不能移动 以枪刺其手 使其耳目皆损 通过重于假释的介绍 周元明白了 此处BOSS是一位高移动 单体爆发的刺客型怪物 这种怪物怕缠斗 更怕被限制移动空间 难怪重于县位狐化 是一位近战刀遁守了 估计朝廷调派阵守时 考虑过哪种攻伐方式更有效 不过这些信息对周元来说 参考意义不大 他这个射手 不会冲上去贴身缠斗 只会先发制人 打高爆发伤害 在问清进入寺院室BOSS的落脚点后 他便消耗10%生命 开弓牵引了一只满负荷的血沙剑 果然 在假释进入寺院的瞬间 一位不一和尚 从佛殿二楼一跃而下 早已做好准备的周元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手指一松 附着血沙焰火的剑枝 便积涉而去 搜 及时的剑枝 击中了跳落的十级冠绝助持 由于其在空中无法借力 强劲的剑枝 更是打出了击退效果 破坏了冠绝主持的平衡 使其颠簸晃动 向后退了两步 趁此机会 周元再次使用 有巨刹前摇的满负荷血沙剑术 将冠绝主持的脖梗 炸碎一半 没了皮肉覆盖后 鲜红的血液暴湿而出 把那只卡在脖梗脊椎处的剑枝 瞬间染红 周元第一剑击中了BOSS的腹部 第二剑击中了颈部 在它不计消耗的高爆发打击下 BOSS的血条 顷刻间暴跌了72% 仅剩的28% 还在持续失血 如此凶狠的要害攻击 还引发了 致残 状态 使冠绝主持的移动力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但冠绝主持并未放弃挣扎 一个月身 便如雄鹰扑石般 掠过前排假兵 想要直接攻击周元 却又被周元 一箭击中面部 摔倒在地 此刻 善于跃动的BOSS 对上势大力重的强劲剑枝 竟被打出了控制效果 哪怕周元逊急开弓射出的剑枝 没有附着血煞 却还是带走了冠绝主持10%的血量 再加上其不断流失的血条 现在他只剩16%的血量了 见到如此好的机会 重于假兵 哪还能让他起来 前排转身压盾 后排双手持枪 用力下次 周元趁机又用血煞剑术补了一剑 彻底清空了冠绝主持的血条 丁 击杀10级冠绝主持 经验加300 冠绝主持给周元感觉是 比10级月兔耐揍 又比10级经常好打 但他终究是个BOSS 爆出来的东西 还是比同等级小怪 好上不少的 丁 获得冠离火早3 提纵数1 食材 冠离火早 介绍 穷江三斩冠根骨 离枣平天壮世炎 火吸入提染灼气 33克显微仪 效果 使用后激发 火气 状态 为近战技能 叠加灼烧伤害 助 火气状态持续时间为 6小时45分钟 技能 提纵数 介绍 一称蜻蜓点水弓 奔腾树 行鱼足下 提纵探忧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在内止息 一意得定 效果 使用后增幅移动速度 强化跳跃能力 消耗灵气 主动激发时 可消除部分脚步声响 缓解坠落伤害 冠离火早 提纵数这两样东西 都很有价值 其中 冠离火早的灵石 火气 效果 简直是近战力气 也就本地人 无法拾取暴落物 否则这冠绝四副本 一定会成为 近战武者的宝库 提纵数就更不用说了 增幅移速 减少坠落伤害 都是很实用的功效 周曲都 这便是此地的秘境宝箱 两名甲兵 从佛殿搬出了 一口相同宝箱 周园打开一看 其内有五季图普然 墓长一份 十份寄生散 两份益气高 寄生散是回血的药物 比金创药好上不少 益气高周园用过 当初他用三材 硬击杀化皮鬼物后 静安校尉送给了他一份 是一种缓慢补气的灵物 难怪崇瑜县尉说 灵物匮乏了 就这副本BOSS的强度 加上宝箱内 只有两份蓝药 对他来说 确实是亏本买卖 不过副本宝箱这种东西 大头还是技能 其他的药物皆是陪衬 这五季图普怎么样 你们都练了吗 没有 县尉说 这五季需要灵气激发 但又没有记载引动 火气的方法 是个有名无实的积累 崇瑜甲兵如此一说 周园便懂了 灌离火藻和燃墓长 明显是配套的东西 只拿一份五季 没有激发火气的灌离火藻 燃墓长自然不会好用 周曲都 您还要巡视秘境吗 如果不巡视的话 我们便撤出 幻府兵进来吧 他们要融相取铜 还要摘棗伐木 这些活儿 能让他们忙活半个月了 崇瑜营明显继承了 静安君 验过拔毛的美德 连寺院内的佛像都要融了 估计将秘境清理干净后 他们才会说 再次攻伐的事 无事 秘境产出自有定数 你们正常上报便是 离开冠绝四副本后 周园发现 崇瑜县位胡话 正在库房中 翘首以盼 看到他出来后 胡话快步上前 并递给他一份意气高 与一份五季图谱 胡县位 这五季图谱便于超路 不算珍贵 我便收下了 至于这捕气灵物 产出实在有些少 我却不好意思拿 有何不好意思 咱们这灵物产出平几 不用交灵税 秘境产出的灵物 皆归军营所有 我这边还有朝廷的灵路可食 你放心收下便是 灵税 朝廷还有这种税务吗 当然有 诸税借由地方办理 再移交朝廷 唯有这灵税 由中央进军亲自渡办 为诸税之首 国之根本 别说咱们这了 那些世家勋贵 到观佛寺一样要交 只不过 有些交了还有回赐 图个名分 有的交了没有回赐 图个安心 崇瑜县位胡话所说的灵税 使周园对大卫 有了更深的了解 中央收纳地方灵物 平级之地 靠中央补贴 这条灵物再分配路线 一旦出问题 确实会动摇果本 难怪超凡舞者们 不是简单的棕门结构 那种依靠上下传承的组织 确实无法完成资源的 集中再分配 周曲都 今天我要好好厌清你一番 你可是帮我大忙了 你是不知道 那灌枣山对崇瑜县有多重要 这城内有两城的人 都从事红枣贩卖 加工 还有制探 运探工作 再加上各地来的商贩 与本地花销 购买库房填产 招募伙计等 共同盘活了这座城 所以说 没咱们崇瑜大营 实时补充棺仓 这座城都得散一半 平一半 崇瑜县是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持续产出 比什么都重要 因此 商势未遇的县位胡话 是真心感谢周元的帮助 否则 为了城市的商业稳定 他将不得不求援 临线舞者 欢乐的宴会过后 周元结识了几位本地将官 也算打下了合作基础 等回到收拾异星的住所 他便使用了燃木掌 并用储备的经验 将其点到了满级 技能 燃木掌 介绍 五行分对五脏 五脏之火由星而生 分虚实两相 虚则心繁异乱 实则燃木齐驱 效果 凝聚火器伤齐表 引动虚火乱齐心 使用后对目标叠加乱气 灼烧状态 燃木掌并不以爆发伤害见长 而是主打负面效果 乱气 这种状态 类似于法师系的沉默 以灵气为输出核心的武者 被叠加乱气状态后 必定不会好受 这也是周元将其点到满级的原因 如果敌人认为他不善近战 突袭而至 他可以给其一发沉默 再对其进行输出 乔西村的青沙盒 不过是渠河的分支 便隐藏着建议等级15的 青沙将军之巢副本 重于是渠河主卖的入海口 大概率也会隐藏一些水族副本 这是个不错的机会 我或许能探索到新的副本 从而获得更强力的技能 对周元来说 大量可选择的副本 才是前进之路 否则他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副本中 来回翻腾 他进入重于县的目的之一 就是去探查渠河入海口 那种特殊的地貌区 因此 第二天一早 他便向胡华县卫提议 由他领军前往海岸区寻防 胡华带队前往河道寻防 对于这种有效防御 水匪海盗的提议 县为胡华 自然乐意接受 于是 他给周元写了一封文书 许诺周元 可以抽调海岸住房的兵丁 如此一来 周元便获得了抽调舟船 巡查近海水域的权利 他将手下士卒 交给两位下属兜博率领后 先行带二十骑奔 向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域 一路上 他看到了一些物宝式的村镇 其中 还掺杂着一些 类似小城的大型物宝 随行的重于骑兵告诉他 那些大型物宝 多是本地豪族所见 他们走海经商 族中鱼才不少 捕中 同族少年 与依附家丁 也敢战能打 因此 才能在这临海区域立足 并建立内部自制的城防物宝 除此之外 周元还发现 越靠近临海区 物宝林立的现象越严重 好像他们并不怕海盗的袭扰 驱都 此处物宝大都是可租赁的库房 海商付钱囤货 他们提供武力保护 从中抽成获利 县中司马便屯兵进海港口 实时提防海盗上岸掠夺 驱都要寻防水域 还需找无司马抽掉舟船 配挤水手 周元这边正在了解本地情况 突然发现 有家务宝正在遭受攻击 随行骑兵看到此景 瞬间兴奋了起来 皆说可慢跑轻声靠近 等海寇受损历劫时 便能杀贼立功 周元没有反对 他也想看看 海寇为何敢攻打一手难攻的物宝 当他靠近后才发现 事情并不简单 那些海寇中 有一部分是正常人 也有一部分血条上有身份信息 七级连环物水匪 八级连环物射手 十级连环物小头目 十级连环物小头目 明显收着力 没有表现出太强的实力 一众匪徒在他的指挥下 不断向物宝内抛射箭支 并威胁 若不交出些财物打点 就没过几天来上一次 其实匪徒的数量并不多 只有二十余人 但物宝内的人明显吃过亏 不敢出宝驱逐 一顿交涉后 甚至从宝内扔出了一包财物 这家是个识趣的 我们再去下家讨赏 看到这些匪徒 如此轻易地赚取了财物 周园并没有吃惊 反而随行的士族贫富了激动 隐隐还有些恐慌 驱都 他们可能不是普通的海寇 多半是连环物的贼寇 那些人都是些真正的亡命徒 打斗起来毫不惜命 十分汉勇 是灵海极限的一大毒瘤 哦 怎么看出来的 那些物宝主精密得很 若是普通海寇 他们不会轻易妥协 只有连环物的名头 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交钱 走 去挥挥他们 随行骑士虽然有些恐慌 但仗着 游马跑得快 还是选择了听命行事 当奔腾的骑兵靠近那些匪徒时 正常的匪徒 立刻惊慌失措 连环物匪 倒是非常镇定 领队的十级连环物小头目 更是向前走上两步 大声吆喝 哪来的大官 我们兄弟就是来找朋友 借点财货度日 可能行个方便 放我们归去 周园没有理会他的叫喊 而是开弓引箭附着满级血沙剑术 直接发起攻击 那迅疾的箭支 超出了十级连环物小头目的反应速度 被一箭射中胸枪 血条暴跌80% 啊 誓愿射武者 兄弟给我还击 不能让他安心射箭 否则我们今天都得死 十级连环物小头目的话刚说完 突然感觉背脊一凉 紧随其后的便是强烈的刺痛感 他不可置信地回头看去 发现自己的下属七级连环物水匪 正要对他发起第二攻击 老子先弄死你 乱了 全乱了 在祸心术的作用下 匪徒内部突然出现内讧 普通匪徒第一时间四散而逃 连环物匪犹豫了片刻 也跑向不同的方向 周园趁机用能定位方向的鬼闻咒 标注了三个连环物匪 并叫停了那三个方向的骑兵追击 人怪混居 以怪捅人 这连环物看来已经起势了 十级连环物小头目被击杀后 除了爆出一把武器之外 还爆出了一件特殊道具 道具 毕波珍珠 介绍 渠和有归名兽 为骄军归成之孙 好珠宝玉石装饰水斧 以毕波珍珠为虾兵归将俸禄 效果 内孕灵气 亦含毕波水气 使用后可恢复少量蓝 并叠加潮湿状态 连环物匪 渠和归兽 这两者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势力的东西 连环物匪怎么会有归腐的俸禄 周园颠了颠手中淡绿色的湿润珍珠 心中不由多了几分猜测 一是 连环物匪领着归腐的俸禄 受渠和归兽控制 二是 获得灵智的连环物匪 发现了归腐秘境 驱赶人 或自己进去截掠了一番 想要验证这种猜想 也不难 多刷几只连环物匪就行了 盖音俸禄这东西 多半是要广泛发放 有价值的截掠物 却会被头目私吞 曲毒抓了两个舌头 您看 分开审理 对不上话 便用些手段 周元一看 是两个普通盗匪 而非有等级的连环物匪 便没了亲自审讯的兴趣 事实证明 重渝骑兵 还是有些手段的 仅仅过了半个时辰 两个盗匪便恨不得 将自己挤碎尿床的事 都说出来 曲毒 问清楚了 他们的驻地并不固定 根据渠河水量多寡 迁徙而居 渠河多沙 内级浮岛 水量充沛时不险 水量少时 露出地皮 成为供水匪修整的淤滩 进海贼寇 多居孤岛沙洲 连环物匪 同样如此 实在难定其位 调遣大军围剿 他们这伙人居住的淤滩前些日子 被水淹没了 便在头目的带领下 登岸截掠 补贴物资 在网上的大头领 他们一概不知 也没见过 果然获得 灵智的连环物匪 不会让普通盗匪 获得什么机密信息 两个普通盗匪 即便被上了手段 回想起了很多事 却也交代不出什么重要情报 他们是基年老匪 还是心腹之匪 两者皆是基年老匪 他们说 连环物匪 时常攻击兼并散匪 号称渠和连环之处 他们便是 在一次盗匪护战中 被招降入了连环物 两位普通盗匪的交代 使周元意识到 连环物匪走的路子 与化皮鬼物完全不同 化皮鬼物 是隐多藏 更贴近民间生活 连环物匪 未险多斗 更贴近军事组织 那匪徒又不将匪徒全部兼并 把自己伪装成一块地区的大水贼 急放肆又谨慎 由于分成多谷 又流窜于水陆两地 使他们很难被剿灭 好在 周元有能够定位传营的鬼闻咒 三只逃跑的连环物匪 总会留下点痕迹 嗯 停下来了 既然不是海岸水道方向 而是乡镇物宝方向 看来 这些连环物匪 不是成了本地豪强 就是与本地豪强达成了合作 鬼闻咒的标注感知 使周元发现了三只连环物匪的异常 当他准备查看连环物匪 进入哪家屋宝时 重于赵家的屋宝内 也在发生争论 三爷呢 怎么没一起回来 今天遇到了硬茬子 三爷栽了 什么 三爷都栽了 你们来我这做什么 若是暴露了屋宝位置 我这一家老小都要遭殃 我可和你们不同 你们死后还能再次起志 我等死了 可就真死了 放心 我们绕了一大圈 不仅甩掉了那些骑兵 还甩掉了手下谁匪 才丢了兵器 换装回来 你这胆量也太小了 当年你家老爷子 可是敢为我们起志 寻我等合作的 怎么到了 你这一代 如此不堪用 连环物匪认为赵家宝主赵公胆小 赵公却认为他们懦弱 在他看来 这些妖魔已经不胜多少胆气了 想当年 连环物匪何等无畏 每次遇敌 皆死战不退 不仅打出赫赫威名 还避免了巢穴暴露问题 这才过了多少年 他们之中就开始出现 下个获得灵智的我 不是我 之类的言论了 不就是记忆无法继承吗 好好的不死妖魔 竟也变得胆怯惜命了 可即便如此不满 赵公也不敢训斥连环物匪 但因他强己弱 为了获取秘境 成就武者家族的愿望 他必须维护好 与连环物匪的关系 既然有远受武者巡视 我们这段时间 便收敛点吧 正巧趁机收拢下属 再攻伐一次龟府秘境 只要我能成为武者 在谋一地镇守之位 我等就能真正立足壮大了 你们也不想一直在水上漂泊吧 若我是城 你们皆可为城中大户 竟想荣华富贵 在赵公一如既往的画饼安抚之际 一位家丁匆匆赶到 家主 刚刚有骑士 快马向重渝线方向奔去 什么 他们不会是追着痕迹过来的吧 这可如何是好 放屁 他们回去多半是回城禀报的 若真追着我们来 就不会奔马不停了 无论如何 龟府秘境的推进一定要加快 不能再这样畏畏缩缩下去了 赵家宝内的众人并不知道 周元还真是循着鬼闻舟的定位 纵马返程的 他之所以经过赵家宝附近 一是为了锁定目标 二是为了施加压力 别管赵家宝内部几分是人 几分是怪 只要看到朝廷兵马 不可能一点都不慌张 如此一来 他们就该保持安静 或尽快酝酿新的动作 吸引他的注意了 只要他们动起来 周元就能获得更多的情报 他们若不动 周元也会找机会 刺激他们搬迁 许多 我们不去海岸巡查了吗 当然去 我怀疑这些乌宝也不干净 咱们先去会合迎兵 在大张旗鼓的前进 看看哪些乌宝会露出马脚 这法子不错 但县卫之前也用过 并没击出隐藏的匪徒 那不一样 胡县卫讲规矩 我不讲 咱们挑几家乌宝围过去 不打不骂不伤人 清白者最多不满权横 有问题的 可能会被吓得出错 崇于骑兵闻言 突然感觉这位上官 手段有些黑啊 这一圈走下去 怕不是要收上挤车好礼 关键是他还有借口 若有了点成果 还真分不清 他到底是想收礼 还是专心治贼的禁制将领 崇于赵家 是个很有野心的家族 或者说 已经过世的老家主赵辉 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生前更是早早言传身教 将自己的期望 灌输给了下一代家主 他不认同上交秘境 换取富贵的道路 在他看来 赵家已经摆脱了贫困 应该求的是 世代强盛 而非一代富贵 因此 他请武师教导族中轻壮 并带领他们捕杀来犯盗匪 等他们数番血战滋生胆气后 再选出最能打的几人 带入秘境攻伐 可现实却很残酷 一站下来死得死 伤得伤 连秘境内的第一批妖魔 都没能击杀 到了这个时候 本该将秘境上交朝廷 换取富贵了 但族中青年运火时 意外落水 九死一生之际 窥见了龟府秘境 两个秘境 世代传家的诱惑太大了 赵辉最终选择了 为连环误匪送人启治 双方结盟 共同攻伐龟府秘境 由于 赵家行商 族中 青壮于多个城市犯货 所以赵辉也不怕 连环误匪暗害他 大不了 他设下一条命 让外地的几个儿子 找朝廷官员 上交秘境情报 靠着这股狠镜 赵家与连环误匪 展开了结盟合作 两者一个走伤 一个入匪 通过各种手段 不断为秘境 种匪起志 好不容易 连环误匪成了规模 手下也有了一批炮灰可用 赵辉却匆匆过世了 新的家主赵公 有他爹的心思 却没有他爹的手段 只能勉强维持同盟关系 却难以调动连环误匪 为他卖命 并且为了防止 赵公献出秘境 换取自己富贵 祖老们与连环误匪 都在盯着他 使他除了成为武者 镇守地方 共同富贵外 没了其他路可走 祖说 你也看到了 连环误匪难以驱使 我们真不能献出 闺府秘境 求个一代富贵吗 家主 此事万万不可 秘境开发 能世世代代 负责所有同族 献出秘境才有多少回报 我们距离士族人家 只有一步之遥了 万万不可中途放弃啊 赵家还在催促 连环误匪攻伐秘境 周元这边 已经会合迎兵 开始围保了 此举惹得一些乌保主连连叫苦 若不是周元 只是随机抽取 围了便走 乌保主们 都要去县署告状了 驱都 为何将贵重的财物退回去 只取一些吃食酒水 咱们是爱恐匪的 可不能真的变成匪 迎兵既然围了保 若不收些东西 保主必然恐慌不安 所以 收些不值钱的即可 回头挂在县署工帐上 给他们抵税 周元这边一路前行 抽掉围保的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他们临近赵家宝时 还未开始围 部内的管理者 就先乱起来了 家主 不好了 从西边来了一营官兵 向我们乌保挺进 负责放哨的 都是赵公信德国的同族少年 他们并不知道 自家干着功伐秘境的大事 只知道自家操控匪盗牟利 因此 他们看到官军后异常恐惧 认为是自家罪证泄漏了 官兵要来围剿他们 什么 怎会如此 快叫足劳于几位好汉过来议事 赵家宝的议事 注定溢不出什么结果 但也加深了连环勿匪的危机感 使他们意识到 不能再不出力了 否则早晚会被官军剿灭 赵家宝莫慌 我们手脚干净得很 那些官军 定然不是来追捕我们的 你先稳住官军 我们这几日 便攻伐归府秘境 尽快使你成为武者 赵公得到连环勿匪的保证后 才强压下心中的忐忑 携带族中老者 前往勿保外列队等待 倒不是他不想躲逃 实在是一躲逃就露线了 那些官兵 很可能会选择先攻打武宝 再询问缘由 随着旗帜招展的军阵越来越近 赵公心中的忐忑 反而平复了不少 他看得清楚 来者不过四五百人 并且皆是步兵 只有寥寥数旗 而他背后的武宝内 有近五十号连环勿匪 两码也有二十余匹 真打起来的话 冲破军阵逃走的可能性极高 赵公正思索着 如何应付官兵 还有逃跑路线时 突然看到军阵变动 分出三支队伍 围向了乌宝另外三个方向 这景象下的他亡魂大帽 身后的几位族书 更是吓得腿脚绵乱 若不是有后辈子直护着 说不定就瘫倒在地了 不成了家主 必保而战吧 书上常说 围三缺一 以生泄气 这些官兵 连泄气的生路都不给了 多半要围死我们 全部诛杀 乱说什么 越这个时候越不能乱 我们这会儿若是敢乱来 不到半天 重于大营的兵丁 就会陆续赶来支援 现在是四五百人为宝 看着不难对付 但乱起来后 兵只会越击越多 关键时刻 还是需要赵公这个家主拿主意 在他的命令下 宝内的连环物匪 做好了战斗准备 宝外却一片祥和 看不出什么拼命征兆 搭搭搭 骏马载着一位鹦鹉将军 靠近乌宝南大门 随行的士族 快速列好军阵 在士族眼中 这是一次演习 在赵家众人眼中 这更像是罪证泄露的铁血围酒 将军 为何为我家乌宝 可是行军至此 缺了衣食 可容我等静静心意 将补中吃食奉上 宝主说笑了 在咱们自己地界上行军 怎能少了衣食 只是听营中暗叹说 有乌宝与匪盗同流 隐匿匪盗踪迹 为其消赃 供给粮草 看着周元一脸认真的表情 赵公顿时汗如雨下 心中不断咒骂 那三个逃回来的连环物匪 你们不是说 首尾干净吗 真干净的话 怎会引得官兵来此 冤枉啊将军 临海相振匪道不绝 我等为了讨活 才解保而居 我赵家世代清白 从未做过步伐之事 将军若不幸 可入宝相差 入宝是不可能入宝的 周元并不知道宝中 藏了多少连环物匪 在建筑物密集的 半军事化物宝内 和那些连环物匪拼杀 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他的目的是施压 并趁机用鬼闻咒 多标注几个目标 然后寻着目标运动的方向 找到隐藏的秘境入口 因此 只是例行盘问几句 又让一对士卒 进去查看一番后 便带兵前往了下一个无宝 将军 这样做真能引出隐秘的盗匪吗 或许能吧 放出风声 今日所为之宝 皆是营中的怀疑目标 给他们一点反应时间 总会有人忍不住动起来的 营兵为宝之事 确实造成了一些效果 被抛洒出的后继探马 当晚就锁定了两家异动的乌宝 赵家宝意外地沉得住气 不仅没有派人 趁夜通风报信 宝主赵公 还一大早跑到县署自证清白 许多 那些乌宝果然不干净 咱们要不要继续为宝孔匪 不了 之前他们没有心理准备 难免恐慌生乱 这会儿估计都反应过来了 再想吓住他们 就难了 结交匪盗 不是从于赵家的专利 事实上 有不少乌宝与盗匪有联系 只不过有的 牵扯较少 仅干一些销赃的买卖 有的牵扯较多 不仅提供情报 还会安排宝 终轻壮入伙 这年头 临海珠宝的豪墙 不可能洁净如水 或多或少 都有些灰色产业 因此 周园不按常理出牌的 围宝行动确实有效 但也只能打个出其不意 无法多次使用 可惜了 我说 从于大营 为何无法跟着盗匪 原来他们才是地头蛇 从于营兵 反而是外来者 传令 围攻异动之宝 我等先来个打草惊蛇 让他们知晓露头的 皆会被围剿 围与剿造成的心理压力 还是不同的 不见铁血 无法树立权威 周园这个外来户 才不会管有无证据 只要发现异常 就敢先为再审 诺 在斥候的带领下 五百营兵快速返回 围住一家 有异常的乌宝 这次营中士卒 皆披甲量刃 一看就是要来真的了 那乌宝主做贼心虚 还想反抗 被周园一剑射断手臂痛晕了过去 射声营在抛射两波剑雨后 恐慌的家丁担心被连累 便截火 打开了乌宝大门 第二家乌宝同样如此 宝中家丁 没有与官兵拼杀的勇气 当周园用血煞剑射穿大门后 他们便放弃了抵抗 后续的审问 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两家交代了 萧赃与转卖粮草的事宜 还有与乃至盗匪有联系 随后 周园将迎兵调往海岸区巡逻 装作击匪之事已过的样子 不再继续施压 在此期间 他在水兵的教导下 学习了游泳潜水 等游泳潜水这项能力技能化后 他又用积攒的经验 将其点到了满极 技能 射水 介绍 苍浪之水 可浊我阴 苍浪之水 可浊我足 浮水弄潮 如射浅滩 效果 增加水中游动速度 与潜伏时间 满极后激活 水溪 状态 可消耗灵气 与水下换气 赵公并不知道 那位来自郡府的周区都 已经钉死了他 但他依然谨慎地选择白天出行 押送正常的商品 做足了饭货的架势 可他一动 鬼闻咒的标记变动了 也就引起了周园的注意 由于周园选择孤身一人追踪 又不靠近 仅靠鬼闻咒的方向定位 远距离追查 因此 赵公正常送货 来回试探了几次 都没有发现丝毫异常 当他认为危机解除后 才在一次送货时 将火机换成了连环误匪 这次他们的运动方向 和前几次一模一样 只是传入水道后 停在了一个区域 周园来到河边 先披上能够回雪回篮 拥有神医无漏特性的 方神之皮 变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 然后再沿着水岸 找了一条渔船租下 划船进入水道 调整距离后 便开始耐心等待 当夜晚来临时 他感觉到 有个被标注的目标在快速下降 便弃船入水前了下去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 被船毛紧紧拉直的几根绳索下 有一个十分显眼的蓝黑色漩涡 副本 《挖兵之潮》 建议挑战等级时 建议挑战人数十至二十 他潜入水草之中 逐渐靠近 发现从船上下来的 只有十个连环误匪 挖兵秘境的限制人数 明明是二十人 他们却只派出了十人 难道他们认为用不了那么多人 或者说 挖兵秘境内有十人长期助手 还有 这秘境名称也对不上 看名称 里面应该是挖兵才对 怎会和渠和龟兽扯上关系 周元虽然心中疑惑 但还是给十名连环误匪 都上了鬼闻咒标记 那些连环误匪进副本后 还没一刻钟 便退出几个 然后再换新人进入 轮番作战 如此换了几波之后 连环误匪逐渐力不从心 叫停了进攻节奏 今天停船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先离开吧 咱们明日换船再战 随着商船的起毛离开 周元快速接近挖兵副本 下一刻 世界变幻 他从满是流水的河道中 进入了一个坑坑洼洼 有水坑有淤滩的特殊地区 这里有九只身负龟壳的类人龟兵 还有一只大一号的恶龟甲氏 其中有一只已经没了血条 有三只血条受损不少 十五级兽府龟兵 二十级兽府龟江 除此之外 不远处的淤滩上 还有珠宝堆积的宝座 但那只兽府龟将并没有坐在上面 反而再来回巡逻 蛙兵呢 蛙兵之潮没有蛙兵 反而有十只乌龟 这算什么 等等 连环物匪一次进来十个 这里的龟兵也是十个 合起来刚好是蛙兵副本的人数上限 我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事 那渠和龟兽 莫不是杀了蛙兵 借壳吊人 周元知道 如果他猜测正确的话 那问题就严重了 那将代表 水中怪物靠着环境优势 形成自己的捕食节奏 他们故意制造奇遇 用近在眼前的奇珍异宝 与少数的怪物数量 引诱进入秘境者持续探索 如此一来 有家族帮衬的信任 便是他们麒麟的血食来源 没有家族帮衬的独行侠 估计来上两次 便走不出去了 就算被朝廷发现 他们也不怕 地方驻军不可能潜入水中 去围剿他们 想要验证这个猜想也不难 只需将这里的龟兵清空 看看后续会不会刷出蛙兵即可 周元不知道 在他观察龟兵时 有两只15级寿府龟兵 也在暗自思索 怎么回事 那群水匪不是知道 我们的巡逻路线会变吗 若留人在秘境 过不了多久 就会被我们围攻 难道是一位幸运的老头 误入了咱这渔场 还是将他杀了吧 那些水匪才是真正的大头 可不能让这老头搅了局 两只15级寿府龟兵 打算改变巡逻路径 趁机干掉误入秘境之人 却见那人突然抽出一把宝弓 然后搭上一只血色剑枝 并为其附着惊鸿燕火 坏事了 这怕不是来了的莽夫 一人就敢挑战我们 他的剑看起来不好接啊 我要不要先缩壳躲避一下 一只寿府龟兵还在犹豫 却见自己身边有灵智的同伴 毫不犹豫地缩入了龟壳之中 为此 他不由暗骂一句 迅速将自己的肢体 收入龟壳 这种场景 自然引起了周元的注意 他不用想就知道 缩壳的两只寿府龟兵 大概率有灵智 否则凭啥其他寿府龟兵都无所畏惧 就他俩这么特殊 但他并没有因此 优先攻击两只有灵智的寿府龟兵 而是选择了铁憨憨般 探头巡逻的无质龟兵 So 一只燃烧着焰火的满腹贺血煞剑 精准命中了一只寿府龟兵的脑袋 血煞剑携带着巨大的力道 从寿府龟兵的眼洞进入 又于后脑钻出 卡在了其头骨之上 剑上附着的血煞 爆发二次伤害 持续炸裂伤口的同时 使寿府龟兵不断失血 这一剑 打出了弱点暴击 消除了寿府龟兵46%的血 由于它本就是残血 之前就被连环雾斐 打得只剩72%的血量了 因此 周元这一剑下去 差点要了他的命 使他的血条 快速暴跌至26% 但寿府龟兵 明显与周元遇到的其他怪物不同 受到暴击伤害后 他不仅没有锁地攻击 反而突然扔掉手中的锤盾 像两只有灵质的龟兵般 缩入了龟壳之中 其他五只寿府龟兵 与一只寿府龟将 立刻被吸引仇恨 踏着坚实的步伐 靠向周元 那龟将是一个短程射手 手中的武器是一柄练锤 锤头之上有密密麻麻的尖刺 但寿府龟兵的移动速度非常普通 根本追不上有提纵数的周元 特别是此地遍布水坑淤滩 十分便于水路两栖 能跳跃移动的生命作战 因此 周元几个提纵便拉开了距离 再次搭建宁煞 开始了放风筝战术 两个有灵质的龟兵 一看此景顿时暗角不好 今日之事恐怕不能善了 二十三 要不我们走吧 我们可指挥不了 这些无脑憨傻的童族 不行 兽军让我俩照看童族开治 我俩若丢了童族逃跑 该如何向兽军解释 不如 我俩依靠龟壳伏地前行 慢慢靠过去 找机会抱住那人 说得好听 咱们又是灯摊 又是涉水 如何追得上那人 两只有灵质的龟兵 还会商量出结果 周元便发现了第二个异常 正常的兽斧龟兵 只要被打到30%卸量以下 就会缩入龟壳 并且缓慢回血 若不是血沙剑上 附有血沙之焰 还真能让他们 自己给自己奶伤一口 这可就厉害了 有甲能扛 还能回血 若不是甲靠无法覆盖全身 移动速度也不快的话 这对兽斧龟兵 还真能打坏血消耗战 随着周元无比灵活的拉距离 大爆发 两只有灵质的龟兵 再也忍不了了 23 你缠住他 我这就去叫援兵 你跟懦夫不要逃 你这一跑 不就把后脑勺露出来了 不挨上一箭才管 听我说 那人是武者 没多少气可用 他杀不了我们 最多将几个同族打得缩壳 那行 我守着出口 不放他出去 名叫23的龟兵说得不错 人类武者 确实耗不过他们 但他不知道 周元是个例外 所以他注定要失算了 一刻钟后 周元依然生龙火虎 不断提纵跳跃 寻找机会 回击身后的追兵 23 他一直在浪费灵气 为何还有气啊 快了吧 再等等看 等他一虚弱 我们就冲上去 两刻钟后 周元将追击的五只兽府龟兵 全部打得缩壳 唯有一只兽府龟将 还在追击 23 龟将能耗过他吗 别被反杀了 不可能 龟将怎么会耗不过一个人类武者 别急就快了 周元不断拉开距离 躲避短程远攻的龟将攻击 并找机会打出反击 又过了两刻钟后 龟将也缩入龟壳 场上只剩了一地缩壳之龟 他过来了 他要离开秘境 他肯定没气了 就是现在 我们冲 说话间 一只龟兵拾起盾牌 顶在头上冲锋 一只头也不回地 冲向秘境出口 周元看到此警 侧身提纵 落地的瞬间 背着逃跑的龟兵 就是一记三星连珠 巨大的疼痛 使逃跑的龟兵瞬间缩壳倒地 就在他反应过来 想要强忍着疼痛逃跑时 刚探出头 又被一记满负荷的血煞剑击中后脑 痛得他再次缩壳 23 老子被你骗了 他的气根本用不完 等老子回归受服 一定要打爆你的脑袋 追击周元的龟兵 已经听不到同伴说些什么了 现在他一门心思 搞死面前的人类舞者 他不相信对方 会一直有灵气可用 他认为 对方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只要再加把劲 对方就会倒下 可直到他被打得不足30%血量 不受控制的缩壳壳中 进入龟兵状态时 也没能看到对方灵气枯竭 兽君 我错了 这指定是从哪个秘境 跑出来的老怪物 绝对不是人类舞者 搜 搜 随着一支支满负荷的血煞剑 被射出 周元开始清场了 他从离出口最近的龟兵开始清理 不管有志 无志皆清空血条 丁 击杀15级兽府龟兵8 经验加1800 击杀20级兽府龟匠1 经验加500 倒不是周元不想和两位有灵智的龟兵交流 关键是 龟兵说的语言 他听不懂 因此 只能将他们杀了复原复本 看看挖兵之巢 复本真正的样貌是什么 8只兽府龟兵 爆出了三件龟甲 10份碧波珍珠 兽府龟将爆出了一件龟刺甲 一份龟西竹 另外淤滩之上 那座由珠宝堆积而成的宝座中 有20枚碧波珍珠 其他皆是没有信息标识的普通珍珠 周元搜刮一番 又包了一包普通珍珠后 退出了挖兵秘境 等他再次进入时 听到挖声一片 看到了手持多种兵器的各色挖兵 十级古叉挖兵 十级刀盾挖兵 十级剧毒挖兵 果然 挖潮秘境与龟兵没有关系 驱和龟兽正在如人一般 利用水中秘境获益 一片挖名的挖兵之巢中 有上百只各色挖兵 他们跳跃能力出色 是有限空间中的绝佳猎手 但有甲房高 能回血的兽府龟兵 刚好能克制作战方式直接的他们 对他们来说 兽府龟兵连环勿匪 还有周元 皆是外来者 这还真是人与怪都在刷副本 只不过人求的是秘境物资 怪求的的是 持续攻略秘境的人 有一个问题 驱和龟兽 是怎么将无知龟兵龟 将运到挖兵之巢的 周元一边思索 一边通过属性面板 使用了兽府龟 将爆出的龟西术 技能 龟西术 介绍 龟虽有鼻 而西之以耳 明龟西 必大龟兽 呼吸调息如龟 不饮不食能生 效果 使用后获得 龟西 状态 纳气入腹 长息绵绵 持续一个时辰 可抵御毒物环境 助 配合龟甲类装备使用 可激发 折藏 状态 缩入壳中 减少各类消耗 增幅防御的同时 缓慢回血 龟西竹的回血效果 并没有 金铲氧气法的调息效率高 但龟西术的消耗更少 配合龟甲类装备 也能战斗时 临时回血 关键是 长息绵绵的 龟西 状态 在一些类似毒物 河底的特殊环境中 非常实用 渠河龟兽 既然派龟兵龟将 刷人开制 就不会对外派的龟兵龟将 不管不问 何时战斗 水匪何时来 不好把握 或许他们会在固定时间 前来挖潮秘境查看 周元不想 被秘境外可能出现的龟兵 于秘境内的挖兵 前后围攻 因此 先退出了副本 激活龟西状态 躲入水草之中 监视副本入口 他想的没错 大约过了一个半时辰后 在接近凌晨三四点钟之时 一只外表十分正常的乌龟 出现在了副本区域 十二级兽府宿龟 那乌龟探头探脑 游了一圈后 一头扎进了 蛙巢秘境 二十三 二十四 今天没有折损同族吧 炼锤龟将还没获得灵质吗 呱 呱 呱 宿龟的呼唤 没有引出两只有灵质的龟兵 反而听到了 群蛙鸣叫 那些数量众多 没有灵质的蛙鸣 虽然在机械式的蛙鸣 但在宿龟眼中 却变成了蔑式的嘲讽 呱呱呱 就知道呱 等我回去调几只龟将过来 让你们再也刮不出口 或是啦 龟将不仅没能开制 两个开制的龟兵 也折在蛙巢了 那些水匪太不小事了 安安稳稳送死 投卸珠宝离开不好吗 非要做下这等货事 等我回去禀告兽君 浅将在水中 将你等直接扑杀 宿龟进入秘境后 向支箭鱼般破水突进 留下一条狭长的水迹 周园趁机给他上了一记 定位方向的鬼闻咒 然后继续耐心等待 他不追过去 是因为在水中 追不上那只宿龟 也担心 渠和龟兽在水中 建立巡逻卫队 那些乌龟既然有兵有将 还有管理联络的意识 就不能将他们当作 普通势力看待 至少要将他们 当作地区性小军阀看待 承认他们有巡逻防御意识 果然 开始借壳吊人的渠和龟兽 有成熟的联络方式 估计也有 针对意外的应对方法 再等一等 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在周园隐藏在水草丛中 耐心等待时 连环物匪与渠和龟兽双方 都有了不小的动作 连环物匪方面 将自己的战斗精力上报 大致讲述了 龟兵龟将的战斗实力 此举 使十二级boss连环物首领意识到 龟兵龟将没那么危险 只要他带领几个大头目 到时 再让赵公那个身份 清白的人成为武者 输送各种珠宝灵物 使其获得重于镇守的职位 他们这些秘境水匪 就真的自由了 即便损伤几个 也能利用职权快速开治 此乃谋长存之法 我等需全力以赴了 连环物匪这边还不知道 十只乌龟已经被人偷偷刷了 蛙巢秘境再次成为了群蛙的聚集地 渠和兽军方面 收到宿龟的急报后 非常愤怒 好啊 我本以为他们是些上道的 实时献祭些不忠用的匪盗多好 亏我还不时送出枚碧波珍珠底杖 原来是些不知好歹的 竟敢掌握足矣 饶他们不得 棒相 你带领开治的棒兵 运送十个无治龟 将入蛙巢 恶龟通令 你带开治龟兵埋于河底泥沙之中 等那火水匪在入蛙巢时 务必前后夹击 让他们一个都走不了 另外 赵家这个信愿不好用了 让我们控制的匪徒 将赵家的罪证提交郡数 知道挖潮秘境位置的 赵公必须死 前两只开治宿龟 跟随他们的商船 等他登船时 凿破船敌引发慌乱 趁机杀了船上所有的人 制造沉船假象 我等仅遵授军之命 渠河龟 受仗着水域优势 并不怕大卫朝廷的绞杀 大卫朝廷 也不可能来上一纸公文 沿河道 有妖魔出没 封锁贯穿 多州之地的渠河水道 因此 他行起事来 更加肆无忌惮 只是为了压制恐慌 避免有志之人 接孔河道 才选择细水长流 但这次重于赵家 与水匪的联合 明显打翻了他的鱼缸 为此他打算清场 再换一批信员 连环雾匪 与驱和龟兽 都有了动作 潜伏的周园 也很快发现了异常 二十级寿府邦相 十五级寿府邦兵 二十级寿府龟将 十五级寿府龟兵 二十只龟兵 用绳索牵引着 棒兵移动 棒兵头顶 除了自己的血条之外 还有两段龟 将的血条 原来他们是靠棒兵 运送无志龟将的 这还真是好办法 自己人不互相攻击 只要控制住他 确实能运到其他区域 棒兵将十名龟 将送入蛙巢秘境后 一名有志龟 将幼灵九名龟兵 进入其中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有志龟 将带着龟兵 走出蛙巢秘境 然后就地刨坑 全形隐藏的有志龟兵 再想想秘境内部的 十名龟将 还有那只二十级的 有志龟将 此时 他突然感觉 连环物匪危险了 龟将龟兵们 就没打算让他们离开 怪斗怪 人斗龟 水路若是皆有志 路上有国 水中应该也有 等待的时间很难熬 好在周园也有几副龟甲 使用龟甲后 进入龟西树的 折藏 状态 便舒服多了 这一等 便是好几个时辰 大约到了 晚上十点钟左右 赵公与连环物匪才 再次驾船而至 喷 喷两声 深重的船矛沉入河底 引起了周园 与潜伏龟兵龟将的注意 此时 商船之上的水匪们 正忙着打开商船暗层 取出内部的各类兵器 大眼 此番便有劳弟兄们了 等兄弟们拿下秘境 赵公必定重重有限 那些皆是后话 赵公我告诉你 就算你能成为武者 也不可能 独自一人攻伐 这水府秘境 记住咱们之间的关系 合则双赢 分则双输 不要起不该有的心思 大爷说笑了 赵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不可能攒出一口灵气 就能变得骁勇善战 扑通 扑通 几个连环物匪跳入水中 巡视一圈 没发现异常后 便浮出水面 呼喊下水 等第二批水匪抱着重物 逐渐靠近河底时 周园才发现 连环物匪 这次真的下血本了 十一级连环物大头目 十级连环物小头目 十二级连环物首领 特别是那位 十二级连环物首领 他的身份信息后 还有一枚血色骷髅 好家伙 BOSS都亲自来刷副本了 连环物匪真狠了 这位若是出了意外 他们不得全被刷新了 周园扫了一眼 继续潜伏的龟兵龟将 感觉十二级连环物首领 多半跑不了了 即便他是BOSS 可这终究是在水底 为龟兵龟将的战斗主场 十个连环物匪 刚进入蛙巢秘境 便觉察到了不对 乌龟的样貌明显变了 全变成了强壮的恶龟 没听说过 秘境妖魔 还能自己变样的 我们那些无智弟兄 多少年来不都那样 难道这些乌龟还能长大 等到了一定的时间 就会变样 难道什么难道 傻了吧你 大当家 我们多半是遭了算监 您说该怎么办 十二级连环物首领想都没想 就知道不能耗 秘境内的龟将 明显被刻意调整了站位 他们就算想耗 龟将也会巡逻过来 出去一个人探探情况 如果没有危险 就进来报信 若是一刻钟后回不来 咱们就该拼命了 被选中的连环物匪 刚一探出头 便被一只龟兵紧紧抱住 挣扎着沉入了 河底泥沙之中 一只龟兵紧接着围了上去 用手中的铜锤不断敲击 过了一刻钟后 挖潮秘境内 已经和巡逻龟 将交上手的连环物匪 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处境 别打了 快走 在这秘境内 早晚被他们耗死 只有出了秘境登上船 我们才有生路 在连环物首领的指挥下 连环物匪脱离战斗 快速跑向秘境出入口 他们都知道 既然被堵了 就一定要连续涌出秘境 只有这样 才能在对手反应不过来时 趁机脱身 但这次他们失算了 埋伏他们的敌人不是人 而是二十余只水龟 他们刚出去 便被一只只龟兵缠住 水的阻力与浮力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攻击力与平衡性 因此在岸上十分凶狠的连环物匪 在水中被龟兵龟江们吊着打 唯有身为boss的连环物首领 还能反抗几下 但也被龟江找到机会 用链锤缠住 无法浮出水面 此时商船上的众人 还不知道连环物匪们已经栽了 他们感叹道 首领与大小头目亲自出手就是不一样 一刻钟都过去了 也没要求换人 甚至还有说有效 认为水府秘境就要落入囊中了 赵家主 此事多半是成了 可不要忘记你的许诺 忘不了 等我成为一地镇首 流民犹伤 狱中犯人 姚毅府兵 自然随便取用 船上的匪徒还在谈论 如何持续取用一地人口 水中的连环物匪却撑不住了 当boss连环物首领的血条 被压得低于30%时 他突然张大嘴巴撞若大吼 咕噜咕噜 即便他在水中没能发出声响 还倒灌了两口充满泥沙的河水 但该起的效果一样起了 几个没死的连环物头目 与商船上的连环物匪 突然感觉自己多出了鼓励气 并且想要不顾一切地冲入水中 不好 首领在水中 巨翼 他遇到危险了 扑通 扑通 多个连环物匪 压不住心中的冲动 纷纷跳入了冰凉的河水之中 起毛 开船 放下小舟 你们三个多走 赵公一点犹豫都没有 一看事情不对 立刻要求开船 并携带三名同族青年登上小舟 企图尽快逃跑 附近游罚的寿府宿规 自然不会让他如愿 几只河伙将小舟撞翻 咬着落水者的衣服 便往水中拖拽 周元虽然发现 赵公被拖入了水中 却没有丝毫意动 他不准备就很可能知道 连环物秘境入口的赵公 因为知道秘境位置的人 绝不会只有他一个 否则连环物匪杀了他 便能消除秘境暴露的隐患 更何况 水中还有一群龟兵游走 想从他们手中抢人 还是很难的 但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反而对着连环物首领 用了一记定位传音的鬼闻咒 混了个助攻 叮 击沙十二级连环物首领 好吧 鬼闻咒的助攻 没有混到什么辅助经验 但还是收获了击沙判定 随后 周元又对有志的龟兵龟 将使用了鬼闻咒 方便锁定他们的位置方向 放大船走 都跟着 等过了这段水道在凿沉塔 不能让他沉在蛙潮秘境附近 龟将龟兵们离开了 几只受辅速龟也加速游到商船的前方 充当侦察 等他们走远后 周元才从水草丛中游出 拾取了暴露的光球后 快速浮出水面 登上陆地 丁 获得 巨翼一 连环刀法一 龟元散五 技能 巨翼 介绍 英豪散居天下 巨翼共图大业 东南西北同生死 群虎一星龟翼堂 效果 使用后 使几方单位自发聚拢 微量提升几方单位攻击力 激发其进入保护状态 柱 等级越高技能范围越大 神属性 越高技能效果越强 满级技能范围500米 这技能 怎么有点强制保护的意思 用好了 我岂不是会多出不少 被真性情的生死之交 十二级连环物首领爆出的技能 巨翼 很有意思 在周元看来 这更像是一种嘲讽技 只不过嘲讽对象是几方单位 使他们主动保护技能使用者 俗称 召唤肉坛 当然 巨翼 也能用来练兵 只要多用几次 士族自然会知道 在为谁效命 该向谁聚落 除此之外 BOSS爆出的龟元伞与连环刀法 也都是很实用的东西 龟元伞是回蓝药 比金安大营常用的 玉珍伞好上不少 连环刀法 则是一种以攻戴手的技能 技能 连环刀法 介绍 劈砍撩扎 零零有声 消耗灵气 可增加挥刀速度 满极可连绵不断 刀欲成环 周元整理一番所得后 并没有再次进入 被十至二十级 寿府龟将占领的 蛙巢副本 而是在陆地上 追着被鬼闻咒标记的 龟兵龟将 确定了沉船的大致位置 与他们返航的水域方位 随后 他便卸下 方神之皮 恢复样貌 返回了自己的军营 营中的两位兜博 看到自己的直属上级回归 赶忙上前询问 去都 您这一去探查便是两日 可是发现了什么 嗯 发现了条大鱼 让兄弟们尽快急剪 这次我们去扫了 连环物匪的老巢 评了那股最嚣张的匪盗 好嘞 只要能评了 名声最大的连环物匪 我等便能立功回营了 这虫鱼县哪哪都好 就是枣泥甜饼 吃多了容易腻 好些个士族都吵着牙痛 哈哈 好 咱们尽快评了肆虐之匪 回归静安大营 当评匪归营的消息传开后 营中士族立刻士气大震 纷纷整甲背蟹 准备大干一场 五位营兵与射生营兵 终究是被养掉了胃口 难以常驻地方属现 乌乌乌 沉闷的号角传遍大营 准备齐全的士族 再次向着乡镇物宝方向进发 一路走来 吓得不少物宝主背脊发凉 生怕自家事发 被郡府大营的甲兵给围了宝 等周园领兵围住赵家宝时 他们悬着的心 才总算放下 此时 赵家宝内早已乱成一团 原因是 他们的家主失联了 宝中驻守的连环物匪 也突然消失不见 族书 那些好汉 怎么突然间全部消失了 他们到底是人是鬼 或是了 只怕秘境与家主都不成了 我们赵家多年的辛劳全完了 不好了二叔公 那群围保的官兵又来了 他们此刻正在披甲布阵 多半是要攻保了 什么 快被我去保墙 我要亲自和那将军说上两句 几个轻壮文言 抬起老者便跑 生怕跑慢了 宝外的官兵会直接攻保 好在 紧赶慢赶 还是让他们赶上了 等他们登上宝墙时 迎兵们还在列阵待命 并没有发起进攻的征兆 见到此景 赵家族老忙 让身旁的几个青壮一起呼喊 将军 为何去而复返 可是赵家做错了什么 请将军说个数目 不必刀兵相向 周元这边收到喊话后 吩咐士族 按他之前交代的说辞回应 他自己则搭建宁煞 对着乌宝后中木门的中缝 开弓发箭 众人听着 你等勾结连环勿匪之事 已被查明 现在开宝只抓不杀 若敢抗命最佳一等 破宝之后 杀伐无算 嘣 嘣 强劲的箭支 缠绕着红色雾气 一箭箭钉在宝门的门栓上 那巨大的声响 不断垂打在赵家众人的心头 再加上宝下士族的喊话 使他们终于意识到 赵家要完了 将军可能网开一面 我等愿将宝中 才获禁术功上 只求落地未明 不再作乱 赵家族老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这些郡府来的假兵 根本不是县中人脉能影响的 他们既然开始围剿了 就一定要有所得 因此 他希望献出乌宝内所有的财货 满足这些假兵的胃口 但回应他的 只有箭支撞击大门的声响 此时 第一根门栓已被射得爆裂 第二根门栓 正发出阵阵身影 告诉他 若再不开门 我就用血煞剑了 血煞剑乃营中真品 只要用了 便是血战之时 迎兵转达的喊话 彻底击碎了赵家族老的幻想 他颤颤巍巍的哽咽几句后 终于对身旁的轻壮道 喊话吧 赵家院献出隐藏的秘境抵罪 没了连环勿匪的家门后 长时间负责后勤工作的赵家宝 根本没有血战退敌的勇气 更何况 此刻家主赵公也不在 他们连团结对外的心思都拒不起来 只呀 厚重的大门被从内部推开 几个祖老被轻壮搀扶着走出 围保的营兵们看到此景 既失望 又兴奋 失望是因为没能冲入宝中 憨战那些连左兵都算不上的家丁 从而累计功勋 兴奋是因为缴获了秘境信息 静安校尉向朝廷申请赏赐时 必然不会忘了 他们这些有功之事 果然 周曲都升职如此之快 不仅是因为勇武非凡 他的运气更是好得离谱 跟随这样的幸运将军作战 他们后续的升迁之路 一定会非常顺利 在营中士族热切的注视下 赵家族老缓缓靠近几位将官恭敬行礼 将军 若我献出秘境路线 可能换取我家平安 军中有志 献出秘境路线者可富贵 但不能延绵至整个家族 世上没有那样的道理 否则一姓之人结为同族 该让何人公养 若我不要富贵 只求从贼者治罪 无辜者平安呢 那就要交给郡署审判了 刚好郡署新入职了一批年轻官吏 他们很有精力审查杂乱之案 将军太过严苛了 非我严苛 是你们县的实际不对 若在兵为无保前线 自然能得赏赐 现在刀架起手了 再想献保以图全功 我答应 这五百将士也不答应 周元并没有骗赵家族老 他现在献出的秘境路线 最多算是投诚或者军队缴获 既然是军队缴获 那要分这份功劳的人就太多了 赵家族老犹豫片刻后 还是献出了秘境路线图 与家中从贼的名录 物宝内的人并不知道事情结果 还以为仅凭一份秘境线路图 便能换取全足无罪 当全副武装的假士 驱赶他们出宝时 他们才发现 最后的免死牌 并不能保全所有人 将这封信 快马急报静安大营 这次胡宪卫估计脸都要绿了 将他们押入虫鱼兵营 给胡宪卫分润点攻击吧 崇渝县卫胡话的脸 确实绿了 在得知周元 击捕了连环物匪的合作者 并搅获秘境线路图后 他甚至都有些怀疑人生了 想他一个舞者县卫 在崇渝县镇守了近六年时间 一枚解决倒匪问题 二枚发现 辖区内还隐藏着一处秘境 这不仅代表他的能力不足 也代表他的运气不行 这两样不足叠加在一起 瞬间使崇渝县卫胡话破防了 周曲多 你传信给金安大营了 传了 我毕竟是营中将官 领的也是营中士卒 遇到此等大事 若不第一时间通报大营 实在有私吞功绩的嫌疑 哎 传了也好 否则我这心中一难平 可能会做出些鲁莽之事 崇渝县卫胡话 虽然嘴上说着 传了也好 但心中还是充满遗憾的 他甚至暗自埋怨周元 为何不提前告知他实情 然后两人领兵 将那赵家宝荡平 平分了找到秘境的大功劳 周元果断行动的原因 周元倒不担心 县卫胡话生出 独占攻击的心思 并趁机攻击他 他担心自己忍不住 将反目的胡话县卫 几件射死 从而引发淮州大营的严格审查 周取都 或许你 才适合镇守一方 凭你这份运道 必然大有作为 胡话县卫的感慨 并非恭维之话 此时远在郡府的静安校尉 也有类似的感慨 静安校尉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会短短一天之内 收到两封截然不同的文书 第一封是郡署发来的 也有人举报 崇渝赵家勾结连环误匪 横行相礼 无恶不作 正当他要写性命助手 崇渝的周元调查缴匪时 来自周元的文书 也随后抵达 这份文书 就更不得了了 严崇渝赵家 从匪已被禁述积压 并缴获隐藏 逆境陷入图一份 看到这份文书后 静安校尉愣了片刻 怎么回事 这算什么 是现卫狐化无能 还取渡周元才干 麻烦了 此前刚给都督送过礼 是周元升任取渡 这要再升职 淮州都督姑计会认为 我将营中所有功劳 都加在周元身上了 静安校尉也是第一次遇到 这种功勋 如流水般络绎不绝的情况 一时间 他竟不知该如何上报了 他怕再如实上报下去 上级都要认为他无脑辅照了 不过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如实上报 期望自己的下属能早日显贵 相互帮衬 等静安校尉带队抵达重于现实 周元与县位胡话 已经确定秘境位置 并探查了内部情况 副本 连环雾水战 建议挑战等级8 建议挑战人数10至20 不死心的县位胡话 还拉周元尝试攻法 结果他扛不住多名连环雾匪的围殴 也就放弃了立功计划 周取都 胡县位 秘境内情况如何 秉校尉 此秘境妖魔数量众多 大约有两三百只 但实力不如鹰鬼秘境 适合舞者快速攻法 好 带我入内一关 连环雾秘境入口 在河底的一块淤滩上 那淤滩的面积很小 又被河水完全覆盖 所以十分隐秘 静安校尉入内巡查一番后 便确定了连环雾秘境的价值 其内多兵甲 周船木寨相连 水中有鱼有鸭 多半也有粮草堆积 很适合攻击一座水上迎寨 你们真是立大功了 等我将秘境详情上报朝廷 你们的封赏 便会很快下达 随后几日 周府的舞者优先赶到 在确定秘境的真实性后 便组团刷了一次连环雾副本 除了被连环雾首领的BOSSG 巨翼弄得手忙脚乱之外 倒是顺利完成了秘境攻法 当他们打开秘境宝箱 获得十份直血伞 五份龟元伞 一份连环刀法后 终于确定了连环雾秘境的价值 此后 没过几天 怀州大营便发来赏赐 将周园升为了君司马 他下属的将官也皆有晋升 就当周园以为 此事尘埃落定时 朝廷的追赐也接连至 闻静安周园 自从军以来血战无数 勇武非凡 宾客牛头寨 辅镇安鬼患 憨战英鬼秘境 右凭连环勿匪 搅秘境陷入图 功勋累积至此 君职封赏不可显其微 官爵赏赐不可张其武 特加开灵之命 要武之贵 公文已至尽快启程 入京师参新元灵士 一封来自朝廷的文书 彻底坐视了周园的恭继 使他从一个普通武官 成为了地方新贵 不过 朝廷公文上出现了一个 周园看不懂的词汇 那便是新元灵士 校尉 朝廷灵士不是每隔四年举办一次吗 那这新元灵士又是何意 新元者为年末已过 新年首日 那天朝廷诸公皆会木修欢庆 陛下也会趁机赏赐一些有功之事 所以 新元灵士不同于朝廷公事 公事为举荐 新元为赏公 如此做 是为了照顾那些 立下特殊功勋的将士 他们可等不了四年一次的开灵公事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 赏公灵士即便失败了 也能继续参加开灵公事 另外 赏公灵士的参与者较少 成功率也更高 静安校尉将人这么一说 周园便懂了 开灵公事是统招 全国竞争 赏公灵士是单招 范围竞争 能缩小竞争范围 增加竞争机会的赏公灵士 确实更有可能成功 我该如何去 先换官印 再入淮州大营会和其他参事者 由淮州舞者将官带领 一同入京 由于周园积累的功绩太多了 其他人比他更需要立功机会 因此 崇渝县的后续收尾工作 便有其他将官接手了 等他回到静安军营时 收到消息的众位袍泽 纷纷跑来祝贺 菜诚更是酸得不行 兄弟 你入营几月 便追平了我近十年的辛劳 现在你也是军司马 我也是军司马 可你年岁上小 我已人尽终年 况且 你还有可能成为舞者 我多半是没希望了 哥哥我真是 既羡慕又极度啊 财兄 若我有幸成为舞者 你的倚仗 不就又多出一个吗 你我本就是袍泽兄弟 自该相互帮衬 同福同德 是这个礼儿 其实我已经想开了 自己努力多累啊 你和校尉大人 在家把劲 我等着你们俩提醒 有灵智的归宾归江 引入河底的水浮秘境 很难说清 是如何探查的 并且 周园积累的功勋 已经够大了 再拿出一个秘境 就太过扎眼了 因此 他没有向静安校尉吐露 有关挖兵巢穴 与归府秘境的消息 可即便如此 整个静安军内的气氛 也开始变了 普通士族 在感慨周园的勇武与气韵 并激励自己学周园 那般建功立业 那些世家出身的武官 情绪却很复杂 曾经他们对周园 还有出身优势 现在周园竟然拿了他们 梦寐以求的临时名额 这让他们如何维持常态 但朝廷公文已发 诸是尘埃落定 他们只能忍着心中的不甘 强行安慰自己 周取多好歹是我们的袍责 他成了舞者 也是我等的人脉 怎么也比外人强得多 可话虽这么说 他们心中 终究还是别扭的 那是一种想讨好 又放不下身段 想远离 又不甘心的尴尬状态 周园发现 身边同僚的异常后 便开始宅在校尉府 专心练武 减少对外接触 等新冠印发放后 他才借机宴请众位同僚 给予他们道别 也表示不忘袍责之意 为了这场宴会 静安校尉将任 特意从崇玉县赶了回来 校尉大人 听闻你的妻儿 接在京城 可有什么书信 私里要送 正巧让我顺道待绝 也好有理由 拜访一下贵妇 你有心了 我回头整理一下 明月一早便拿点你 周园 此去一别 不知你会重归故里 还是出任地方镇守 你的能力我很放心 地方那些刺头压不住你 唯一需要注意的 便是金师重地 权贵如云多不胜数 莫要饿了某人 损了仕途 多谢校尉大人道见 远景记在心 武者身份 对周园来说很重要 没有那层身份 即便他有武者实力 也接触不到 专供武者功法的秘境 当然武者附带的权势 也很重要 只有升到了一定的职位 才能有效利用大位的资源 一场送别宴进行到很晚 期间不少施家子 喝着喝着 便控制不住的哽咽流泪 那个坐在左侧 首席的少年 好像要帮他们完成愿望 证明这条路可以走通 又仿佛要带着他们的愿望 远远离开 这种情绪 蔓延向整个将官层 使不少人心中空荡 直到第二天一早离别时 他们还没缓过进来 但还是集体出行 送别周园 周司马 莫往后看了 既然走了 就别回头 否则再回来 必会遭人耻笑 认为你浪费了通天之计 却如将军言 此时离别是期待憧憬 若再回来 便是狼狈败退了 来接周园的是 淮州大营的刘参军 之前攻伐英鬼秘境时 周园与他合作过 双方虽算不上熟悉 但也并不陌生 能够相互聊上几句 在刘参军的带领下 周园策马离开了静安军堡 奔向了更广阔 更繁华的周府 由于两人皆身躯强横 能忍耐 骑马换乘的疲惫 因此仅仅过了四天 他们便抵达了淮州大营 这座大营 不像功能单一的军宝 更像是一座城市的陪城 其内有专供战族 辅兵消费的各类店铺 也有邻里有序的民居方式 多为士族家属居住 除了巡逻士族较多 秩序过分严肃外 倒是和正常的县城差不多 周园四处打量的神情 引起了刘参军的注意 他想着面前 这位可能成为武者将官 便主动开口解惑 周司马 可对淮州大营有疑惑 再住一墙 可是北城比南城重要 要过增加二层防御 淮州大营的军宝城 自行结构 中间被建了一道城墙 但留了三个城门洞 攻士族穿行 军阵重地并无那般复杂 北城南城皆重要 丢掉一个 另一个也保不下 之所以建成这样 是因为营中有两处秘境 拓展城宽 才能将两者尽数容纳 原来如此 是我忘了军宝选址建造 手中秘境位置 不过 营中既然有两处秘境 可能让我为淮州大营出奋力 也好积攒些战斗经验 周元的话 是正在引路的刘参军 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 天底下 还有这等好很斗勇之辈吗 明明出来工干 却不怕苦不怕伤 准备加入秘境攻阀队伍 难怪这位周司马年纪轻轻 便连续升职 甚至获得了朝廷的恩氏名额 原来 他就不是一个正常人 而是武痴战狂 天生杀星 原则上可以 但一般参选的将官都不会这么做 周司马 你要考虑到受伤的可能 若是殷伤影响了灵世结果 岂不是要后悔终生 无事 我是远攻射手 只要军阵稳固 就不会受伤 我只是想见识见识 不同的秘境 还有武者们的攻击手段 不至于灵世时手忙脚乱 周元来淮州大营之前 静安校尉 已经告诉了 他灵世规则 正常情况下 是三世定胜负 一世服用等量的灵物 看谁提取的灵气多 视为感灵 二世在有限时间内 学习一门武技 看谁发挥出的效果 更强 视为控灵 三世随机抽取几人 组成一对攻伐秘境 看实战能力优劣 灵机配合差异 视为行灵 因此 他才会提出 见识不同秘境的要求 这 周司马说的有些道理 我会禀告都督大人 请他亲自斟酌 作为持有朝廷公文的灵世参选者 还是淮州大营名义上的下属 周元的提议 得到淮州都督的重视 他思虑一番后 觉得自己稍稍辅照 便能增加一些灵世的获选几率 也就同意了周元的提议 为此 周元在营房休息一晚后 便见到了淮州都督的亲位 住在同一区域的淮州参选者 早早便起床交流 也就看到了这奇怪的一幕 周司马 这是去往何处 可是都督大人相照 善无都督照令 应该是参选者还未到其的缘故 我向都督申请了秘境功法 打算去积攒些灵机配合的经验 周元倒是很坦诚 两个参选者文言也蠢蠢欲动 但一想到族中的嘱托 便打消了心中冲动 周司马 咱们虽是竞争者 但也皆是淮州人士 还望你小心围上 莫要受伤 否则岂不是便宜了那些外州人士 同乡维护同乡的情况 在大卫很常见 大卫最多的派系便是乡党 小到一乡一阵 大到一郡一州 简直数不胜数 因此 周元从淮州入京 还真算不上 无依无靠的白身而入 即便他没有加入淮州派 但只要入了京城 他身上便会自带淮州世人的标签 甚至可以说 只要他不明确与淮州派华清关系 京城之人便会默认 他是淮州派的一员 毕竟 他是生在淮州 长在淮州 任职在淮州 铁杆的不能在铁杆的淮州人 因此 即便他和淮州的参选者 同样是竞争关系 但他们在大立场上 依然将周元视为自己人 多谢兄台告诫 我是远攻射手 非近战汉勇 有营中 将士庇护出不了错 两位临时参选者 见周元心意已定 便不再开口相劝 相互拱手失礼后 各自返回营房 等周元离开后 两人又聚在了一起 古兄 为何不趁机演武 演武何用 早已纯熟 倒是那位周司马 多少有些冲动了 临时憨战 劳心费身 终究得不偿失 确实如此 那周司马 多半是寒门出身 家中没有传承秘境 不得不抓住机会 经历秘境 那就更不得了了 寒门出身 能得朝廷赏功灵士 不是气韵非凡 便是汉勇豪杰 偏偏他又是个远攻射手 怕不是为攻击建立 百发百中的神社之士 在两位参选者 分析周元情况时 周元也抵达了南城秘境处 秘境的入口 在一座宽敞的库房之中 其内蓝紫色的漩涡不断旋转 副本 双尾狐国 建议挑战等级时 建议挑战人数 十至二十 南城的秘境好攻发些 但也需要武者带队 北城的秘境受伤率较高 都督只为你开放了南城秘境 此秘境内的妖魔首领 是只双尾妖狐 需要击杀两次才能避敌 你要小心注意 刘参军虽然认为 以周元的攻术 攻伐狐国秘境的问题不大 但还是例行公事地 阻托了一些情报 避免淮州新一代的候选武者 伤在自家军营秘境 周元这边十分领情 拱手道谢后 才会和攻略队伍 领队的校尉 是一位十分雄壮的光头大汉 头上的戒巴 表明了他的出身 那少年 咱们先说好了 我知你获取临世名额不易 但咱们做的 也是杀法凶审 待会儿 若你表现不好 危急将士性命 便要听命退下 否则 我不管你是江人的亲信 还是显赫世家的子孙 必有军法言成 静安校尉将人的名头 到了淮州大营 就有些不好用了 这位武僧校尉 明显不满临时调动 却因为淮州都督的将领 不得不捏着鼻子刃下 将军放心 静安君是一支军法 绝无小儿耍赖之态 好 若入阵后 能追上我等的节奏 后续几日 我还待你 得到认可能并肩作战 得不到认可 自然就还被清退了 周元也没多说什么 他没什么名声 只能用实战证明自己的能力 淮州虎奔随我入阵 武僧校尉一声令下 身披重甲 手持塔顿的将士 率先进入秘境 随后才是射手小队 淮州大营 不愧是州府驻军 营中 为射手小队配的剑支 皆是血煞剑 那些甲式的盔甲 看着也不一般 不仅做工精致 而且防御面积极大 就连面部都有保护 只留了两个孔洞 作为观察口 等周元一进入湖国秘境 便知道淮州将士 为何如此重视防御了 因为面前那座不到三米的矮墙上 站立着不少身高约一米五的狐射手 十级狐国投手 十级狐国攻守 十二级狐国先锋 周元大致估算了一下 发现矮墙上的狐国士兵 大约有上百左右 并且这些狐国士兵 多为远程攻击 即便淮州将士不断推进 他们也依然安稳不动 直到淮州将士 进入他们的射程范围后 他们才开始攻击 举盾 射手反击 搜搜 简直飞舞的声响 瞬间撤响战场 每个攻守都依附在两面塔盾之下 用最笨的方式打起了消耗战 其中 周元的战绩极为亮眼 获得了武僧校尉的多次关注 可即便如此 淮州将士依然被过分压制 不得不在监狱中举步维艰 大约对峙了五分钟左右 武僧校尉便令将士们有序撤退 换下一批假士入阵 周元发现 淮州假士的伤损率有些高 每次轮换 几乎都要伤上几个 如此轮换十队后 射手们才将城墙上的胡国射手清空 即便如此 他们还说 今天进展顺利 往常都需要轮换十二三队才能完攻 没了远程胡国射手的压制 城墙上的胡国投手 很快被清理一空 就在周元以为 接下来要破门攻城时 武僧校尉却突然间不讲武德了 换攻成兵进来 周司马也回去吧 明日再来 校尉 这是打算做什么 挖掘壕沟 再纵火焚烧 否则仅靠士族推进 折损太大 低矮城墙内的房屋 大都是木制结构 并且十分拥挤 还真适合放火焚烧 等周元第二天赶来时 发现低矮的城墙之下 已被挖掘出两条壕沟 内部还被铺好了营火物 负责纵火的士族 以尸部裹好口鼻 依次向城内抛制燃烧物 等城内起火后 又引燃壕沟之内的营火物 在火势的蔓延下 不时有胡国士兵被引出城外 落入第一道壕沟被减速后 再跌入第二道壕沟 被手持长枪的甲氏刺死 在这样的无赖攻击下 即便远程胡国射手 也无法发挥优势 因为第一条壕沟的距离 刚好卡在他们的射程范围 使他们跌入壕沟后 纷纷在火中 展开了毫无精度 可言的抛射 咚咚咚的鼓声不断响起 靖安君用过的巨焰鼓 增负了两条壕沟内的火焰烈度 跌入壕沟的多毛胡国射手 成为了新的萤火物 其血条更是持续跌落 当火焰逐渐升腾 越来越多的胡国士兵死亡后 城中的BOSS终于主动跳了出来 15级双尾狐手 一只胡头人参的BOSS 甩动着两只巨大的尾巴登场 那被火焰引燃的肠尾 仿佛是两条烈焰长边 近战舞者准备缠斗 妖魔首领托尾花兽后 优先控其四只手尾 15级双尾狐手的类人形态 不难对付 进入秘境的舞者 有丰富的对战经验 快速控制了双尾妖狐的两条长尾 使他的灵活性大幅度丧失 由远处看 双尾妖狐正面被防御舞者缠住 背后的双尾 被四名力大的舞者 向着两个方向拖拽 这使得双尾妖狐成了 无法浮空的风筝 每次跳跃或左右突进 总会被两条长尾控制影响 没有灵智的BOSS 不会斩断自己的双尾 有智慧的舞者 更不可能切断手中的控制线 因此 出场十分绚丽的双尾妖狐 很快便陷入了危机 射手小队趁机输出 周圆也找好角度 以三星连珠剑镶嵌双尾妖狐的臂弯 使他损失了部分攻击能力 其后更是重点照顾眼儿口鼻 臂弯膝盖等重要部位 不断压制双尾妖狐的血条 并打出致残效果 副尾组注意 妖狐已被重创 就快脱尾化瘦了 武僧校尉无法看到血条 只能靠经验估算妖魔首领的状态 但他估算的还算比较准确 在他喊话后三分钟左右 双尾妖狐的血条便被彻底清空 下一刻 一只肠尾脱落 一只肠尾变大 伏地死亡的双尾妖狐 散发出大量的红灰之物 好好 尖锐的瘦吼急促且响亮 一只大小如水牛的狐狸 突然从妖物中冲出 他的双眼变得纯黑 银色的毛皮上亦有黑色纹路点缀 粉红色的狐火自他口中喷涌而出 当 当 悠扬的钟声同一时间响起 一座由灵气组成的光影桶中 将兽化妖狐牢牢笼罩 这使得喷涌而出的狐火 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空间之中 先灼烧了兽化妖狐一段血条 随后喷的一声剧烈爆炸 又带走了兽化妖狐一节血条 这一刻 彰显了情报的重要性 怀州大营派来的 根本不是什么正常舞者 而是能把兽化妖狐定点爆破的定制型舞者 猪将速攻 妖狐百息之后 会再次喷出狐火 需在此前控制其口鼻 BOSS的技能有冷却时间 无法不间断地连续使用 这给舞者小队提供了充足的反应时间 两名舞者手持一条中间有龙嘴的铁链 快速奔赴左右 在缠斗舞者的帮助下 找机会罩住了兽化妖狐的大嘴 接下来便是铁链不断缠绕 继续压缩兽化妖狐的挣扎空间 看到这一幕 周元便知道兽化妖狐先不起什么风浪了 怀州舞者开发的控制流打法 足以将他活活耗死 随着一支支利剑精准命中 不断挣扎的兽化妖狐很快 被清空了血条 丁 击杀十五级双尾狐狐手 经验加四五零 停停停 莫要再射了 尽量保全狐狮 其血肉骨皮 皆是好东西 双尾妖狐死后 其他的小怪就成不了气候了 在蔓延的伙食下 被一波波引出击杀 在这个过程中 周元趁机拾取了双尾妖狐暴露的蓝色光球 丁 获得技能 绝命复生一 灵狐单五 双封狐为笔一 技能 绝命复生 介绍 狐有四贵纯狐 真狐 涂山 有苏 纯狐者多伪 业绩为火出 将为怪 闭盘多伪败北斗 多伪不坠 则命绝复生 效果 使用后获得被动技能 绝命 与 复生 复生 死亡后消耗精气神任意一点属性值 立即复活 并恢复自身血蓝 绝命 复生后清除自身负面状态 并获得绝命状态 大量增幅攻防 持续一十三克 竟然是复活剂 没想到复本BOSS 还能爆出此类技能 在游戏中复活剂并不少见 刷复本时倒下被奶妈拉起 或使用复活道具回升 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但这里是更为真实的世界 一个复活类的技能 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更别说 这个复活剂还带有一十三克的 绝命 状态了 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 一刻钟是15分钟 一十三克便是两小时45分钟 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真的不算短了 这么长时间的绝命加成 无论是反杀 还是逃跑 都足够了 唯一的缺点是技能 绝命复生 消耗的不是血蓝 而是最为宝贵的基础属性值 周元现在的属性围巾 4 气 4 神 3 根本无法放肆消耗 我这也算补气短板了 玩家最重要的两项 一是经验升级 二是能够复活是错 现在 我也有了复活的能力 哪怕次数有限 但只要将基础属性堆上去 有限的次数 也能不断变多 周元正平复 激动振奋的心情时 武僧校尉 突然向他走了过去 周四马 你的射数不错 就是那把弓 有些不适合 弓法妖魔首领 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 你这把应该是 主破影的射虎弓吧 确实如此 此弓乃至理 射虎虎虎堪用 但适用范围较小 你要入金餐心园灵室 不可只有一弓一弓 带都督召见时 你可向都督开口 接上一把宝弓 最好是风俗火星的宝弓 可助你参事顺利 元 多谢校尉提点 如此不要厚着脸皮 向都督大人讨一张好弓了 武僧校尉的话 给周元开了一个新思路 抱不出合适的装备不要紧 咱也是有组织的 可以向上级申请借用 不用虚理 我看你可堪造就 都督大人总振怀州 只要你开口 又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都督大人 不会小气一把宝弓 你若能通过新元灵世 莫说 借你一把宝弓了 都督大人 还会再赠你几件宝弓 嗯 周元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又学到了一招 通过灵世后 不要忙着听朝廷任命 一定要回应拜访曾经的上级 人家一高兴 说得不定 就会送出几件宝弓 或者强力的武技图谱 如此一来 既获得了实惠 还稳固了人脉 甚至能落个不忘顾旧的好名声 校尉大人 听您这么一说 金师灵世 好像不经私带武器 如此会不会有些不公 有何不公 咱大魏立国以来 一向如此 须知家族福泽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朝廷招收天赋高绝之人 也招收背景深厚之势 盖因两者皆能成事 只要能成事 对朝廷来说 就没有区别 原来如此 看来朝廷灵世 对我这等无足辅照之人 并不友好 你 你就算了吧 你有淮州大营支持 至少有正常世家子的待遇 那些白身与寒门 才是真正的举步维艰 武僧校尉说得很对 周园能利用的资源并不少 虽然比不上 熏贵豪门的嫡系子孙 但追上正常世家的子嗣 还是没问题的 他与世家子嗣 唯一的不同 便是关系连接 世家靠的是血脉 他靠的是职位 他出身静安军营 名义上属于淮州都督的下属 虽然中间隔了一个 静安校尉江人 但有这份名义在 淮州都督 还是愿意提携自己下属的 对淮州都督而言 提携自己的下属 永远比帮助所谓的世家子 更划算 盖英提携下属 不仅能增长他的威望 也能让更多下级将官看到 他爱护下属 愿意帮助下属 进而提升营中将官的凝聚力 因此 周园写的五倍申请 顺利得到了他的批准 游参军 这小子有点意思 缺东西知道开口要 我就喜欢这样的下属 都督说的是 敢开口便是将大营当做了家 将都督当做了长辈 这很好 就怕那些不开口 背后还埋怨 大营不给配置五倍的荒诞之人 那是弄错了上下之属 亦是养不熟 多生乱的暗怨之辈 刘参军一语道破了淮州大营的规矩 想要什么 只要合理合规 就要向淮州都督申请 申请者要的是实惠 淮州都督要的是施恩机会 如此一来 才能明确恩义关系 即便投资无果 也能收获一个感恩戴德的下属 若是公平发放的话 所有人皆会短暂感激 过了十日便会认为 那些所得 本就是自己该拿的 如此难免上恩不险 下意为怨 双方皆得不偿失 金安周元 我记得他 我那月宫要惯 要处 还是他送的 也罢 既是董事的自家人 便给他一个挑选的机会吧 刘参军 你带他去军虚处的工房宝库 让他自选一张好工 告诉他 若他通过灵世成为舞者 我会亲自参加他的升迁喜宴 莫 周元这边得到消息时 还有些不可置信 借工借到最后 不仅没被随意打发 还得到了更好的待遇 刘参军 我真的能随意选吗 当然 都都既然开了恩 就不会随意打发你 说 让你借用宝宫 自然要给你配一把最合适的 不过 你可别乱来啊 别选最好的 要选最适用的 莫 到头来公众难开 再落了选 参军放心 我也是经历过不少血战 明白试用最佳的道理 周元走进宫库 发现此处陈列着上百个色宝宫 其上大多有灵光闪烁 只不过有的灵光充沛 有的灵光暗藏 若隐若现 如此多的宝宫瞬间 让他挑花了眼 若不是只能挑一张 他都想 每样带走一把了 就这张吧 此宫灵动爆裂 刚好增幅 我的杀伤力 刘火宫嘛 确实不错 你见之甚准 无需封属之功引导锁定 取火刑之功 增幅杀伤 实乃上上之选 周元得了新功很满意 刘参军顺利完成了 淮州都督的任务 一样很满意 走之前 还对周元说 不用发愁保甲的问题 既然他写了五倍申请 都督就会酌情赠予些实用五倍 戒合赠的结果 差不多 但意义完全不同 周元这边 向淮州都督借了功 淮州都督那边 表示辅照后 还是会加些恩赐的 这可真让五僧校尉说中了 只要他把淮州大营当家 淮州大营 就不会让他拿着一张破弓 穿着一身铁甲入金 武器 流火 介绍 星速吸尘 流火赤鹊 于七月中 有吸流者 是火之星 知事将寒 效果 为持有者叠加 星速 状态 为剑之叠加 赤鹊 状态 星速 亦称鸣唐 鼠目中火 可将自身灵气 外导引燃 对目标 造成燃烧伤害 赤鹊 赤为火色 却为灵级 可叠加火属性 灵气增幅剑之速度 并对目标 造成爆炸伤害 流火弓 是一把叠加属性状态的五弹弓 其杀伤力 远非破影的射火弓可比 有了这把武器 周元便能成为火箭射手了 并且还是那种剑之 附带火爆的高伤射手 由于流火弓是营中所授 周元不好将其收入物品来隐藏 因此 他持工返回营房时 不出意外地 被其他三位临时参选者看到了 周司马 从哪来的宝宫 三位参选者非常意外 他们本以为周元是寒门少年 却没想到 其仅仅出门攻伐一次秘境 便能带回周深暗运赤红灵光的宝宫 这种定向武被升级的待遇 怕不是什么豪门大足子弟吧 不应该啊 咱们淮州并无州市豪门 最出名的宁康州市 也不过是个平常士族 难道周司马与都督大人交好 得了淮州都督的辅照 哼 没想到淮州大营如此不公 只照顾那姓周的艺人 无视我们三个临时参选者 本来有说有笑的气氛 被一位黑脸青年直接撩死 两位世家子都有些无语了 他们三人又不是淮州将官 淮州大营凭什么给他们升级五倍 再说 你有困难倒是提啊 非要故作高冷 等着淮州都督亲自过来嘘寒问暖吗 眼看那黑脸青年还要说什么 两位世家子纷纷找借口离开 不敢再与这位暗怨青年交流了 神奇的是 他们两人虽然奔向不同的方向 但中途绕转一圈后 又先后前往了周云的营房 周司马安好 你无伤在身实在太好了 我二人前来 是想告诉司马一个坏消息 惊失未辱 我等一方便先损了一份战力 左三营房处 那位逸林陈家后裔 心有机怨 南城助力 说不得还会暗算同乡 周云本以为 两位世家子是在树立敌人 筹备团队便没有直接表态 待他们道出事情原委后 他才开口发问 不能吧 世家选继承者都这么随意了吗 这还没到京师呢 就先饿了淮州将士 他就不怕走不出淮州大营吗 周司马 那人是家中敌次子 掌兄得了家族灵物成就武者 他自小看着 积压了很多不平 百样米养百样人 且看吧 若真是个跋扈之辈 也能为我们探头 大卫红夜13年9月12日 周元得到了淮州都督的召见 和他同行的人 有三位是淮州郡县的将官 还有一位是淮州大营的本地将官 他们五人被刘参军带入了营中都督府 并在那里见到了年过中旬的淮州都督 作为大卫的一州镇首 淮州都督无疑是位高权重的 但他看起来比静安校尉将人还要和蔼 或许是年龄偏大的缘故 使他能以长辈的身份辅照下属 因此 他并没有选择 在气氛严肃的政令堂召见周元一行人 而是在府中小院摆着一桌酒席 卫军中临世参选者传授经验 席间众人除了感觉受宠若惊之外 还十分拘谨 生怕自己说错了话 使淮州嘟嘟不快 来来来 莫要拘束 我等共赢慈悲 老夫一见到你们 便想起了当年的临世经历 那可真是好年华 好热血 参林三世的情况 想来你们的上官都与你们说了 我便不再赘数 我只说一件事 那便是莫要冲动 留下有用之身 比什么都重要 若能选上 我与你等同喜 若选不上 肃反淮州大营 咱们不让外人笑话 也不让故乡之人暗潮 营中职位众多 有我在 必然就有你等的容身之所 此话一出 几位临世参选者忐忑的心灵 瞬间安稳了不少 是啊 此去金师参逝 并非生死一搏 大不了再回淮州 筹备四年一次的开灵宫事 淮州嘟嘟这边 说的也是真心话 能参加新元灵室的将士 个个都是功勋卓著的善战之士 即便成不了舞者 也是营中需要的优秀将官 另外 外州的参逝者什么情况我不管 那些各式家子 是什么星星 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求你们几个 谨记袍则之意 军中法度 若哪个敢在京城暗害自家弟兄 我定不轻饶 都督放心 我等五人必同心协力 不赘怀州五位 周元一行人知道 怀州都督说的是原则问题 纷纷起身失礼言之 盖因外入他州 犹如行军 若纳时私斗 不仅会让淮州都督颜面受损 也会危害袍则的参逝状态 好 接受淮州好郎 本都督既然要你们爱护自身 就不会这说不住 我为你们准备了各类保甲 走时记得去府中库房领取 我等谢过都督红恩 此番入京 必一张淮州军威 淮州都督讲完话 便借口有公务处理 先行离开了宴席 给五位参事将官留下来相互熟悉的空间 他这一走 席间的气氛便快活了不少 从政经严肃 便为了互相吹牛 最终淮州大营本地的陆都尉 技高一筹 凭着能说会道 见多识广 成为了将官小队的名誉领队 对周元来说 和这些人相处 比和那些世家子相处容易多了 至少他们出自同一个军事系统 上方还有一位真正的大佬维系规则 远比那些出身不同的世家子 值得信任 待宴席散去 几人还一同前往了都督府库房 领取宝甲 鉴于美人的战斗风格不一 库房官吏给配的盔甲也不同 周元获得了一副便于行动的轻甲 防具 风玉 介绍 身负连云凯 红润风玉形 天地顺动 则雷出为玉 圣人攻城 则风行有节 效果 装备后为使用者叠加 风行 金玉 状态 风行 少量增幅移动速度 减少自重反馈 便于障碍通行 金玉 消耗灵气增幅防御力 减少震荡伤害 风玉甲的防御力 本就比普通铁甲好 还能消耗灵气增加防御 再加上能够增幅移速 确实是射手的上上之选 不得不说 有组织就是好 怀州嘟嘟大手一挥 便砸出五件宝甲 当真是极富贵又豪气 由于正常人 没有周元的游戏视觉 无法直观地了解 宝甲效果 因此 他们纷纷穿戴甲咒 实际操作体验 周元不想表现出异常 便也换上了风玉甲 刚一换上 他就发现 身后好似有风柱推 非常便于奔走跃动 好甲 火界风势 风柱火燃 火攻风甲当 真是绝配 当周元一行人 穿着宝甲返回营房时 惊得几个世家子 眼睛都快掉地上了 父兄常说 大魏尚武 君忠富贵 我原本不知其意 只当将军立强豪富 士族听命辛劳 不想今日周司马叫我道理 使我方知周府大营之父 镇守五官之一 难怪家中长者 要将庞系子弟丢入军营 原来营中强者 真能得到通天之机 世家待遇 几位世家子 本以为自己有些优势 至少在五倍上 要比军中五官好上一些 但淮州大营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谁才是真正的五倍镇守 人家这边稍稍一发力 便补弃了军中五官的短板 再加上军中五官历经血战 擅长配合 如此一来 世家子们不仅没了优势 甚至还暴露出了劣势 古兄 你说我们找淮州都督申请的话 能不能调整更换武器防具 多半不能 不是淮州都督小气 而是我等没有名分 怕是得不到淮州都督的召见 毕竟他是封疆大吏 一州之主 哪是我们说见就能见的 几位世家子 除了羡慕之外 倒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公 唯有一阳陈家那位嫡子陈欣 心中憋屈 感觉自己受到了冷落 若不是入京参事 必须有州府主官陪同 证明其身份的话 他都想先行离开了 他看着那些喜货保贾 兴高采烈的军中参选者 心中默默发誓 他日 我若为一地镇守 必定秉公处事 无私无亲 无论淮州的参选者们有何心情 他们最后的争斗 皆在京城 为此 即便有人心有不甘 也不敢真的冲撞大营 挑战淮州军的武威 又过了五日 各郡参逝者终于到齐 淮州都督这边 便举行了送别宴 催参逝者尽快上路 诸位山高路远 此去京师需快马二时 周传半月 路途劳苦不可再现 若一切顺利 你等将在十月下旬抵达京师 那时距新元陵 世上有两月时间 足够你们适应水土 调整状态 我等遵命 此去京师 必养我淮州升威 淮州参逝的人到齐了 其中有将官五人 世家子四人 竟无意寒门白身 大魏终究是朝廷与世家的大魏 普通百姓与寒素人家 除了从军之外 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出路 其实像周元这样 飞速腾飞的人极其罕见 正常将官走的 都是积累功勋的路子 唯有世家子弟 会走奉保获赐之路 简单来说就是 将官功勋晋升 世家子花钱买路 因此 无论是寒门白身 还是世家之脉的子弟 成为将官后 介于正常的世家子 有很大隔阂 他们天生就不是一路人 更是凑不到一块去 所以 入京参事的队伍 刚出淮州大营 便隐隐分成了两派 一派围绕在营中 代表中午校尉身旁 一派跟随在州府长十左右 不过 几位世家子的危机意识比较重 路上休息时 不时找好说话的将官联络感情 盖因淮州将官入京 不过是从地方军营 进入京师大营 虽然没了直属上官辅照 但还有朝廷军职作依靠 自然而然 便能融入京城大营 但地方世家子就不同了 他们入了京 只能投靠同乡亲朋 那曾世家身份到了京城 便不好用了 周园这边刚应付完 宁康顾家与池安理事的子弟 便听到淮州陆都尉 问询林氏之策 杨校尉 我们淮州只有九人参事 想来其他州也不会多 如此 咱大卫十三州加起来 也不过百余参事者 这是否代表新元林 是难度较低 你说的没错 但你少算了一些人 那便是朝廷熏贵 他们一贯走新元林氏的路子 加上其人脉广泛 宝器众多 实乃强劲对手 你们莫觉得不公 从军累宫的尽头 便是成为与国同修的薰贵 我等将官 若有幸成为朝廷薰贵 也会坚决维护薰贵传承制度 中午校尉说的没错 薰贵与将官本就掰扯不开 两者只是不同功绩 造成的地位差别 此话到明了新元林氏的竞争水平 参事者虽然会比开林公事少些 但对手一样各有手段 原来如此 希望那些薰贵子弟金贵些吧 否则我等还真没什么优势 放心 参事说难也难 说义也义 你等皆是淮州大营 善战英才 正常比试的话 胜率很高 一行人边走边聊 快马急迟 不敢耽误时日 紧赶慢赶底 达曲和渡口后 才松下紧绷的神经 由于他们乘坐的是淮州水师舰船 所以一路行进的非常顺利 就连水中隐藏的有志妖魔 也不敢找这些舰船的麻烦 如此马船互转 足足行进一个月后 才堪堪抵达金师范围 到了这里 淮州众人便要分开了 世家子们 要在淮州长使的带领下 前往金城后室 淮州将官 要在中午校尉的带领下 奔赴金师八营中的药武营赴名 金城八营分四五四威 分别为 分 药 炼 显四五营 利 申 阳 镇四威营 其分别选址 建在金城远郊地区 属于大卫朝廷的直属机动兵力 能够随时领命开拔 相比起来金城内的四军 北军 南军 虎奔 雨林 才算真正的天子进军 周兄 你且先回大营修正 我等去金城探探路 等你们复命解禁后 我必带众兄弟好生玩耍几日 来自宁康故事的故冲 很有手段 一路走来 已经整合了其他三位淮州世家子 就连那位心有积怨的逸林陈兴 也被他笼络住了 怕是会被他当作刺头利用 诸位同乡但请先行 我等过些十日 再与京城团聚 大魏君治严苛 四周元这等前来参事的周府将官 一样不能越过金营 直接入京 因此 他们只得先去金师药武营待上几日 见见金营军事的风采 等入了药武营 周元才知道 大魏朝廷何等武的充沛 三十级药武甲士 三十级药武射生 三十五级药武瑞士 当一对一甲仙良 均荣严整的雄壮武士 护卫一位中年将官出现时 周元对大魏的上层配置 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淮州中午校尉 杨府见过吕参军 这五人皆是我淮州将官 身份无误 正身一验 此乃淮州都督亲笔文书 请参军大人过目 那位三十五级药武瑞士 结果文书仔细查看一番后 才示意假兵开城门 放淮州将士入内 好在药武营中 绝大多数都是正常士族 不然周元都以为这大营 是一个高级副本了 对药武大营好奇的并非周元一个 其他四位淮州将官移入军城 也纷纷四处张望 那位带有三十五级药武 瑞士标识的吕参军 已经习惯了此类行为 倒也没有说什么军营重地 不可张望的话 淮州二郎先休整一晚 明日和朔州将士一同选灵 呜 吕参军将淮州将士 引入一处大院后 便自行离开 全程保持威严法度 等他走后 淮州将士才感觉自在不守 非他们窃生 实在是那些假兵满是肃杀之气 使他们分外不适 不都说金银富贵吗 没想到金银之兵不景不散漫 反而异常惊悍 你都说了 他们是金银 若是压不住地方 岂不乱象平出 杨校尉 何谓选灵 可是我等将官 要先过内侍 才能参加朝廷举办的心愿灵事 周元思虑片刻 也想通了 金银之中 为何会出现人形怪 副本怪物 既然能获得灵质 还具有人形 大卫没理由拒绝他们的效忠 说不得 大卫能得天下 那些人形怪也是出了大力的 毕竟兵荒马乱 朝代更替之时 最不缺的便是惨烈杀伐 说的是什么话 你们才是真正的朝廷嫡系 即便有内侍 也该是那些世家子弟 怎会无故删选你们 选灵事营中福利 药物大营会拿出 二十余种补气灵物 让你一等是福 你们要仔细甄别 选出最适合自己的补气灵物 用于参事时快速补气 对了周元 你是射手 与他们几个不同 营中还会为你配两壶剑枝 杨孝卫一番说辞 使得淮州将冠十分振奋 难怪淮州大营 没说补气灵物的事 原来金银不仅给配 还让选出最合适的 这可真是极豪横 又让地方将冠暖心 大卫之上午 真是处处彰显 不想连金银 也会刻意凝聚江星 夜晚 诺大的金师药物营非常安静 除了巡逻甲氏的脚步声外 再无其他声响 周元躺在营房内 脑中不断回想着 药物营有人形怪的问题 或许招安人形怪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危险 他们获得灵治后 一样有自己的追求 也会有自己的生活 不能将他们定义为 BOSS的忠诚下属 没灵治时忠诚 有灵治后 还死心眼 不懂变通 那不是白开治了 另外 只要不给他们的BOSS开治 并控制他们出身的副本 有的是办法驱使他们 现在看来 朝廷没把他们当作工具 而是给他们地位 赐予利益 使他们融入了军工体系 在这样一个妖魔力强的世界中 人类能够发展壮大 或许靠的 就是文化层面的 接纳童话能力 只是不知道 吸纳到最后 最上层的统治建筑 是人类 还是那些 历经王朝动荡的人行怪 原来复杂的朝堂 本质还是那句话 别把他们当作野兽 他们开治后一样 喜欢享乐美物 既然有了欲望 就有了追求 也会蒙生帝王将相 娇妻美妾 长生不死 自在逍遥等目标 有了这些目标 他们本质上 便和人差不多了 算是接纳了人类文化 融入了人类文明 周元突然间想到了 那位 俊相左撩画皮罗印 他死后有不少 同窗儒生 偷偷悼念 言他是学识渊博的文士 若非出身所类 有可能 继承靖安书院的衣钵 既然他一个画皮鬼 都能治学如今 其他人 行怪自然也能被 传授中军卫国的理念 这还真是打不过不要紧 将他们吸纳进来 让他们 接受人类文化 并自发维护这种文化 离大卫朝堂终究太远了 还是且看且行吧 第二天一早 周元便见到了 来自朔州的将官 他们共有四人 年龄看起来 差不多都是三十余岁 可是淮州将士 朔州 恬衡有礼了 不想我们 东北两镇的将士 竟能再要五英集结 我等正好 趁机熟悉熟悉 参加临世时 也好相互照应 淮州中午校魏阳府 没有拒绝 朔州将士的嗜好 拉着周元一行人 与他们共进早时 联络感情 等那位 有三十五级 要五瑞士标识的 吕参军召见时 淮州两州的将士 已互换姓名 算是相互认识了 淮州参事五人 朔州参事四人 可到齐了 并参军 皆已到齐 好 去朝廷公文来 我来为你等盖印解禁 周元拿到吕参军 批复的文书一看 旗上多了 要五军印 与质物参军吕的印章 朱红盈令书 外镇静安司马周元 入京师参新元临世 一宴正深 准留经百日 最后落笔批复 大卫红叶十三年 十月十六日 好家伙 外镇将官入京 竟然还有时间限制 果然世家子 也有世家子的优势 他们至少可以 正常出入京城 现在开始选灵 营中 为你们配置了 二十三种补气灵物 皆是来自各州的 训补之物 你等每人领取一套 入境式细细甄选 莫管珍贵与否 临世期间的耗费大营 一律承担 周元与重将官严诺 领悟 发到他手中的 是一只精致木匣 其内有二十三个 指头大小的细词小瓶 这一看就是分装药物 每份的剂量 应该都不大 即便如此 这也是难得的待遇了 周元不知道 那几位淮州世家子 有多少补气领悟 但绝对比不上 有药物大营支持的 外镇将官 他不缺蓝药 尚能保持平静 其他将官就不行了 他们抱住装药的木匣后 笑容都没停过 隐隐间 几位将官还惊叹不已 太富裕了 这次一定要过过 挥霍灵气的瘾 足足二十三种蓝药 也让周元挑花了眼 最终他选择了紫荣露 作为自己的补气灵物 并非紫荣露效果 有多么优秀 而是紫荣露使用后 能移除一个伤痛状态 性价比较高 待参事将官 全部选出自己 重义的灵物后 吕参军大手一挥 为每人配置了 二十份所选灵物 在解禁前 还不忘嘱咐一句 京中收纳灵物的店铺极多 我不管你们 自带多少灵物 但银中索配之物 只能用于灵士 若让我发现 谁用银中灵物消费 必定追回索配灵物 且要自负盈亏 我等遵命 选灵士一过后 吕参军协议对骑士 亲自护送备用灵物 与两周将官入京 周元等人这才有机会 进入传说中的大魏国都封京 封京 原名封眼 是一座临近风水 眼山的城市 眼山之所以被称为眼山 是因为它像一座天然堤坝般 隔绝了暴躁的渠河 使其被迫改道 留下支脉风水 滋养风眼盆地 若无眼山在 风眼盆地本该成为大湖 有了那座眼山 风眼盆地才变成一手难攻 自成一体的富饶地区 随着风京越来越近 各类村镇也逐渐不合理地密集起来 大量的民居 犹如一层层低矮 墙壁般 护卫着繁华的风京 风京的城墙很高 大约有30米左右 远远望去 仿佛一座连绵丘陵 等入了城后 周园发现 风京内部绝大多数 还是正常人类 偶有几个 带身份标签的人行怪 也与正常人类般生活 另外 此地的百姓 与金安城完全不同 看到骑马的武官后 并不畏惧 还敢继续吆喝着 嗓子卖货 走过繁华的城门街市 杂乱的声响 才慢慢平息 令周园意外的是 在前往金钟会馆的路上 其三层区域面朝着街道方向 完全敞开 露出一面美轮美奂的壁画 副本 画壁幻境 建议挑战等级20 建议挑战人数10至20 周园与几位将官 频频打量画壁楼阁的行为 引起了吕参军的注意 他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怎么 想进去尝尝先 画壁先阁可不收金银 只收各类补器灵物 与秘境宝器 这也太贪婪了 朝廷就不管吗 当然管了 而且管得很严 你等入内若不负灵物 朝廷官吏定会让你们 尝尝国法之重 盖因这画壁先阁是朝廷产业 专给那些不缺灵物之人 耍乐所用 真的会有人耗费灵物玩乐吗 来自怀硕两周的将官 怎么也想不到 会有人拿着灵物与宝器耍乐 事实证明 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画壁先阁的生意并不冷清 不时有锦衣华服者 在随从的拥护下进入其中 那里面到底能做什么 为何如此高的门槛 还会有人愿意去 若是灵物赋予 自己多多练气不好吗 为何要浪费在片刻的欢愉上 怀硕两周的将官非常好奇 周元不知道画壁幻境内的情况 同样心有疑惑 耀武营的吕参军见此 终于露出了微笑 举起马鞭 咬指周元几人 是这个礼儿 记住你们今天所说的话 莫要留恋外舞 那画壁先阁 只是京城众多的欢场之一 只不过 他与普通的欢场不同 其内无常见私主美色 却能映射所想所念 使人无比快活 自在逍遥 我带你们出营时 要武将军特意叮嘱我 领你们从画壁先阁过路 好让你等知晓 京中玩乐之物众多 你等外镇将官 不要起游玩耍乐之心 当时刻谨记百日之期 吕参军说完 打马转向 朝着另一条街道走出 两周将士赶忙驱马跟随 参军放心 我等绝无耍乐之心 那可说不准 同乡聚会几番推辞 总会无意窥见美妙 多多留心吧 另外 我放不放心并不重要 我只是在完成将军的交代罢了 你等纪入过药武经营 便要听将军之命 否则非我赢属 赢亏自负 刚见繁华 变现严肃 吕参军一番话语 彻底打消了 两周将士蠢蠢欲动的心情 如此一来 进入京城州将会馆的当天 怀售两周的将士 无意出门游玩 皆在尽心安神 默默感气 与这些有上级武官压制的州府 将官不同 来自各州的世家子 已经在京城玩风了 怀州中午校尉杨府说的对 即便有内侍 也该是那些世家子弟 不会无故 删选各州将官 自入京的那一刻起 朝廷筛选便无声无息地开始了 各州将官 被不熟悉的经营武官压着 想放肆 也放肆不了 各州世家子 却失去了家中长者的约束 逐渐在交友宴请中 融入了京城的繁华 期间不是没有州府将官 想出去私会同乡 奈何经营的武官 不是阴阳怪气 就是脾气暴躁 想从他们手中得到探访假期 不仅难 还有明确的宵禁时间 活生生将各州将官 逼成了五好青年 周元本想去静安校尉府上 送书信与私礼 也被吕参军一顿阴阳 给对了回去 你就这样去江府 那到底是去借光的 还是去求助的 等临时过后 能见真情 亦能见假意 何必现在 去见那虚情假意 参军莫再说了 我不去了 等出了吕参军的巫舍 周元才发现 家印解禁 就是个表象 朝廷既然先让他们 入京师八营 再入京城 就一定有方法 对他们严格管理 不过 经营五官馆的言归言 但只是对内严格 并不对外 同乡若想入会馆 见故乡亲朋 那是想来就来 管饭管住 短短几天内 周元便见了不少京城之人 外派他州的将官 在会客厅内 招待自己的家属 那场景 真是羡慕坏了各州将官 只恨自己 在京中吴亲朋故旧 除此之外 由于各州将官不便外出 从内部交流 还催生出了一股暗流 那便是一起压制世家子 让更多的自己人 成为武者 镇守地方 周元隐隐觉察到 这就是朝廷想要的结果 他们在刻意凝聚一个群体 压制那些有退路的世家子弟 果然 大魏虽是朝廷与世家的大魏 但一样 有主从之争 唯有身家清白的君忠汉勇 才是朝廷眼中的自己人 世家子想借到言武 并不容易 至于为什么不全盘否定世家子 周元也能想到 盖因世家子也是为人 同尊大魏皇帝 一听朝廷调令 哪能真的一刀切 就在周元以为 要被金银武官强压着备战时 一位意想不到客人突然前来拜访 顾兄竟能找到此处 想来不是为了寻我饮酒吧 来人正是周元的同乡 宁康顾氏的顾冲 也是淮州四名世家子的领队人物 确实如此 顾某来此 是向周司马求助的 求助 那可不容易 要我赢得吕参军盯得紧 我若敢在临时期间招惹是非 他就赶遣冰江抓我回来受罚 周司马误会了 我怎敢厚着脸皮 让司马为我出头 我只是想向司马借点补气灵物 等回归怀州时 一定加倍奉还 顾冲的话 是周元非常诧异 不应该啊 一路同行下来 他发现顾冲是个聪慧之人 这样一个聪明人 才入京城几天 怎会被榨干至关重要的补气灵物 为何选我 我就一进安司马 怎会有灵物赋予 周司马说笑了 我来石家中长者叮嘱过 若遇突发情况 可寻音中同乡求助 父亲曾说 你们在临时期间 不会短缺灵物 加上被上官严格管理 也无处花销 既然你父亲与你说了不少 想来你有些准备 怎会耗光自己的补气灵物 难道遭遇了盗贼 周元不缺蓝药 但他的出身 使他必须珍惜补气灵物 否则人情混不上几成 还会被当作憨傻之人 这 周司马还记得那一灵陈星吗 他心寒内怨 招惹了是非 我本不想管他 却被牵扯其中 不得不用掏进灵物平息事端 最终只落了这幅画卷 故冲毫不隐藏地 掏出一幅古朴画卷展开 让周元查看 道具 陶竹院 介绍 梦里说梦 笔端几度陶原梦 天内寻天 卷上一画竹洞天 效果 内置庄园 随从居所 将随从放入其中 可缓慢恢复其生命值 并减少忠诚度掉落 住 维持道具特效 需消耗经验值 诸如不可使用 周司马 那人言 此话是一件古董奇珍 虽被沉心涂抹了乌迹 想来还是有些价值的 我愿将此物抵押 这些补弃灵物 请看在同乡的份上 助我一助 也好 你我同乡总不能不管不问 我这有静安校尉赠予的 玉珍散时评 便全介于你吧 周司马仁义 今日之恩 顾冲绝不敢忘 宁康故事的顾冲 不知许诺了什么回报 又从其他四名同乡将官手中 借了些补弃灵物 如此一来 虽然灵物种类不同 不便精细掌控补弃频率 但也算凑齐了所需灵物 能够在新元临世时 放手一搏 与他情况相似的 易灵陈兴 却没有出现 可能是 找到了其他援助 也可能还在惊慌试错 周元不知道的是 在他与淮州将官 借出补弃灵物后 那位药武营的吕参军 便暗中给守卫下了一道命令 从今日起 若非重大事物 淮州来人 一律不准入管 哼 皆是些心肠耿直的憨惑 趁机排出一位竞争对手不好吗 怎能因事同乡变心软 吕参军下达命令后 淮州将官 成了最悠闲的那批人 别说同乡了 就算再经顾旧 前来看望 也会被暗中打发走 不知情的淮州将官 还非常疑惑 怎么回事 同乡们都怕打扰我们备战吗 果然还是 我们淮州人最靠谱 自此 淮州将官 变过起了尽心感气 相互对练的枯燥生活 唯有周元在枯燥中 找到了点乐趣 那便是实验随从种类 他向陶竹画卷 注入一千经验之后 顺利激活了这件随从道具 其作用类似 精灵球 能够展开捕捉随从 不过 他在同类道具中 应该算不上优秀 周元只用他装了四只小鸟 一只梨花猫 便占满了随从味 有趣的是 梨花猫进入陶竹画卷后 还会光明正大的追捕小鸟 使得古朴画卷成为了梨猫扑鸟图 就是画上那几块乌迹 严重影响了画面效果 陶竹画卷内置庄园 随从居所 看来内部空间自成一体 不能放置相互克制的随从 否则它们会在内部 相互争斗 周元又尝试了一下中程度培养 发现梨花猫需要鱼肉 小鸟需要古物斗类 只要将它们喂饱 便能持续提升中程度 除此之外 将随从放出时 画卷上依然会留有随从图像 当它们的忠诚度低于30%时 才会脱离随从连接 画卷上的图像也会同时消失 如此一经对比 还是抓几只副本怪来的划算 它们不仅不需要实物为生 还有着不错的战斗力 不知人能不能成为随从 如果也能的话 这画卷还可以成为中程检测工具 周元这边 每天实验一下陶竹画卷的功能 倒也过得有趣 来自各州的将官们 却开始烦躁了 有的甚至要求回药物大营 宁愿居住在士族众多的营房 也不愿在条件更好的 将官会馆呆了 奈何金银五官不同意 还在继续压制 直到会馆内气氛逐渐变得沉闷暗怨 金银五官才召集所有人 福气感灵 这种操作 简直让各州将官摸不着头脑 但碍于上官有令 只能硬着头皮糊弄了事 等一次集体感灵结束后 金银将官才开口解释 为何如此 你等皆是地方英才 智比天高 可你等没有其他出路 灵世便是改命之机 此刻你等五感 等你们真正参加灵世时 便会知道 什么叫心力憔悴 作恶力不安 那时一丁点错误 便会点燃你们的心血 使你们发挥失常 为此 你们需要经历烦躁之心感气 明白自己状态不好时 还剩几分能耐 现在感气不佳者出列受罚 何时心静如水 何时有客气之心后 再去福气感灵 心理辅导 是不可能有心理辅导的 若不是灵世将近 感气不佳的州府将官 都要挨军棍了 经营五官在用一种很粗暴的办法 让各州将官拥有灵机抗压能力 他们见过太多优秀将官落选的例子了 那份尝心是难得的制胜法宝 可面对改命工程的机会 历经血战的将官们 同样会发挥失常 我等多谢上官提点 甘愿受罚 军中将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某种命令一旦合理后 便能重复下达同样的指令 随后几天 半夜集结福气感灵 随机抽查福气感灵 体力极限福气感灵之类的事 时常发生 除了周园外 各州将官再次体会了一次入营选拔之苦 这样做有多少效果不好说 却压制了各州将官躁动的心态 使他们逐渐适应了高频率的备试训练 接下来 经营五官还组织了一次空灵测试 要求各州将官在三天内学会广目竹 并在第四天测试数法效果 为了鼓励各州将官积极参与 他们还拿出了20份补气灵物作为奖励 在这个过程中 周园没有获得广目术的原本 只获得了超路文本 因此 不得不尽心尝试 没日没夜的练习术法 好在 广目术并不难 只是一种基础的势力增幅技能 他在第三天早上学会广目术后 用储备经验将其点到了二级 成功保住了优良评价 再往后的对战就更狠了 经营将官随机抽选几人组成一队 让其他将官充当秘境妖魔 打击他们的阵型 在这个过程中 周园学会了一些指挥方式 并改变了进攻节奏 优先保护队友 其次造成杀伤 此举虽制约了他这个主攻射手的杀伤力 但临时最后考的就是灵机配合 实战水平 保护队友是很大的加分项 一轮三式演练下来 各州将官正式进入了连续模拟阶段 就在周园以为将官们的补课 也就此类几种时 经营五官又展现出了新的手段 临阵灵机 手中地利 你等也演练一段时日了 今日便带你们去见见灵式场地 如此也好 让你等知晓位置顺序 专注感灵控灵 由于秘境实战场地 由大魏皇帝临时批注 各州武将仅参观了感灵控灵的场地 那是承熙的一座官邸行宫 在京城当地很有名气 其宫门上 由大魏太祖亲笔书写的文字 严武功 经营五官带着周园一行人 自北部侧门入内 并为他们详细介绍了 假以禁区 子丑是房 有不好意思的将官 主动开口询问 参军 此举会不会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 严武功对所有参试者开放 事前参观 每次一份灵物 童锁无期 你们也是要交的 只不过走的是朝廷公帐 无需自己花销 经营五官训练的再多 常态模拟 也没有参试的氛围 大魏红叶十三年12月26日 经过70天的集训后 来自各州的58名将官 终于要直面新元灵士了 周园有属性面板 尚能维持底气 其他将官就不行了 他们平时一个个骁勇善战 但今日大多坠坠不安 甚至还有几位心血沸腾 手脚微颤 来自耀武营的吕参军 换上五官长服 亲自为怀朔两周的将官领队 莫荒莫惧 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们 到现在也该对你们说了 其实 依照你们的水平 只要正常发挥 不被赐占有 通过新元灵士的可能性极高 参军没有说笑吧 我等真的可以吗 自然可以 我岂会骗你们 无论吕参军说的是真是假 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的话使两周将官意识到 自己的能力没有问题 无需竭力突破 只需正常发挥变好 怀朔二郎 随我入宫延武 诺 新元灵士共有三场 持续六天时间 是大卫年末新元交替之时的 头等大事 因此 自将官会馆到西城延武宫的主路 一早便被经营士族牢牢封锁 各州将官一出会馆便看到 道路两旁士族林立 一架架双马战车 整齐排列 战车这东西 在大卫属于里气 用的地方不多 正因如此刚好能彰显身份威仪 戴戈州将官依次坐上战车 领头战车上的三位雄壮武士 便齐齐而动 一位甩开臂膀 敲击车在战鼓 一位举起号角 吹动苍凉低沉之音 还有一位高举五威骑 迎风招展 浩浩五威 诸军有计 血战雷弓 忠义无双 军旅忠义 为土不忘 入宫延武 与国同胜 在咚咚咚 呜呜的战鼓号角声中 一架架战车驶动 凌厉的京城士族齐呼 请将军得胜 为我畏土 武运昌龙 战车没有棚盖 各州武将跪坐骑上 听着鼓角舞柱之声 一个个顿时战役勃发 这一刻 周元突然明白 人行怪为什么能融入军营了 只要将个人武力 与国家荣誉绑定起来 那种心理上的满足 也能燃起熊熊大火 盖音万众呼唤 将士相随 也是一种浪漫 五威骑招展 假是遇到驻武 引起了很多京城百姓的驻足 他们有的站立于街道两旁 有的在路边房屋内张望 既感慨大卫武功之胜 也期望自家子嗣 有天能入宫延武 护国新家 与之相比的世家子车队 即便再豪华 也不及现意将官们威风 这种激昂的气氛 直到各州将官步入延武功 才被宫墙隔绝 但更大的欢庆 已在暗中积累 参使诸室入偏殿更换袍服 不可携带补弃灵物 不可有为延武之功 在一众内侍的引领下 各州将官依次进入偏殿 换上御刺绣虎袍 嬉皮靴 五变官 这种礼服穿着并不舒服 奈何新元陵 适取国室有计之意 会由大魏储君前来官武 众将官作为魏臣 需要一态整肃 在将官更衣时 内侍主官还嘱咐各州将官 今日国际延武 四位主审分别是大魏储君 九卿中的魏魏 四镇将军中的东南二镇 总之就是一句话 来得不是军方大佬 就是日后的国君 能不能通过临时宣布说 一定不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舞弊 其实内侍主官的担忧 纯粹是多余的 就这58位各州将官 摊上四位大佬亲自官武 哪里会有机会舞弊 等入世终生三响之后 各州武官与世家子 勋贵子弟分裂三队入场 总人数其实并不多 也就130人左右 其中有各州世家子四十余人 勋贵子弟二十余人 到了此时 周元等人终于见到了大魏储君 与九卿魏魏 两镇将军 这四位大魏高层中 仅有一位有身份标识 四十级巡山将军中和 其身份信息后 没有血色骷髅标志 但有名字标识 应该是一个高等级精英怪 看其一甲仙亮 外照湛蓝战袍 与另一位红袍将军 分立储君左右 应是两镇将军之一 最显眼的 当属立于官吏台正中的大魏储君 其身材雄壮 艳汉求虚 看起来大约三十余岁 天佑大魏 英才辈出 家有延续 国有传承 武德武运亦有存绩 经四方之事 齐聚封经 为我大魏武运增辉 为我大魏国座永昌 诸君既是我大魏国事 当即先辈开国之志 以武张威 聚灵护国 今日之事 无高下之别 忠义之差 皆乃天地时机 临阵发挥 故圣者不可交 败者不可颓 三世过后 方有定数 令诸君接国事 国事有国礼 心缘不忠 亦可入宫事 诸君当勉力前行 不交不躁 我等谨尊亡命 心中志气不坠 大魏储君鼓励了一番士气后 心缘灵事变正式开始了 早已待命的禁军将士 将一位为参事者 引入不同的房间 然后依次发放散气饮 灵狐叶 聚灵尺 其中 散气饮实如其名 是一种散气的灵物 服用后体内的灵气 会被逐渐清空 灵狐叶是一种补气灵物 在周圆的属性面板上 标注为 快速恢复少量灵气的蓝药 聚灵尺是一种制式工具 尚有刻度显示 持续灌注灵气 能引动不同的刻度 监考的禁军手中 还各自携带一份灵狐叶 用于参事者施灵昏迷时 紧急救助 来自九卿太常寺的官吏 拿着笔墨 与禁军将领 准备随时记录参事者的成绩 老实说 在禁军将士 与太常寺官吏的注视下 浮气感灵 是一种不小的考验 但为了公正 所有参事者 必须过这一关 当 随着悠扬的钟声响起 周圆拿起散气影 一饮而尽 这东西 是一种持续清蓝的药物 足足过了一刻钟 才清空他的蓝条 但他有回蓝技能 坐着不动 也能自发回蓝 等第二声钟声响起时 他的蓝条 都快恢复十分之一了 请将军服气感灵 在太常寺官吏开口后 周圆服用了面前的灵狐叶 这东西直接服用 果然效果会降低很多 仅仅给他恢复了 百分之三十的蓝量 保险起见 他又通过属性面板 使用了一份预针伞 将自己的蓝条 拉到了百分之九十的程度 他记得吕参军说过 去年星圆灵是感气最佳者 宁灵八克 为此 他准备 让聚灵尺 亮起八克一度左右 请将军聚灵亮尺 切莫气结损身 太常寺官吏虽提醒 不要气结伤身 但不会有参事者 接受这种建议 面对成就舞者的机会 他们都会竭尽全力的 宁灵亮尺 第三道钟声响起后 周圆一眼将灵气 导入聚灵尺之中 引导灵气是最基础的门槛 唯一的区别便是 有人导得快 有人导得慢 周圆有满级的 金蝉氧气法 周天行脉 气罐周身 属于那种导气速度 极快的选手 他先将引用灵狐液 产生30%蓝亮导入其中 距灵尺瞬间亮起7克两度 事实证明 他本身的服用器天赋 算不上优秀 但也还算可以 紧接着 他又消耗了6%的蓝亮 将距灵尺刻度 顶到了8克两度偏下的位置 太常寺官吏和进军将领 实称得很 看刻度不再变动后 提笔记下了 8克以上 赶零中甲 由于参事者有权知道自己的成绩 并与记录者相互监督 因此 太常寺官吏和进军将领完成记录后 还将文书展开 宫周园观看了一眼 中甲 周司马可看仔细了 8克为中甲 9克乃上甲 5等记录无误 陆侍郎误会了 我就是在好奇 真的有人能得上甲吗 自然有的 新元陵是上甲少见 朝廷宫是 每次皆有上甲出现 周司马默认为中甲不足 去遂新元陵 时便是中甲夺冠 太常寺官吏的话 使周园对自己的天赋 有了新的认知 不作弊七颗二度的成绩 肯定是合格了 但距离那些灌口药 就能顶到9克以上的猛人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多谢餐食郎解惑 能入甲我就很满意了 岂敢奢求上甲全弓 周园的话 代表了很多餐食者的心声 只要不坠一等 哪怕是下甲之末 也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一场零试下来下甲最多 上已刺之 中下已少有 中甲罕见 朝廷虽不计一分一毫得失 但甲等与一等的大分类 还是有的 如此一来 不入甲等的参试者 便尴尬了 如果后续灵士 不拿个甲等拉升评价的话 新元灵士便与他们无缘了 当然拉升评价 是上已的选择 下已不过亮起四克几度 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好在 七克几度的下甲 才是参试主流 所以赶临参试结束后 参试者的整体状态 还算不错 周园这边 会和淮硕两周的将官后才知道 大家的成绩几乎都是假的 唯有淮州大营的陆多卫 得了一个以上 想来也是 这些将官若没点天赋 不可能再一次次血战中 攒下功勋尽身 大魏储君 九卿魏魏 两阵将军 四位朝廷高层 审查完成绩后 第一场参试便结束了 离宫前 大魏储君 还专门勉力了 一番一等参试者 成绩不佳者 当有惶恐之音 此乃先天性格 实难克服 但武者扬威 要的便是克己守智 你等当多家锤炼 磨合星星 令朝廷取国事 不为分毫 七克九度 与八克之功 并无本质差别 为此 忠甲者当谨守长心 不生骄横 武功非文 终要入阵憨战 我等与诸君共勉 助诸君武运龙昌 大魏储君说得很好 但没有不厌的意思 反而嘱咐参试者 尽快回去休息 明日进行控灵参试 如此高压力的连续测试 对心态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好在 经营武官提供助眠药物 拯救了压力爆棚 辗转难眠的各州将官 因此 第二天参试时 各州将官的精神状态 十分饱满 但好的状态 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第二场控灵参试 会连续进行四天 参试者们 需要再演武功助上三晚 等周园再次踏入攻防后 进军将领 便发给了他一份 首抄武技旗舰指 这是一种宁气余指 灵气外显的武技 其难点不是释放 而是凝聚的程度 为此 器件只是一种 一学南京的武技 师术范围与攻击力强弱 全靠那口灵气的凝炼程度 这对周园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他最怕遇到那种 难以入门 考验极致的武技 请将军安心席练武技 我等接入室外等待 为了给参试者 提供更好的演练空间 太长寺官吏 与进军将领 离开了周园的房间 到了此时 一些家族助力 便能放心使用了 谁手中若是有 增幅专注的宝药 也可安心使用 朝廷不会追究外务辅助 这明显是 薰贵子弟的加分通道 他们手中若是 没两件好东西 如何与现役将军竞争 各州将军的烈士 也在此刻显现 他们人数众多 军营不可能给他们 每人发放一些宝贵灵物 因此 豪族世家后裔 与薰贵子弟 要开始发力了 这也是他们唯一 能压制现役将军的机会 否则等到第三场实战时 汉勇善战敢于拼命的现役将军 将会成为优势群体 毕竟 他们皆是血战拼杀 累计功勋 一级一级追上来的 实战才是他们的强项 周元这边 与各州将军一样 没有太过珍贵的增幅灵药 他也不需要那些东西 在耗费两天时间 把弃剑指技能化后 他便用积攒的经验 将其点到了两级 他估计 只要不遇到持有特殊宝器的薰贵子弟 正常的灵药增幅 应该比不上他的二级技能 第四天一早 用过早饭后 事务的钟声准时敲响 太常寺官吏 与禁军将领 一同进入室内 以手中的制式短仗良好距离后 又用珠笔画了两条红线 随后禁军士族入内 将一块一人高的铜镜 抬到了红线处 周元看得清楚 那面铜镜有名称显示 多闻铜剑 请将军立于红线一端 以镜弦武 周元闻言走到红线处 静心平气片刻 十分郑重地对着铜镜 使用了技能器剑指 当 清脆的声音过后 铜镜中荡起层层波纹 起初杂乱无章 后逐渐波动有序 一道道波纹荡起 缓缓呈现三文图案 又过了片刻波纹消散 铜镜恢复如初 一文约饼 二文约矣 三文约甲 再附甲上 静安周元闻乘有三 是为甲等空灵 将军可有意义 无有 准确无误 恭喜将军了 实属罕见 此时周元还不知道 他小看薰贵子弟的豪横 有几位薰贵子弟 凭着宝器灵药的双向加持 打出了三文以上的成绩 但那位大魏储君 却盯上了他的记录 梁甲乙成 可得三甲祸 太过清白的出身 使周元不能展现出 太夸张的成绩 但清白的身份 在某些时候 也会成为加分项 比如 在大魏储君眼中 梁甲乙成 年少有为 军营出身的周元 便是值得培养的优秀将士 且看吧 若他能攻城三甲 我便引他入军机行走 笼络其心 加以培养 九卿之一的魏魏 与储君 有不同的看法 在他看来 出身清白 天资不凡的周元 天生就适合 进入禁军发展 上能守护国军 下能出征边阵 但储君的面子 还是要卖的 为此九卿魏魏 暂时收起了 招服周元的心思 大王 该赐酒了 来自太常寺的太祝城 主要负责祭祀 礼仪之事 此番被调来 为参事者不礼 在他的提醒下 大魏储君命假释 击鼓俱将 为即将入秘境实战的将士们 刺酒发力 储君身份威慑力 还是很足的 有他在 别管是薰贵子弟 还是豪族世家的子嗣 一个个都十分乖顺 因此 在鼓声响起之后 各州将官 薰贵子弟 世家子 皆闻声而动 保持着良好的秩序 整齐列阵 无常闻英杰遍布四野 却又疑惑 英杰何貌 忠义否 威无否 经诸君言武 使无得见天资才华 意见坚韧壮志 惜未见诸君之武威 诸君可愿为我大魏行武 以此张你等之威仪 显大魏之己啊 敢不从命 我等愿为大魏舍身 愿为大王献武 灵氏是参事者自己选的路 大魏储君 看似不该如此发问 但由于实战可能会出现伤亡 大魏太祖开国时 便定下祖训 灵氏严武非个人斗勇 乃为国而战 当雷骨巨将 再引将出战 就是这种名义上的更变 使灵氏实战 成为了正式的为国之战 不仅伤损者能得到抚恤待遇 将令也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现在大魏储君下令出战 如果有将士折损 无论是将官 薰贵子弟 还是世家子 都会算作他的东宫营属 好 诸君勇武 请满饮此酒 以滋气魄 我于炎武功建立江台 已将令命诸君 望诸君 为无征伐妖魔 许我心缘凯歌 我等领命 即刻出战 遇刺的酒喝了 储君的将领也接了 便没有什么薰贵子嗣 与世家子了 名义上全成了大魏将士 接下来 即便是薰贵子弟损伤 也只能是为国捐躯 其父母亲属 不可因私情 寻同对将士泄恨 否则 皆以家世压迫同对参事者 这灵事也就不用办了 因此 薰贵子弟的五倍普遍叫好 远非各州将官 与普通世家子可比 紫银五 绸毛八 银辰六 你等十人为丙身队 诺 周元的号牌为银辰六 就此被编入了一支 半生不熟的队伍 之所以说半生不熟 是因为队中有一半州府将官 其中 还有一位来自朔州的湘石将官 在这种情况下 薰贵子弟与世家子 根本无法获得小队领导权 只能由各州将官选出领队 来自朔州的梦县 由于善用枪盾 被四位将官推举为了领队 如此一来 梦县必须尽快熟悉队员情况 并根据他们的特长 搭配队伍阵型 一番整合后 周元发现队中有两位射手 一位罕见的术法师 七名近战舞者 这使得他们 这支小队的输出力量非常充足 只要不遇到高防类副本 就有机会快速完成攻法 周队领取马匹干粮 尽快出征 在进军将领的催促下 周元与队友领取物资后 立即启程 此时已是年末下午 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剩一天半了 幸好有两位进军将领 作为陪逝人员 否则光翻看地图 寻找目标 就能耽误他们不少时间 搭搭搭 参逝者一人双马 一匹载人 一匹载甲 从京师西门出城 向着不同的方向驶去 随后阎武功的外墙上 被贴上三块红布 太长寺的官吏 开始在上面书写感灵一时 空灵二时的成绩 但这份荣誉 注定是有延迟的 快马及时的参逝者们 此刻根本没心情回望京城 只想着在最后一场竭力发挥 出榜啦 别急我 让我看上眼 静安周元是何人 竟能以君司马之身 蝉联梁甲 希望是梁家子出身 那样才能为星园增彩 早着呢 明日再来看吧 若有三甲之才 才算真正的大卫豪减 延武榜单虽说还未完整 但京城百姓 已经开始议论 各自看好的人了 直到傍晚时分 拥挤的人群才逐渐散去 周元与队友 也赶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羊铺献大营 此处有两座秘境 一处为羊铺士族日常攻伐所用 一处收益平级 难以攻伐 偶尔会被当作参逝场所 参逝者们没有心情休息 到达羊铺大营之后 便要求进入秘境 探查地形情报 陪适的进军将领 不会限制参逝者的作战计划 因此 周元一行人连夜进入了羊铺大营的分寨 并在羊铺都尉的引领下 见到了秘境入口 副本 由师木学 建议挑战等级十几 建议挑战人数十至十五 看到副本等级的瞬间 周元便明白 想顺利攻伐此副本并不容易 该因他不能肆无忌惮地 全力发挥 若队友中途出问题 很可能会影响攻伐进度 诸位少兮 容我入内一关 来自朔州的孟宪 做了领队后 很有团队意识 探路这种事 根本不抽调队友 反而要自己上 但这处秘境 注定对他不太友好 他善用的长枪 大概率会因为环境原因 受到制约 孟兄稍等 你我同入 如此也好 有个照应 周元紧随其后 一同进入了游师秘境 他有满级的广目术 能够夜间事物 因此 比孟宪看得更远更轻 在进入副本的一瞬间 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座光线黯淡的庞大地下墓穴 十级紫将 十二级白疆 十三级跳尸 墓穴内有八条道口 副本传送门的位置 在道口中央的石棺上 各个道口 皆有三种僵尸怪物 杂乱盘踞 其中紫将与白疆 看起来不难对付 但那些跳跃移动的跳尸 在墓穴道口内 很容易躲过 前排假式纠缠 跳跃铺基后排输出 另一个关键问题 便是光线问题 周元的队友 不可能像他一样 有满级的广木术 更不可能 腾出一只手来取火吧 幸好提前进来了 我们还有时间 现在该让那两位 熏贵子弟 想办法了 以他们的家世 短时间内 找出一件照明灵物 应该不难 我来开弓引动妖魔 看看他们的攻击方式 却该如此 请周司马 放手示威 周元拉开流火弓 同时触发了星宿 赤鹊两个装备技能 使手中的箭支 立刻燃起赤红火焰 搜 及时的箭支摩擦空气 燃烧的火焰呈现追头状 宛若赤红灵鹊般 撞上了一只十极紫浆 随着砰的一声爆炸 十极紫浆驳处 被炸出了一个不小的孔洞 却并无血液渗出 箭支上携带的火焰 附着在孔洞处燃烧 散发出阵阵臭气与烟雾 周元看得清楚 十极紫浆的身躯 犹如潮湿的硬木般 难以燃烧 即便灵气催生的赤鹊之言 高温一爆 也只能起到爆炸炙烤效果 无法将其引燃 除此之外 十极紫浆的身躯上 覆盖了厚厚一层紫黑菌丝 被火焰灼烧时 还会散发丝丝黑烟 周元射出的箭支 轻掉了其52%的血量 并没有出现弱点攻击的暴击效果 这代表他的防御力出色 身躯弱点部位较少 属于有毒能扛的厚血怪 不过十极紫浆的缺陷 与他的优势一样多 一来他手中没有强力武器 只能撕咬爪击 二来 他的身躯僵硬 作战灵活性较差 孟兄 目标攻击方式单一 大概率携带毒素 身躯僵化 无正常要害 好 等他过来激我之盾 好试试他的力道 由师傅本内的怪物攻击判定并不活跃 周元开弓射中紫浆后 只从墓穴通道追出了五只僵尸 其他七个墓穴通道内的僵尸 更是没有丝毫反应 这对参事小队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多耗费一点时间的话 能够安全清理出一条墓穴通道 只是不知BOSS在哪条通道之后 逐一清理的话 时间会非常紧迫 砰砰砰 13级跳尸的移动速度 比紫浆与白浆快上不少 其跳跃高度约2米5左右 每次跃动长度大约有4米 他跳跃靠近时 梦现没有趁机立枪斜刺 将其戳倒 而是老老实实举盾挨了一击 黑长指甲与宝器盾牌接触的瞬间 发出了刺耳的声响 力大士臣不易抵挡 好在他惯用找机 着力不多 周司马 我俩先撤吧 等拿了照明灵物 抗毒保药 再来攻法 好 尸气弥散也不能忽视 我们最好寻几副遮毒面罩 宫前排假释防身 说话间 周元与梦现 依次退出了游诗秘境 在外等候的八名同伴 看到他们出现 赶忙上前询问情报 等周元详细讲述所见所思后 两名薰贵子嗣 立即表示照明灵物 抗毒灵药 遮毒面罩之事 可以交给他们处理 那位豪族出身的术法师文言 也打开自己的符囊翻找 表示自己囊中 有三张镇师符可用 此言使小队成员一阵欢喜 纷纷嘱咐 不遇危机 莫用镇师符 最好全部留给妖魔首领享用 要不我再连夜仿制一张镇师符 算了 耗费精力 不利攻伐 周司马有镇邪剑 足以应付普通游诗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两位薰贵子嗣 初音见到尾随而至的家中亲卫后 不仅要了照明遮毒之物 还说了镇师符与镇邪剑 两家亲卫快马离开后 周元一行人抓紧休息 准备等所需物资一到 便发起进攻 那位出身豪族的术法师 还独自进入秘境勘察了一番 回来便画了一幅八卦图 坐在那冥思苦想 何处是生门 何处是死门 妖魔首领又该在生门 还是死门 崔红莫在乱想了 等攻伐之时 自然能看出其中的不同 快些休息 莫等用你时 头脑昏沉 好 这便歇了 术法师崔红道也听劝 从符囊中取出一道 安神符往脑袋上一拍 便闭眼睡去 那模样 倒像只被贴了符传后 保持安静的僵尸 大约过了七个小时 凌晨五点钟左右 两位勋贵子嗣的亲属 才带着各类物资抵达 照明灵雾好弄 抗毒宝药也好说 食副遮毒面罩却没凑齐 倒是有其他必毒宝物可以代替 另外 郑师傅本就冷门 愿意绘制这种符传的道人更少 因此 短时间内 只寻得了巴掌 倒是阵邪剑比较好弄 两家清卷也不多言 分别给了周元 与另一名射手 两壶阵邪剑 剑之符传是消耗物 便送你们了 必毒宝器 暂介于你们使用 这两幅遮毒面罩 唯我家儿郎之物 其余的领队自分 梦献这边还未行动 进军将官便拿出公路 给两位勋贵子弟 系上了一宫 盖因无物资军阵不成 临阵筹备军需 也是实战能力的一种 只不过这种实战能力 大部分人并不具备 只有本地施家子 与京城勋贵 能够临时攻击 我等谢过资助 战后定义或不知 领队之位也不是好做的 至少分发物资这项 便让梦献挠破了头皮 最终只能咬牙按自己的心思决定 给近战队友 每人配了五份抗毒宝药 员工输出每人两份 必毒宝器方面 也根据勋贵亲属的描述 将效果好些的给了近战队友 差些的给了三名远程输出 周元这边获得了一枚五毒百足配 信息介绍挟之复毒 以毒必毒 辟宝平安 钢带上 他便获得了一个 微毒附着状态 与一个 必毒状态 微毒状态对他来说 几乎没什么影响 只要不长期佩戴 不会造成真正的中毒效果 小队成员各自拿到必毒宝器后 便快速整理五倍 依次进入游诗秘境 两位陪侍的禁军将领 也保持着寡言少语的状态 跟进秘境 准备随时记录攻击情况 众人这边刚入秘境 术法师崔弘便指着中央的石棺 对众人解释道 砍挂正北 昆挂西南 正挂东方 迅挂东南 前挂西北 对挂西方 更挂东北 离挂居南 我们现在处于中宫位置 只要确定其中一条通道方位 便能以八挂解八门 定生死两道 这些尸体死而能动 代表了一种生死叠加的状态 我认为 此地的秘境首领 多半在生门通道之内 更生昆死 更为山 少男 直野 昆为地 为众 顺野 为此 妖魔数量最多的一条 当为死门 与其遥相对应的通道 便是生门 术士崔弘 一顿分析猛如虎 对不对先不说 至少虎住了一众队友 众人皆感觉他说的有道理 既然八条通道 不知哪条通向秘境首领 就先靠玄学赌一把吧 可惜崔弘不是传统方式 否则现场来一次七正四鱼 梅花艺术占卜 就显得更为专业了 我等暂无良策 崔弘之法可以一试 只是不知 该如何测算通道的那妖魔数量 想算不易 估算不难 诸位稍等 我来一次开工 引出这些通道内的游诗 如此事上两次 便能根据涌出妖魔之术 估算出哪条通道内的妖魔 更为密集 由于八条通道内的游诗种类完全一致 周远也看不出 哪条通道通向boss只能估算着 选出一个方向 搜 一只附着赤红火焰的阵邪剑 划破阴暗的墓穴 另中了一只十级紫浆 换上克制阴邪类生命的阵邪剑后 周远造成的杀伤更为可观了 一剑便清空了紫浆83%的血条 不过 由于流火弓的赤却效果属于爆炸伤害 阵邪剑又较为锋锐 为此两两相加 打出一个孔洞口后 简直直接透体而出 没能留在目标身上 造成持续伤害 来了 共引动六只 比之前我与孟兄测试的那条通道 多出一只 小心 紫毛游狮与白毛游狮移动正常 那只黑毛的会跳跃扑击 孟县这边话还未说完 周远与另一名射手便接连开弓 封杀那只十三级跳尸 与周远这种打高爆发的封甲火弓不同 另一位来自周府的射手将官 主打宿舍 他的弓是一柄封属性的宝弓 重引导精准 并无多少伤害增幅 因此周远一剑下去 能干掉十三级跳尸一半血量 他只能杀伤百分之十八血量 好在他有封弓速射之法 连开两弓也能追加些伤害 等灵活不足的僵尸靠近他们时 那只跳尸已经躺平了 他还是很大方的 不仅给周远提供了120点经验值 还爆出了一枚白色光球 接下来 五只僵尸与攻略小队正式交战 梦县那边舍了长枪丢在地上 抽出一柄铁剑 砖敲脑壳 两位勋贵子弟更为豪气 皆一手持盾 一手持电光附着之刃 刀刀断壁裂紧 唯有术师崔鸿处着一件 挂有明亮灯笼的照明灵物 充当一个右亮 又没有存在感的辅助 他的任务除了照明外 便是救急 盖英这小子 大半能耐都在符传上 属于要慎重出手的金币战士 他的长辈倒也厉害 在他的符囊中 放了多张巨力符与金刚符 保证他能一路辅助队友 躺平秘境攻法 这位金币战士一入场 便想对两位射手使用巨力符 却被周元与另一位射手拒绝了 他们二人皆言 等臂力不足时再用不迟 莫要在前期试探时浪费符赚 凭着这份辅助队友的立场 他躺得心安理得 队友们也分外安心 周司马换另一条通道 火攻射手在这种阴暗环境内 具有影光优势 为此随后的影怪 全交到了周元手中 经过七轮影怪后 众人暂时停止了战斗 一边休息 一边对比每条通道的影怪数量 他们发现 被剑之引动的游诗 大致处于七到五之间 没有太大的数量差距 再来试试那条出七只游诗的通道 然后随便选两条通道做对比 好 诸位做好 战斗准备 我来开工发箭 在战三场之后 攻略小队确定了 哪条通道内的游诗 更为密集活跃 如此 魏仲之坤的死门便定了下来 与其相对的通道 便是他们寻找的更山生门 如何伐之 引动消耗 还是稳步推进 先引动外围由 尸体层层削减 等难以引动时 再入内推进 众人边说 边偷偷打量 两位陪侍的禁军将领 希望从他们的表情中 分析出些有用的信息 奈何两位禁军将领 像跟木头一样 笔直站立 严肃冷漠 毫无表情 众人对视一眼 皆明白 这两位指望不上了 只能自己分析情报 选择方向 既已选出生门 若是错了 再图其他通道 明白世间紧迫的小队成员 确定目标后 当即开始了 重复性的清理工作 期间众人还要求放跳尸进站 测试 其会不会在与假式缠斗时 突然跳跃扑击后方射手 几番测试后 众人得出了一个好消息 跳尸并不会突然跳入阵列 但如果 无人再次攻击的话 他也会优先攻击后方射手 为此 参事小队定下了新的战法 优先攻击跳尸 防御身躯僵硬的游试 随着争斗节奏的逐步调整 参事小队 清理游试的速度 渐渐加快 等引出游试所需的时间过多时 他们才决定放弃 较为安全的中攻位置 进入通道内部作战 趁此机会 周园拾取了僵尸 与跳尸暴露的物品 丁 获得湿牙15 湿毒6 这两种掉落物 皆是材料 其中湿牙 可以用来锻造箭支 湿毒可以用来 为武器复毒 周园 只是简单看了一眼 便继续随队攻法 他们依然没有莽撞推进 而是在通道内 布置防线 由攻守引怪过来 分批清理 由于小队成员 装备优秀 灵物补给充足 还有两名薰贵子 四稳固防线 因此 他们的推进计划 在前期进行得非常顺利 直到墓穴通道 越来越宽敞 一只身披腐朽甲咒 手罩黑铁利爪的游试出现后 他们的稳步推进 才突然受阻 十四级跳尸 更攻守 鹤利鸡群 形态有益 不是强力妖魔 便是妖魔首领 打是不打 周园知道 这只跳尸 不是副本boss 而是一只精英怪 但他无法解释 妖魔首领该是何吗 总不能说直觉所感吧 既然来了 就没有不打的道理 周司马能引出他周边的游诗 一一击杀吗 恐怕不行 看其所处位置 只要引动周边游诗 大概率也会引动他 我建议 先下手为强 不必在普通游诗身上浪费功夫 趁其位向我们发动攻击前 先射上他几件 好 便依周司马所言 崔弘用张震师符吧 为两位射手争取时间 我等需全力牵制群师冲阵 放心 若遇危机 我会第一时间为你们加持金刚符 金币战士崔弘 终于解开了他的钱袋子 从符囊中 抽出了一张震师符 五张金刚符 周司马 我攻击剑快 你剑中爆裂 你先开弓 十四级跳尸 更攻守是精英怪不假 但也要看周元拿出几成实力应对 搜 搜 搜 三只附带赤鹊之焰的震邪剑 接连及时而出 第一只命中更攻守的眼睛 入脑相入头骨 赤焰沸腾爆炸 第二只 紧随其后命中同一个点 再次引发炉内爆炸 并将更攻守后脑骨击打碎裂 这两件 直接带走了更攻守42%的血量 顺息而至的第三件 更是打出了暴击伤害 第三只赤炎之剑 彻底将更攻守头骨击碎的同时 再次炉内爆炸 先飞了更攻守小半头骨 这种头部组织的连续打击 引发了暴击效果 直接带走了更攻守35%的血条 周元三星联珠消除了更攻守77%的血条 炸碎了他的头骨 使其景剩一只眼睛 以便脸颊 这种恐怖的爆发 超凡的精准 迅疾的攻速 震惊了他的队友们 此刻 他们皆感觉脑袋隐隐作痛 这哪里是什么 重箭射手 分明是专业的爆裂刺客 以他的精准迅疾 只要让他获得先手 一发三星联珠下来 大家都得献出头颅 那个 周司马不若 先保留些体力 等于到妖魔首领 再用高爆武技 来自宁州的射手将官 看到此景 只觉得自己这次灵世悬了 有这么一尊高爆精准 瞬息必敌的神射手在 他的分攻急射 便显得很平庸了 关键是比射速 他的急射 也不上人家的三星联珠 最大的优势 同样惨遭碾压 此刻 他真的很想问问周元 你开弓如此迅捷 用的又是爆裂火弓 是怎么保持精准度的 另外 你真的是射手吗 就你这种瞬息爆发 近战假释 也打出来吧 宁州射手的感慨 也是前排队友的心声 面对强力妖魔 他们都做好拼命的准备了 结果几方队友 反手就掀了对方的头盖骨 顿时使他们有些无所适从 术士崔红更 是瞬间打起精神 不准备再保守辅助了 否则他手中的福转 怕不是要放着吃灰 不爱 三星连珠 对我的消耗不大 周元的回话 是他的队友既欣慰 又揪心 欣慰是因为 几方有强力输出 后期的攻阀 应该会比较顺利 揪心是因为 队友太强了 若全力发挥 他们很可能会失去 与强力妖魔交手的机会 他们担忧的很有道理 那只看起来 威慑力十足的披甲师 确实没能走到他们面前 齐被宁州射手 命中两剑后 又被周元锁定另一只眼睛 再次溅入炉内 引爆头颅 这次十四级跳师 更攻手再也站不住了 拖着残破的脑袋 重重倒在地上 并爆出一个绿色光球 丁 击杀十四级跳师 更攻手 经验加280 敌将一臂 诸位尽快清理残敌 领队梦献 还是很靠谱的 知道说些什么 振奋队友心态 忙于应对群师冲击的 他们没有注意到 两位陪侍的进军将领 拿出公路位 周元祭了一功 等普通的游师被清理完后 他们才有时间回想 此次战斗的得失 并检查后方是否 还能通行 周元则趁机拾取了 更攻手暴露的绿色光球 得到了一件 比较少见的配饰 与一副寒铁独爪 配饰 更攻山域 介绍 尖山 君子已私不出其位 敦更之急 以后终也 生门居更攻福营 万物复苏 阳气回转 土生万物 大吉利财 效果 装备后获得 更生 状态 持续缓慢恢复生命值 缓解因鞋类负面状态 更攻山域的效果很实用 仅仅佩戴 便能持续回血 并缓解因鞋类不良状态 关键是 它的体积很小 只有正常预配大小 非常便于随身携带 八条木学通道 若每条 皆有精英怪守护 能凑齐八门配饰的话 那游师副本的产出 其实还挺充沛的 周元边思考 什么时候找机会 再刷一次游师副本 边仔细查看 木学通道有没有隐藏机阔 事实证明 他和队友们想多了 圣门这边 只有一只十四级跳尸 更攻守 并没有真正的boss存在 诸位 此地并无妖魔首领存在 接下来 我们该去往何处 领队梦县这边话刚说完 术士崔红 便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 没能找出正确方向 使他压力很大 他还想再挣扎一下 拿到引路之功 诸位 再信我一次 更坤相应 生死相对 妖魔首领一定在死门内 你们想 既然是木学 王者出现在死门 是不是也说得过去 另外 死门代表凶险 九死一生 刚好对应妖魔首领的强大实力 术士崔红 虽然信誓旦旦的保证 但效果已经大不如之前了 毕竟他之前选择生门时 言辞凿凿地陈述了不少分析 现在却又要推翻之前的理论 重新来过 若是再不成的话 其他通道内 大概率也不有妖魔首领 多半要清空所有通道 妖魔首领才会出现在中宫 只言 你这话千万别成真 否则也太浪费时间了 参试者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决定再听一次崔红的建议 直扑死门而去 由于死门内的游诗密度较高 使他们的推进速度降低了一些 好在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死门昆宫内 不仅有一只十四级跳尸 昆宫手 还有一副山石凿制的大石棺 在众人接近昆宫位置时 普通的游诗还未有动作 石棺内便传出一阵沉闷的嘶吼声 砰 石棺的盖板突然被巨力击飞 一只身着 将甲的黑狮从中一跃而出 十五级游诗将军 他不仅等级超越了周边小怪 身份信息后 更是有着血红骷髅图标 崔红 巨力浮 面对突发情况 所有参试者全部严阵以待 也不再吝啬各类宝要服转了 周元要求巨力浮加持后 瞬间对游诗将军连射三箭 砰 砰 砰 三星连珠的强劲力道 与赤岩剑支的爆炸效果 打出了击退效果 此举使一跃而起的游诗将军 直接摔倒在地 术士崔红那边 同时激活两张阵师符 暂时控住了游诗将军与昆宫手 周司马速攻 若让两只强力妖魔同时近身 我们的阵型多半扛不住他们两个 孟宪带着队友组成防线 准备与游诗群接战 并期望周元尽快击杀一只 减少风险 周元则趁游诗将军被控制 更换剑支 催动了满级的血沙剑术 下一刻 流火赤鹊 血沙焰火会而成朱红灵雀 拖着长长尾焰 滑破阴暗 立 流火攻的赤鹊效果 加上满级血沙剑引发的血焰 宛若一直有 实体的朱红之鹊 发出了尖锐的提鸣之声 轰 巨大的爆炸声响 剧烈的爆炸震动 甚至掀飞了他的头盔 这一剑直接清空了游诗将军 24%的血量 加上周元先手 发出的三星连珠阵斜剑 也带走了他12%的血量 至此 刚刚登场的游诗将军 便仅剩64%的血量了 吼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咆哮声 游诗将军挥动手中的长柄刀 急速冲锋 等接近前排假释时 更是一跃而起 在半空以立披华山之势 砸向周元 早有准备的术士崔红 抬手便是一记镇尸符 强控暴怒尸僵 一位薰贵子嗣 同时甩出一枚飞爪 与身旁的将官 一同猛的用力 将游诗将军甩出了战阵 崔红 给他们加金刚符 有多余的距离符 也给他们加上 好 此刻 整支小队的心思高度统一 那便是拖住游诗将军 给他们的高暴队友 争取输出时间 周元吩咐完术士崔红后 趁着距离数的加持 再次开攻三星连珠 这次 他并没有盯着游诗将军的脑袋射 而是选择甲咒缝隙的手肘位置 对他来说 既然秒不掉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打出致残伤害 削弱目标的攻击力 减轻队友的防御压力 碰 由于距离过近 三星连珠引发的爆炸声 会成了一道短促的声响 三只阵斜剑 成功相入游诗将军的手肘 使其一只手臂 无法有效发力 就在此时 那只十四级跳尸 坤弓手也接近了前排甲氏 并开始配合普通游诗 展开攻击 诸位袍则防御诗将 我先点掉那只跳尸 智惨主动攻击型的游诗将军后 周元才更换目标 清理精英怪坤弓手 不用他多说 在他侧攻的瞬间 崔红便激活一张阵尸符 临时控住了坤弓手 紧接着 三星连珠由坤弓手眼动入内 炸烂其头颅 清空78%的血条 随后周元再开一剑 将其彻底送走 反手取出一只血煞剑 再次凝聚满极血煞剑术 此时 游诗将军已经开始发威了 在其连续的挥刀斩击下 前排甲氏被逼得缓缓后退 即便每次紧急时刻 术士催红都会甩出阵尸符 打出僵直效果 强控游诗将军 但其强大的力道 还是让前排甲氏举顿的手臂 吃痛酸软 更麻烦的是 普通游诗的不断冲击 使前排甲氏 无法全力防御游诗将军 直到周元再次攻击时 这种情况才得到有效缓解 当血煞吃雀剑 命中游诗将军的投入后 不仅带走了他24%的血量 更令他更换了仇恨目标 这使得他不再攻击前排甲氏 而是再次跳跃攻击后排输出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操作 震师扶强控 飞爪拖拽甩出军阵 等他再次站起时 周元的三星连珠 游眼入脑 破裂其头骨 打破其平衡 术士催红见此机会 紧跟着街上震师扶强控 周元三星连珠再入其脑 将另一眼睛与头骨彻底击碎 使其成为了一只残首诗将 经过三轮连续打击 游诗将军的血条已经岌岌可危了 仅剩10%左右 但也打出了他的狂暴状态 使其身上黑气生腾 挥一刀基地 打出一道波纹状的气雾之环 周元的属性面板 第一时间给出反馈 出现了鸣叫黑江湿气的负面状态 这毒不仅会持续掉血 还能引发僵直状态 属于范围控制技能 不过也就如此了 他仅剩的血量不足以让他利用 黑江湿气翻盘 术士催红再次震师伏强控 周元这边不等满集血煞剑鼠凝聚完毕 便射出了一只血煞赤鹊剑 正巧 发动范围剂后的游诗将军 挥一刀横斩 击退了两名盾防甲士 下一刻 力的一声 朱火灵却划破阴霾湿气 定在了他的残首之上 丁 击杀十五级游诗将军 经验加六百 没了强力妖魔冲阵后 剩余的普通游诗便好对付多了 等众人合力 将昆公的游诗清理干净后 发现两名禁军陪室将领 正在翻动公路加紧记录 一位还从怀中取出计时表盘 登记时间 看到此景 众人便明白自己的考核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 便是等禁军将领攻势成绩 然后集体回经复命 在等待的过程中 周圆装作巡视的样子 失去了昆公的暴露物 除了正常的尸牙 尸毒之外 他还收获了一枚昆公母玉 一份不化骨法 昆公母玉和更公山玉一样 都是饰品 其作用为 微量降低所受伤害 不化骨法就比较厉害了 是一项增强躯体的特殊技能 技能 不化骨法 介绍 紫步语云 师福愿死会三气 犯八类 紫白绿毛飞 浮游不化骨 神冠其位 骨骼不服 三气巨神 尸骨不化 浮尸千年 可有阴阳 飞而化拔 赤地千里 效果 可及其 愿死会三气转值 僵尸 亦可由精气神代三气 呈金基玉骨 助 以精气神代三气 五级金属性加一 十级金属性加二 转值将尸所增幅的属性 由愿死会三气的数量 与质量决定 金基玉骨 如金之间 如玉之醇 增加防御力 降低技能蓝耗 我找到宝箱了 快来看看 里面有什么 周元这边在轻点收获 他的队友 却掀翻了 游诗将军的石棺 并在关下 找出不少陪葬品 与一口镀金铜箱 由于朝廷规定 临世功法所得 参试者可自行分配 因此 周元的队友们 兴高采烈地开启了宝箱 想从中获取些收获 这都是什么 不是施牙 就是成平的黑夜 还好有一份 散气成环的武技 就给周元吧 他用了多次血煞剑 损伤有些大 在众人讨论陪葬珠宝 极不吉利时 两位进军将领 也做好了记录 换众人依次上前观看 等轮到周元时 进军将领微微点了点头 才打开公路文书 静安周元 连开三星连珠 催暴魔手 再开赤火血煞之剑 击毙尸僵 入阵以来 配合有度 有爱袍则 当为行灵上甲 行灵上甲的评价 已经是进军将领 便凑齐了三甲之功 成为了一众参试者中的翘楚 不过有人欢喜有人愁 他的队友们 并没有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只能强颜欢笑 自我安慰 寄希望于三世汇总的评定 诸军战士一拼 当反金负命 诺 等参试者们退出游诗秘境后 才获知明确的时间消息 四时一刻 大约上午9点15分 我们攻伐得如此之快 竟也花费了两个时辰 不会有其他小队 比我们更快吧 应该不会 除了选错通道 耽误了一些时间外 我们几乎没犯什么错 其他小队再优秀 也不会十全十美 毫无瑕疵 小队成员还在忧心 自己的攻伐时长 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便是 并非所有小队 都能顺利完成秘境攻伐 真正的竞争者 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少 模糊思乱想了 尽快启程吧 及时的骏马 载着一个个参试者奔向归途 此刻他们的心情 不仅没变得轻松 反而如颠簸的马鞍般 忐忑不定 途中 周元趁机查看了 秘境宝箱产出的 5G散气成环 他发现这是一项 很奇特的5G 核心是散而有序 将自身灵气 瞬间化作气环释放 其施数范围较大 属于范围性伤害技能 但真实效果 靠的不是灵气之环 而是灵气的属性 因此 由时将军能放出 黑江湿气 周元在流火宫的 心速状态叠加下 也能放出火气之环 但散气成环这种特殊5G 明显更适合释放毒 冰 雷等灵气 激发中毒 减速 麻痹效果 总的来说 这是一项不错的技能 非常适合武者 临时改造作战环境 周元 你应该得了上甲吧 树式催红的状态非常好 似他这种能制服的人才 即便临时落选 也有不少后路 为何这么说 因为我一个全程辅助之人 都得了下甲 你这个主攻射手 弱指的中甲 也太过严苛了 周元只是笑笑没有正面回答 崔红也明白其意 多半是不想刺激 对有胶着的心灵 所以他便岔开话题 聊起了他出身的齐周 通过与他的交谈 周元才知道 崔红竟然是 怀心催世的迪迈长孙 这身份 即便放在普通世家 也不该来冒险参加灵世 更别说 是名门豪族的怀心催世了 对此 崔红毫不掩饰 直言自己因私心而参世 我家右弟痴迷五道 奈何家中名额耗尽 无缘起零 我想着 行令言武已早不已迟 不如我动一动 为他争取几年时间 所以我便向家主求了 临时名额 看能不能摆脱家族公养 让吴帝去吃那份临时 崔红仁义 必能如愿 对于崔红的刻意交好 周元赵丹全收 他这成绩不是留经培训 便是出任地方 多结交些他周俊杰 也能方便以后 在并肩作战 相互示好的基础上 周元与崔红 逐渐熟落了不少 等如封经西城门时 两人都约好过几日 在何处聚会同应了 由于杨府县到京城的距离 需快马奔走一个半时辰 所以 周元一行人返回延武宫时 恰好是55克 12点15分左右 在禁军将领的带领下 一行人骑入宫中将营 向大魏储君复命 得到了储君的称赞与慰问 朱军来得正是时候 宫中内侍刚送来吃食 劝我辅慰度长 可朱军因我将领在外征战 我怎能安心用餐 见朱军安然无恙 我这心中便畅快多了 来 接坐五左右 我等同桌共食 大魏储君起身 先拉两位进军将领入座 然后伸手虚影 示意周元他们同坐共食 这场景着实有点刺激 弄得众人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个仿佛黑江湿气 入体般 木讷僵硬 愣着坐肾 我为主帅 你等为先锋勇将 何必顾虑重重 可是担心那太住成一礼问罪 放心 管理的管理 皆被我派去布置晚宴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众人还能说什么 纷纷入席安坐 谨慎用餐 其间 大魏储君还与周元 崔弘聊了两句 言周元年少有为 鹦鹉不凡 问崔弘其周军政如何 百姓生活是否安泰 直到此时 周元才知道 大魏储君的王浩氏 其王 名义上封国正是其周 此举弄得崔弘坐立不安 直言自己常居家制服 少有游历 不明周内各郡县之情 不敢乱言 大魏储君只是笑笑 没继续聊敏感话题 而是问起了 秘境攻伐的情况 当听闻周元三星连珠 崔暴魔首时 还拍手说了声号 等用餐结束后 第二对参试者才姗姗来迟 他们就没周元一行人的待遇了 被储君轻卫 引入了偏店用餐 大约等到下午八点钟 才有七只小队返回延武宫 剩下的六只小队 注定无缘心缘晚宴了 完宴开始前 大魏储君先赐了做肉 此肉为三生肉 为今日新元国祭所供之时 诸君新元之日 尚未国征战 当为国士 想国礼 请共用国祭之时 国之大士在四语荣 大魏储君赐国祭做肉为时 此礼不可谓不重 但做肉这东西 说白了就是白水煮肉 各类调料 盐糖一概不放 再加上大魏以之为贵 赐予新元参试者的做肉 皆是大半肥小半瘦的白肉块 那滋味一口下去 不仅油腻糊嘴 还有着一股羊肉自带的山心 不过 在这种时候 别说是无味做肉了 就算大魏储君赐的是国际无骨 众人也能把生无骨脚巴脚巴咽下去 等众人吃完做肉 大魏国君才举起酒杯 朱君苦战 为我献新元凯歌 无不胜感激 还请朱君圣赢 谢大王赐食 谢大王赐酒 三轮共饮之后 大魏储君又面带忧虑地说道 能与朱君相聚本是姓氏 然是尚无完美之功 亦无不散之局 今日过后 朝廷当你定功成名单 朱君不可全胜 亦有心碑返乡之事 此乃天时人力共定 朱君切不可颓 若有心绪难安 不愿返乡者 可去京师八营谋一职位 再战朝廷公事 可能相约否 待朝廷公事时 本王于这炎武功中 等返乡朱君再来 储君相约 哪有能不能的道理 自然是皆可 大王宽心 若我等落选归乡 定勤奋锤炼武艺 共赴大王之约 大魏储君听闻此言 才忧虑进取 高呼朱君圣意 对他来说 安抚落选者 比褒奖胜选者更重要 盖因过了今日 胜选者自会享尽荣誉 而那些落选者 将再无机会 等到朝廷高层的慰问 只能黯然归乡 另外 在此时褒奖胜选者 也会激发怨气 远没有安抚落选者 展示朝廷仁德 来得划算 不过储君的安抚是有度的 再多便是怜悯了 也有为大魏一贯的五威之风 因此 后续的宴会 全程高歌在舞 在无一丝忧虑气氛 有意思的是 宴会开启后 回宫的参试者 也会被第一时间引入宴席 他们衣甲未患 手持五倍 身上甚至有血迹污秽 如此一来 为整场晚宴 增添了不少铁血汗勇之气 也会成了一副将士畅饮图 直到深夜子时四刻 零点十分 同钟敲响后 这场晚宴才取中人散 同时也代表新渊临世 彻底结束了 那些没能赶在最后一刻 入场的参试者 不仅错失了一场晚宴 也错失了登榜工程的机会 这对一些有能力 运气不好的参试者来说 肯定是不公平的 但朝廷要的 就是配合有序 能争善战的将士 而非相互撤肘 无法克服突发情况的下属 因此 他们只能深夜归宫 草草歇息了 不过 这个夜晚 有人睡得比他们更晚 那便是做最终评审的大卫储君 与九卿卫尉 两阵将军 殿下 这便是各支参试小队的公路文书 我等你定了名次 您看是否需要调整 大卫储君 先将公路文书看了一遍 才拿起九卿卫尉 拟定的汇总名单 周元的名字赫然在上 不过并非投名 而是榜单第二 周元祖居淮州上了县 乔西村 百姓梁家 天资横溢 血战汉勇 朝廷需要他成为榜首 殿下所言即是 其才实至名归 只不过缺了一份家族辅照 但能在底蕴如此浅薄的情况下 丽压勋贵子嗣 豪门后裔 实乃天资卓越 我原想压他一压 使其锋芒有度 漠视了安稳之心 不过 既然朝廷需要他成为榜首 展现国贸风骨 那便让这梁家少年 撤想京师吧 得到九卿卫尉的肯定后 大卫储君在周元的名字后 写了一段批注 天资不凡 身家清白 梁家出身可增国锋 汉勇年少可堪培养 而成功心静言 请父皇定夺 写完批注后 储君还顺手将榜首的 薰贵子嗣改成第二名 并将公文名录 交给自己的宿位青江 连夜送入宫中 父皇多半还在等这份名录 呜 大卫储君猜得很对 公文名录送入宫中时 年过五旬的大卫皇帝 还未休息 他拿着名录 仔细看了片刻 便用朱笔 将周元的名字圈了起来 然后在第十八名下画了一道红线 在二批注 大卫红叶十四年 新元曲氏十八 榜首静安周元 132人参选 曲氏十过其一 恩赏已足 这朱笔一挥 新元灵事便有了定数 第二天 天刚浓梦亮 演武功外便来了一对禁军假释 于宫墙三世红榜上 张贴了一张黄卷 十八个名字附带极冠信息 依次陈列 早已等待多时的随从仆人 立刻围上前去 相互拥挤着交集查看 哎 我家少爷榜上无名 这次老爷估计要发怒了 主委出了件稀罕事 榜首竟是有官身的梁家子 这是哪来的猛事 莫不是生有异象 上映新秀的豪杰 早早起床上宫的京城百姓 也爱凑这份热闹 纷纷上前瞄上几眼 记下榜首或前三的名号后 便满意离去 如此 仆人传话主家 伙计传话掌柜 居民传话邻里 没过多久 周元的大名 便成了京城的热门话题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少淮州商贩 还像模像样地 给他编了些玄奇故事 什么行秀下凡 少戏猛虎 行侠仗义 脱梁换柱等说辞 传的那是有鼻子有眼 不怪京城百姓八卦 这年头出一个与他们出身 类似的梁家子榜首 可太不容易了 这份亲切感 促使他们对周元这个名字 产生了很多美好想象 等周元睡醒喜术时 才知道自己出名了 还是那种全程 都能说上两句的大名人 无取心醒了 快来看看 我是不是天上星宿 周司马 听说曾有仙人为你梦中授业 快与我说说仙人何梦 周元 我听说你出生时风雨来喝 引有龙虎相随 我劝你早日去亭卫斯自首 看着一个个打去的同僚 周元赶忙出言制止 他怕再传下去 他连人都不是了 众位兄弟快快打住 你们这些说法 都是从哪听来的 我怎么不知自己 还有这等能难 当然 是听京城百姓说的 你是不知道 他们都快把你说成神仙下凡了 因何如此 自然是因为你得了参事榜首 陛下的猪匹已挂在弓墙外 你还不快去 瞻仰一下榜回周元之名 瞻仰是不可能瞻仰的 他怕自己刚出去 袍子们便喊穿袖虎袍的是周元 然后被拥挤的百姓揉成包子 原来如此 新元临世每年都有 一些风言风语 过两天就会散去 那可不一定 你与以往的榜首不同 他们的出身远离百姓 你却出身百姓良家 京城百姓吹捧你 是拥护你 也是不怕你 只要不怕 他们就会很长一段时间谈论你 同僚们说得很对 京城百姓不怕周元 他最初的身份 加上现在取得的成就 仿佛化作了一缕烛光 照应出了说不清到不明的奇特情绪 在这种情绪的带动下 今年的新元嘉庆 注定要在民间多持续几日 而他的名字 也会随着各地商队返乡 逐渐传向各个周郡 这便是大魏皇帝 与储君想看到的结果 也是他们向邻国展示 大魏风骨的有力依据 至于为什么之前不这么做 原因也不复杂 盖因实力不足的梁家子 当不起榜首名号 若是强加给他们 必然会使众多参事者不服 也会坏了国法制度 但周元就不同了 他汉勇善战 能以绝对的实力维护名誉 周元还不知他的出现 会成为大魏展现文质武功的符号 此时的他 正被一众同僚强按着写情帖 众兄弟 以我们之间的关系 直接去庆贺便是 何须再多此一举 周司马此言诧异 我等也是要面子的 俗话说 文无第一 无无第二 我等若是自行参加你的庆宴 岂不是承认你比我们强了吗 那可不成 你得给我们写情帖 我们才去 周司马 求你件事 你受了给我家孩子 也写封情帖吧 啊 令子贵庚 即是袍责之子 随行便是 何须请典 也有十二 这不是为了扬名吗 有你这新元榜魁亲自邀咽 也能证明我家孩可堪培养 说这话的薰贵子嗣 是周元之前并肩作战的队友 乃安远将军 杨灵侯的嫡次子 他的面子 周元还是要给的 但这一给 也就杀不住车了 最终 京城本地参事者 皆为自家子职 求了一份五魁帖 至此 周元这新元榜魁 又多了慧眼诗人的名声 也成了孩童们炫耀的名号 不过玩闹归玩闹 私人庆宴还要等几天才能举行 因为朝廷召见十八位入选者了 他们将一同入宫 觐见大魏皇帝 三公九卿 还有众多朝廷重臣 这一去 他们不仅会正式加入大魏朝堂 还会得到各自应有的封赏 其中 名次比较靠前的入选者 情绪相对稳定 按大魏以往的传统 他们会被调入镇法学宫 入学百日或半年 然后再出京镇首一线之地 名次比较靠后的入选者 待遇会差上一些 多半要入京营或边镇校命 至于周元 他的待遇就比较随机了 若按以往的情况来看 他会被调入禁军培养 然后再任职地方 或留任禁军将领 但他的出身成了大魏朝堂 向外输出国贸风骨的标签 必然会提升待遇 显示朝廷人德 真不知道 我们会出镇何地 希望能去个富裕些的地方 此言不妥 我等出镇地方 本应为国解忧 怎能贪图富贵 你清高 等把你调到穷乡僻壤 镇首个十余年 你就知道富裕之贵了 周元看着相互斗嘴的同僚 微微一笑 并没有插话 他们有心情斗嘴 是因为 他们是十八位入选者之一 看似在争论 其实是对前途的憧憬 不过 他们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年轻舞者的时间很宝贵 若真十年不尽其身 多半也就没有后续了 大魏这样的舞者多的是 比如淮州崇余县的胡话县位 已经在地方镇守六年之久了 却丝毫看不到晋升的希望 反而入边镇的舞者 更容易晋升 但那也是薄命换来的机遇 主委将军 我来为你们讲解一些基础礼仪 你等入宫后 切记不可长时间 指示陛下与九卿重臣 若有不满之处 亦不可直言陈述 等朝会过后 再寻九卿光路勋禀告便是 太祝称放心 我等必谨言慎行 在太常寺官吏的教导下 众人很快熟悉了基础礼仪 再多的就不用了 反正他们只是走个过场 并不会长流宫中 等他们换上御刺绣虎袍 嬉皮靴 五变冠 准备前往皇宫时 一众落选者 纷纷怀着复杂的心情 送上祝福 在这种特殊时刻 周元这个绑魁被推了出来 带入选者们 向落选之人回礼助言 众兄弟少歇 我等先行一步 前路漫漫 会有血战之险 望众兄弟早日支援 与我等并肩作战 如君先行 我等必迎头追赶 不时你等独占沙场 如此便说定了 且容我等先行入阵 养我大魏五威 我等公祝将军 五蕴昌龙 踏出炎武宫 禁军士族持谢警戒 十八架双马战车 选五威骑 静待将军驾驭 哒哒哒 整齐的马蹄声响起 只不过这次 没了骨脚舞助 只有一群示意者的眺望 那日自将官会馆 驶出的五十八架战车 现在仅剩了十八架 不少还换了人乘坐 此景很像大魏舞者的命运 盛起出征 凯歌少阴 武功不全 新旧交替 新元功成 入宫境界 由于严肃的临时阶段已去 便无士族封道现行了 开路的禁军士族 手持铜锣 每到一个路口便敲击一下 提醒附近的居民让行 也让他们看看 新元舞者的风采 此举吸引了很多京城百姓尾随 有大胆者 甚至敢向车队抛香囊警怕 那便是静安周园吗 静如此年轻 好郎当时如此 静安周园能成榜魁 简直太好了 咱大魏武德通畅 声斗小民也能登顶了 百姓人家静也能出豪杰 这魏国到底是勋贵世家衰弱 还是武备国力大涨 致使民间百姓也能分润领武之贵 围观的京城百姓之中 有不少邻国暗叹 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百姓不同 百姓看到的弑军中有功 暗叹看到的是大魏国力上升 再看看吧 魏国内部稳定 上武入水 素来求战兴歉 若其国力还在上涨 当赞比锋芒 怀柔建交 百姓良家功成绑魁的消息 不能传回我大楚 否则地方豪强之名 当滋生妄念 周园这边还不知道 看似欢庆的入宫道路 也有各国的暗中交锋 等他们抵达皇宫正南 遇到建章门时 尾随的百姓 才被指手禁军阻挡 各国的暗叹并没有离开 而是混迹在京城百姓之中 准备第一时间 收集皇宫封赏的消息 宫中不可纵马 请诸军下车 步行觐舰 在禁军将领的要求下 周园一行人 跃下双马战车 排好队列 以此由侧门入宫 入了建章门 有宽敞玉石碾道 道路两旁 又屹立两座楼台 骑上不是传统的龙虎图腾 而是两只长鸣凤鸟 因此也被称为双凤雀 再往后行了大约两刻钟 半个小时入隔道 如此再走两刻钟左右 过了闭门 便到了明神台 明神台是朝会前诸臣聚集场所 其上有高楼宫阙 名为武德殿 也是大卫皇帝日常 召见臣子的宫殿之一 诸军在此绍兮 待殿内召见时 方可入内 既然殿内还没有召见 周园一行人 只能耐心等待了 在这个过程中 周园四处观望了 几眼职守的禁军 发现皇宫内 也有带名称信息的人形怪 四十级卫武卒 四十五级卫百将 另外 大卫皇宫内的人形怪成分 非常纯粹 除了大量正常禁军外 全是有 未 自前缀的兵将 难怪大卫朝廷 能压得住其他人行怪 这支宫中禁军的实力 足以镇压国内诸军了 宣行员武者入殿 等了大约一刻钟后 殿内士出殿 立于高台之上提升宣建 周远一行人文言 呈三排六列的队形 由明神台登左玉路 入武德殿 刚一入殿 他们便受到了众人关注 武将立于殿左 文室立于殿右 殿中有金阶玉台 其上为武德帝座 大卫皇帝与朝廷众臣 明显已经完成朝会 一个个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入殿兴事 诸位且看 这便是我们的国际之士 端是英武不凡 年轻有为 五等为大卫贺 为陛下贺 国朝延绵 国民武状 众卿同喜 我国朝武运绵绵绵有序 民间四野 亦能出汉勇猛事 此乃众卿治国之功 唯我大卫安泰之政 大卫皇帝先是勉励了一番朝堂众臣 然后才将一份公文交给殿内士 这其提升宣读 天佑大卫 开国132年来 明封国父 五韵日盛 经德国事十八为新元之才 取之冲我国朝五倍 镇守为盾 征战为剑 诸事当之 临在武前 事为武本 朝廷灵物由营中将士 民间汉勇血战而得 灵物贵重 积累艰难 你等既想国朝万民公养 当功心卫国 护我万民 我等灵旨 必尝国恩 新元武者灵旨承接国恩后 便是更为直观的封赏了 其中 第十名到第十八名 几乎全辈被调入了 金师八营 与镇边西军 唯有第十七名的术士崔弘例外 他被调入了九卿少府下的上方院 任上方待至 主作福转器武 第三名到第九名 被调入镇法学宫 休息政令 择日出镇地方 周元与第二名的薰贵子四度役 被刺了军机行走 与灵授业的待遇 并且均被授予进军都尉之职 自此 他们这十八人都有了灵凤可食 也有了向朝廷上书的权利 等谢恩退场时 周元才抬头 扫了朝堂众臣一眼 其中有不少有名称信息的人行怪 但绝大多数朝堂众臣 还是正常人 大魏皇帝虽显老太 但依然威武雄壮 并且没有身份信息 同样是正常人 这几个小子 走前还敢盯着孤看上眼 有些失礼了 等上元节庆时 一定要多罚他们几杯酒 呵 陛下放心 到时我等一定让他们烂醉而归 到底是我大魏子民 生来沐浴君恩 耳闻皆是大魏之名 怎会不好奇陛下之貌 或许是上午之音 大魏朝堂并没有想象的那般严肃 周元一行人刚出武德殿 变成了皇帝与众臣活跃气氛的话题 当然 这是仅限于皇帝与三公之尊 九卿众臣的玩笑 其他臣子只能陪笑 无法参与 主委将军 且随我来 周元他们刚走下御路 早已在名神台等待多时的太长寺官吏 便迎了上来 他们是来解释各个职位何役 该去何处上职 何认为新任主官的 通过他们的解释 周元才知道自己又多出了两名主官 一位是太中大夫 一位是羽林积社校尉 太中大夫为九卿光禄勋的下属 周元所获得的军机行走 便是跟在太中大夫左右 听一些大魏军艺 不过他没有建言的权利 也用不着端茶倒水 主要是掌掌见识 弥补先天事业不足 羽林积社校尉 是京城四支禁军中 羽林军的工兵将领 周元获得的羽林授业待遇 便是去羽林军中休息武艺 顺便度一层天子清军的光环 增幅出身 便于后续提拔 可以说 只要他一入羽林营 出身短板便没有了 别人再提到他 第一印象也会是天子清军 而非相野少年 这种身份的变化 能使他做许多之前做不成的事 也能获得更多的善意拥护 周都尉 请收好羽林郎印 与长室文书 由此两样凭证 你才能出入羽林营与光路阁 多谢太常愿引导 否则我还不知去往何处任职 周都尉客气了 这些职位皆是补义 未有实职 还望都尉参击授业期间好好表现 莫负了陛下恩典 拜别太常寺官吏后 周元才与众位同僚离开皇宫 他们的职位都不急 有一段假期可以休整 等过了正月十五上元节后 才会正式履职 由于上元节时 各周都督也会入京参拜 周元便将私人庆宴定在了正月十三 然后分别向淮州都督 静安校尉 君司马蔡成 上乐县魏承飞去了信件 其中大致内容都差不多 皆是描述入京以来的经历 传报喜讯 唯有给上乐县魏承飞的信件中 提到了乔西赵二狗 请其帮忙辅赵一番 随后他便购置了些礼物 前去东城崇一方拜访江府 也就是静安校尉将人在京城的家 等抵达江府投敌拜帖时 周元才知道 静安校尉早早向家中传递了信件 为此 江府众人早已做足了准备 就等他前去拜访了 奈何金银将官馆的言 他一直没取成 等他成为临时绑魁的消息 传遍京城时 江家众人忙更换了招待规模 小狼君快快入座 你若再不来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向我家大狼解释了 若让他知道我未曾招待你 定埋怨我不帮他照顾袍子兄弟 伯父误会了 实在是参事忙碌不敢分心 才耽误了行程 今日刚一出宫得了空闲 我便备置了些拜议 匆匆赶来 你这孩子太过身份了 你即是大狼好友 将此处当作自己家便是 何须带什么礼物 你等等 我去寻些好物赠你 定让你满载而归 江人的父亲也曾是军中武将 但受了伤 双臂只剩下一条左臂 因此傅贤在家 等他走后 江人的正妻 才让身旁的男孩失礼拜见 叔叔的武魁贴真是好大名气 不知能否给我家孩 也写上一封 自然可以 请问令公子名伟 他竟然忘了 告诉叔叔孩之名 却是失礼了 我儿明珍 还望借叔叔名号 增其五欲 江人的正妻 看起来有些冷清 但对孩子的那份爱护 却非常直接 或许他等江府离开 才求武魁帖 就是怕弄得家中 孩童一人一份 稀释了他儿子的特殊 不过这些都没什么 于情于理 周元都该抚照一下 静安校尉江人的儿子 因此 他不仅给江珍写了份请帖 还亲口邀请江珍 参加他的庆宴 面对周元的邀请 年仅11岁的小江珍 非常成熟稳重 接过请帖之时 还郑重行礼道 多谢周叔邀请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江府招待周元的待遇很高 在京的主卖与支卖 全都派出了代表 作为在场唯一的外人 周元不仅成了宴会中心 还被邀请搬来府上居住 周元借口与林寅管理严格 他这新人不方便来回出入 拒绝了江府众人的好意 即便如此 还是被江府墙留住了一晚 严京城有家若是不住 他们心中过意不去 等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 江府为周元背了两辆马车 一辆用来乘坐 一辆用来拉赠礼 由于当着主家的面 查看赠礼十分不礼貌 周元再三推辞不过后 也就接受了江府的善意 贤侄 你放心 正月十三宝魁之宴的事 交给我家二郎 三郎给你置办便是 由我盯着 他们一定给你办的 既风光又漂亮 伯父 不用如此麻烦 我找一家酒楼置办便是 何须两位兄长旁前忙后 贤侄墨与我家见外 你来京城能带几个钱 朝廷俸禄还未发放吧 既然如此交给我家办理便是 否则你筹备庆宴 还须四处借钱 岂不让外人暗地里笑话 伯父思虑周全 那就麻烦伯父与两位兄长了 京师药武营的吕参军说得对 临时过后才能见真情 周元拜访江府不仅满载而归 唯一的麻烦事 也被江人的两个弟弟承包了 有熟悉京城的江府众人帮忙张罗 他的庆宴必然会办得更精致一些 等回到将官会馆 周元才知道江府到底给回了什么礼 其中有赤金白两包有纸锋 上书赠后被压碎之礼 四季五袍各两套 牛皮靴两双 富红纸书 家袍书室 聊以住 书卷给了一小箱 涉及基础算术 领军心得 战阵记录等军务方面的知识 另外还很实在地给了两床警备 虽不显贵 但也是家中后备出府居住的基础配置 除此之外 还有真正的好东西放置在书箱之中 由檀木侠单独盛放 射雷驱邪法 正法五雷天 地 水 神 射 天雷安日立月 地雷下御阴阳 水雷救济汪涝 神雷带天形化 射雷护宝一方 射雷 一称射令雷 由忠义报国之士 效勇猛烈之人 因灵汇聚而成 能捉慎龙 引风雨 善破坏 奇性不定 继而顺遂必保一方 祭祀失当风雨雷灾 射雷驱邪法 是一种很晦涩的高级功法 江府送的不是原本 而是手抄本 因此 周元暂时无法看到使用效果 也无法通过属性面板 快速升级 但这已经很好了 5G原本形神兼并 属于较为宝贵的传承 类似 射雷驱邪法 这种高级技能的原本 产出必然有限 能获得手抄本周元 已经很满意了 静安校尉用的5G也是雷属性 多半就是这射雷驱邪法了 就是不知道 赠予核心5G 是他的意思 还是他父亲的意思 无论如何 这份人情算是欠下了 等我获得来历清白的高级5G 也得寻个由头还回去 周元成为新元榜魁后 名气也大了起来 会馆内的守卫一看他回来 立刻帮忙搬运礼品 灵了还向周元讨了几枚5亏钱 说回去给孩子压床用 等他们散去 周元才得了空闲 于是着手用之前积攒的经验值 将不化古法 点到了满级 又激活了 散气成还的特殊技能 如此一来 他便获得了 不化古法5G增幅的1点金属性 10G增幅的2点金属性 还有被动技能 金基玉骨 金气神三项基础属性 也变成了 金 七 气 四 神 三 等他忙碌完 准备禁毒 射雷区写法 早日转职雷火射手时 文训赶来的同僚 又拉着他前去贴赤口 贴赤口 是大卫正月初三的传统节日 以为进口 以白酒清茶敬拜天地 所谓赤口 饭纸长七八寸 宽一寸的红纸条 上述一些吉利画 贴在前门与后门之顶 所求为 定断四方男女 赤口贼到火星 一切祸灾归天 大吉大利 这节日在民间也就图个吉利 对新元参事者却有着特殊的寓意 圣选者求 今后试图顺利 不被小人流言暗害 落选者求 乡间故人口上留得 莫要抓着落选把柄 戳他们几两股 如此有意思的节日 还能安慰落选者 周元这个绑魁 自然责无旁贷 所幸也就随了同僚之意 大家一同剪裁红纸 把将官会馆的前门与后门 贴出一条红帘 那景象远远望去 好似赤红流苏 为严肃关底 平添了一份火热喜庆 就在此时 周元发现赤红流苏上 突然多出了一道 不断旋转的黑红漩涡 副本 赤口灾巢 建议挑战等级10至60级 建议挑战人数1至1000 触发条件 白酒 清茶 赤口 火烛 脱离条件 击杀任意等级 四方赤口 看到这种介绍 周元沉默了 他想不到 到底是那个大聪明 发现了进入赤口秘境的办法 并以节日习俗的名义 将其传承了下来 或许远亲近邻 看到他们家贴赤口后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于是纷纷效仿 乃日日月变迁 逐渐成为地方习俗 朝廷多半知道内因 不对外泄漏 估计是怕百姓乱入豪赌 从而死伤惨重 养出几只不受控制的强大妖魔 赤口灾巢与月宫副本 虽然都类似节日活动 但没有不可接到 不可再入的限制 这就代表 只要副本内有人死亡 空出名额 外面的人便可以随时补上 节日活动奖励丰富 应该去试一试 周元拿定主意后 先打发了一众嬉闹的同僚 又准备了触发材料 随后支开后门守卫 披上方神之皮 化身一位和蔼老者 进入了赤口副本 下一刻 周围环境突然变迁 幽境关底后门 变为了赤红荒山 一众长相奇特四人非人的怪物 映入了他的眼帘 他们身上无衣 外有森白骨骼包裹 人力而行 有手有脚 五官不全 仅有一张獠牙大嘴 和两只细长耳朵 高温火星在他们口中 时影时现 仿佛一张张 争名十人的赤口妖魔 十级喷咽赤口 十五级突经赤口 十二级四方赤口 坎坷不平的山石上 有几个闪烁火光的孔洞 与口弦火星的赤口妖魔 仿佛有着某种联系 山脚下的赤口妖魔等级 普遍不高 但却是主动进攻型的怪物 十级喷咽赤口的攻击方式 是喷射火柱 其攻击范围大约有五米左右 十五级突经赤口 虽然也喷涂火柱 但它口中的火柱 并非单纯的火焰 而是赤热铁水 与火焰的结合 因此能喷射十几米的距离 最有趣的是十二级四方赤口 它们没有类人外形 而是山石上裂开的四方孔洞 其攻击方式也更为固定 不时喷出一大团 闪烁火光的烟尘 影响周围环境 便张口喷出道道火柱 剑撞 它盲用提纵树一动躲避 然后快速弯弓搭剑 以火攻火 用叠加赤鹊效果的剑枝 射爆了赤口怪的大嘴 令它没想到的是 此法竟然引发了连锁反应 爆裂的赤鹊之火 引发了训爆效果 使赤口怪口中的火气失控爆炸 直接引爆了那张五官不全的头颅 丁 击杀十级喷咽赤口三 惊咽加600 打出克制效果本是件好事 但爆炸声也引来了更多的赤口怪攻击 如果给它们一些时间 组成密集的交叉火力 即便是周园也无法有效应对 只能四处躲避 我缺少几个肉盾顶在前面 不知这些赤火怪能不能成为随从 有了想法后 它没有犹豫 从物品栏中取出了陶竹画卷 灌注灵气向前一炮 早已被激活道具特性的陶竹画卷 猛然化作一道皮链 如同水墨丝绸般裹住了一只赤口怪 但那只赤口怪并没有被成功捕获 而是挣扎几下 摆脱了陶竹画卷的控制 见此 周园将流火宫换为射虎宫 以血煞剑 直接清掉了赤口怪53%的血量 然后再次抛出陶竹画卷捕捉随从 这次的捕捉行动就很顺利了 残血的赤口怪 挣扎几下后 便被收入陶竹画卷之中 成为了周园的随从 只不过它的忠诚度只有35% 属于那种 只要出战几分钟 便会叛逃的随从 周园并没有时间投喂特定灵物 增强它的忠诚度 也没有时间等它血量恢复 再使用 因此 刚刚成为随从的赤口怪 便一刻不停地开始了工作 有了这个肉盾 顶在前面吸引火力 再加上 它能用火星术零食侧 反赤口怪 所以一场 围剿战逐渐演变 为了内战 趁此机会 周园又捕获了四只赤口怪 凑足了一只前排小队 由于这些赤口 怪中程度极低 战斗不了几分钟 便会突然叛逃 周园需要 每过几分钟 便捕捉一只新的赤口 怪充当随从 此举给它增添了不少麻烦 使它需要不断 发起捕捉 严重影响了击杀效率 在这样的战斗中 它很快发现 只要给赤口怪 叠加一次 巨翼 状态 它们的忠诚度 便会临时稳定 并且 还会主动保护失术者 而非无脑攻击 其他赤口怪 如此一来 周园逐渐稳定战线 通过不断更换随从 打造了一条 兼顾的前排防线 相对稳定的防线 使战斗变为了塔防游戏 稳定输出的周园 保持着一击必杀的效率 不吸纳多余的仇恨 大约过了两课中 围攻的赤口怪材 被清理干净 留下了一地的暴露物品 丁 获得赤金珠23 土活法3 赤金珠是一种回血道具 比月宫副本爆出的 玉兔药液差上一些 但土活法就比较另类了 是一种凝聚火器 喷涂火焰的技能 土活法很适合搞偷袭 如果在敌人靠近的瞬间 施展此树 将能喷出难以躲避的火柱 仅仅打山脚下最低级的怪 便有如此收获 使他对山上的怪 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由于击杀任意等级的四方赤口 是脱离条件 他便先将周边的五只四方赤口 打成了20%血量的残血状态 然后把五只随从 收入桃竹画卷之中 抬脚向山上走去 再往上走 怪物的等级果然高出不少 10级喷咽赤口不见了踪迹 多是15级吐金赤口盘踞 其中还有3-20级扼杀赤口 这次周园 想再清理赤口怪就难多了 他尝试捕捉15级赤口怪 做随从 发现需要将其血量 压制到30%以下 才有几率捕捉 但只要他对30%血量以下的 土金赤口怪 来上一发火星术 使其进入混乱状态 一样能保持极高的抓捕率 倒是20级扼杀赤口不好对付 它的能力并非喷火土金 而是喷吐一种 腐蚀性极强的红黑煞气 被这种红黑煞气命中的 赤口怪会骨甲崩裂 血肉消融 一口下去 血条直接清零 周园换了15级赤口怪顶上去 情况也没好上多少 30%的残血一样 被一口红黑煞气清空 为此他只能主攻扼杀赤口 希望将其捕捉为随从 增加前排的防御力 但他的获心术 对扼杀赤口不起作用 只能造成短暂的僵直 因此 即便他动用血煞赤鹊剑将其血量 耗到10%以下 依然无法完成捕捉 难办了 前排防御得不到更新 后续的推进便无法进行了 虽然副本攻略遇到了麻烦 周园还是用血煞赤鹊剑 耗死了3-20级扼杀赤口 等他清理完其他15级突经赤口后 发现20级扼杀赤口 爆出了一种特殊材料 材料 赤口煞 介绍 赤口 红嘴小鞋 人祸五支 绿多斗宋 由凶煞之气汇聚而成 奇色黑红 亦有邪魔恶神之名 产赤口煞 可消融击鼓 属死慧之气 提唇后可入转 致煞符 效果 使用后 持续减血祥蓝 并降低血蓝上限 可唯有 纳气 属性的武器附魔 对目标造成二次伤害 柱 可用来培养邪煞类单位 亦可容毒 练尸 入丹 制服 赤口煞的效果 非常强大 正常舞者来上一份 估计不死 也要退层皮 不过 周元更看重培养 练尸两项功能 因为他发现 这两种功能 或许可以叠加 练尸 如果我再找一份怨气材料 用不化鼓法 将赤口惯链为僵尸 那会得到什么等级的随从 周元的不化鼓法 不是一枚简单的技能图标 而是一套 逻辑自洽的术法 原本的不化鼓法 虽然被他使用了 但相关的养尸知识 却早已烂熟于心 因此 只要集齐炼制材料 他便能自行炼尸 至于如何控制炼尸 倒也不难 只需注意一下炼尸流程 先炼出一只等级较低的 炼尸随从 然后在此基础上 不断向其头位院死会三气 或各类阴邪扼煞便可 此举不仅能增加炼尸的实力 还能增加他的忠诚度 等他的忠诚度上了90% 再调整一下 头位节奏 便能使他长期维持 高忠诚状态 周元手中能用的炼尸材料 其实已经不少了 阴鬼秘境出产的基因液 鸣血路 尤诗秘境出产的尸牙 尸毒 再加上属于死会之气的赤口煞 现在他只需寻几份怨煞 再多攒几份赤口煞 便能培养强力 炼尸随从了 为此 即便上山之路受到了阻碍 他也没有立刻退出赤口副本 而是选择向左侧移动 继续刷山脚下的赤口怪 赤红荒山重栏叠杖 耸露云霄 看不出到底存在多少赤口怪 周元刷了大约一个时辰 又积攒了八份赤口煞 才终于发现了异常 那是一片非常空旷的区域 红土赤石上 遍布赤口怪的尸体 向上望去 隐隐还能看到一对假式推进 不出意外 这是碰到某个大势力了 多半是某个国家的禁军队伍 周元在向上眺望的同时 山上的武者将领 也向下看了一眼 景将军 可有什么发现 无事 一个好运到的老者罢了 亏他入了我们的征途 否则早该被这些妖魔火吞了 可要浅崖将 下山清理 无需管他 敢上山再杀布驰 若只想混几块厌石 留他一命又何妨 周元明白 他能看到对方 对方大概率也会看到他 因此 毫无留恋的反身 回到了自己的出入区域 等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头顶血条的人 或怪追踪后 他才向右侧继续推进 这次推进了大约半个多时辰 同样出现了异常 不过 对方不是强大的禁军舞者 看年龄分布 更像是某个家族队伍 那只队伍非常理智 清理了附近的赤口怪后 并没有选择登山 而是分成两组采集收获 一组用特制的锥形匕首 刺破赤口怪的胸口 收集血液 一组跑到四方赤口怪的后方 欺负他无法移动 切割起了他的实质身躯 还有两人仔细翻找岩石缝隙 没过多久 便从中抽出一条 宛若长线的赤红色草精 那草精非常坚韧 搜寻者用手中保齐拉锯几下 才将其切断 断裂的部位 还躺出了一些无色液体 出灯油了 快来接 周园看了一会儿 发现他们短时间内不会离开 便没有继续向右侧移动 毕竟他欲十五支 十五级吐金赤口的行为 太过惊人了 若再让他们看到 陶竹画卷的神奇 搞不好会群起而攻之 即便他能打赢 那些人也可以快速击杀四方赤口 退出副本 并将他的攻击方式 奇异画卷等消息带回去 不过碰到这些人 也不全是坏事 他们的行为使周园意识到 赤口秘境还有其他价值 为此 他也回去查找岩石缝隙 从中拽出了几条赤红草精 令他意外的是 草精没有系统介绍 但其躺出的透明液体 却有系统介绍 材料 赤心液 介绍 云集七千记载 至赤心液一盏 以草为年 累穗燃灯 用之不灭 效果 一份赤心液可持续燃灯一年 有微量安神静心效果 可与赤心草 赤煞穴 赤燕石 合致安神必煞灯 既然有系统信息 便能采集收纳了 可惜 赤心液的产量不是很高 周园收集了十几株 才产出五份 至于赤心草 倒也不是毫无提示 他收集的十几株中 有三株存在系统提示 他猜测 应该与品质优劣有关 只有优质赤心草 才算得上是合格材料 随后他又学着 那只搜集小队的样子 从四方赤口身上 取下了几块滚烫的石头 不出意外 这些石头 同样没有系统介绍 倒是赤煞鞋比较容易收集 二十级扼煞赤口流出的血液 都能得到属性面板的认可 收集各类物资 花费了不少时间 不知不觉中 赤口秘境内的天色 便暗了下来 也就在这时候 原本被周园清空的区域 突然刷出了几只25级提灯赤口 有一只甚至刷到它附近 那灯光呈深红色 内部有黑色雾气附着 发散的灯光 紧紧照射到他的身上 便给他叠加了一层 赤煞入体 状态 属性面板显示 会持续减少血蓝 被叠加 赤煞入体 状态越久 血蓝降低速度越快 面对这种大范围 无死角的杀伤技能 周园本想击杀四方赤口后 脱离副本 却没想到 被他临时照出防止突袭的 五只十五级突经赤口 张口便是五道铁支火柱 这五道火柱打得很实在 直接清空了提灯赤口25%的血量 并且 他还没有反击 只是加快移动速度 接近了五只赤口怪 等他接近的时候 周园发现自己的血蓝掉得更快了 如果没有药物补给 过不了几分钟 他的血蓝就会被清空 这虽是一个坏消息 但提灯赤口的实力 好像都在那口灯上 除了灯罩外 只会用另一只手找击单个目标 能打 要快 否则等赤煞状态叠上来 就难以补充血蓝了 确定能打后 周园瞬间火力全开 一只只血煞赤鹊剑 与五只高伤害的吐金赤口 经过三轮攻击 便清空了25级提灯赤口的血条 但代价也是巨大的 五只吞金赤口死了三只 剩余的两只也只剩了一层血皮 若不是周园用了 巨异 技能 强控住了他们的忠诚度 恐怕早就一个个叛变了 丁 击杀25级提灯赤口 经验加1250 丁 获得赤煞灯一 赤口煞二 周园收回两只吐金赤口 拾取掉落物后发现 赤煞灯是一件 极不适合人用的特殊武器 其攻击特性 便是对灯罩范围内的目标叠加 赤煞入体 效果 距离光源越近 伤害越高 并且 需要持续灌输赤口煞 作为消耗 赤口煞我倒是积攒了15份 勉强能用这赤煞灯 就是不知道 是灯光区的目标先死 还是我的课药恢复 先追不上消耗 赤口副本的白天与夜晚 是两个难度 不是夜晚会增强赤口怪的实力 而是因为 25级提灯赤口的出现 它类似大光环辅助 在有同伴保护的情况下 能造成范围性持续伤害 周园发现 周边山野均有提灯赤口出现后 便放弃了继续攻略的打算 直接击杀了一只四方赤口 触发脱离条件 令他没想到的是 击杀四方赤口后 并非直接脱离副本 而是四方赤口脱离山势崩裂 露出一个弱大孔洞 内有不断旋转的黑红传送门 除此之外 四方赤口还爆出了一枚赤焰石 能够在锻造武器时 为其增幅火焰强化 有鉴于此 周园将附近的五只四方赤口全部击杀 收获五枚赤焰石后 才退出副本 碰 由于副本出口在会馆后门顶部 因此 周园退出副本时 自然向下滑落 就此 非常突兀地落到了两个毫无防备的直守士族面前 使他们瞬间瞪大了双眼 周园有 方神之皮 在身 外表为和蔼老者模样 倒也不怕暴露 两个直守士兵 却先是对视一眼 然后非常激动地抱和道 你这老东西好大的胆子 偷东西 都偷到关底来了 还敢不翻墙走 光明正大的爬上门头 跳到我们哥俩面前 我看你是没把我们两个 手足放在眼里 太他娘屈辱了 莫走 让老子试试你有几分本身 今日刚随新元绑葵贴了赤口 没想到 好运这就来了 鱼哥 你左我右 拿了这老东西 力功领赏 对于两个冲上来的直守士族 周园控制好力道 一人给了一脚 将他们踢翻在地 老贼凶悍 鱼哥快敲锣醒将 让各州将官出来收拾他 撑当当的罗声响起时 周园已引入街巷 并吞下 方神之皮 换上了道具 画皮无赖 由于尚处于新元佳节期间 京城并没有尽销 各个方街时不时 就会有行人商贩出入 因此 周园仅仅过了两条街 便引入了夜游的人群之中 等他第二天吃过早饭 恢复本来面貌回去时 发现昨晚那两个直守士族 还会回去休息 反而换到了正门直守 诶 周都也回来了 您快回房看看 有没有丢东西 您是不知道 昨晚馆内进了一个机年老贼 那家伙不声不响地摸到后门屋顶上 还光明正大地跳下来 给了我们哥俩一人一脚 太可恨了 也就他跑得快 不然咱管内的将士一同出击 并将他大卸八块 会馆五官知道 普通士族防不住武者 也就向征信地 罚了他们两个不许休息 去正门继续职守 因此 他们两个看到能说上话的人后 就忍不住倾诉几句 周园这个始作俑者 只能好言安慰两句 并表示 近几日他会在夜间巡视 防止贼寇再来 回到房内 他先清点了一遍财物 做足姿态后 又向会馆五官通报 未曾丢失财货 至此 这场老贼入馆事件 才算逐渐平息下来 但此事虽小 却涉及到了各州参事者 朝廷还是要表示态度的 政务时分 由孝氏府的武官前来解释 说是他国暗叹所为 让众人墨在会馆中 放重要文书 当孝氏府武官走后 将官会馆才彻底安静下来 再次回到了之前的 假日悠闲状态 不过 周园这位新元绑魁 无论如何 也是闲不下来的 刚吃过午饭 便被六名落选射手围住 周都尉 我等涉意不惊 至临时若败 魏部重蹈覆辙 想请都尉指导一下射手 不知都尉今日可有空闲 若有闲暇 我等必有回报 回报不回报先不说 对于同届落选者 周园这个绑魁 在道义上需要略作表示 因此 他便答应了下来 准备指点一番落选射手 却没想到 他们几个真的言出必行 送了周园一份 手抄本的速射剑术 简单指导 遇上成套的剑术 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为此 周园还讲解了一番 自己的连珠剑术 使大家各有所获 只不过 他这射术可能没几人能学会 这东西 毕竟不是能误的正常武技 而是射术技能 升至满级的积累效果 这种积累 并不适合有多种武技选择的舞者 更适合没有武技席练的苦修者 好在这条路是对的 周园的讲解 使洛选射手明白了自己的不足 发现了新的调整方向 因此 他们很满意周园的指导 临散场时还纷纷道谢 称自己受益良多 等他们走后 周园才闲了下来 也有时间去购置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了 由于需要购买的东西 不好对外解释 因此 他选择披上画皮无赖道具 前往西市林真芳 林真芳并非一个店铺 而是一座由多家店铺聚集的方式 周园的炼饰计划 现在就缺一种怨煞 他不知道何时才能遇到类似的煞气 所以选择去林真芳寻找购买 作为大卫京师的林物奇真交易场所 林真芳内的各类物品还是很齐全的 周园伪装的画皮无赖刀客 刚走入一家名叫如意格的店铺 便有侍者快步迎客招待 贵客需要些什么 若是不知其名 也可大致描述功效 我准备购置一份煞气 不知贵店有无 贵客说的是哪里话 煞气并不罕见 我们店内自然是有的 不过 煞气种类繁多 我们只有一些寻常煞气 没有珍贵的养生灵煞 得知周园需要怨死之煞 逝者便将它引入雅士 让负责煞气类珍宝的舞者 嘲讽招待 两人交接后 舞者嘲讽当即打开橱柜 从中挑选了三枚拇指小瓶 供周园查看 这些明显是分量极少的试用装 但作为挑选已经够了 贵客请看 此为这三种煞气的文书记录 周园先是接过文书 仔细查看一番 然后依次打开三枚拇指小瓶 验证实物 黑狮煞 犯死煞 因怨煞 通过名称信息 他简单地确定了所需种类 便开口询问道 死煞何价 贵客选的是因死煞 需补气零物七瓶 或其他等价宝气 贵了 这东西在秘境内 依附特殊环境而存 产量必定不少 贵客所言极是 但所产秘境在何方 你不知 我不知 即便它产出丰富 对所需者而言 依然物有所值 另外 此煞本价六瓶补气零物 收七瓶是因为 每瓶皆需取用少许 以燕真伪 七瓶蓝药 换取一份怨气材料 对周元来说并不贵 但它还是装作肉疼的样子 讨价还价 直到武者嘲讽答应 送一小瓶试用装作赠礼后 才确定了交易 贵客稍等 我去给您取货 咱们同时品鉴 燕名真伪 莫离了本店再起纠纷 武者嘲讽离开雅士没多久 便取来了一只 成人手掌大小的细锦园杜白瓷� 瓶口有瓷盖蜂蜡蜂 周元这边也将七分补气灵物 放到了珠岸上 示意对方品鉴 以物异物 互通有无 贵客先请 周元打开圆渡瓷瓶 先看了一眼橙色 阴煞凝叶 开封生物 有名称信息 为阴怨煞 又凑到瓶口 微微一嗅 被叠加了一个 阴怨入体 得负面状态 不掉血 却增加技能蓝耗 确实为真 封上马 武者嘲讽文言 先是取出成块疯蜡之口 然后将圆度瓷瓶的瓶口 放入溶蜡中裹了一圈 使其再次密封 这一切 都当着周元的面操作 为的就是让客人放心 等周元接过瓷瓶 表示没问题后 武者嘲讽 才拿出七枚铜质耳勺 依次取药品鉴 药效迅急 后进乏力 虽非上品 倒也合格 货物两清 交易达成 贵客今后 不还有其他需求 请多多考虑我们如意格 除了如意格 周元并没有直接离开珍宝坊 而是去另外一家店铺 提出了同样的需求 他们给出的价格 与如意方相同 并且同样有音乐煞存货 见此 周元又购置了一份音乐煞 出店后 拐入街角 卸下画皮道具 快走几步 融入街市行人之中 搭建平台 互通有无 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珍宝坊内的店铺 属于暴力行业 有着促进零物宝气流通的职能 是无者不可或缺的交流平台 因此 各个店铺背后多少与大卫朝廷有些联系 最不济 也是薰贵豪族开设的档口 有产出 有流通渠道 看来大卫基础经济之上 还有着一层零物经济 这对周元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轻力轻微 虽能收获充足 却很难集齐各类材料 现在这样就不错 有零物交易场所 能够置换些替代品 又走过几条街市 确定没人暗中尾随后 周元才查看起了音乐煞的介绍信息 材料 音乐煞 不可谢 九伤扬破 音煞为凶 尹不利 主通灵 衰魂气 音乐相聚凝结为煞 色沉而黑 玉气化物 为凶晦之邪气 抚魂魄 乱心神 效果 使用后叠加 音乐 状态 增加技能耗蓝量 大量使用会降低神属性数值 柱 可入毒 炼魁 治丹 亦可用于增幅阴邪类技能的伤害效果 煞气竟然能增幅技能伤害 如此一来 舞者若能得到适合自身的煞气 实力必然会增长不少 这是一条不错的技能强化路线 就是不知正常舞者能容纳几成煞气 承熙德化方 周园租下了一座带有地窖的两进宅院 作为自己在京的临时居所 租宅院这种事很常见 各州将官都是成年人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不可能长期居住在将官会馆 并且 有自己的宅院也便与访客来往 属于在京留守者 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因此周园的行为合情合理 并不突兀 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后 他终于可以推进自己的随从炼制计划了 他先进入封闭的地窖 从陶竹画卷中 放出了一只十五级吐金赤口 然后拿出了由诗秘境出产的诗牙 按照不画古法的记载 依次定入五行五脏之处 眼见吐金赤口的 忠诚度开始下降 周园盲为其叠加了一层 巨异 状态 稳定住了他的忠诚度 随后取出一份诗毒 一份因怨煞 一份赤口煞 依次灌入赤口怪口中 再将其快速收入桃竹画卷 在尸毒死煞的叠加下 赤口怪的生命快速下降 很快便血条清零 进入死亡状态 此时 他吞服的怨死会三气 便开始起作用了 怨气冲击不屑 使其腹内保留一口气息不散 死气阴暗沉闷 溶解精神 溃散意识 晦气浑浊纠缠 以灼染清 使溶解的精神无法离体 只能沉入四肢百骸 呈尸骨不化 如此尸毒为瘾 即怨气 聚死气 由晦气而生 身躯僵化 以怨为力 以血为食 下一刻 陶竹画卷上的灰色图像 再次沾染色彩 随从的名字 也变成了十级赤口诗 周元向其投喂一份赤煞血后 使其忠诚度 直接飙升到了80% 然后将其照出 开始配气 也就是选择培养方向 十五级土金赤口 属于金火系的怪物 但周元没有金属性的灵物 只能选择单一的火系培养方向 配气物品方面 他选择了灌离火枣为材料 重新激活了赤口诗的火属性 再灌注基因液 明血露作中和 使其获得阴火状态 随后便是气脉梳理了 他需要按照不化古法的记载 以火气不断洗炼赤口尸体 使其骨骼成为阴尸火脉 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便是以火属性灵物 维持赤口诗的火气状态 避免外来火气将气焚化 因此 周元需要不断投喂 因属性灵物 并及时补充火属性灵物 好在灌离火枣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能为目标叠加33克的 火气状态 否则他将很难忙地过来 有流火攻的 心速状态为中转 周元以火属性灵器 持续洗炼赤口诗 中途 还不时添加加些赤煞血 用于维持赤口诗的中程度 大约过了三个时辰 赤口诗那幅晦气沉着的尸骨 终于散发出了赤红光辉 随着阴尸火脉的形成 十级赤口诗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随从 二十级阴火赤尸 介绍 粗略的火形诗 鼠火 喜阴 为五行诗一种 和炼五行 有望成不化骨诗 尸骨源自土经赤口 属性匹配 增幅阴邪 经火类技能伤害 技能 一血为食 可通过吸食各类血液 恢复生命值 赤煞阴火 可喷射含有赤口煞 尸毒的火柱 有效射程十米 火诗院区 大幅度增幅自身防御 被火属性技能攻击时 减少部分伤害 回血 防御 攻击 这三项核心能力 竟然配齐了 或许把它放到第一级副本中 它都有能力完成单刷了 二十级阴火赤尸 是一种高防高攻的随从 性价比相对较高 为此 周元将陶竹化卷中的另一只赤口怪 也炼成了阴火赤尸 这样一来 它便有了两只可靠的前排随从 作战能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两次炼制随从的成功经历 使它对炼制特殊物品起了浓厚的兴趣 趁着这股信头 它甚至琢磨起了 需要赤心叶 赤心草 赤煞雪 赤焰时 四种材料的安神必煞灯 结果灯没有制成 反而制造了一件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个赤焰时 被挖到凹坑 灌入一比一的赤心叶与赤煞雪 然后插入一段赤心草点燃的实展 道具 赤毒斩 介绍 粗糙制作的灯盏 安神灯油中含有赤煞雪 点燃后 能持续对附近目标 造成 微毒附着 效果 能被属性面板认可 便不算失败 但也与它想象中的安神必煞灯相差了一点 不仅不能安神必煞 反而成了挥发毒气的积累 比起这东西 自损一千伤敌八百的赤煞灯 都算得上是精致神器了 果然 没有相关知识 仅凭简单拼接 无法制造出可靠的道具 暂时放弃成为炼气师的打算后 周元走出地窖 又休息了两个时辰 才返回将官会馆 随后的几天 他除了接待静安校尉将人的二弟 三弟 了解不厌进度外 便没怎么外出 期间 落选的各州将官举行了多次聚会 每次接拉着他与几位圣选者联络感情 直到周月十二日 淮州都督抵达京城 并且亲卫前来将官会馆 邀请淮州将士入府时 落选者们才如梦惊醒 纷纷感叹归期将至 连聚会饮酒的兴趣都没有了 淮州将士这边 只有两位成功入选 一位是周元 一位是来自淮州一阳的陶尾 在前往都督府的路上 来自淮州大营的陆都位 十分畏惧 坏事了 这几天竟忙着聚会感慨 把都督上缘入京之事都忘了 在京城有你们陪着还好 等离京返回淮州大营时 都督定会找个由头抽死我 不能吧 我们来的时候都督还说 落选后可入淮州大营任职 怎会严厉惩罚你 哎 咱们之间不一样 地方校园的下属将官 都能攻城入选 我有都督提点 却惨败而归 即便都督不说什么 我也需找个由头 让他罚我 周元几人对视一眼 合着这顿罚 还要你自己点火呀 那确实得打狠点 眼看陆都位忧虑商议 该如何恰到好处地 惹火淮州都督 又不让对方真的生气 引路的轻卫终于忍不住了 回头一脸认真地说道 陆都位 都督这次不会罚你了 都督说你赶临上椅 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担心再罚你 你会一蹶不振 此话一出 陆都位彻底无语了 宛若一只僵尸般 一步一驱地跟随队伍前进 口中还喃喃自语道 我这次压力太大了 发挥失误 等下次朝廷攻势时 一定能拿个假等 等抵达赤造成一侯府 淮州都督张顺 在京城的府邸时 陆都位终于回过神来 咱们在京多日 若空手而入 岂不惹人耻笑 不若我等先去附近 购置些礼物 再入福建里 陆都位说得很有道理 带陆的亲卫也认为可行 因此 几人先去附近街市 采买了不少礼物 才进入气势恢宏的 成义侯府 成义侯府内没有奢华装饰 简洁大气 内置轿场 各类武器整齐陈列在 一座座兵架之上 此时 怀州都督正坐在太师椅上 注视着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演武 两个与他面容 有几分相似的青年 分历左右 后方亭郎之下 还有侍女 拥促着一位滑袍老妇人 爹 怀州的将士来了 您看 看什么看 让他们接着练 我离经这段时间 一个个偷奸耍滑 懈怠无意 如此入了战阵岂有命灾 还怕被自家人笑话吗 怀州都督呵斥一声后 又命人搬来几张凳子 摆在轿场前方 挥手示意周元等人入座 我等拜见都督 莫和我客气 到了京城熟悉的后辈虽然多了 但还是看着你们最顺眼 坐吧 一起看看我这些后辈演武 若是有入演的 你们也可指点一番 怀州都督认为 周元几人是自家人 场上的少年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一看官武的人又变多了 皆怕落了成艺侯府的面子 一个个咬紧牙关 拼命演武 可惜他们的长辈 当代成艺侯 已经换了关注对象 周元 陶伟 你们二人表现不错 我很欣慰 你等三个也默契馁 四十岁之前再试上两次 若真不成 再伤感不迟 你们皆是营中将士 当之赏罚有序 周元 陶伟两人攻城 营中有刺 你等无功无过 等过几日 便随我一同回营吧 怀州都督明显早就准备好了奖励物品 周元得了一枚班纸 陶伟得了一对护腕 饰品 风诀 介绍 舍 舍绝也 所以居贤 以项骨为细 柱又俱止 舍者勾弦之气 欲勇猛 细以配之 当风催绝 灌辖动尖 效果 增幅射速 微量减少剑术类技能蓝耗 可蓄力导箭 激发 风诀 状态 风诀 重镜加持 锐风处决 对生命值低于30%的单位 造成额外伤害 谢嘟嘟赐宝 怀州嘟嘟赐予的班纸 非常适合周元 相比弓箭类武器 班纸类的饰品 更珍贵 并且 这饰品还自带 风诀 效果 非常适合打残血爆发的副本boss 因此 饰品 风诀 体积虽小 却属于较为少见的贵重物品 不用客气 你们即使我手下将士 攻城后 我自然面上有光 特别是周元 你给了我很大惊喜 你这新元榜魁赠我颜面 使我欢喜 怎能不赐你些好物 来 你去喊话 让那些小子都停下 过来认识认识 待我离京城后 你们这些后辈 要多多来往 相互扶持 诺 一众侯府后辈 听闻周元便是新元榜魁 纷纷上前失礼 直言既是自家人 以后定要多多相聚 周都尉 你既能以武得魁 不只有无精进武艺的技巧 无他 唯苦恋儿 周元说 武艺精进别无他法 唯有苦修才能攻城 此话 赢得了怀州都督的赞同 也让诚意侯府内的一众少年 很是失望 周都尉所言极是 可我等难以察觉苦修进展 免不了懈怠浮躁 此乃常情 唯有自免 怀州都督打发走一众少年 带周元几人入了教场左侧片院 其内侍者立刻摆放茶点 递送香茶 众人安坐后 怀州都督才问起了庆宴的情况 周元 你可曾向储君其王与九卿魏魏 送去秦帖 送了 不过明日庆宴乃我思宴 储君与魏魏事务繁忙 应该无暇光临 是这个道理不假 但储君与魏魏是灵氏主神 你能得新元绑魁 不仅因为才能优异 也有他们欣赏提携的原因 否则 第一 第二那点细微差距 谁上谁下都说得过去 多谢都督提点 储君 魏魏之恩 原铭记在心 说完四人庆宴的话题 怀州都督又说了上元国宴的情况 言上元国宴有游炼 晚宴两场 让周元与陶伟做好准备 说不得要和皇族少年 少羽琳琅一同争列献礼 其中 皇族少年不用多说 少羽琳琅则比较特殊 由战死将官的直系后裔组成 非常勇猛激进 怀州都督的意思是 拿出些真本事扬威 否则那些难缠的少羽琳琅 不会服气 一场茶会 聊了大约半个多时辰 怀州都督又留周元几人用过餐后 才放几人离去 等周元几人走后 他又出府 前往了大卫监察部门孝氏府 可发现他国暗叹的踪迹 暂无 不过暗杀新元绑葵 好处多多 既能损我大卫颜面 计划出身矛盾 还能有利他治国情 他们没道理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明日绑葵思宴 便有劳侯爷多多费心了 他们不动则罢 若敢易动 我等孝氏与侯爷内外夹击 必让他们以写赎罪 周元还不知道 他已经有被暗杀的价值了 特别是那份有百姓梁家 成为新元绑葵的特殊身份 如果能在他的司宴上 将他这位名声正在发酵的 平民豪杰杀死 再释放一些薰贵豪族 打压百姓出身的谣言 定能影响大卫朝廷的公信力 因此 孝氏府主动联系了淮州都督 两方商议后决定暗中不防 随时反击 等到第二天 周元前往城西同河楼时 发现附近的街道上多了不少衙门捕头巡逻 周兄弟 你这名声真好用 我等向城西之所打了声招呼 他们便派出了不少捕快 沿街巡逻 两位兄长说笑了 非我面子大 而是餐宴贵客众多 由于是庆宴 来客又多 不便定在晚上 因此宴会定在了正午举办 自四时 上午九点开始 便有客人稀稀落落地赶来 至四时四刻 大约十点钟时左右 客人基本便到齐了 其中有个周参试者 怀州同乡代表 江府众人 成义侯府来客 还有一群兴高采烈的各家少年 储君齐王虽没有光临 却遣东宫卫士送来了庆礼 当 齐王次礼的声响传出时 参宴的众人皆感觉面上有光 乃至庆宴还未开始 气氛便热烈了起来 周元这是得到齐王认可了 能让储君记住名号 他的仕途估计会通畅无忧 不曾想 往日百姓少年 也能踏入朝堂显贵 更得国之储君看重 这次里收了 过几天再回礼 不就能入东宫了吗 周都尉当真是好运的 在一众客人的感慨之中 周元的私人庆宴便开始了 不出意外 来赴宴的大小孩童 相互玩闹时 还是有几个打了起来 在一众无良长辈的调节下 他们的玩闹成了鄙视 轮番上场对打 为庆宴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有几个还打出了真火气 私下里约着什么时间再打一次 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 不少校式服务者 伪装的巡接捕快 越发警惕 但整场庆宴下来 没有发生丝毫异常 也没人偷偷潜入 被包场的铜河楼 仿佛他们分析有误 那些隐藏在京城的他国暗探 并不重视百姓梁家出身的新榜魁 直到下午深时庆宴结束 他们才放松了警惕 确定不会有明面上的刺杀了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真正的危机 已经被伪装成了礼物 隐藏在众多的贺礼之中 好在周元较为特殊 不仅能看到领悟信息 还能将其收入物品栏中 使其变得毫无威胁 送完宾客后 各州将官护卫着武车庆礼 返回了将官会馆 在周元的邀请下 怀硕两州的将士 帮他整理起了各类礼物 并登记信息便于日后回礼 搁几个快看 这张虎皮多威风 红毛黑斑很少见啊 陆都尉整理物品时 发现了一张厚重的虎皮 没忍住 躲开看了一眼 那虎皮确实漂亮 不仅十分完整 毛色也异常鲜亮 若是制成假袍 定然十分威风 可这张虎皮在周元眼中 却有着不好的名称信息 鬼虎翼 如果是正常名称 倒也罢了 可这一个 翼 字 就有大问题了 确实威风 我得先收好 防止 你们给我顺走了 帮我看看 是谁送的虎皮 过些时日 我一定要重重谢他 听闻周元的话 怀硕两州的将士 君哈哈大笑 直言 君子不多人所好 要顺也顺点他不喜欢的 周元这边拿着虎皮 进入卧房 打开箱子 装作放置的样子 实际上却收入了 物品栏之中 还想传播什么鬼虎翼 我先断了你的源头 看你如何传播 周都尉查到了 送虎皮的是咱们淮州同乡 他的礼物清单上 写有虎皮二字 却没有写虎皮颜色 周元这边 查看淮州商谷 宋科赠送的礼物清单时 几个他国暗叹 也聚在一起 耐心等待 你们说 那位新元榜魁 能撑几天 最多三天吧 除非他把鬼虎皮 立即送人 否则放于屋内一晚 必然会感染一病 确实如此 等新元榜魁 在上元国宴时 突然暴毙 这事必然会闹得人尽皆知 那时真相为何就不重要了 寒门百姓会有自己的猜测 道具 鬼虎翼 介绍 鬼翼十一 分鬼虎 翼 魅 不祥 救 梦 折死 寄生 关 聚 骨 鬼虎非兽乃翼 有虎形如卧虎 寒夜从风就近捕食 猎心入体 振奋而闭 效果 单向型锁定意气 被锁定后一个时辰叠加一次 鬼虎 状态 36个时辰后 猛烈爆发 叠加 鬼虎 状态越多 爆发越猛烈 祝 十二兽时十一亿 可用于开启十二兽相关副本 鬼虎翼的杀伤力很强 并且前期不会出现染病征兆 如果叠加36个时辰的 鬼虎 状态 即便周圆能持续不屑 也可能扛不住瞬间的猛烈爆发 能开启十二兽相关副本 看来出产鬼虎翼的秘境 只是一个前置副本 周圆想不到 什么人用这种奇特道具谋杀他 不过没关系 既然鬼虎翼会在36个时辰后爆发 那谋害他的人 多半会在这段时间内暗中观察 只要他们多观察两次 并出现追踪迹象 周圆便能通过血条移动 锁定嫌疑目标 如此 在用能定位方向的鬼文咒标记目标 多个嫌疑目标聚集的区域 就有重大嫌疑 当然淮州那位商谷宋科 也有一定的嫌疑 是周圆需要标注的第一个目标 商谷宋科这个人不难找 临时结束后 他多次拜访淮州将官 并留下了自家住址 曾言 若缺少钱财 可直接循他借用 若想要在京置办宅院 也可找他帮忙 因此 周圆知道他的居所在何处 也就很容易找到他了 在与淮硕两周的将士 整理好礼物清单后 周圆又拿出了一些礼物赠予他们 等得了空闲 他便找机会 翻出将官会馆 披上画皮 无赖道具 直奔北城永兴方市 商谷宋科的家并不难找 入方市从南往北属第七家 门口有金蝉石像的便士 锁定目标后 周圆先在附近寻了一家茶楼 登上三楼观景台耐心等待 直到夜色将近他才走出茶楼 从侧墙翻入商谷宋科的宅院 等夜色暗沉后 他根据之前用广木竹观察到的宅院结构 潜入了宅中内院居所 商谷宋科果然在那院房屋 周圆用匕首轻轻撬开一脚窗纸 对其标注鬼闻咒后 复耳倾听 其内先是嘻嘻闹闹 而后是粗重喘息 最后又归于平静 老爷 今日可见到你那同乡了 自然是见到了 那周圆得到了储君赏识 日后必定大有可为 细细碎碎的声响不时传出 却没有丝毫的异常 也没有说有关虎皮的话题 直到周圆准备离开时 才听到几句有用的信息 可惜了那张红虎皮 本来我还想做一件虎皮大大厂的 最后为增添礼物分量 只能送了出去 何须可惜 老爷若喜欢 再寻那皮毛商买一件便是 你不懂 黄虎多 白虎少 黑虎 红虎最罕见 又过了两刻钟 房内传出阵阵酷声时 周圆反身离开了宋家宅院 第二天一早 他故意装作采买礼物的样子 逛了几条街市 购置了一些礼物 前往江府道谢 期间果然有人暗中追随 远看只是一个小商贩 但周圆拐入街巷时 他不自觉地向街巷方向移动了几步 周圆给他标记了鬼闻咒 换了街巷后 发现还有其他人有追踪嫌疑 便一一用鬼闻咒标记 当他离开江府 前往将官会馆时 其中一个被鬼闻咒标记的可疑目标 还远远调着 同样向将官会馆方向移动 等确定他真的入管休息后 那个被标记的可疑者 才向着南城走去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 周圆再次翻墙而出 途中寻找街巷盲区 披上画皮无赖道具 前往可疑目标移动的方向 在他缓步慢行时 那个目标逐渐停止了移动 怎么样 那星圆绑魁感染一病了吗 看不出来 但他连续两晚睡在将官会馆 要紧的财货 一定放在他的房屋之内 我认为多半是成了 明日深时自见分晓 成了就好 只是可惜了那张鬼虎皮 那东西若被校市府的人发现 便再也回不到咱们手中了 两人边说边吃饭 仿佛一对正常的百姓夫妻 在闲聊家常 直到天色有些昏黄时 一个人影非常突兀地 自一面同镜中浮出 该换班了 你们两个进去休息吧 我和老三放哨 如果周圆在此一定能发现 这是两对双胞胎 其中两两相似 服装挂饰也一模一样 好 小心警戒 一旦发现异常 就躲进镜中秘境 只要我们维持镜中 秘境的极限人数 外面的人就进不来 放心 我们潜伏这么多年 还未出过错 此时 周圆已经摸到了 可疑目标的居所 原本准备观察一番 再标注几个可疑目标 却没想到 新的可疑目标没有出现 原本标记的可疑目标 也突然消失了 死了 还是进入了秘境 这京城中 难道还有隐藏在方居的 小型秘境吗 无论是哪种问题 都证明了 这些可疑者并不简单 在周圆观察那间房屋时 新幻港的两位暗探 也发现了他的异常 那是何人 为何一直盯着我们的房屋观看 看外貌 应该是附近街道的无赖吧 多半在打什么坏主意 不对 你看他的体态 不像是慵懒的街头无赖 更像是汉勇舞者 不会是孝氏府的人吧 难道他们盯上我等吗 当周圆起身 准备前往那间鸣居时 两位暗探的瞳孔 瞬间放大 下意识抽出了随身匕首 且慢 不能和他打斗 若无法一击必杀 必然引起周边邻居的注意 只要他们一报关 我们的潜伏计划便失败了 走 进入境中秘境躲避 若他是个街头无赖 搜寻一些财货后 便会离开 若他是孝氏府的舞者 发现屋内无人后 便不会乱动室内物品 从而打草惊蛇 我们这一躲 便能试出他的身份 还能测出 我们是否暴露 两位暗探迅速达成一致 将斑驳铜镜 放在床头桌案上 依次进入了其中躲避 如此一来 整座房间便毫无破绽了 仿佛一间无比正常的百姓家宅 知呀 带有小院的民宅大门被推开 其内只有一座卧房 与木架搭建的杂物间 独人车紧挨着灶台摆放 披好的木柴堆积在夯土墙一侧 三只弹机正在小院中 着实散落的鼓励 院门打开的洞景 惊动了这些胆小的家禽 咯咯几声挥动着短小的翅膀 四散而逃 这场景简直太像寻常百姓家了 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周圆见此反手关门 抬脚将匹柴的木桩点起 侧腿一踢使厚重木桩 撞向卧房木门 以它高达七点的金属性 这一脚下去虽收了力 但木桩依然如炮弹般 撞向卧房木门 砰的一声 本就不坚固的木门被打烂砸落 露出了一间既朴素又温馨的卧房 房主好像接了成衣的活计 床榻外侧放置木架 其上挂着多件还未完工的长短布衫 那张只有腿脚 床板的简洁木床上 还放着一个扁平竹框 其内有针线 剪刀 布驰等工具 如果正常人看到这一幕 多半会认为 房主一家有事外出了 即便校市府的专业监察室 也很难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但这一切 在周圆眼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破绽 那便是 放在床头桌案上 有些陈旧的普通铜镜 道具 水月铜剑 明珠副本入口之一 建议挑战等级15 建议挑战人数5 镜子上有昏黄悬窝闪烁 却没有转动的痕迹 这种现象代表内部人数充足 暂时无法进入 这是顿入明珠副本了吧 没想到他们手中 还有直通秘境的道具 这种躲避方法确实安全 只需在内部囤放一些食物饮水 便是绝佳的安全屋 周圆将水月铜剑拿到手中 轻轻敲击两下 清脆的声响 冰凉的金属触感 背部若隐若现的铜绿 使其宛弱一枚做工粗糙的寻常铜镜 老实说 这些可疑目标的操作 超出了周圆的预料 他们网镜中秘境一朵 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充其量只能熬下去 但水月铜剑是系统认证的道具 这就给了周圆可操作的空间 他转手将水月铜剑收入了物品栏中 然后观察起了详细介绍 道具 水月铜剑 介绍 灵花鸣镜 金玉宝剑 观星铜水月 节领得明珠 风月自映 水月自照 海月自节 魏祖笔清华 鲜鹿明珠 巨能方其朗润 效果 水月铜剑 海月玉剑 风月宝剑 皆可映照通道 通行明珠副本 著 据其金玉宝剑 可由明珠副本进入特殊场景 静中天 周圆查看水月铜剑的效果后 才发现这东西非常适合做暗探的避难所 只不过 他们不知道 据其金玉宝剑能入境中天 否则绝不会将水月铜剑当作安全屋使用 入了我的物品栏 你们又该如何脱身 在周圆查看水月铜剑的信息时 明珠副本内的两对双胞胎 与一名枯黄老汉 也在观察秘境的出入口 那色橙昏黄的出入口 很像一面昏尘铜镜 竟能隐隐映出水月铜剑的镜面倒影 因此 他们模糊看到 一个人走入房间 又看到铜镜被翻了过去 对着珠岸的方向照应 随后便陷入一片漆黑 仿佛被彻底翻倒 又或是被丢入包裹中存放 不是 一面破镜子都拿 封经本地的无赖 也太记不择实了吧 那大卫皇帝每年节庆 不是会给京城百姓 发些木炭炎堂吗 咋还能看上一面破镜子 或许是外地人士 没有京城户籍 自然享受不到 为国彰显仁德的恩赐 那也不对啊 没京城户籍 还做无赖混混 岂不早被逐回地方了 周元的行为使明珠蜜境内的武人 认定他是一位比较凶悍的无赖混混 否则实在解释不清 孝氏府的监察室 为何如此业余 此举 别说沉稳钓鱼了 连鱼缸都给掀了 哪个暗探还能看不出异常 你们说 它是不是故意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认为 家中遭贼 而非被孝氏府盯上 不会 手段太过捉练 打草惊蛇 不如不做 此言有理 但仍需谨慎 我们先藏几个时辰 等深夜时分 我前雪咒指人出去探查 若真是个无赖混混 雪咒指人自然会杀了他 若是武者陷阱 雪咒指人被迫 我们再重新谋划 五位暗探之所以要快速反应 而非安心隐藏几日 是担心连续几日不回家 使明面上的身份出问题 那时 若有灵给报个失踪 加上闯宅无赖的粗暴盗窃 很可能会让官府立案 封京作为大卫守善之地 若有一整家 在上缘国宴期间被害 金赵银与武成提齐 非要疯了不可 因此 按他们的时间一样很紧 不能长时间不出现在 有灵同祥面前 否则他们潜伏多年的身份 便会与金城府衙发生交集 深夜 由于周园有满籍 休养 既能 每天睡两个时辰 便能精力充沛 所以他并没有按时休息 而是一边品读 射雷驱邪法 一边时不时查看水月铜箭的状态 他们若是突然离开副本 又会发生什么 是无法离开 还是成为物品栏中的陈猎物 咦 来了 还真是谨慎啊 周园正在思索物品栏 与副本道具结合 会有什么神奇表现时 属性面板突然给出了反馈 丁 获得血骤指人一 道具 血骤指人 介绍 心血为瘾 地魂入柱 呈三寸三分丰锐之态 可切金断玉 效果 骤血之躯 须时时补充气血 骤令十八 可下沙 躲 负 伤等令 助 当前处于血骤杀令状态 会锁定公杀生命值 高于0%的最近目标 平白无故得到了一种特殊道具 周园相当满意 明珠副本内的五位密探 也同样满意 血骤指人的状态如何 很好 血骤指人上附着我之地魂 若其死亡 我早该吐血重伤了 看来 那无赖混混 只是长得较为凶悍罢了 没什么太大的本事 你们等着 我先用锁骨术压缩身形出去看上眼 好 万分小心 无论有无异常 皆第一时间返回秘境汇报情报 丁 获得压缩的复合材料1 压缩的复合材料 介绍 由阴魂 血肉 灵气压缩而成的复合材料 能用于吸引阴鬼类 野兽类单位的注意 使其自发为惧 周园看着物品栏内的复合材料 陷入了深思 他好像发现了一种卡爆的方法 只要将对手丢入水月铜剑 再将铜剑快速收入物品栏 便能将其彻底封印 如果对手敢离开水月铜剑 就会变成复合材料 如果对手万分谨慎 不敢离开水月铜剑 也能将其长期囚禁 可惜 此法对无知副本怪来说 作用有限 他们没有仇恨目标后 会陷入待机状态 能在水月铜剑中 耗到天荒地牢 就算不能用来刷副本怪 这波也赚大了 水月铜剑收纳 物品栏改造 两项功能结合起来 很像是传说中的神奇法宝 在周园思考 怎么利用bug 卡出一只集收纳 炼化为一体的法宝石 水月铜剑内的四名暗探 却异常焦急 怎么回事 老丁出去这么久了 为何还没回来 以他的保命能力 不该被人瞬间击杀才对 大哥说的对 这种情况太时常了 老征一贯谨慎小心 即便探路 也要先放血咒指人试探 他不可能 再离开密经入口的范围 事情麻烦了 老丁多半被控制 或被击杀了 那无赖混混 恐怕是隐藏的精锐杀手 其背后 很可能有善用或心术的同伴 水月铜剑内的四个暗探 怎么也想不通 什么人会在深夜埋伏一面 陈旧铜镜 难道那些人见过类似的奇物 并一眼认出 铜镜中藏匿舞者暗探 可这也说不通啊 何人会有那等超凡眼力 还对一面镜子 布置必杀陷阱 我们危险了 快来不防 等外来者闯入 我们便第一时间控制他 四名暗探 看着秘境出入口的位置 只感觉 那里随时会冒出强力对手 但那道宛若昏黄镜面的出入口 漆黑一片 异常安静 仿佛他们的忧虑皆是多余 对方在外 我们在内 此时秘境的极限人数已破 我们反而成为了尽忠之球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分组吧 两两一组 轮换警惕 尽力维持战斗状态 四名暗探心存畏惧 不敢随意离开秘境 好在秘境内储存了食物饮水 还有多足补气灵物 否则他们连耗下去的资格都不会有 但这种长时间维持警惕的状态 是很累人的 身体上的疲劳 还能通过轮换恢复 心理上的压力 却只会越积越多 在他们努力维持警戒时 周元却准备利用bug 卡出一种新技能 他先取出桃竹画卷 放出一只二十级 因火赤狮随从 然后在手掌触碰到 因火赤狮之前 突然从物品栏中 取出水月铜剑 下一刻 因火赤狮消失不见 水月铜剑 也被他再次收入了 物品栏之中 可行 太可行了 我这招掌中秘境 虽需一定的操作时间 但也是真正的必杀技 眼看自己的想法能够实现 周元又想出了一种陷阱布置法 在遇到危险时 可以将水月铜剑取出 自己躲入其中 若追杀者紧随而入 便立刻退出副本 再将水月铜剑收入物品栏 不过这种方法风险极大 正常人只会先妥善保管铜镜 不会鲁莽追入未知秘境 掌中秘境很有潜力 却只能用来单对单 或搞突然袭击 否则被人看出效果后 定然会被被中远距离5G击火攻击 对周元来说 掌中秘境最大的劣势 这会让对手误以为 水月铜剑是一剑灵真一宝 进而引发更多的敌人追夺 因此 水月宝剑配合物品栏的效果 虽然强大 但也需谨慎使用 在周元分析掌中 秘境的优劣利弊时 镜中秘境内的四名暗探 也看到了新的希望 之所以会这样 并非他们能轻易碾压20级 萤火赤尸 而是他们另有所图 有敌来犯 莫要杀他 尽量控制 只要我们将其控制 再次维持秘境内的极限人数 外人就进不来了 可行 探路者的实力绝对不弱 但也不会是什么强力武者 强者的地位较高 任何时候 都不会被当作陆探使用 四名暗探想得很对 周元不会鲁莽地 冲入镜中秘境 但他们又想错了一点 那便是 来者根本不是什么武者 而是正经的无知妖魔 岂有人形身躯 外腹骨骼犹如假皱 还有一层细密的红色绒毛 简直太有迷惑性了 四名暗探最初还以为 对方是隐藏面貌的披甲武者 等因火赤狮 张开血盆大嘴 喷出一道附着尸毒 势口杀的火柱时 他们才发现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竟敢在封京饲养妖魔 好啊 这是个比我们罪责还大的试炼 放手攻击 卸其四肢 堵其火口 我等先和他们耗个一年半载 再找机会离开秘境 寻个赌徒去孝氏府举报 如此一来 这些囚禁我们的人 皆会被魏国朝廷清楚 想得很好 秘境内的粮草储备 也能撑个一年半载 但因火赤狮 可不是好控制的 它不仅攻高防高 还带有尸毒 赤口杀两种复合毒素 这些毒素 在烈火的作用下 不断向四周挥发 既创造了有力因火赤狮的火毒环境 又对善于躲闪的暗探 叠加了多重负面状态 仅仅过了一刻钟后 企图控制因火赤狮 而飞机杀的暗探四人组 便觉察到了异常 小心 这妖魔身孕剧毒 我感觉身躯有些僵硬 灵气也在无故减少 好阴险的探路时 此妖魔不可再留 否则我们耗不了几日 便会被她的毒气先毒死 全力击杀她 莫让她再持续增服毒气了 当四名暗探 正面对战因火赤狮时 才发现 这东西 有多么的难搞 在他们看来 因火赤狮 不像是普通妖魔 更像是南缠的秘境妖魔手里 特别是那口炽热带毒的火焰 简直断绝了 他们上前进战的可能 麻烦了 先引导她与我们调换位置 如果无法将其击杀 我们便一同冲出秘境 往孝师府方向逃命 无论如何 也要让这些胆大妄为者 付出代价 丁 获得压缩的复合材料4 四名暗探发现 想要击杀阴火赤狮 很可能付出伤亡代价 便选择了退出秘境 他们担心 好不容易击杀阴火赤狮后 守在境外的敌人会 再送一只进来 因此 在慢性死亡 与赌一把逃命之间 他们选择了赌一把 他们认为 就算境外的敌人再凶悍 也不可能瞬间击杀他们四人 只要他们能逃脱包围 在京城内展开无差别攻击 制造混乱 大魏朝廷就会瞬间做出反应 那时抢夺铜镜的势力 必然会遭到牵连打击 说不得 他们还能见到 明镇诸国的大魏 进军魏武族 按他们想得很好 也很有实时可能 但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处境 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他们一起 进入了物品栏之中 成为了特殊的复合材料 周元得到系统提示后 又将一只阴火赤狮 投入了水月铜箭 然后才激活 归息 状态 进入其中 当他进入水月铜箭后才发现 所谓的明珠副本 内部空间并不大 此处大约有三进宅院大小 天空中悬挂着一枚硕大的明珠 那颗明珠并不释放光亮 反而如同一面镜子般 倒映整个副本的场景 典雅的宅院大门上 悬挂一块牌匾 尚书 明珠敬府 四个大字 周元并没有急着进入宅院 而是在两只阴火赤狮的护卫下 对着天上的明珠射了一箭 这一箭虽然击中了明珠 却仿佛落入了水中映月一般 荡起刀刀剥文后 又坠落下来 水月明珠 果然只可观 不可入 两只阴火赤狮开道 周元仔细查找院内的各个房间 没多久 便确定了院中的物资分类 其中有腊肉 油粮 盐糖 饮水等生活物资 也有不少备用兵器 盾牌 皮甲 最值钱的 当属两侠半斧新单 其能补气回栏 每侠30平 共78平 回血的宝药也有一侠 其中有用于外伤的侧摆散 也有治疗内伤的羊餐液 共32分 这些灵药看起来不少 却不可能支撑五名暗杀者 今年累月的消耗 它们大概率还有补获渠道 能够定时获得补给 至于为什么不在秘境内 放置巨量灵物 从而维持暗杀者的长期消耗 周元认为是价值问题 当秘境内堆积的灵物过多时 暗杀者便没了后顾之忧 要么消极代工 要么卷款潜逃 不过 对周元来说 这些灵药的价值也就那样 能够不断刷新 并提供经验值与暴露物的明珠副本 才是细水长流的宝藏 明珠副本的建议 挑战等级为15 建议挑战人数为5人 两只阴火赤狮大概率 无法完成单刷 我需要再捕获几只随从了 周元收好灵药 与无饼品质一般 有系统 标注的备用武器后 并没有理会副本内的普通杂物 而是展开陶竹画卷 回收了两只阴火赤狮 直接退出明珠副本 使其刷新 对于新到手的随身副本 它需要先探索内部的危险程度 并估算出什么样的随从 能够组队完成攻略 只要这个自动化的经验生产线搭建完成 它便能获得充足的经验值 与血药蓝药了 再次通过水月铜剑 进入明珠副本后 内部果然刷新出了副本罐 十级镜斧家丁 十五级明珠守卫 十八级明镜账房 其中镜斧家丁属于五甲不一罐 手中仅有一条熟铜棍 明珠守卫 身着半身铁甲 头罩斗利盔 有的手持刀盾 有的手持弓母 明镜账房最为奇特 一身锦衣礼冠 手中平放着一把金铁算盘 如果光看数量的话 外院只有三十余只怪 并不会很难刷 但它们的站位较为密集 引动任何一只怪 都会同时触发三十余只怪的战斗判定 好在 周元有两只高防高宫的二十级 因火赤狮 前排防线构建得非常稳定 在打残三只明珠守卫后 它又接上获新术 用陶竹画卷将其抓捕 扩充前排随从数量 如此一来 它的推进便更顺利了 唯有那只十八级明镜帐房有些麻烦 它竟然是一只大范围攻击的暗器高手 其每次挥动算盘 便有十三枚算珠 呈扇形轨迹飞出 使前排随从雨露均粘 这些攻击对阴火赤狮来说倒没什么 对忠诚度极低的新随从来说 却是不可承受之重 十八级明镜帐房 每发动两次范围攻击 便能使周元新捕获的随从忠诚度下降 劲叛变 即便它发动巨异技能 暂时稳住中程掉落 残血的随从也顶不了几下范围攻击 便会耗尽卸量 这使得十五级明镜守卫成为了墙头草 一会儿攻击副本怪 一会儿又攻击阴火赤狮 不过 有两只强悍的阴火赤狮顶在前面 一口口赤煞阴火下来 普本怪很快就被清空了 那只十八级明镜帐房 挨了周元两只赤鹊剑 又被两只阴火赤狮个喷了一口后 也爆出了掉落物 丁 明珠副本内的暴率其实不低 明珠粉是回蓝药 单沉杀是辟邪破障的材料 散制法则较为特殊 其不以精准为主 反重投掷范围 五级 散制法 介绍 毒精重投 何惧群敌 物散自分 治愈人间 头枪制刀 攻杀敌扣 单杀着劲 妖魔必退 效果 为投掷物分助灵器 增幅射成与伤害 三级头枪 五级制珠 十级散杀 散制法 明显适合单沉杀配套的 这种破鞋类的材料 如果用满级的散制法投出 必然会对阴鞋类单位 造成大量杀伤 好在18级明镜账房 还处于蜘蛛阶段 没达到散杀阶段 否则周元的阴火斥尸 也得被打出破鞋伤害 我的神属性 还是有些低了 不然用祸心术将它控住 抓为随从 我的队伍就有范围性 远攻了 整理完收获后 周元带领随从推进内院 发现该副本BOSS的身旁 还有着一只精英怪守护 20级明珠庄主 19级禁服管家 明珠庄主手带一双 附有银线纹路的黑皮手套 左右腰侧各挂一个药囊 禁服管家手持一杆长枪 带领12只明珠守卫 护卫在明珠庄主身前 小怪近战护卫 BOSS远程攻击 这配置对武者小队来说 确实比较难搞 20级明珠庄主的攻击 判定范围较大 周元与随从队伍刚推进内院 他便主动发起了攻击 同样的扇形范围攻击 他比18级明镜帐房的 投掷范围更大 并且其投掷物 也不是粒粒分明的算珠 而是一片色彩艳丽的毒砂 这种毒砂 虽然仅有严厉大小 却携带着巨大的净力 宛若离弦之剑般迅疾 BOSS明珠庄主 仅仅发动了一次攻击 周元的前排随从 变成了大花脸 那些毒砂一粒粒打破 酸胀皮肤 烫出水泡 好在阴火吃湿不是正常单位 早已没了血肉身躯的 绝大多数弱点 因此 即便毒砂一样 打破了他们没有附着骨甲的皮肤 却没有发生剧毒蒸腾反应 仅仅削了他们3%的血条 还没有18级明镜帐房的 蒜珠来得通 原来是个主打范围性 复毒伤害的BOSS 其本身物理伤害并不高 明珠庄主的攻击方式 使周元意识到 虽然将蒜珠换成毒砂后 变得更加防不胜防 也能快速复毒 但一样会分散力量的凝聚 减轻物理攻击效果 这种缺点 面对正常舞者时 能靠投掷范围与毒素叠加抵消 可面对僵尸类的怪物时 就不好用了 因火赤湿身上细密的绒毛 与僵死的皮肤 成为了天然的防护层 隔绝了绒血毒砂的大部分伤害 不过 BOSS明珠庄主 明显有应对这种情况的判定逻辑 在一记五毒砂 清掉周园的三只人形随从后 便从左侧药囊中取出一把单尘纱 准备再次使用散制法 力 血煞与赤鹊之火交融 会呈珠红灵雀 发出一阵尖锐的提名声 瞬间定入明珠庄主的肩膀 砰的一声爆响 明珠庄主的左肩 被炸出一个孔洞 露出森白的骨骼 这还没完 需要前腰的珠红之剑激发后 周园又紧随其后 张弓三星连珠 趁明珠庄主 被珠红之剑 打出击退效果的机会 这次攻击目标 是他的右肩 三只附着赤鹊之焰的箭只 依次击中同一个位置 砰 三声爆炸声接连响起 三星连珠造成的连续伤害 又致残了明珠庄主的右肩 这四剑 不仅降低了他的攻击速度 也带走了他21%的血量 相比明珠庄主 仅有十几米的散制范围 从而被周园这个远程射手压着打 十九级镜副管家那边也很抽象 他用很传统的近战武技 攻击两只鹰火赤狮 并且冲在队伍最前面 奈何他的对手不讲武德 尤其克制近战假释 他还没攻击几下 就被喷了足足四口复毒火柱 如此近距离的赤煞鹰火连续喷射 镜副管家的上半身 被炙烤得漆黑一片 其不仅被附着燃烧状态 还被赤煞鹰火叠加了多层中毒效果 如此一来 镜副管家哪里还能扛得住 在智芒 智残的多重削弱下 很快便被两只鹰火赤狮击杀 他一死 其他的十五级明珠守卫 就更不可能是鹰火赤狮的对手了 这使得战场局势发生了改变 从副本怪围攻前排随从 变成了攻略队包围boss 在这个过程中 周元一直死死盯着明珠庄主 避免其制出单尘杀 从而打出破鞋伤害 为此 明珠庄主的双臂上插满了剑支 只要他一有攻击动作 便会被急持的剑支打断 等十五级明珠守卫被清空后 明珠庄主的形势 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 当他的生命值低于30%时 才突然爆发反击 只见齐向身前喷出一口灵气 光洁如镜 映出倒影 神奇的是 那倒影的头上竟然也有血条 而且是100%的满值 随后 周元与两只鹰火赤狮的攻击 明明落到了他的身上 却只荡起倒倒波纹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镜中 倒影的血条爆降 并且还出现流血 致残 燃烧等效果 这使得境外的明珠庄主 犹如水中倒影 境内的倒影 反而是本体 周元尝试向气化临近射了一件 发现只能削减其大小 不能对境内与境外的明珠庄主 造成丝毫损伤 看来破解此竹 只有两种办法了 要么造成大量伤害 清空境中倒影的血条 要么盯着气化临近持续攻击 优先打破那面镜子 至于拖时间 等数法自动结束 周元认为不太可行 因为明珠庄主的攻击欲望很高 等待数法结束的时间内 他不知道会打出多少次范围攻击 好在 境外的明珠庄主血量 已经低于30% 能够触发 风诀 扳指的残血处决效果了 这使得周元蓄力的血煞赤鹊剑 能打出更高的伤害 而这些伤害 又会正常扣除境中倒影的生命值 即便如此 两只萤火赤狮 还是品尝到了 满集散制法加单沉杀的厉害 这种范围攻击根本必无可避 不仅杀伤了萤火赤狮的血量 还将它们的身躯 打得滋滋作响 烟雾缭绕 那场景仿佛高温油锅炸豆腐般 油花四溅 外皮酥脆 更神奇的是 萤火赤狮竟然被叠加了 辟邪破障 状态 这可真是人之正阳 邪之剧毒 在这种打击下 两只萤火赤狮的血条暴跌 忠诚度也在缓缓下降 好在它们是有控制剂的 以血为石 赤煞瘾火 火试院区三个技能中的 以血为石 就拥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当它们血条低于30%时 便触发了 以血为石 技能 轮流上前情 爆明珠庄主 饮血流毒 它们被明珠庄主挣脱的瞬间 还会接上一口赤煞瘾火 灼伤其头颅与胸腔 这样一来 镜中倒影的血条不仅暴跌 还变成了上黑下白的半焦炭状态 在周园主攻 两只萤火赤尸体主控的打击下 镜中倒影的血条逐渐被清空 与此同时 那面气化灵静也瞬间破碎 消失不见 能承担不良状态与伤害的镜中 倒影消失后 明珠庄主再次陷入被动 既被萤火赤尸擎抓喷火 又被周园的血煞赤雀剑接连处决 挣扎几下 便爆出了掉落物 丁 获得五毒沙武 丹臣沙武 银纹蛇皮护手一 临镜术一 临镜竹 这应该就是明珠庄主之前用的替伤术了 技能 临镜术 介绍 解了朱法 如幻如燕 如水中月 映照可见 水与镜也 星象风神 月与花也 水成镜朗 花月婉然 自现镜花水月 效果 消耗大量灵气 制造一面替伤临镜 在临镜持续期间 非真实锁定类伤害 皆会被镜中倒影承受 助 技能等级越高 临镜持续时间越长 消耗灵气越多 替伤效果越好 一级临镜竹持续三分钟 满级临镜术 可持续三十分钟 临镜术的效果很强 相当于有了第二管血条 对周园来说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 用好了 能够在一定时间内 无视常规负面状态 不过 这技能需要的经验也比较多 一级一千 十级一万 共需五万五千经验值 周园剩余的经验值 无法将其直接升到满级 便选择了先升到五级 等多积攒些经验再加满 另外 明珠庄主爆出的五毒纱 单尘纱 银纹蛇皮护手 也都是不错的东西 其中五毒纱是五毒精粹 毒性猛烈 单尘纱可辟邪破障 银纹蛇皮护手 能隔绝毒素 增幅首部防御 相比于明珠庄主的慷慨 明珠副本的产物 就显得很匮乏了 庄主书房内的同志宝箱内 只有一本冷月枪术 还有两份明珠粉 两份五毒纱 宝箱产量过低了 难怪会被当作秘密基地使用 顺手使用了冷月枪术后 周园离开了水月铜剑 激活 休养 技能 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太长寺的官吏 就抵达了将官会馆 主委将军 快快洗漱用餐 待会儿需要换上统一的罩袍 入上林院 参加上员国宴 各州将官文言不敢耽搁 快速洗漱后 以酱菜为主 肉包为主 又加了碗西粥 填饱肚子 众人皆不奢望 在上员国宴填饱肚子 打算多吃点肉食 成果今日便好 等众人吃过早饭后 太长寺的理官派出一将 帮他们整理仪态 修整虚发 期间为了固定两鬓发丝 还用了一种调配的特制药水 将杂乱发丝 竖成整体 诸位将军 这是你们的将红猪袍 需要披在盔甲之外 彰显威夷 在太长寺官吏的调整下 各州将官 很快变成了一尊尊威武雄壮的金刚力士 特别是那只盔甲 外照猪袍的搭配 既显强硬之刚 又有柔顺之美 妥了 诸位将军神态威夷 实乃上上体态 不过入上灵院之前 诸位还需知晓半价流程 入选十八市 入院后立于陛下身后 随地而行 纵马骑程时 亦要保持队形有序 不可散漫乱行 落选将官入警卫一帐 扮于军阵两侧 驻守营地四周 此乃半地出游的好机遇 诸位不可犯错 谨慎随众便可 半地出游在大魏 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但落选的各州将士 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他们就要离京了 回到各州军营 独自消化这段时间的荣誉与失望 他们之所以能留到现在 是因为他们在大魏国里中 属于后继国事 既是国事 就该参加上元国宴 也该见见大魏的皇帝 与九卿重臣 各州都督 因此 距离大魏皇帝最近的时刻 也是他们留住京城的最后时刻 嘿 兄弟们振作起来 此番入京得见各地豪杰 又得半地出游 与朝堂诸公同宴同领的机会 如此还有和汉 若想留下 回去磨练武艺再来便是 是即 今日巡游当张显我等武制 不可枉费机遇 周远几个入选者并没有说话 将自我振奋的空间 留给了落选者 他们不需要怜悯 更需要认同 就像大魏朝廷 依旧承认 他们是后继国事的认同 等他们走出将官会馆时 馆外早有禁军士族牵马而立 这次他们将驾驭战马入上陵院 而非登上象征荣誉的战车 被士族牵引入宫 呜呜的脚声响起 各州将官驾驭战马小步慢跑 整齐地离开了将官会馆 寒风扶起门顶上的刀刀红纸 他们贴下的赤口 仿佛也在为他们送行 上陵院是一座大型园林 规模宏大 宫式成群 内部景观优美 功能众多 其既是皇帝狩猎出游之地 也是军事演训 处理军务之所 常有羽灵禁军驻守 为少羽灵狼盈训之处 可以说 这里是禁军羽灵营的核心地区 少羽灵狼的存在 更使羽灵营有源源不断的 新鲜血液补充 这些战死将官的后裔 从小享受父辈的荣耀 国家的供养 加上羽灵狼将的授业 早已变成了一个个忠永卫士 但这种骄傲 与对民间事务的隔绝 也使他们非常激进汉勇 因此 除了大魏皇帝与储君之外 很少有人能影响这支 自带培育体系的军队 就更别说私自调动了 这种国军才能调度的天子清军 无疑是高傲的 不过 与邻军的迎风 本就是刻意引导而成 没人会为这种事生气 哪天 他们若变得客气了 不是大魏皇帝失事了 就是凶横镇压朝廷重臣后 需要展现友善 只行 出示文书 应信 周园一行人抵达上陵院左营卫后 便被一队雨林军拦下 要求出示武官经营与朝廷文书 各州将官只是正常查验 唯有被授予雨林郎身份的周园与杜毅 被多查看了几眼 两位将军虽尚未归营 但既有了雨林郎身份 入院后当负起职责 我等明白 必协助同僚护卫国宴 一队雨林骑士 两位未上岗的雨林郎 带着各州将官经左宫卫所 入了上陵院 此时上陵院内的已经有不少朝臣抵达 武将接着盔甲外照将袍 文官多穿礼服 配件邪功 大魏皇帝还未到 储君齐王却到了 他也是一身将甲 外腹紧袍 看起来多了一份汉勇之气 见周园等人入场后 他还遣亲卫 引各州将官归队 朱君安好 言武功一别 已有多日不曾与朱君相聚 待会儿 朱君涉猎物后 定要分我一份肉食 我拿煤酒与朱君交换 大王公正 我等必有猎物成上 好 朱君难得入京一次 不可匆匆而来 拜信而归 待供引庆贺后 请勿离散 无有赠礼 送于朱君返乡 大魏储君知道 无论是入选之事 还是落选将官 都是国之干才 他早晚会接过大魏的管理权 在场的所有人 都会成为他的下属 因此 他对年轻的各州将官十分友好 彰显大魏的未来充满希望 在大魏的国力中 储君确实能够一定程度 代表国之未来 他的友善表现 使年轻将官们 认为自己也是国之未来 在这种国之未来的情感连接下 各州将官心中笼统的中军概念 逐渐变得更加清晰 有了以国式报之的信念 我等多谢大王赐礼 定不负大王之恩 招待好各州将官后 储君其 王又忙着拜会各州都督 严诸位为国奔波 劳苦功高 请接受他的败谢 各州都督 哪肯让储君败谢他们 纷纷上前搀扶 直言 尽忠职守乃分内之事 我等不敢鞠躬 如此一来 有着储君身份加持的齐王 紧动动嘴皮子 便赢得了一众朝臣的好感 这让周元意识到 在大魏这种 皇室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 朝臣们最需要的 不是威仪 而是尊重 直到一队 打着五位旗的 悬甲骑士出现后 储君齐王 才停止招待工作 与临旗入阵 陛下将至 请诸位上马待命 呜呜的低沉号角声响起 无论是武将 还是文士 接上马待命 在大魏这个上午入水的国家 即便是文官 也能策马扬鞭 根本不存在乘车随行的情况 哒哒哒 奔腾的战马掀起烟尘 引起震动 连绵的马蹄声 飘扬的五威骑 裹挟着一只汉勇骑军出现 开路先锋 为两名四十五级 为百江率领的四十级卫武族队伍 随后 是大魏皇帝亲自率领的虎奔卫 最后是一支 由皇族少年 与少羽灵狼组成的混编队伍 那位年过五旬的大魏皇帝 身着红甲悬袍 手持有一柄星光闪耀的宝宫 雷谷入阵 我等与陛下同行 周元等入选者 与朝堂重臣 追随楚军齐王加入中军 羽灵狼将率领羽灵魏分左右两军 护卫中军左右 落选者的各州将士 也在左右军阵中 跟随羽灵魏 一同护卫国军 此刻朝堂重臣 各州将士 国之少年 组成了一支军队 在大魏皇帝的帅旗指挥下 共同策马前进 这一刻 他们前进的方向 便是整个大魏的方向 他们将一同驾于大魏这架战车 纵横四野 作为皇家猎场 上陵院无疑是很大的 但只要有脑子的动物 看到这只肃杀骑士后 都会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因此 想在上陵院狩猎 也得看猎物 是经验丰富的幸存者 还是心来的憨憨 不出所料 猛兽的危机意识 还是很强的 刚听到连绵的马蹄声 便一个个躲了起来 会挖洞的 更是跑回洞穴 将自己埋起来 只留一个小小的孔洞 探鼻呼吸 就连园林之中的鸟类 都先后起飞 向着眼山的方向飞去 这使得整座猎场 瞬间变得十分整洁 除了奔腾的骑士外 根本看不到什么珍稀猛兽 苍蝇耀艳 不过 这些正常猛兽 不给大魏皇帝面子 秘境内的猛兽 还是要给面子的 等军阵逐渐减速停下时 周园发现 连接眼山的丘陵处 屹立着一道大型蓝黑漩涡 其周边被修建围场 又连接两座军宝 呈银寨结构 副本 百兽之灵 建议挑战等级5-20 建议挑战人数1-200 这处副本 明显是一座大型副本 估计也是一处训练军阵 产出肉食与物资的重要秘境 光阴合集 白居过细 转瞬又是一年 姑还记得上次围猎与仲卿同享猎物 当时还遗憾宴会短暂 不慎痛快 现在好了 可再来一次弥补思念 陛下若想涉猎 何不多办几日 不成啊 父皇生前叮嘱最多的话 便是客己止欲 姑时时谨记 不敢放纵 盖因这天下 没人能约束姑的德行 若再不 自行约束 恐待坏后辈子嗣 大魏皇帝很清楚 他能力忠上 不代表所有后辈 皆能力忠上 他准备一生旅行 克己止欲 并在死前 将其化为大魏祖训 牢牢约束后辈帝王 想实现这个目标 首先要自我遵守 并成为一名有工业的帝王 否则后辈帝王 即便表面遵守 心中也不会服气 因此 大魏皇帝的正常生活 并不奢华 甚至比很多朝臣更为节俭 后宫也只有一位皇后 六位正妃 并无各类名分的朝夷公俄 现在看来 他的言传身教很有效 至少他的储君各项行为 揭累他 能够托付大宴 去江湖的四方顶取来 今日姑要与朱青同顶而食 上元国宴 并不像新元庆宴那般精致典雅 反而透露着一种粗犷的君与气息 在这天大魏皇帝是主帅 朝堂诸臣是将士 众人将在营中作乐 招式大魏以武立国 以武传国的风骨 陛下可待日月狐了 臣一直惦记 那口乾坤酒 放心自然带了 阴阳汇聚 天地交融之灵酒 姑断然不会独享 大魏皇帝与九卿众臣说说笑笑入营 翻身下马后 将马鞭丢给亲卫 引领一众朝臣入营房安坐 营帐的隔联全部被卷起 只留立柱挺立 使将士们能够随时看到大魏皇帝与九卿众臣 起篝火 闻酒茶 宿卫将军指挥着士族忙碌 大魏皇帝与十三位都督 有说有笑地交谈 后军的皇族少年与少羽琳琅入营后 纷纷整理起弓箭刀具 准备随时入秘境围猎野兽 他们的目光不时投向周园挤人 神色跃跃欲试 其中周园受到的关注最多 那些少年很想试试长在国度的他们 与地方少年绑魁有何差距 反倒是洛选将军没有这份忧虑 皆被羽灵狼将安排 与羽灵卫共同守卫大仗 由于羽灵卫着战篮假袍 洛选者的诸红假袍 所以他们的身份很好分辨 朱军 这些国士今日守卫我等 待会儿还有各州武士 以猎物上乘我等 有位诚实 此乃忠勇大义 归去后定要善待他们 陛下放心 皆是我等麾下而郎 断然不会委屈他们 上元节的寒风 将军臣之间的对话 带入一个个护卫耳中 这一刻他们才发现 大卫何其丰柔 他年若得之而归 定要回报陛下爱护之恩 清水灌入四方鼎气之中 炭火填饰着厚重鼎 烹饪的气务已经备好 将士们也该上乘猎物了 让那些少年狼入围涉猎吧 告诉他们 今日涉猎有彩头 姑准备了三件礼物 赠予捕获猛兽者 大卫皇帝的话 开启了众少年 七代已久的涉猎献力 他们排成整齐队列 依次进入百兽之灵副本 周元等十八位入选者 也被羽林狼将引入其中 下一刻 围场迎债突然消失不见 连绵山峰 茂密丛林 清澈河流 共同组成了一块肥沃盆地 靠近丛林的草地处 有灰狼群徘徊 河流的暗滩处 有鳄鱼爬洞 清澈的天空中 有鸟雀飞舞 五级丛林狼 六级猎齿鳄 三级黄羽药 七级乌蛇利 二级找狸鼠 此处的名称不愧是 百兽之灵 各类猛兽飞擒 简直鼠不胜鼠 皇族少年与少羽林狼 很熟悉这里的地形 分成十余只十人小队 奔赴不同的方向 其中有九人留了下来 并主动迎向周园几人 周园 故意 让你们的兄弟自行狩猎去吧 我们来比试一番如何 领头的少年 外照青鸾袍 明显是皇族少年 或许因为水族存在的原因 大魏的图腾并非传统的龙骄 而是武德武凤 因此 身着凤 渊厨 月着 青鸾 红虎武凤袍者 多为皇族或薰贵公侯 比如淮州都督 成义侯张顺的袍服 就是象征高远之至的白色红虎 郎君打算如何比 听说你有两把弓 一约射火 一约流火 流火乃新宿火弓 不符合我等灵气倾向 所以我等九人接换了射火弓 以此公平较量 这些国度少年 考虑的还挺齐全 并没有要求比试什么刀枪剑技 而是选出善射之士 与周园比试 周园这边倒没什么问题 就是杜一惯用寒弓兵剑 这一换弓 必然会改变他的战斗节奏 杜兄认为如何 自然可行 我非绑魁 不怕名声有损 倒是周都尉 需要多多注意 莫摔了锋芒 眼看杜一这位 新元第二的薰贵子嗣 同一比试 那皇族少年 盲地上一张射虎弓 一壶解杀剑 此番比试 同弓同剑只论射数 请两位新元翘楚 放手施围 我等皆单人独猎 谁先开弓命中猎物 便算谁的 若不敌 可换我等同猎 令阴损高飞 实难猎杀 若能猎杀阴损 便是上等 国度少年们 并没有乱来 而是与周元 杜一组成了十一人小队 共同进退 避免危机 只不过 他们这只小队 分得有些散 每人接口含一枚响哨 以哨为好 哨响护员 随后 这群射手 变成散兵队形 进入了茂密丛林 五级丛林狼 六级猎齿鳄 由于实力较低 并没有吸引他们的注意 七级乌舍利的运气 便没那么好了 他们有灵虎之称 是国度少年的目标之一 因此 周元等人刚入山林 国度少年 便开始狩猎这些灵虎了 狩猎途中 周元发现了 两种较为特殊的灵虎 十级大舍利 三级舍利仔 再看其他的灵鼠 刺猬 花鹿 也有同样的情况 看来百兽副本 很适合抓兽型随从 不同的兽群之中 也会有各自的精英怪 当周元用摄虎弓 击杀一只大舍利时 还暴露出了一件奇特的材料 材料 舍利之魄 介绍 山中灵异披猫皮 洞穴藏身擅裂为 攀岩跨界形无阻 握血油和耐忍机 效果 风鼠受魄 可对装备增幅特效 增幅方向为穿灵 风形 减耗 柱 亦可用来灌注傀儡类道具与随从 强化其攻击判定 看到 舍利之魄 有如此奇效 周元瞬间来了精神 不再盯着高等级猎物击杀 而是着重击杀各类精英怪 在他的权力施展下 不仅获得了花鹿之魄 山珠之魄 卫蜀之魄 还惊动了同队的国都少年 他们发现 周元的箭支不仅迅击 而且异常精准 往往三箭齐发 瞬间击毙猎物 他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的 体力消耗 手臂疲劳 不会影响他的射数吗 就在几位国都少年疑惑时 周元突然开弓 对着天上连射几箭 一支赤药的腹枪 瞬间被打穿 直直地从空中坠落下来 国都少年虽然看不到等级信息 但也知道 药因不好射 更何况周元射的 还是身躯较小的赤药 不愧是新元宝魁 这等爆发力与蓄战力 确实不凡 如果换上各自的宝宫 国都少年们 还有鄙视的空间 在只论射数的情况下 即便他们三人联手 也不会有周元的效率高 今日方知百姓梁家登魁之间 他与以往的新元宝魁都不同 没有任何记忆上的缺陷 国都少年们 心中已隐隐福气 但周元的狩猎还未停止 这次 他盯上了一只 面部遍布白毛的棕色熊皮 奇貌诡异 久看暗切 十五级鬼面熊 标准的三星连珠起手 透过鬼面熊的眼洞 射穿其后脑头骨 哪怕没有流火弓的爆发加持 周元依然有 独自击杀大型猎物的能力 他不会要独自猎杀鬼熊吧 多少有些鲁莽了 国度少年本以为 鲁莽的周元会被鬼面熊追击 从而不得不吹动响哨 呼唤他们支援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他们见识到了 功能何等迅疾 连续的三星连珠 先后击穿鬼面熊的左右眼洞 然后是熊嘴熊鼻 几番打击下来 将鬼面熊的整张面皮撕烂 头骨击碎 使其成为了一只骨面熊 扑通一声 鬼面熊倒地不起 并爆出了一枚绿色光球 钉 获得鬼熊之破一 呜呜 尖锐的哨声被同时吹响 附近的射手快速赶来支援 不过 这次哨响不是谁遇到了危机 而是那名皇族少年 呼唤集合的响哨 周都尉之射数 神乎其神 我不如多倚 还望今后在雨林营时 周都尉能抽空教党一二 皇族少年认输后 入围狩猎便进入了尾声 营寨中 国军与朝城还等着猎物入顶 自然不可能 让将士们一直狩猎下去 最终周园呈上了一只鬼面熊 不仅获得了彩头 还获得了入账分食的待遇 周园你既出身怀州 便于成一猴身旁就坐吧 大顶烹煮食物 需要一定的时间 距于帐内的朝臣 便了起了一些国策 周园由百姓梁家到 新元榜葵的身份 成为了话题之一 大魏皇帝也趁机问了一些 他想知道的问题 周园 你曾与香野之间谋生 当对乡间百姓的生活非常了解 不知我大魏乡镇百姓是否安泰 足粮足是否 这问题很像新元临世时 储君齐王询问的那句 其州君政如何 百姓生活是否安泰 但周园不是摧鸿那种名门豪族子弟 乡镇状况也非各州 君政那般敏感 因此 他并没有避讳乡间百姓的辛劳 选择了直言相告 回陛下 陈生于乔西村 成年后入靖安军营 又因军功迁淮州大营 上京入室 因此所见地区风貌狭隘所言会有偏差 但陈所在的乔西村确实贫困 常以大黄米果腹 未能足也 家有丧喜 亦需相邻相助 才能勉强置办 周园的回答并未超出大魏皇帝的预料 他手下有的是暗叹 不会盲目认为大魏丰饶富足 他之所以这样发问 一是想看周园是否存城 二是 想借周园之口告诉各州都督 大魏国力虽然欣欣向荣 但地方亦有改善空间 为何如此 可是乔西之地贫瘠 百姓收成欠家 回陛下 并非如此 乔西村比邻青沙河而建 水源富足 土地肥沃 之所以贫困 是因为税负众多 县中 拆利层层盘剥 税负众多 这可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 诸君你们听听 有人帮着我等收税呢 咱大魏 竟然要靠百姓之税过活 大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国家 而是物资充沛到富裕的极权王朝 他们缺的从来只是灵物宝器 而非各类普通物资 因此 大魏朝廷的税并不重 仅有填税 伤税两种 陛下息怒 此乃人心腐化之节 想肃政此风 只能实时委任密探清查 并依国法言办 朝廷大臣都知道 争结何在 但确实很难改变 究其因不过是 大魏的富饶 建立在秘境功法之上 那份充沛的资源 不会无常流向民间 各县府衙 分润不了君宝秘境的利益 只能自己找些门路丰富收获 唉 我大魏之父 终究只能招张君武 难以辅照百姓人家 大魏皇帝 并不是全心为民的圣人 他这么说 只是为了向各州都督 表明朝廷的态度 有了这个态度 并表示出重视 各州都督 就不会让此事持续恶化 国内事务上有解决之法 国外局势却不容乐观 大魏皇帝话题一转 又与诸位朝臣 聊起了大魏真正的忧虑 这种涉及到 境外各国的问题 周元说不上话 只能安坐静听 不过如此一来也有收获 使他得知了 大魏下一步动作 是要攻伐西北方的渔国 但前提是 改变南方楚国的态度 使其不干涉这场战役 南梁那边不用例会 他们重信佛是兴气已无 又有横江天险 水族各不阻拦 不敢犯我 唯有楚国南安 其虽由众多大小封国汇聚而成 但战力不容小觑 能随时为渔国分忧 阻挡我大魏冰封 我一将安人公主 嫁于楚国储君 与其签订盟约 在征伐渔国 诸位以为如何 大魏皇帝话音刚落 诸位朝臣便各输己见 有的不同意 认为应该拉上南梁 把楚国一块收拾了 原因是 楚国与渔国都占着大魏的国土 虽然那些国土 是前朝大康遗失的 但大魏继承了大康之国 自然要锁回所有故土 有些同意 认为该优先打赴渔国 再压着渔国之兵 一起威慑楚国 总之没有一个说不打的 只是在争论打的方式 淮州都督的意见 是以良防储 再攻伐渔国 周元在个人情感方面上 比较倾向这位老领导 在一众朝臣的争论之中 四方顶内的肉食 终于炖好了 羽灵士族们将其切好 放于木盘之上 再在木盘一角 放置一叠胶岩城上 大魏皇帝 又拿出一把日月交辉的奇特宝壶 让轻微池壶 分装赐酒之气 那酒壶不过人头大小 内部的酒水却异常充足 持续分装各类酒器 却不见丝毫短缺 日月湖 乾坤酒 能看到物品信息的周元 通过湖与酒的名称 看出了他们的不凡 诸君圣隐 此乃日月湖所酿乾坤酒 胜过大多其真灵酒 不可不偿 大魏皇帝说得很对 周元一口饮下酒水后 立刻获得日月养神 乾坤那气 两个正向状态 其分别能暂时增幅 神属性与气属性 长期保持 可增加神属性与气属性的数值 就在周元以为 今天的军役就要结束 后续该换些轻松话题时 一直跪坐在大魏皇帝身后的 假依女子 突然开口道 父皇 我愿意去楚国 为何 可是因我之意 好吧 周元本以为那位假依女子 是大魏皇帝的妃子 没想到 竟是之前争论的安人公主 非也 此乃我至 非因复命 父皇曾说 百姓供奉凤鸟 是期望她翱翔于天 赐福众生 而非亦飞冲天 望却故乡 再也不回 安人得大魏公养 无以为报 愿祭我国治 胜我国朝 一众朝臣明显知道 安人公主在此 并没有因为安人公主的 突然发言 而吃惊 我而志向高远 当为红狐 可你入了楚国 早晚会有自己的孩子 那时 你又以何应对 禀父皇 若无子为楚国下任楚君 无字恪守中庸 教导无子与为同盟 若无子不为楚君 当全力相助大魏 以我大魏之国力 干涉楚国之君臣 甚好 无而才得 大魏皇帝很满意 自己女儿的回答 他不要求女儿成为密探 只要求女儿 有维持两国关系的意识 因此 恪守中庸 维持同盟 他能接受 相助大魏 影响楚国 他也能接受 此非定数 还需看那楚国之君 敢不敢让我大魏公主 入他孩儿的东宫府邸 不过 亦要早做准备才是 我而可有他求 无有 一切如常即可 免得楚国君臣心有疑虑